海公案 Produced by Renai Wang 海公案 清 李春芳编刺海公案版本 清代小说 前六十回位 海公大红袍全传 六十一回至末一百零二回位 海公小红袍全传 经存道光十二 一千八百三十二 仁成年煞门文的唐茜本 作者 不提撰人 内容 叙述一位无私无味的清官海瑞一生的故事 海瑞奇人奇事 名史 有载 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 号称南包公 本书文笔粗书 情节离史时颇远 第一回海夫人和玩话迪 第二回张寡妇昭续仇恩 第三回喜忠 却平反悲失路 第四回图邪冤 忽感 居丧 第五回 严松香树媚军 第六回海瑞正 严福道 第七回兼人 忌惠风云 第八回正式遭逢坎坷 第九回张老儿戒才被骗 第十回 严家人见色身兼 第十一回张仇事 雀梅志 宋 第十二回徐指挥 守法言行 第十三回三部堂 同兴会审 第十四回大总裁 丝义乌文 第十五回张贵妃 麦旅 访恩 第十六回海刚风 穷图寿斥 第十七回索会 网珠县令 第十八回抗权乳打齐牌 第十九回张国公 魏贤起敬 第十十回 圣天子文奏 酌签 第十一回海瑞 结幻囊 乳香 第十二回严松献身 女霍军 第十三回张志伯 举剑 雍才 第十四回海主世奏 陈列祭 第十五回青史 彼儿 陆首 第十六回红袍 讽以赴楚 第十七回贤皇后 仲庆 陈恩 第十八回 奸相国 轻功 中纪 第十九回怒杖 监承获罪 第十十回 恩冯太子 超身 第十一回 冯太监 痴杖 讨情 第十二回 邓郎 中林 羽旧 恶 第十三回 摄幼 托球 简受 县令 第十四回 访茶 赴任 票补 土豪 第十五回 仇礼 附谋 窥 第十六回 窃疾 简受 奸殃 第十七回 鸡漏 陷 劳渊 诗 求 雪 第十八回 暗沉 斩暴 奉纸 合 翻 第十九回 炸头 递入 债探 情形 第十十回 继烧 凉 逼淫 刺 赤洗 第十一回 涉毒 谋 斯恩 试 刺 克 第十二回 施 辣 手 药 泛 灭 口供 第十三回 胃 漏 奸 邪 奏 离 正 值 第十四回 卖 凶 杀 害 贝 祸 依 投 第十五回 催 贡献 折服 安 南 第十六回 捏 本 张 调 寻 虎 广 第十七回 寻 辅 虎 虎 血 第四十八回 黄 唐 守 截 连 贼 魁 第四十九回 陶 性 命 慧 斯 审 案 第五十回 登 武 当 城 一 烧 头 香 第五十一回 小 颜 贼 行 祭 道 鸾 同 第五十二回 老 国 监 乌 奏 害 黄 书 第五十三回 李 聘 西 兵 小 颜 设计 第五十四回 基 监 祥 世 太 守 陶 关 第五十五回 王 太 监 司 党 七 军 第五十六回 海 上 书 奏 奏 燕 面 盛 第五十七回 刚 风 搜 换 吊 吊 去 丁 第五十八回 基 盛 河 尖 赵 涉 获 第五十九回 蒲 益 妾 妾 珍 千 秋 贡 美 第六十回 陈 中 市 耿 万 谷 同 方 第六十一回 海 刚 风 井 紫 龟 田 张 居 正 妇 又 登 殿 第六十二回 沙 青 王 巧 传 玉 比 戏 宫 女 甲 妹 龙 床 第六十三回 造 甲 宝 大 亭 冲 供 次 宫 � 母 蓉 龟 龟 第六十四回 圣 天 子 感 梦 次 记 路 探 花 斧 己 枯 师 第六十五回 海 操 江 角 止 入 荆 周 敬 世 妇 师 妇 试 脱 醉 第六十六回 张 太 师 朝 防 寿 乳 孙 司 李 内 庭 祖 君 第六十七回 金 鸾 电 披 林 迭 简 安 乐 宫 次 宴 酬 恩 第六十八回 孙 给 世 舍 命 品 本 徐 国 宫 台 相 寇 婚 第六十九 回 刺 红 袍 耳 目 关 妖 宠 街 行 转 旧 令 影 指 尖 第七十回 乳 娘 腹 献 袍 斥 尖 盐 运 运 道 句 最 纠 经 第七十一 回 张 明 修 复 艳 玉 愁 愁 成 三 枚 凤 纸 搜 宝 第七十二 回 持 家 性 败 漏 机 关 半 相 事 银 源 妙 记 第七十三 回 张 四 修 龙 行 祸 香 周 元 表 搜 宝 探 其 第七十四 回 两 清 差 解 宝 玉 结 殷 山 道 枕 逆 返 仇 第七十五 回 孙 娘 子 殷 山 解 南 省 大 王 江 盼 捐 驱 第七十六 回 孙 李 行 载 会 清 差 乘 给 市 众 为 乡 府 第七十七 回 邱 左 清 众 携 凤 旅 城 国 旧 彭 比 魏 兼 第七十八 回 孙 太 监 私 行 玉 喜 徐 千 岁 浅 淺 迎 刹 第七十九 回 节 起 宝 空 � 月 申 至 献 梦 入 南 科 第八十 回 亥 中 梁 重 船 甲 止 住 眉 受 载 刺 红 袍 第八十 一 回 城 三 眉 解 宝 回 京 海 刚 封 法 场 夺 止 第八十 二 回 孙 行 听 死 李 逢 生 成 国 旧 同 条 共 冠 第八十 三 回 寇 丹 持 三 兼 服 罪 灵 海 表 意 止 真 兵 第八十 四 回 狗 起 山 对 景 称 奇 梅 花 海 隐 人 入 第八十 五 回 天 波 楼 杨 令 婆 新 师 北 同 关 高 得 礼 尸 守 第八十 六 回 灵 天 左 请 兵 削 刹 舌 舌 泰 军 上 表 除 暴 第八十 七 回 献 起 宝 张 泰 施 结 舌 家 制 义 孙 娘 子 容 封 第八十 八 回 汝 娘 俯 下 马 牌 推 倒 黄 兜 城 无 敌 江 团 团 为 第八十 九 回 海 恩 关 健 主 献 奸 像 月 经 定 走 马 桌 周 连 第九十 回 孟 鸣 鸾 飞 脑 曲 窦 将 军 撤 边 琴 迪 第九十 一 回 杨 家 府 回 兵 市 江 张 状 元 代 副 底 尖 第九十 二 回 张 泰 施 盖 关 炸 死 海 操 江 副 认 为 行 第九十 三 回 圆 阿 牛 主 道 乌 班 周 文 玉 平 鸭 问 补 第九十 四 回 梁 司 李 库 训 陈 招 兆 庭 庭 庭 � 第九十 五 回 玉 甲 虎 土 豪 聚 会 到 美 人 公 子 糟 兄 第九十 六 回 登 来 到 文 贵 县 玉 荒 山 寨 张 士 守 珍 第九十 七 回 太 平 玉 周 关 德 探 富 登 周 府 阳 龙 贵 访 棚 棚 棚 第九十 八 回 王 小 三 公 相 报 德 海 操 江 南 直 身 堂 第九十 九 回 毛 茶 愿 买 醉 酬 金 阳 上 书 请 指 提 案 第 一 百 回 活 菩萨 献 身 救 苦 男 兄 弟 辈 的 成 冤 第 一 百 零 一 回 重 监 图 岸 福 诸 两 善 世 当 唐 超 脱 第 一 百 零 二 回 显 色 象 正 职 为 神 庆 团 圆 春 轩 携 老 第 一 回 海 夫 人 和 玩 画 敌 人 生 南 北 多 歧 路 江 香 神 仙 也 要 凡 人 左 百 代 新 王 朝 父 墓 江 风 吹 岛 潮 树 树 庶 庶 庶 为 显 无 凭 具 费 尽 心 机 总 把 流 光 吾 浊 久 三 杯 沉 醉 去 水 流 花 泻 之 何 处 这 几 句 笔 词 不 过 说 人 生 世 上 成 父 母 之 精 血 丙 天 地 之 灵 气 生 而 为 人 人 为 万 物 之 灵 自 当 作 一 场 刮 木 惊 人 的 事 也 虽 不 能 流 方 百 事 中 正 刚 常 使 人 智 而 不 忘 以 为 君 子 即 不 能 与 世 争 光 亦 当 一 臭 万 年 此 亦 君 子 小 人 之 两 徒 也 然 君 子 之 流 心 是 月 远 而 人 心 月 静 小 人 之 一 臭 是 虽 静 而 人 心 欲 远 之 唯 恐 其 烧 静 也 君 子 观 之 能 不 惊 然 而 俱 乎 我 于 是 有 说 却 说 前 明 正 得 兼 月 省 穷 南 有 海 玄 者 自 玉 恒 是 居 穷 之 木 咸 乡 离 穷 山 县 至 不 过 树 里 玉 恒 取 妙 是 乃 同 县 妙 领 生 之 妹 也 妙 是 生 于 诗 书 之 家 似 得 三 从 始 所 忍 兮 自 是 海 门 以 来 夫 妻 和 顺 相 敬 如 冰 真 不 愧 梁 红 之 佩 梦 光 也 玉 恒 屡 是 不 中 遂 无 亦 功 明 终 日 在 家 诗 书 字 于 行 善 乐 诗 而 已 又 过 数 年 玉 恒 已 是 四 十 三 岁 西 下 无 儿 夫 人 妙 是 美 以 未 忧 常 劝 丈夫 丽 妾 妾 以 广 子 嗣 玉 恒 正 色 道 我 与 你 素 行 善 事 旷 海 氏 祖 宗 皆 读 如 书 力 行 应 得 今 我 量 不 至 绝 四 孤 呆 之 妙 是 道 相 公 之 言 可 谓 不 爱 于 理 者 然 妾 今 年 四 时 天 鬼 将 止 但 欲 知 念 以 辉 不 妄 弄 张 弄 瓦 矣 故 劝 相 公 力 妾 者 乃 是 为 海 氏 祖 宗 起 见 相 公 何 故 不 以 为 然 欲 恒 孝 道 夫 人 所 知 者 情 于 理 也 但 今 知 事 人 心 交 薄 寻 理 者 少 备 理 者 多 但 见 人 家 妻 妾 满 事 妒 即 芬 然 何 者 为 丈夫 者 不 无 偏 爱 本 欲 取 乐 而 反 增 懊 恼 我 不 仁 见 知 使 玄 命 果 有 子 夫 人 年 上 壮 简 岂 不 能 遇 子 耶 玄 如 何 觉 似 即 使 妻 妾 罗 裂 亦 不 过 图 事 酒 色 而 已 何 亦 之 友 夫 人 看 见 丈夫 如此 兼 值 也 不 再 说 死 后 夫 妇 更 家 相 爱 欲 恒 力 行 善 事 家 虽 不 封 而 慷 慷 永 任 凡 有 亲 有 灵 力 稍 可 资 住 者 无 不 竭 力 未 知 于 是 又 过 三 年 妙 事 夫 人 年 已 四 十 三 岁 一 日 天 呼 大 雨 雷 电 交 家 阴 云 四 起 暴 雨 奔 腾 欲 恒 正 在 书 房 弦 坐 呼 见 遗 物 从 上 而 下 恶 冒 真 明 浑 身 毛 片 金 光 夺 目 奔 向 欲 恒 书 案 之 下 疏 乎 不 见 欲 恒 知 事 怪 异 毕 结 乃 任 其 躲 藏 反 以 身 障 义 书 案 少 请 雷 电 之 光 直 射 入 书 房 向 者 玉 恒 身 上 射 来 这 也 古 怪 那 雷 火 一 到 玉 恒 身 旁 便 灭 如 是 者 约 有 半 个 时 尘 那 雷 身 渐 渐 退 去 火 光 一 席 玉 恒 不 甚 惊 惊 惊 随 走 开 书 案 此 时 天 气 负 亮 与 指 雷 收 只 见 那 怪 兽 从 岸 下 出来 向 者 玉 恒 作 叩 手 之 状 玉 恒 明 知 其 故 乃 是 知 去 那 悟 出 了 书 房 不 向 外 边 却 往 里 面 去了 玉 恒 成 孔 夫 人 受 惊 随 即 跟 进 方 至 内 堂 就 不 见 了 心 中 好 生 疑 惑 只是 世 熟 怪 淡 隐 而 不 言 未 即 半 月 夫 人 竟 染 鬼 水 不 治 初 时 有 已 未 年 老 当 子 三 五 月 间 不 觉 父 中 隆 然 以 此 祭 方 知 妙 氏 怀 孕 玉 恒 大 喜 对 妙 氏 道 天 必 善 人 今日 信 否 妙 氏 意 孝 道 此 乃 香 功 福 得 所 致 妾 己 有 赖 以 欲 恒 道 凡 人 好 善 天 必 佑 知 旷 夫 人 真 熟 贤 德 悠 贤 婉 静 不 才 亦 全 全 好 善 感 格 上 天 连 于 海 事 呆 次 灵 而 已 从 此 心 中 欢 喜 更 勇 于 未 善 光 音 迅 速 日 月 如 缩 不 觉 将 近 十 月 胎 其 满 足 早 晚 就 要 分 眠 海 公 欲 早 顾 了 如 母 吻 婆 在 家 伺 侯 一 夜 海 公 方 才 合 眼 睡 熟 呼 见 三 人 身 穿 轻 衣 手 持 精 结 向 前 衣 曰 奉 玉 帝 赤 赐 你 义 子 你 其 善 事 之 炫 有 人 拥 以 怪 兽 人 海 公 见 其 雨 前 刺 壁 雷 之 兽 无 义 便 问 道 既 蒙 玉 帝 赤 子 怎么 将 这 兽 物 带 来 持 经 结 者 笑 道 你 那 理 之 道 此 乃 无 止 山 之 致 兽 也 兴 直 而 喜 淡 蒙 虎 未 若 鸟 在 山 修 炼 七 百 余 年 树 当 遭 劫 故 彼 曾 必 于 君 家 书 岸 之 下 君 乃 善 人 神 鬼 所 清 故 雷 火 不 敢 进 君 即 回 赴 玉 子 此 受 因 君 的 免 其 节 然 上 天 有 至 凡 与 毛 苦 修 性 未 逊 善 不 遭 雷 劫 即 当 过 胎 出 世 先 成 人 行 后 归 正 果 经 上 帝 连 你 行 善 有 功 故 特 赐 予 你 未 之 日 后 光 大 海 士 门 护 者 臣 此 子 也 说 必 将 那 兽 推 到 内 堂 去了 忽 听 的 劈 雷 一 声 玉 痕 吃 了 一 惊 不 觉 醒 来 却 是 难 磕 一 梦 忽 见 丫 环 来 报 夫 人 产 下一 位 小 香 公 玉 痕 闻 言 大 喜 正 应 梦 中 之 事 急 急 来 到 房 中 见 婴 儿 已经 断 齐 包 裹 亭 当 玉 痕 迟 足 一 看 果 然 生 的 眉 清 目 秀 心 中 大 喜 口 中 不 言 一 面 安 慰 妻子 好 生 调 养 吩 妇 丫 环 环 们 小心 服 事 三 朝 喜 儿 迷 月 请 酒 自 不 必 说 乃 去 名 海 瑞 这 也 不 在 话 下 且 说 玉 痕 因 有 了 儿子 万 事 俱 足 遂 飘 然 有 事 外 之 想 把 公 名 二 字 真 事 至 之 度 外 正 事 有 子 万 事 足 无 官 亦 生 轻 海 公 无 事 以 儿 为 乐 或 到 名 山 盛 进 去 游 玩 也 觉 悠 游 时 光 亦 过 又 是 几 年 海 瑞 已 今 七 岁 虽 在 海 提 之 中 性 至 孝 有 更 兼 资 至 聪 明 耿 直 无 私 每 与 灵 儿 共 游 饮 食 之 物 必 要 共 同 分 食 若 有 多 取 者 瑞 必 力 之 欲 横 教 她 读 书 过 目 者 能 成 颂 又 过 了 三 年 海 瑞 年 已 十 岁 无 书 不 读 诗 词 歌 赋 迷 有 不 通 世 年 欲 痕 已 病 身 亡 海 瑞 哀 痛 欲 绝 夫 人 亦 痛 哭 不 已 瑞 痛 腹 身 亡 未 能 静 子 道 亦 欲 节 如 于 目 测 少 斩 孝 思 夫 人 劝 祖 曰 你 虽 性 致 孝 顺 但 你 年 既 幼 智 郊 外 无 静 躺 有 不 测 我 何 赖 焉 此 欲 尽 孝 而 反 增 不 孝 也 瑞 闻 母 欲 遂 止 在 家 守 至 夫 人 便 昼 夜 令 她 诵 毒 虽 下 数 不 绰 未 己 妇 满 瑞 年 已 十 三 或 有 劝 瑞 应 童 子 侍 者 瑞 对 曰 我 年 尚 佑 今 时 未 通 若 出 应 世 必 被 人 孝 图 废 废 笔 墨 不 如 闭 门 苦 毒 待 我 焉 惯 了 然后 去 也 未 未 迟 夫 人 文 瑞 在 外 达 有 之 言 思 喜 曰 此 而 不 物 经 服 日 后 必 有 识 学 于 是 更 加 约 数 母 子 二 人 切 磋 言 如 诗 地 一 般 瑞 性 作 好 局 不 喜 屈 臣 常 有 品 菊 诗 曰 绕 离 一 二 废 平 张 五 色 迷 离 满 净 香 晚 节 起 容 分 上 下 棚 门 必 境 欲 低 昂 泛 村 普 定 明 多 物 立 水 空 船 种 最 凉 欲 向 淡 中 寻 更 淡 并 丝 愁 绸 绸 落 满 头 霜 半 菊 诗 云 柴 门 众 闻 日 悠 悠 愿 向 贤 花 吻 卧 游 俗 谷 不 堪 同 入 梦 芳 心 曾 许 独 探 忧 性 情 淡 处 常 相 对 静 冷 相 中 过 此 秋 莫 浅 风 仙 戒 壁 直 夜 身 墙 角 已 低 头 夫 人 见 其 师 亚 旦 知 瑞 他 日 晚 节 读 奸 必 为 一 代 忠 臣 者 常 为 知 曰 你 终 日 读 书 不 求 文 答 就 有 何 亦 灾 瑞 曰 而 苦 读 书 非 不 欲 进 取 但 念 母 亲 年 戒 喜 聚 而 恐 一 旦 成 名 就 要 远 离 西 下 故 此 忍 隐 不 欲 为 母 亲 忧 也 夫 人 怒 曰 为 人 子 者 不 欲 扬 名 显 轻 其 欲 我 死 候 你 方 进 取 耶 马 列 虽 风 明 经 七 尺 我 亦 不 得 轻 见 也 瑞 闻 母 怒 贵 而 未 知 谢 罪 不 迭 夫 人 怒 使 烧 席 瑞 从 此 毅 立 诗 书 以 图 进 取 四 年 学 愿 暗 林 瑞 便 出 应 事 果 多 情 香 夫 人 喜 曰 你的 一 经 我 死 名 目 矣 三 孝 同 祥 诸 友 劝 同 妇 婶 以 夺 秋 葵 瑞 每 以 母 在 家 无 人 事 奉 终 日 不 欲 行 吉 至 其 母 听 了 瑞 打 有 之 言 遂 免 之 曰 你 每 以 我 在 家 无 人 事 奉 为 此 不 欲 相 离 左右 但 功 明 大 事 我 上 强 健 你 可 前 去 不 必 挂 念 瑞 见 母 如此 吩咐 不 敢 有 为 遂 打 点 行 礼 会 其 诸 有 望 着 海 康 而 去 到了 雷 州 舍 州 登 岸 赶 路 一 夜 月 明 风 清 瑞 在 旅 店 里 睡 不 折 偶 不 圆 中 十 以 三 根 向 后 殿 中 诸 客 聚 以 赎 睡 仰 望 星 斗 满 天 万 籁 俱 寄 忽 闻 有 人 说 道 昨 夜 前 村 张 家 祭 鬼 我们 正 好 前 去 寻 些 饮 食 偏 偏 又 碰 着 这 位 海 少 宝 在 此 土 地 也 好 没 来 由 却 要 派 我 们 在 此 伺 候 他 老 人 家 便 安 然 坐 着 好 不 叫 人 奋 气 呢 义 人 道 你 莫 怨 他 他 乃 是 一 方 之 主 你 我 都是 受 他 管 的 怎么 不 听 使 令 这是 应 该 的 不 必 多 说 恐 怕 这 老 儿 听 见 了 又 要 责 罚 呢 义 人 道 怕 食 么 此 老 太 不 公 道 但是 有 的 奉 承 他 的 便 由 人 去 横 行 滋 扰 若 是 我 等 穷 鬼 他 便 专 以 此 劳 苦 的 事 来 派 着 呢 义 人 道 你 且 说 他 怎 地 不 公 平 呢 那 人 道 即 此 张 家 一 事 就 可 见 其 不 公 义 张 家 的 女 儿 昨 因 上 木 拜 扫 遇了 这 个 王 小 三 在 路 上 撞 见 了 欺 他 姑 儿 寡 妇 随 就 跟 了 回去 作 起 岁 来 他 家 好 不 惊 慌 不 知 被 他 弄 了 饮 食 那 日 张 寡 妇 到 此 老 儿 处 祷 告 求 他 驱 除 这 老 儿 初 时 盛 怒 立 刻 拘 了 王 小 三 道 庙 说 什么 要 打 要 罚 他 后 来 王 小 三 慌 了 急 忙 应 许 了 歇 金 薄 这 老 儿 便 喜欢 道 己 楚 不 但 不 责 罚 他 反 助 咒 未 虐 任 他 四 扰 呢 义 人 道 怪 不 得 张 家 惊 夜 大 摄 影 时 他 便 安 安 稳 稳 的 前 去 受 领 却 浅 我 们 在 此 伺 吼 这 海 少 宝 呢 义 人 道 怪 不 得 你 说 他 海 瑞 听 的 明白 才 知 是 鬼 在 此 议 论 暗 喜 自己 有 了 少 宝 的 身 分 不 觉 咳 嗽 一 声 疏 而 既 然 海 瑞 一 回 房 中 安 息 自 私 土 地 亦 受 鬼 惠 心 中 大 怒 至 天 明 起 来 书 洗 了 诸 有 便 要 启 成 海 瑞 道 且 慢 者 今日 有 一 其 事 待 我 弄 来 你 们 看看 诸 有 不 解 其 故 快 问 道 荒 郊 野 店 有 什么 其 事 不 如 莫 管 闲 事 赶 路 要 紧 呢 海 瑞 道 列 位 有 所 不 知 这里 有 一 张 家 她 是 个 寡 妇 有一 女 儿 被 野 鬼 王 小 三 作 碎 大 所 祭 寺 本 方 土 地 反 与 鬼 通 通 扰 角 你 到 其 么 诸 有 问 道 你 怎 地 知道 海 瑞 便 将 夜 文 鬼 言 被 戏 告 知 但 不 说 鬼 称 自己 是 少 宝 诸 有 听 了 各 各 个 精 矣 况 且 都是 少 年 未 免 好 事 个 人 都 怂 勇 海 瑞 要 看 他 怎么 处置 那 土 地 海 瑞 便 向 店 主 人 问 明 哪 里 是 土 地 庙 并 张 家 的 住 址 用 了 早 饭 便 望 着 那 土 地 庙 而 来 正 事 正 气 能 屈 媚 无 私 可 服 神 毕 竟 海 公 到了 那 里 如何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海 公 案 第二 回 张 寡 妇 招 续 仇 恩 三 生 时 上 旧 因 缘 平 生 诸 成 百 载 奸 信 是 长 而 先 有 意 广 含 以 赠 意 之 先 却 说 海 瑞 在 旅 店 因 前 夜 文 的 众 鬼 说 那 土 地 不 公 纵 容 也 鬼 王 小 三 在 张 家 搅 扰 图 其 祭 寺 饮 食 的 话 遂 忙 用 早 善 斜 着 诸 有 取 路 先 来 至 那 土 地 庙 只 见 那 庙 是 靠 着 路 旁 的 高 布 满 三 尺 阔 才 二 尺 上 素 神 象 为 世 香 烟 冷 落 庙 内 的 珠 丝 张 满 有一 张 尺 余 高 的 桌 案 沉 积 寸 许 众 人 见 了 不 觉 大 笑 约 如此 荒 凉 冷 落 怪 不 得 他 要 收 受 贿 禄 不 然 十 载 都 没有 一 炷 香 呢 海 瑞 听 了 不 慎 大 怒 便 指 着 那 神 象 骂 道 何 物 邪 神 胆 敢 平 林 作 碎 肆 虐 村 民 今日 我 海 瑞 却 要 与 你 分 剖 个 是 非 为 神 者 正 直 聪 明 为 民 捍 卫 央 男 赏 善 乏 恶 恕 不 愧 享 受 万 民 香 焉 何 乃 不 循 天 理 只 顾 贪 婪 既 不 能 为 民 造 福 道 也 罢 了 怎么 却 与 野 鬼 串 通 美 人 归 秀 走 时 杨 杀 百 般 怪 碎 虎 下 妇 女 所 诈 储 伯 济 迹 时 死 上 天 所 不 容 人 神 所 共 奋 我 海 瑞 身 平 中 正 挟 直 五 夜 门 心 对 天 无 愧 修 见 这 等 野 鬼 邪 神 碎 以 手 指 着 喝 声 还 不 服 嘴 说 尚 未 必 那 尼 素 的 神 像 一 声 响 亮 竟 自 蝶 江 下 来 打 得 个 粉 碎 众 人 见 了 哈哈 大 笑 内 中 一 人 道 虽 然 土 地 不 合 到底 是 个 神 像 经 海 兄 如此 貌 毒 故 神 怒 示 井 竟 将 本 身 显 盛 海 兄 总 当 陪 个 这 不 事 才 好 呢 海 瑞 听 了 怒 道 你们 亦 是 这 般 糊 屠 怎么 还 不 替 我 将 这 鸟 庙 拆 了 反 来 左 谈 真 是 岂 有 此 理 众 人 看 见 海 瑞 作 色 乃 道 海 兄 正 直 无 私 及 此 鬼 神 亦 当 轻 服 如 今 既 已 是 辱 于 神 这 就 算 了 事 我们 还是 到 张 家 去 走 糟 看 是 怎 地 海 瑞 道 如此 才 是 正 离 呢 一 行 人 远 离 了 土 地 庙 赶 路 望 着 张 家 村 而 来 话 分 两 头 暂 且 按 下 不 表 再 说 张 家 村 离 大 路 不 远 村 中 二 百 余 家 都是 姓 张 的 那 被 磨 的 女 子 就是 张 寡 妇 的 女 儿 年 方 一 十 六 岁 名 幻 公 花 生 的 如 花 似 玉 之 书 十 里 又 奸 孝 顺 其 父 名 张 芝 曾 举 孝 莲 出 世 作 过 一 任 通 判 后 来 因 为 倭 寇 作 乱 死 于 军 前 夫 人 温 氏 携 着 这 位 小 姐 从 十 岁 首 节 至 今 是 因 三 月 清 明 母 女 上 山 扫 木 其 料 中 途 遇 上 这 野 鬼 王 小 三 欺 他 孤 寡 跟 随 到 家 欲 求 祭 祀 是 夜 公 花 睡 在 床 中 呼 见 一 人 批 发 屠舌 向 他 所 食 公 花 吓得 魂 不 附 体 大 喊 起 来 那 野 鬼 即 便 作 碎 弄 得 公 花 魂 身 发 热 头 目 晕 花 口 中 乱 骂 乱 笑 虎 的 温 夫 人 不 知 所 措 请 医 整 志 聚 言 无 病 细 未 碎 所 清 夫 人 慌 了 想 道 此 病 定 是 因 上 焚 而 起 细 细 仿 之 使 之 路 旁 有 意 徒 地 妙 语 想 道 山 野 坟 木 之 鬼 必 为 土 地 所 辖 便 句 书 道 土 地 庙 中 祷 告 求 神 驱 逐 既 必 回 家 谁 知 公 花 欲 家 狂 暴 口 中 乱 骂 道 何 物 温 氏 胆 敢 混 向 土 地 庙 处 告 我 么 我是 奉 了 玉 子 救 命 来 的 只 因 你們 就 日 在 任 时 曾 向 天 许 过 心 愿 至 今 未 愁 玉 帝 最 怒 的 是 七 狂 鬼 神 故 此 特 差 我 来 索 取 你 若 好 好 的 设 计 就 罢 否 则 利 取 你 等 之 命 去 见 玉 帝 呢 温 夫 人 听 了 自 私 往 时 自己 却 不 曾 许 过 什么 心 愿 女 儿 年 幼 是 不 必 说 的 就是 老 爷 在 日 终 直 居 心 爱 名 若 子 又 没有 什么 不好 之 处 且 平 日 不 喜 求 神 许 愿 的 怎么 说 有 这个 救 愿 自 古 道 宁 可 信 其 有 不 可 信 其 无 这是 小 事 就 祭 似 与 她 亦 不 费 的 十 抹 大 钱 财 只 要 女 儿 并 月 救 事 了 乃 像 公 花 道 既 是 我 家 曾 经 许 愿 年 生 日 久 一 旦 忘 了 故 劳 尊 神 降 灵 今 知 最 旧 即 则 即 日 前 聚 祭 以 仇 孩 扶 起 尊 神 释 放 小 女 原 神 父 体 则 是 何 家 顶 住 于 无 记 义 只 见 公 花 点 投 应 道 你们 既 知 最 利 也 罢 后 日 皇 道 良 臣 至 晚 可 聚 储 抢 品 物 还 怨 罢 了 温 氏 微 为 答 应 至 其 及 吩咐 家 人 买 被 祭 品 香 竹 之 类 到了 点 竹 的 时候 前 臣 拜 祭 一 番 只 见 那 公 花 便 作 喜 悦 色 说 道 虽 道 聚 祭 只是 太 薄 欠 了 可 再 聚 丰 盛 的 来 明 日 三 根 我 吉 父 只 去 也 温 氏 幼 止 的 应 城 这 一 夜 公 花 却 也 略 见 安 静 些 四 日 夫 人 正 要 吩咐 家 人 再 去 备 伴 祭 品 只 见 公 花 双 眉 景 皱 十 分 惊 慌 的 模 样 在 床 上 敦 服 不 安 口 中 喃 喃 不知 何 语 夫 人 正 在 惊 怡 之 际 只 见 家 人 来 说 道 外 面 有 一 位 秀 才 自 称 海 瑞 能 屈 邪 竹 美 路 过 于 此 知 我 家 小 姐 中 了 邪 魔 如 今 要 来 收 妖 呢 夫 人 听 了 半 信 半 疑 指 的 令 家 人 请 敬 少 请 海 瑞 领 着 那 几 个 朋友 一起 来 到 大 厅 两 旁 坐 下 温 夫 人 出来 见 了 众 人 见 过 了 礼 便 问 道 哪 一 位 是 海 秀 才 呢 众 人 便 指 着 海 瑞 道 这 位 便 是 温 夫 人 便 将 海 瑞 一 看 只 见 她 年 纪 最 轻 心 中 有 几 分 不 幸 便 问 道 海 香 公 有 甚 么 妙 述 能 驱 妖 媚 何 已 知 道 小 女 这 岁 请 道 其 祥 海 瑞 道 因 昨 夜 旅 店 听 的 有 几 个 鬼 私 字 在 那 里 讲 本 房 土 地 放 纵 也 鬼 作 岁 所 记 的 话 故 此 前 来 驱 逐 妖 媚 温 夫 人 听 了 好 声 惊 意 心 中 却 也 欢 喜 说 道 小 女 躺 的 海 香 公 驱 魔 病 的 泉 月 不 敢 有 妄 大 德 便 吩 妇 妇 家 人 备 酒 海 瑞 即 止 之 约 不 必 费 心 破 超 我们 原 是 为 一 点 好 意 而 来 非 图 饮 食 者 也 再 三 推 让 温 夫 人 道 列 位 休 贤 减 慢 老 生 不 过 薄 聚 三 杯 加 酿 少 壮 列 位 威 气 而 已 海 瑞 见 她 如此 真 诚 便 说 道 继 蒙 夫 人 赐 饮 自 古 道 恭 敬 不 如 从 命 指 的 溃 领 了 但是 不 必 过 废 我们 才 得 安 心 温 夫 人 便 令 家 人 摆 了 酒 菜 就 在 大 厅 上 坐 下 邻 居 的 堂 书 张 元 前 来 相 陪 海 瑞 等 在 厅 上 欢 饮 温 夫 人 便 进 女 儿 房 中 来 只 见 公 花 比 前 夜 大 不 相 同 却 似 好 时 一 般 见 了 夫 人 进 来 便 以 手 指 着 踏 下 的 一个 大 瓦 罐 赋 以 两 手 作 鬼 入 罐 内 的 形 状 夫 人 以 解 其 意 及 时 出 道 厅 上 对 众 人 说 知 海 瑞 便 道 是 了 这是 个 邪 鬼 知道 我 们 前 来 无 处 躲 避 故 此 藏 入 罐 内 可 将 罐 口 封 了 还 怕 她 走 到 哪 里 去 众 人 其 声 道 有 理 于 是 夫 人 引 道 道 来 绣 房 小 姐 回 避 入 帐 海 瑞 便 问 罐 在 何 处 夫 人 令 适 必 去 拿 只 见 适 必 再 三 多 步 起 来 说 道 好 奇怪 这是 个 空 罐 怎么 这样 沉 重 海 瑞 道 你 且 走 开 待 我 去 拿 便 走 进 踏 前 扶 着 身 子 一 手 拿 了 起 来 并 不 见 沉 重 笑 道 莫 非 走了 么 众 人 说 道 不是 不是 他 既 走 得 去 早 就 走了 又 何 必 入 管 自 古 道 诡 迹 多 端 故 此 轻 飘 飘 的 想 哄 我 们 是 真 呢 海 瑞 道 且 不 管 他 只是 疯 了 就 是 遂 令 人 取 过 笔 墨 先 用 施 泥 封 了 罐 口 后 用 一 副 纸 皮 贴 在 泥 头 之 上 海 瑞 亲 自 用 笔 写 着 几 个 字 永 远 封 镜 不 得 付 出 海 瑞 笔 清 封 血 壁 令 人 将 罐 拿 了 出去 在 山 脚 下 埋 了 温 夫 人 一 如 所 交 千 恩 万 谢 张 元 便 让 众 人 付 出 听 钱 饮 酒 夫 人 便 思 问 公 花 道 世 间 你 见 甚 么 来 小 姐 道 世 间 只 见 那 批 发 的 恶 鬼 慌 慌 慌 张 张 的 自 言 自 语 道 怎 怎么 海 少 宝 来了 左 顾 右 盼 似 无 处 藏 躲 之 状 忽 然 欢 喜 望 踏 下 的 罐 子 将 身 子 摇 了 几 摇 竟 缩 小 了 钻 在 罐 内 孩 儿 就 精 神 爽 快 了 故 此 母 亲 近 来 不 敢 大 声 说 出 恐 怕 她 走了 又 来 作 碎 世 间 哪 位 世 海 少 宝 她 有 何 法 术 鬼 竟 怕 她 呢 夫 人 听 了 心 中 大 喜 她 乃 是 一个 秀 才 鬼 竟 称 她 为 少 宝 想 必 此 人 日 后 大 贵 蠢 私 女 儿 的 命 是 她 就 活 的 无 可 未 报 不 如 就 将 公 花 许 配 了 她 为 妻 我 膝 下 有 了 这样 的 伴 子 竟 可 必 此 余 生 了 于 是 便 将 海 瑞 听 见 群 鬼 之 言 方 之 女 的 病 源 故 此 特 来 相 救 的 话 说 了 一 遍 公 花 听 了 叹 道 如此 好 人 世 上 男 的 旷 又 兼 有 少 宝 路 命 不 知 她 父 母 几 多 年 继 才 得 这个 儿 子 呢 夫 人 道 我 儿 性 命 都 亏 相 公 救 活 无 可 未 报 我 亦 欲 将 你 许 配 这 海 恩 人 为 妻 我 家 得 了 这样 女 婿 一 族 依 靠 光 要 门 驴 二 则 你 身 有 所 靠 不 枉 你 的 财 貌 你 心 下 如何 可 否 应 允 公 花 听 了 不 觉 长 红 了 脸 低 头 不 语 夫 人 知 她 心 允 便 者 人 请 了 张 元 进 来 戏 将 己 亦 告 知 并 起 张 元 说 何 张 元 道 此 事 虽 好 为 事 别 府 人 事 只 女 嫁 了 她 家 去 未 免 要 远 渡 重 阳 甚 事 不 便 如何 事 好 夫 人 道 女 儿 已 心 允 了 便 是我 一 主 亦 定 了 凡 书 书 一 说 就 感 激 不 尽 了 张 元 听 说 便 欣 然 应 诺 走 到 前 边 对 者 海 瑞 谢 了 收 鬼 之 恩 然后 对 者 众 人 说 知 夫 人 要 将 公 花 许 配 海 瑞 之 义 海 瑞 其 力 谢 道 岂 有 此 理 小 姐 乃 是 千 金 之 体 小 生 何 敢 养 潘 况 小 生 是 为 好 意 仗 意 而 来 今 一 旦 坦 赴 东 床 怎 免 外 人 物 意 这 绝 使 不 得 的 凡 老 先生 善 为 我 此 可 也 说 罢 便 欲 起 生 告 此 张 元 道 海 兄 且 少 屈 一 刻 老 朽 父 有 话 说 海 瑞 子 的 副 座 下 便 又 问 道 老 先生 有 何 见 教 张 元 道 相 公 年 季 恰 与 舍 子 女 差 不 上 下 旷 又 未 曾 定 清 经 舍 子 女 既 蒙 救 命 之 恩 天 高 地 厚 家 嫂 无 可 仇 报 的 要 将 子 女 许 配 一 烧 尽 仇 谢 之 心 二 者 乃 是 终 生 大 事 又 不 费 海 兄 一 丝 自 半 县 的 聘 礼 何 故 见 句 如此 想 必 相 公 显 我 们 含 为 故 低 昂 不 和 是 已 却 据 是 真 呢 海 瑞 听 说 盲 达 道 岂 敢 屈 屈 之 事 莫 足 言 恩 瑞 乃 一 介 平 如 家 居 遥 远 感 类 千 金 之 体 耶 故 不 敢 望 攀 时 非 见 气 为 其 老 先生 量 之 张 元 妇 又 再 三 央 肯 众 人 见 了 也 替 张 元 带 说 道 海 兄 何 必 居 直 至 此 夫 人 既 有 此 意 理 当 顺 从 才 事 呢 海 瑞 道 非 地 不 肯 但是 婚 因 大 事 自 有 高 堂 主 张 非 我 可 主 之 也 故 不 敢 自 专 躺 蒙 夫 人 不 弃 又 刀 张 老 先生 尊 尊 教育 敢 不 尽 从 但是 未 曾 禀 命 高 堂 不 敢 自 主 以 憎 不 孝 之 嘴 上 容 归 禀 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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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 亦 可 也 张 元 听 了 这 话 知 她 兼 值 不 从 指 的 境 内 对 夫 人 说 之 夫 人 笑 道 书 书 可 问 她 们 献 愈 何 处 殿 名 时 么 我 自 有 妙 计 包 管 叫 她 应 允 旧 事 张 元 乃 初 来 陪 着 众 人 问 道 列 位 金 客 愈 何 处 众 人 道 现在 张 小 已 殿 中 赞 速 夜 明 早 及 愈 起 成 应 有 尊 福 之 事 故 而 迟 言 明 日 定 必 起 成 说 完 海 瑞 决 意 告 词 张 元 指 的 香 送 出 门 旅 称 感 谢 海 瑞 称 谢 与 众 人 回 殿 中 去了 正 是 因 原 本 事 前 申 定 五 百 年 前 节 下 来 毕 竟 海 瑞 后 来 能 否 与 张 氏 公 花 成 清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海 公 案 第 三 回 喜 中 却 平 反 悲 失 路 却 说 海 瑞 与 众 人 回 到 旅 店 诸 有 皆 言 这 头 亲 事 应 该 允 诺 才 事 如此 美 缘 怎 能 失 之 交 臂 海 瑞 笑 而 不 言 暂 且 按 下 不 表 再 说 那 温 夫 人 见 海 瑞 兼 值 不 肯 遂 用 一 计 这 唐 书 张 元 问 明 海 瑞 住 旨 便 令 人 请 了 族 中 一 位 申 经 道 来 求 他 作 罚 这 身 经 名 姓 张 国 碧 乃 是 近 氏 曾 认 过 太平 府 之 府 以及 告 修 海 乡 他 与 张 元 氏 各 久 服 书 值 为 人 正 值 多 才 素 为 乡 间 仰 望 远 近 皆 坐 下 用 茶 夫 人 道 今日 特 请 贤 值 道 来 非 为 别 事 要 与 你 妹 子 说 装 轻 事 非 贤 值 不 可 忘 物 推 却 国 碧 道 妹 子 的 病 现在 尚 未 全 月 如何 便 说 轻 事 夫 人 笑 道 却 因 你 妹 子 的 病 一 旦 好 了 所以 力 要 说 轻 呢 国 碧 听 了 恶 然 道 怎么 说 妹 子 的 病 一 旦 好 了 却 要 请 教 夫 人 遂 将 海 瑞 封 进 野 鬼 王 小 三 之 事 并 将 野 鬼 称 海 瑞 为 少 宝 之 言 以及 要 将 女 儿 许 配 与 她 怎 耐 不 肯 之 故 详 细 说 之 国 碧 道 怎么 竟 有 这 些 歧 事 我 道 要 会 一 会 这 位 相 公 夫 人 道 只 因 这 海 秀 才 未 曾 禀 过 父 母 故 不 敢 应 允 我想 她 是 个 十 里 的 人 必 重 名 望 故 换 贤 直 带 说 比 必 允 矣 国 碧 道 甚 好 但 不 知 住 哪 里 了 夫 人 道 就是 前 面 张 小 宜 店 中 国 碧 便 及 告 词 回 到 家 中 关 带 而 来 到 张 小 宜 店 中 使 已 将 木 即 令 小 宜 进 去 通 报 小 宜 领 命 走 到 客 房 正 见 海 瑞 与 那 几 个 同 邦 的 在 那 里 用 饭 小 宜 便 上 前 叫 道 海 香 公 外 面 有 人 拜 候 你 呢 海 瑞 道 什么 人 姓 盛 名 谁 与 我 相 识 的 么 小 宜 道 是 我 们 这 里 的 一 位 大 生 经 张 国 碧 大 老 爷 他 说 是 特 意 前 来 拜 访 尊 甲 海 瑞 满 腹 疑 律 自 存 素 无 一 面 之 交 何 已 突 然 而 来 且 去 见 了 便 知 岁 同 小 已 出来 就 在 大 柜 旁 见 了 彼 此 师 礼 坐 下 国 碧 道 素 养 山 斗 今日 的 石 金 言 书 未 比 怀 姓 姓 姓 盛 海 瑞 道 学 生 不 才 辟 居 海 鱼 尚 未 时 金 敢 请 伐 月 国 碧 道 不 敢 在 下 姓 张 明 国 碧 便 是 驾 上 昨日 相 救 的 女 子 正 是 舍 媚 海 瑞 听 了 方 才 醒 悟 便 道 原 来 是 张 老 先生 光 匠 有 何 见 欲 国 碧 道 特 为 舍 媚 而 来 是 蒙 先生 收 邀 比 舍 媚 之 病 一 旦 全 月 家 审 瞻 恩 济 身 无 以 未 报 故 愿 将 舍 媚 侍 奉 经 制 少 报 厚 恩 何 其 先生 俱 气 如此 使 家 审 有 愧 于 中 故 令 不 才 屈 欲 面 肯 倘 不 以 地 未 彼 妄 次 于 允 则 地 不 慎 养 己 以 还 瑞 道 后 学 偶 而 经 过 贵 境 忽 闻 鬼 语 故 知 令 媚 者 魔 原 伪 无 非 因 鬼 主 鬼 有 何 得 处 敢 忘 报 耶 是 蒙 夫 人 曾 婉 张 元 先生 带 说 过 了 后 学 只 因 未 禀 母 命 不 敢 自 专 非 敢 见 雀 也 为 老 先生 量 知 国 必 道 先生 之 言 足 见 孝 道 但是 有 从 权 君 子 答 辩 经 家 省 所 影 阴 仰 望 者 足 下 也 足 下 既 有 整 逆 之 心 又 何 必 俊 俱 若 此 躺 的 一 言 之 定 则 胜 千 金 之 约 以 海 瑞 见 他 说 的 由 理 不好 在 却 只 好 勉 强 应 道 既 蒙 老 先生 尊 尊 见 教 后 学 从 命 就 事 但 要 待 妇 厂 后 归 柄 加 慈 方 可 行 聘 国 必 说 这 个 自 然 总 需 足 下 意 言 未 定 岁 告 此 归 家 告 之 夫 人 温 夫 人 大 喜 以 为 女 儿 终 生 的 人 供 花 文 之 意 喜 母 女 二 人 私 下 莫 住 望 其 早 日 成 名 以 岁 心 愿 暂 且 暗 下 再 说 海 瑞 送 了 国 必 出 门 询 问 店 主 人 方 知 国 必 市 个 近 市 曾 任 黄 唐 及 回 房 对 诸 有 说 知 众 人 莫 不 为 她 欢 喜 四 日 海 瑞 便 与 众 人 上 路 回 头 留 下一 简 交 与 张 小 义 若 国 必 来 此 就 说 是 我 为 这 场 旗 破 境 故 耳 匆 匆 就 到 不 获 慈 蟹 总 四 场 后 相 会 就 是 叮 宁 而 去 便 与 众 人 起 身 望 高 周 一 路 而 来 机 餐 可 饮 一 时 余 日 才 到 省 城 海 瑞 初 次 官 场 矿 间 又 未 曾 到 过 省 城 的 落 下 了 客 域 便 到 街 上 去 游 玩 所有 海 状 广 校 坡 山 西 禅 白 云 蒲 箭 珠 般 盛 景 无 不 便 懒 一 连 走了 七 八 天 正 欲 天 气 大 热 此 时 七 月 时 后 三 浮 江 收 秋 风 炸 起 海 瑞 走了 回 来 身 子 是 滚 热 的 洗 了 一个 冷 水 澡 不 觉 冒 了 歇 暑 到了 晚上 静 病 将 起 来 浑 身 火 热 请 医 整 室 皆 言 伤 暑 不 觉 日 加 沉 重 起 来 心 念 功 名 又 恐 悟 了 场 起 心 中 愈 加 烦 闷 卧 病 在 床 日 复 一 日 直 至 八 月 初 旬 游 字 烟 烟 浮 枕 不能 不 履 海 瑞 此 季 自 之 极 南 全 月 竟 取 之 意 以 挥 朱 友 纷 纷 打 点 入 场 海 瑞 眼 巴 巴 的 看 着 心 中 好 生 难 过 又 过 了 十 余 日 场 起 已 过 他们 聚 已 回 玉 听 后 发 榜 有一 位 自 以 未 必 受 的 谁 知 发 榜 止 中 得 一 名 赴 榜 乃 是 文 昌 县 人 姓 流 明 迎 兵 海 瑞 时 此 病 见 月 遂 邪 协 诸 有 勉 强 下 船 回 家 一 路 无 聊 十 负 皆 探 自 愿 命 运 不 济 公 名 无 份 乃 座 落 地 诗 一 手 聊 已 自 浅 诸 有 见 了 未 道 海 凶 大 财 故 大 器 晚 臣 何 必 妻 妻 海 瑞 道 列 未 有 所 不 知 非 地 面 切 干 路 帝 在 家 奉 慈 母 之 命 尊 尊 勉 力 今 一 旦 名 落 孙 山 江 何 以 报 老 人 故 耳 妻 妻 妻 也 诸 有 闻 知 无 不 叹 其 唇 效 一 日 到了 雷 州 海 瑞 想 起 张 国 碧 之 约 习 曾 言 定 今 虽 功 名 不 就 岂 可 施 信 于 人 遂 与 诸 有 分 路 望 张 家 村 而 来 赴 道 小 乙 殿 中 住 下 张 小 乙 便 向 着 海 瑞 作 贺 道 海 香 公 碧 市 高 中 了 依 井 而 归 可 喜 可 贺 海 瑞 听 了 漠然 良 久 叹 道 名 落 孙 山 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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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乙 道 怎么 相 公 如此 高 才 返 落 地 了 这 事 何 故 海 瑞 便 将 再 省 患 病 不能 入 场 的 事 被 戏 说 之 小 乙 笑 道 这 事 相 公 知 气 运 味 道 尔 且 自 欢 心 成 了 亲 事 再 回去 罢 海 瑞 道 做 亲 这 却 不 能 只是 我 曾 与 张 老 爷 有 约 故 此 特 来 拜 访 凡 贵 主 人 代 未 相 传 一 声 说 我 在 殿 等 候 遗 会 即 便 起 成 小 乙 应 诺 出来 便 道 张 府 报 道 海 香 公 回 来了 只 应 在 省 患 病 不能 入 场 空 走 一 遭 如 今 回 来了 特 命 我 来 相 请 大 老 爷 至 殿 中 一 会 即 便 起 成 的 国 必 听 了 笑 道 何 令 人 知 不 偶 也 遂 及 与 小 乙 来 到 殿 中 见 了 海 瑞 劝 未 道 大 器 晚 成 闻 心 未 险 足 下 不 必 介 义 只是 徒 劳 跋 舍 而 海 瑞 自 觉 十 分 悍 言 乃 道 不 才 无 学 即 事 不 受 只 以 家 词 有 命 不 得 不 随 众 观 场 也 习 蒙 老 先生 之 曰 故 后 学 不 敢 有 付 于 道 特 来 见 曰 福 望 善 言 拜 上 令 审 荣 瑞 归 于 家 词 商 义 持 日 报 命 国 必 道 蒙 君 一 言 甚 如 今 诺 不 必 多 罪 但 君 心 月 须 当 保 重 躺 蒙 不 弃 少 留 十 日 烧 尽 兵 主 知 情 若 何 海 瑞 道 后 学 本 拟 明 日 即 行 经 蒙 老 先生 后 议 少 住 一 天 明 日 道 府 请 安 二 人 又 谈 了 歇 阳 城 的 新 文 然后 相 别 国 必 再 三 叮 宁 而 去 再 说 那 温 夫 人 正 在 盼 望 着 海 瑞 成 名 的 捷 报 忽 见 国 必 来 说 海 瑞 回 来了 因 并 不 曾 进 场 已 到 这里 特 来 见 我 便 要 明 日 启 城 回 家 轻 事 一 象 要 禀 过 母 命 然后 回 府 小 只 再 三 晚 留 住 了 故 此 特 来 说 知 温 夫 人 听 了 心 中 闷 闷 不 乐 说 道 功 名 二 字 道 也 平 常 只是 你 妹 子 终 身 大 事 要 紧 只 恐 回去 后 便 抛 撇 了 这 便 如何 事 好 贤 只 要 想 各 妙 策 出来 物 要 成 了 轻 事 方 免 服 义 那 国 必 听 了 想 了 一 想 道 如 今 我 却 有 一 计 明 日 先 将 妹 子 抬 到 我 家 去 预 备 下 洞 房 小 只 再 请 她 到 家 饮 酒 将 酒 灌 醉 了 送 她 入 洞 房 过 了 一 宵 这 就 乾 坤 定 矣 不 知 沈 娘 意 下 如何 温 夫 人 听 了 大 喜 道 此 祭 圣 妙 依 祭 而 行 旧 事 即 凡 贤 只 回 家 备 办 明 日 清 晨 送 你 妹 子 过 来 便 了 国 必 依 允 即 时 回 家 收 拾 房 子 被 办 言 习 不 提 温 夫 人 便 对 女 儿 说 之 公 花 允 诺 夫 人 大 喜 便 即 时 预 备 不多 罪 再 说 海 瑞 本 遇 见 了 国 必 即 便 登 臣 谁 知 见 国 必 情 慎 殷 情 故 此 无 奈 住 了 四 日 清 晨 国 必 救 着 家 人 来 致 殿 中 见 了 海 瑞 遂 拿 出 帖 字 说 道 家 也 请 相 公 五 奸 小 酌 海 瑞 看 了 帖 集 对 来 人 说 道 臣 你 家 老 爷 宠 照 下 五 集 去 尊 府 原 帖 搅 回 凡 未 善 言 说 不 敢 领 当 家 人 应 诺 回去 海 瑞 即 便 整 官 树 带 呼 催 铁 又 道 海 瑞 遂 随 着 张 府 来 人 而 去 到了 张 府 门 守 只 见 一 座 高 大 门 楼 上 有 金 字 匾 额 横 中 线 第三 字 随 有 家 人 开 门 只 见 国 必 衣 关 而 出 迎 接 到 大 厅 上 座 海 瑞 道 后 学 陈 老 先生 见 照 老 夫 人 处 礼 应 请 安 福 旺 指 隐 待 后 学 寇 见 国 必 道 起 感 桌 经 年 老 多 病 常 卧 床 入 不 敢 劳 先生 跪 步 随 有 家 丁 献 上 乡 名 茶 坝 赋 让 到 书 房 里 来 海 瑞 境 内 果 见 名 窗 禁 己 四 碧 情 书 是 一个 优 雅 所 在 海 瑞 道 老 先生 真 事 宣 昂 官 此 幽 居 足 见 风 彩 矣 国 必 又 签 了 一 回 家 人 摆 上 酒 摇 旧 事 国 谢 海 瑞 对 拙 殷 情 奉 劝 海 瑞 本 量 浅 三 杯 之 后 便 绝 名 鼎 国 必 事 各 有 义 的 在 三 相 劝 建 以 大 斗 奉 敬 此 季 海 瑞 已 有 八 分 罪 义 欲 呆 不 隐 怎 奈 国 必 再 三 央 肯 敬 劝 一 则 事 主 人 美 义 二 来 事 各 长 者 却 不 过 了 只 的 强 饮 一 斗 已 有 十 二 分 罪 义 虚 于 之 间 竟 绝 头 目 晕 花 身 不 有 己 坐 不 安 习 一 阵 久 涌 上 来 就 按 纳 不 住 当 者 沿 上 呕 土 郎 及 人 事 不 小 伏 在 以上 国 必 知 她 醉 了 便 境 内 对 温 夫 人 说 知 此 事 温 夫 人 已 将 女 儿 公 花 小 姐 送 在 新 房 内 国 必 大 喜 急 患 事 必 辅 婉 海 瑞 入 房 到 床 上 安 歇 反 扣 着 房 门 而 出 这 才 是 一 整 寒 丹 干 醉 梦 三 生 时 上 强 灾 连 毕 竟 她 二 人 能 否 成 其 轻 是 否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海 公 案 第 四 回 图 鞋 冤 整 乎 感 居 丧 却 说 重 丫 环 将 海 瑞 送 进 房 中 反 扣 双 飞 而 去 那 公 花 小 姐 躲 入 床 后 只 闻 鼻 息 呼 呼 心 中 不 甚 忐 忑 直 至 三 根 海 瑞 方 才 醒 来 开 幕 只 见 灯 竹 辉 黄 身 卧 于 沙 杖 之 内 紧 轻 角 枕 粉 逆 之 香 便 坐 在 床 上 冥 想 道 世 间 是 与 张 太 手 共 影 何 以 的 至 此 地 看 此 情 行 乃 是 幽 归 生 格 幸 喜 是 我 一 人 在 此 演 席 躺 有 女 眷 在 此 则 我 何 以 自 明 正 在 冥 想 之 际 忽 闻 床 后 轻 轻 咳 嗽 海 瑞 听 的 不 慎 毛 骨 悚 然 只 道 有 鬼 乃 正 色 道 何 物 鬼 魅 敢 在 我 跟 前 舞 弄 曾 不 知 收 尽 妖 魅 之 事 耶 只 听 的 娇 生 婉 转 达 道 君 是 猜 之 人 耶 鬼 耶 海 瑞 道 我 以 正 直 居 心 不 论 是 人 是 鬼 阴 阳 总 属 义 礼 但 我 今日 为 张 太 手 照 影 偶 而 在 此 并 非 有 意 入 人 归 内 者 既 非 鬼 物 可 及 初 见 公 花 小 姐 自 私 终 生 大 事 要 紧 我 以 奉 母 命 罪 依 未 婿 即 是 名 正 言 顺 的 夫 妇 怎 不 可 见 她 遂 走 出 床 后 冉 染 染 而 来 到了 灯 下 手 直 屏 障 而 说 道 相 公 不 必 惊 疑 妾 时 非 鬼 物 乃 是 张 姓 之 女 温 夫 人 及 我 母 也 习 妾 身 被 邪 摩 多 蒙 相 公 驱 逐 彼 妾 并 退 申 安 加 此 以 相 公 申 恩 难 报 故 遇 使 妾 侍 君 姬 走 婉 家 书 源 家 兄 国 必 说 何 蒙 君 见 诺 不 弃 细 流 约 以 怀 皇 其 后 定 情 经 场 其 已 过 相 公 应 并 未 得 官 场 此 所 谓 得 师 有 数 公 名 不 以 迟 早 未 数 君 何 愿 对 如 事 其 答 事 所 谓 耶 今 细 望 奉 母 命 侍 奉 君 子 其 望 原 量 无 以 怪 物 见 施 则 信 圣 以 海 瑞 听 了 方 才 醒 悟 方 知 世 监 国 必 再 三 强 隐 皆 因 为 此 遂 正 色 道 小 姐 请 坐 上 容 口 达 不 才 一 戒 如 身 毫 无 知 实 谬 蒙 令 唐 大 人 不 以 含 为 见 气 愿 将 小 姐 应 配 村 于 十 难 当 对 故 小 生 屡 屡 坚 辞 乘 以 一 戒 平 如 不 敢 累 小 姐 也 待 国 必 先 生 炫 强 直 科 小 生 事 不 容 辞 故 免 应 台 命 经 者 名 落 孙 山 见 人 美 为 汉 言 臣 不 欲 见 夫 人 者 然 五 夜 门 心 岂 容 施 曰 故 不 必 嫌 疑 特 为 遇 道 拜 业 张 太 守 誓 遇 名 定 后 曰 及 当 归 禀 命 于 母 亲 以 遂 此 三 生 之 愿 不 于 张 公 设 景 献 锐 于 此 小 姐 且 请 便 自 古 男 女 寿 寿 不 轻 信 无 自 弃 小 姐 听 她 如此 推 却 似 有 不 纳 之 意 应 说 道 七 妃 文 君 红 福 等 辈 原 今 细 奉 此 命 与 君 花 竹 的 君 何 出 此 言 使 妾 摩 索 以 靠 耶 海 瑞 笑 道 小 姐 之 言 差 矣 我 与 花 蓉 素 未 亲 致 习 者 偶 耳 之 事 何 须 评 鉴 此 夹 虽 令 唐 语 有 成 言 然 终 生 大 事 若 非 宗 妙 告 祭 洞 花 竹 莫 能 成 何 为 小 姐 私 知 无 岛 非 礼 也 宫 花 听 了 知 她 是 一个 非 礼 物 言 非 礼 物 听 的 人 乃 道 君 顾 君 子 但 今 戏 与 君 同 事 就 如 同 床 一 般 明 日 如何 迟 论 此 时 妾 所 无 以 自 解 也 为 君 私 知 海 瑞 听 了 这 一 句 话 自 私 彼 必 欲 我 与 她 成 清 以 全 此 事 我 若 不 肯 成 清 是 妇 彼 之 心 与 夫 人 之 得 也 旷 张 事 妻 属 明 日 无 不 知 者 今 夜 果 然 兵 欲 自 信 明 日 朱 眷 数 起 肯 信 耶 旷 张 事 既 奉 母 命 于 归 今 时 彼 空 手 动 房 独 对 花 竹 于 礼 于 情 似 甚 不 合 遂 将 生 配 的 一 纸 椰 子 雕 花 的 墨 盒 除 了 下 来 放 在 桌 上 只 为 公 花 道 小 姐 知 心 不 才 早 已 忍 兮 矣 但 小 生 素 性 梗 直 遂 脑 淫 意 惊 细 之 事 非 小 姐 知 故 亦 非 海 瑞 之 错 乃 令 唐 知 心 意 也 与 你 我 何 语 但 不 才 善 体 人 情 洞 息 事 态 今 有 些 为 之 物 敬 奉 庄 台 躺 蒙 不 弃 即 次 收 下 公 花 道 蒙 君 不 弃 会 赠 祭 物 切 当 时 习 宝 藏 以 未 定 聘 可 也 于 是 大 声 叫 门 十 以 五 根 丫 环 门 听 的 急 急 到 房 将 门 开 了 小 姐 随 道 温 夫 人 房 中 说 之 如此 如此 这 般 这 般 温 夫 人 笑 道 真 君 子 也 为 己 天 名 夫 人 便 吩 妇 妇 家 人 先 被 下 酒 言 即 请 国 必 境 内 说 道 海 瑞 真 乃 诚 实 君 子 即 坐 怀 步 乱 之 柳 下 会 成 名 道 再 生 亦 不 过 如此 书 令 人 敬仰 今 请 你 来 可 与 他 定 定 行 聘 日 其 可 也 国 必 应 诺 便 来 到 房 中 只 见 海 瑞 端 端 端 正 正 坐 在 那 里 看 见 国 必 境 来 便 及 起 身 迎 接 道 先 生 险 些 献 我 于 不 亦 也 国 必 道 洞 房 花 竹 人 生 最 乐 之 事 何 说 献 君 于 是 二 人 携 手 出 了 房 门 来 至 中 堂 温 夫 人 早 已 坐 候 海 瑞 见 了 便 走 上 前 见 礼 遂 口 称 夫 人 夫 人 正 色 道 君 何 被 亦 若 此 昨 夜 小 女 方 式 君 子 今 早 便 忘 却 耶 岳 母 二 字 其 义 令 之 乎 海 瑞 听 了 只 得 陪 着 笑 脸 改 口 道 岳 母 大 人 请 端 坐 容 小 婿 拜 见 便 拜 将 下去 夫 人 急 忙 亲 手 挽 住 道 不用 大 礼 指 此 旧 事 此 时 海 瑞 既 称 了 婿 就 要 行 起 子 婿 之 礼 来 国 碧 义 与 对 拜 了 几 拜 妹 夫 大 舅 相 称 夫 人 上 座 海 瑞 居 于 客 位 国 碧 主 席 相 陪 须 于 丫 环 家 蒲 等 聚 上 来 叩 见 新 姑 爷 并 与 夫 人 贺 喜 夫 人 大 喜 各 个 有 赏 海 瑞 道 小 婿 因 患 病 未 得 官 场 致 父 岳 母 致 望 书 增 惭 愧 今 幽 蒙 岳 母 未 以 不 才 见 弃 屈 意 周 全 使 小 婿 感 激 不 尽 书 不 自 安 夫 人 道 公 名 得 师 自 有 定 述 何 须 介 意 小 女 祭 蒙 旧 活 经 祭 侍 君 子 贤 婿 归 家 即 当 禀 明 令 堂 早 来 取 去 我 非 以 聘 物 未 望 也 海 瑞 拜 谢 道 小 婿 一 介 平 儒 养 刀 岳 母 大 人 格 外 垂 清 经 集 归 礼 秉 名 加 慈 随 传 高 宴 就 事 温 夫 人 便 吩咐 家 人 摆 酒 家 人 们 领 命 虚 于 之 间 习 以 摆 齐 海 瑞 便 要 把 斩 夫 人 不 肯 就 令 家 人 摆 下 如 行 家 人 礼 一 般 三 人 劝 仇 之 间 被 及 欢 恰 习 中 又 说 了 些 轻 切 的 话 海 瑞 乘 姬 告 曰 小 婿 离 家 直 至 余 姿 屈 止 三 月 家 辞 不 免 以 驴 望 切 小 婿 明 日 便 要 拜 辞 温 夫 人 道 令 唐 接 念 贤 旭 念 清 两 般 都是 美 事 明 日 即 当 送 贤 旭 回 府 海 瑞 即 席 拜 谢 静 欢 而 散 夫 人 人 留 海 瑞 素 于 洞 房 公 花 小 姐 却 只 闷 闷 而 坐 海 瑞 丙 竹 带 蛋 而已 到了 天 明 海 瑞 即 便 出 房 见 了 夫 人 一 番 言 语 声 谢 随 即 令 人 到 小 乙 店 中 取 出 行 礼 望 着 夫 人 拜 了 四 拜 夫 人 再 三 叮 宁 自 不 必 说 并 请 了 国 币 前 来 带 送 义 成 海 瑞 纳 肯 当 此 出 了 张 府 的 大 门 便 要 分 美 国 币 势 必 要 送 海 瑞 无 奈 指 的 与 国 币 携 手 同 行 了 几 礼 海 瑞 说 道 小 帝 就 此 拜 别 不 老 远 送 了 国 币 道 我 顾 知 送 君 千 礼 终 当 一 别 但 情 不 能 以 书 数 恋 恋 恋 帝 有 笔 句 奉 赠 虽 然 不 成 张 句 无 奈 略 斩 为 成 而 因 口 战 一 律 依 依 依 不 舍 海 瑞 亦 有 留 恋 之 意 谢 道 刀 成 尊 就 后 义 并 会 家 张 族 正 亲 爱 不 才 敢 不 以 苟 伪 序 叼 耶 一 口 战 一 律 以 未 仇 达 之 意 国 必 道 据 语 清 心 用 意 生 存 不 诗 诗 人 之 指 媚 障 成 冥 敏 之 姿 海 瑞 称 谢 不 以 相 予 珍 重 道 别 向 穷 男 一 路 进 发 不 几 日 以 底 家 门 海 瑞 见 了 妙 夫 人 到 身 下 拜 自 称 海 而 不 孝 为 着 窝 脚 虚 明 遂 至 远 离 西 下 有 缺 甘 指 又 应 出 道 省 源 水 土 不 服 于 七 月 初 巡 忽 然 染 起 病 来 睡 卧 床 上 四 时 余 日 不能 不 履 眼 看 诸 有 进 场 好 不 暗 陷 急 放 榜 后 使 绝 健 康 当 绝 十 分 不 得 已 无 奈 急 欲 买 周 而 回 却 怪 二 数 歪 禅 直 至 此 季 方 回 书 缺 成 婚 之 礼 信 旺 母 亲 见 源 数 孩 而 不 孝 知 罪 于 万 一 夫 人 道 公 明 迟 早 自 有 一定 之 数 此 却 不 必 介 意 启 凤 藤 交 自 有 时 后 不 得 强 真 你 且 宽 心 奋 至 今 始 旧 事 海 瑞 微 微 而 退 回 自 书 房 之 内 自 私 张 家 之 事 故 不 敢 说 然 亦 不 敢 隐 晦 左 男 右 男 无 计 可 施 指 的 对 那 书 童 说 之 原 伟 令 其 相 夫 人 说 之 夫 人 听 了 儿子 不 废 半 文 又 的 美 妇 遂 患 海 瑞 戏 旧 其 祥 海 瑞 不 敢 隐 会 即 已 在 旅 店 布 月 如何 得 知 张 家 女 被 鬼 媚 的 事 被 戏 说 之 夫 人 道 比 女 若 何 而 曾 见 过 否 海 瑞 又 将 那 夜 以 酒 冠 罪 送 入 洞 房 的 事 尽 情 时 说 夫 人 私 喜 儿 子 臣 谱 便 许 允 了 吩咐 家 人 到 街 坊 上 择 日 及 其 被 歇 各 项 礼 物 前 往 行 聘 只 因 路 途 遥 远 迎 清 及 其 约 在 本 年 腊 月 十 五 迎 取 温 夫 人 念 者 女 婿 清 平 旷 且 路 远 便 如 所 请 众 赏 来 人 回去 家 人 们 归 到 海 家 被 言 新 亲 家 之 得 好 不 欢 喜 便 是 夫 人 亦 喜欢 过 旺 为 免 将 就 歇 收 十 一 间 新 妇 房 屋 造 几 套 新 郎 的 衣 服 不 觉 又 是 十 二 月 初 旬 及 其 逼 境 夫 人 玉 早 央 晚 了 进 房 的 祖 老 前 往 迎 清 这 里 温 夫 人 玉 先 被 了 庄 莲 及 其 丰 盛 致 其 将 女 儿 打 发 出 阁 并 令 妥 当 的 媳 妇 丫 环 陪 送 过 海 恰好 十 五 日 晨 时 采 于 道 门 海 瑞 此 时 方 与 宫 花 小 姐 陈 清 夫 妇 相 敬 如 冰 临 礼 择 择 探 陷 况 且 张 氏 为 人 性 最 孝 顺 是 姑 过 于 孝 母 妙 夫 人 见 她 如此 孝 顺 心 中 欢 喜 是 张 氏 甚 如 轻 女 姑 席 何 恰 真 足 称 也 为 己 妙 夫 人 一 并 不 起 百 计 千 方 吊 至 布 月 张 氏 与 海 瑞 清 氏 汤 药 衣 不 解 代 被 及 艰 心 何 其 天 年 有 限 大 树 南 桃 至 次 年 真 月 底 妙 夫 人 竟 乌 呼 哀 哉 哉 了 海 瑞 此 季 痛 不 欲 生 敬 哀 敬 礼 七 七 休 斋 见 教 超 度 把 那 有 限 的 家 资 拾 去 八 九 过 了 百 日 把 妙 夫 人 的 灵 舅 送 上 山 去 与 父 亲 和 迎 藏 臂 居 家 首 礼 信 赖 张 氏 请 简 凡 氏 经 礼 得 宜 所以 海 瑞 得 宜 烧 侠 闭 门 读 书 终 日 埋 头 足 步 履 外 专 后 服 却 进 去 正 事 养 成 羽 意 冲 天 汉 飞 入 秋 消 道 月 公 毕 敬 二 人 后 来 如何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海 公 案 第 五 回 言 松 香 树 媚 君 却 说 海 瑞 丧 母 信 赖 张 氏 维 持 家 氏 海 瑞 守 至 在 家 奋 至 金 使 暂 且 按 下 不 表 再 说 纳 正 得 皇 帝 自 阶 位 以 来 天 下 成 平 地 性 好 色 丹 于 安 逸 选 民 间 女 子 万 人 以 冲 公 耶 只是 无 子 不 以 未 忧 其实 地 正 在 昏 迷 之 际 虽 有 三 五 大 臣 及 剑 劝 其 早 剑 除 四 帝 止 不 听 为 己 帝 友 及 皇 后 大 孔 美 对 帝 言 及 国 储 之 事 帝 曰 方 金 诸 王 正 盛 虎 事 丹 丹 与 保 卫 正 若 简 禁 派 之 子 剑 处 恐 其 诸 王 之 信 故 未 有 定 义 经 正 并 以 除 四 故 以 早 剑 为 清 言 正 敬 旺 之 矣 于 是 宣 文 华 殿 大 学 市 朱 称 进 公 密 义 这 朱 称 义 是 宗 式 清 臣 原 式 太 祖 敌 派 为 人 终 直 耿 戒 故 地 圣 信 之 经 宣 敬 龙 踏 之前 平 退 内 世 问 道 寡 人 心 有 隐 忧 轻 能 知 否 朱 称 俯 服 奏 道 陛 下 之 隐 忧 臣 妾 料 知 帝 替 清 事 正 最 久 必 知 正 义 轻 事 言 知 朱 称 道 臣 妾 料 陛 下 以 黄 四 位 律 不 知 有 当 胜 亦 否 帝 道 真 知 正 心 者 也 赤 令 平 生 敬 踏 问 话 朱 称 谢 了 圣 恩 立 于 龙 踏 之 策 帝 替 正 登 九 五 以 来 曾 未 见 后 宫 弹 玉 今年 老 病 陈 重 陈 念 黄 叶 之 奸 难 欲 见 处 似 以 臣 大 统 不 知 宗 事 中 谁 最 贤 得 可 堪 入 似 正 宫 事 举 为 正 言 知 朱 称 道 陛 下 欲 力 敬 派 则 在 朱 王 之 中 立 其 罪 掌 者 若 欲 力 贤 能 人 瑞 者 则 仿 查 外 藩 若 有 此 等 贤 能 宣 入 朝 来 陛 下面 训 以 臣 大 统 则 天 下 信 圣 以 帝 曰 正 见 朱 王 之 中 子 弟 辈 各 皆 安 亦 冠 习 不 知 至 道 若 以 知 主 则 天 下 身 灵 不 盛 其 苦 矣 且 朱 王 之 中 美 怀 虎 士 之 心 若 立 义 人 与 者 则 各 相 谋 畏 不 轨 立 起 争 端 不 特 不 能 安 天 下 陈 设 祭 士 族 以 资 外 患 而 清 宗 妙 以 故 欲 访 查 外 藩 而 入 祭 清 历 世 年 久 访 探 必 息 躺 有 贤 能 堪 少 大 统 为 正 言 知 朱 称 道 臣 习 奉 命 御 章 时 曾 见 信 阳 王 之 义 孙 朱 某 某 贤 能 连 戒 礼 贤 下 事 今 献 为 及 周 别 嫁 所 在 大 者 人 生 百 姓 已 知 如 父 母 陛 下 臣 能 照 入 以 少 大 统 则 天 下 信 圣 矣 帝 便 问 别 嫁 朱 某 某 为 谁 朱 称 奏 道 文 皇 帝 朝 见 有 五 父 亲 王 据 蒙 芬 丰 帆 正 为 平 国 家 信 阳 王 乃 文 皇 帝 之 从 帝 分 丰 于 广 姓 经 朱 某 某 乃 信 阳 王 之 妻 侍 孙 也 信 阳 王 传 诗 觉 故 朱 某 某 已 因 身 受 及 周 别 嫁 习 臣 在 御 章 常 与 朱 某 某 记 及 大 事 无 疑 不 知 所 言 事 多 其 中 信 且 连 简 不 事 奢 耻 好 交 节 名 流 是 以 知 其 能 统 天 下 者 不 知 陛 下 圣 意 如何 帝 曰 如 亲 所 言 足 当 入 四 大 统 即 可 照 之 入 朝 便 欲 发 照 网 宣 朱 称 奏 曰 陛 下 要 照 朱 某 某 若 以 照 照 之 事 宿 其 获 帝 问 何 故 称 曰 金 诸 王 日 恒 丹 丹 与 宝 位 恨 不 得 陛 下 历 时 冰 天 好 真 大 宝 经 恩 照 意 出 满 朝 无 不 知 之 倘 有 度 记 者 或 遣 亡 命 妖 杀 于 路 此 技 如何 事 好 事 欲 贵 之 返 现 之 也 有 师 陛 下 大 事 此 绝 不 宜 发 照 迎 入 名 矣 帝 听 了 陈 吟 半 赏 乃 道 轻 言 不 错 然 则 如何 万 全 为 正 言 知 称 曰 以 陈 于 见 不 若 以 反 问 知 计 行 知 可 保 无 余 帝 问 何 计 称 曰 陛 下 令 发 提 其 将 她 所 拿 回 金 众 人 不 解 何 故 皆 恐 波 吉 在 这 义 人 与 她 随 行 如此 则 可 保 其 来 今 已 福 旺 陛 下 瑞 财 地 点 头 称 善 记 意 定 诸 称 谢 恩 四 日 地 传 指 这 庭 未 发 提 其 三 十 名 兵 不 差 官 持 火 票 一 指 立即 到 江 西 所 拿 及 周 别 嫁 诸 某 某 道 金 问 话 清 封 紫 金 锁 链 九 条 然后 一 并 前 往 原 来 皇 家 纷 繁 的 像 有 规 矩 凡 是 皇 上 宗 式 清 派 不 问 所 犯 何 事 李 应 拿 问 者 皆 从 大 内 发 出 紫 金 锁 链 然后 提 其 方 敢 拿 人 此 季 兵 不 插 官 奉 了 金 锁 领 着 提 其 一 路 望 着 江 南 大 路 而 来 暂 且 不 表 再 说 那 吉 周 别 嫁 诸 某 某 某 出 生 时 红 光 满 室 一 乡 经 树 日 不 散 吉 掌 又 生 的 面 如 冠 玉 纯 若 涂 珠 龙 眉 凤 目 两 耳 垂 间 两 手 过 息 真 乃 龙 凤 之 姿 天 日 之 表 自 幼 便 有 大 智 为 人 治 孝 以 妇 应 的 经 职 朱 某 某 自 为 立 志 明 明 爱 之 如 父 母 在 这 集 周 一 时 六 载 虽 三 尺 之 童 无 不 喜 他 当 下 正 在 公 堂 议 市 呼 报 朝 庭 提 其 差 志 朱 某 某 听 的 不 知 何 故 不 觉 失 色 只 得 出 淫 那 差 关 到 了 堂 上 口 宣 皇 帝 圣 欲 朱 某 某 急 忙 俯 服 在 的 差 关 高 声 道 清 奉 圣 指 所 拿 罪 关 朱 某 某 静 经 问 话 不 得 激 言 说 必 就 有 提 其 将 朱 某 某 衣 关 剥 下 取 出 子 经 恋 将 朱 某 某 所 勒 不 容 分 说 竟 自 蜂 庸 出 了 蜀 门 而 去 望 着 大 路 静 发 将 硬 性 交 于 该 府 令 人 为 属 此 既 朱 某 某 魂 不 附 体 又 不 知 所 犯 何 事 只是 暗 中 自 存 满 腹 精 疑 然 即 所 拿 只 得 由 他 们 所 位 遂 一 路 上 望 着 江 南 静 发 那 些 插 官 提 其 知道 他 本 是 宗 氏 是 以 格 外 训 情 自 在 公 牙 上 了 锁 之 后 一 路 都是 拥 户 而 行 并 不 把 那 求 车 与 他 坐 这个 是 官 官 相 互 留 情 之 处 所 过 地方 首 土 之 原 意 来 迎 宋 皆 因 个 人 知 他 为 人 好 处 事 已 有 此 朱 某 某 姓 赖 他 们 留 情 在 路 上 道 不 觉 十 分 七 楚 暂 且 暗 下 却 说 江 西 广 信 府 分 一 线 有一 人 姓 严 明 松 家 住 城 内 年 继 三十 余 岁 父 母 双 亡 家 姿 有 限 这 严 松 又 喜 胶 油 灰 金 如 土 不 己 宰 就 弄 得 上 无 片 瓦 下 无 力 锥 之 地 流 落 江 湖 无 可 滋 身 乃 以 侧 与 香 面 卫 身 细 日 在 江 西 一 带 地方 混 过 日子 此 人 胸 中 略 有 财 学 且 口 财 蛇 便 大 有 过 人 者 所以 在 江 湖 上 很 可以 混 的 过 去 这 日 恰 好 严 松 正 出 门 做 生计 将 布 蓬 撑 起 摆 在 路 上 打 尖 闹 热 之 处 好 去 趁 钱 谁 知 这 日 旧 式 兵 部 的 插 官 领 着 提 其 押 借 朱 某 某 起 身 时 已 江 武 一 行 人 到了 打 尖 之 处 各 街 下 马 落 店 用 点 心 饮 酒 纸 机 解 渴 严 松 正 坐 在 棚 子 内 一 眼 看 见 了 朱 某 某 不 觉 悚 然 起 境 自 私 此 是 一个 大 贵 人 的 相 隔 何 已 如此 随 随 入 店 内 来 只 见 朱 某 某 某 红 光 满 面 紫 气 冲 销 暗 思 此 人 不是 等 贤 富 贵 乃 是 九 五 贵 格 观 此 气 色 早 晚 就是 一个 帝 王 的 如何 返 在 雷 蟹 之 中 甚 数 不 解 心 中 此 时 自 恨 无 有 可 入 旷 是 各 犯 官 不 敢 上 前 说 话 乃 在 桌 子 对 面 坐 下 换 人 取 酒 过 来 饮 下 三 杯 乃 羊 坐 醉 壮 朗 生 笑 道 人 人 说 我是 个 神 仙 怎么 并 无 亦 人 知 我 前 来 问 问 修 酒 朱 某 某 听 了 忽 然 触 动 隐 情 便 对 桌 问 道 先生 会 阴 阳 吗 严 松 道 相 面 第一 命 里 挂 里 乐 如 指 掌 朱 某 某 道 在 下 正 有 一 件 心 事 呆 问 修 旧 先生 肯 见 教 否 严 高 笑 道 不用 尊 驾 开 口 便 知 心 事 朱 某 某 道 你是 说 来 如果 灵 应 后 谢 先生 严 松 道 亦 不 用 说 出 只 我 写 在 纸 上 物 要 合 着 你的 心 事 才 算 呢 众 人 听 了 都 要 试 她 的 灵 艳 其 声 合 口 道 好 好 好 如果 灵 艳 我们 大家都 要 问 问 修 酒 松 道 没有 纸 笔 如何 写 的 其实 殿 小 二 在 旁 说 道 有 有 碎 三 脚 两 步 把 纸 笔 取 了 来 言 松 取 指 在 手 占 饱 乐 笔 写 了 几句 君 忽 忧 忠 我 更 乐 雷 谢 虽 家 非 罪 过 十 年 明 目 欢 太 平 一 日 冲 宵 归 凤 格 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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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 乐 一 盼 惊 惊 惊 我 不 觉 此 会 降 云 龙 剑 角 写 壁 又 在 旁 写 了 几 行 小 字 其 掠 云 若 问 修 旧 今日 却 见 紫 气 冲 天 面 有 红 光 逢 凶 化 吉 虽 有 惊 恐 日 后 大 安 帝 与 朱 某 某 手 上 朱 某 某 接 了 来 看 不 经 大 笑 道 是 了 是 了 于 是 众 人 也 要 真 看 朱 某 某 将 子 递 了 处 来 众 人 看 了 帮 到 灵 焰 内 中 插 官 看 他 灵 焰 也 向 严 松 求 问 前 臣 松 向 他 面 上 看 了 姬 下 说 道 好 好 好 的 官 早 乃 知 笔 写 了 几 句 道 现 君 高 尔 有 福 伦 即 日 当 朝 一 品 臣 客 下 身 曾 与 日 病 经 消 也 要 办 龙 孙 写 壁 地 语 差 官 看 了 不 绝 惊 的 呆 了 自 私 此 人 如此 灵 厌 莫 非 是 个 神 先 前 来 点 话 我 们 不 成 遂 与 朱 某 某 来 到 楼 上 斜 了 言 松 细 细 问 他 修 酒 松 道 相 貌 乃 是 一定 之 格 不能 强 说 得 的 若 要 知 其 人 如何 心 事 则 以 理 机 窥 知 无 不 吻 合 朱 某 某 道 先生 你 可 知 我是 个 什么 人 松 道 只 要 尊 驾 写 上 一个 字 来 我 便 知道 朱 某 某 便 随 口 说 了 一个 问 字 松 想 了 一 想 说 道 再 请 尊 驾 亲 手 写 一个 字 来 合 策 便 知 石 朱 某 某 手 拿 鞭 杆 即 向 地 上 一 画 松 连 盲 贵 下 说 小 乡 是 有 目 无 珠 福 望 万 岁 数 罪 朱 某 某 即 指 制 曰 我 乃 犯 官 如 今 被 拿 进 金 的 怎么 说 我是 万 岁 这 就是 不 厌 了 松 道 你说 不 厌 待 我 解 语 你 听 请 言 问 字 者 以 手 按 着 左 边 是 这 个 君 又 以 手 按 着 右 边 人 是 个 君 字 左 看 是 君 右 看 还是 君 土 上 加 一 就是 一个 王 字 岂 不是 君 王 么 是 以 知 知 朱 某 某 大 笑 道 先生 错 解 矣 遂 问 道 今 我 被 居 至 此 此 去 京 城 可 能 生 还 否 松 江 一 指 写 了 篇 言 语 地 于 那 朱 某 某 观 看 朱 某 某 接 来 展 开 戏 读 一 遍 不 觉 满 面 喜 色 那 差 官 不 知 其 故 便 接 过 手 来 载 戏 看 去 见 了 不 觉 吐 舌 正 是 因 此 几 句 话 欢 喜 上 眉 间 毕竟 这 言 松 写 的 是 什 么 言 语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海 公 案 第 六 回 海 瑞 正 言 福 道 却 说 言 松 曲 笔 写 了 一 篇 言 语 帝 语 诸 某 某 看 了 那 插 官 便 上 前 接 来 细 看 只 见 上 写 道 祥 官 贵 香 双 眉 八 彩 两 耳 垂 间 书 云 耳 竹 家 叶 眉 全 运 气 耳 轮 后 珠 组 成 大 叶 更 喜 阔 高 显 朗 必 应 设 计 书 又 云 摇 眉 八 彩 此 古 帝 王 之 贵 香 竹 运 气 望 儿 统 八 方 之 贵 官 此 二 者 族 官 大 贵 之 有 在 其 于 龙 行 虎 步 双 手 过 西 亦 主 天 日 之 照 经 济 天 亭 略 暗 故 烧 有 雷 蟹 之 金 更 喜 子 气 灰 于 天 堂 早 晚 即 登 久 舞 巨 时 祥 观 其 味 自 爱 那 差 观 看 了 不 觉 吃 了 一 惊 道 先生 之 言 无 乃 太 过 耶 言 松 道 亦 非 在 下 荒 唐 时 乃 依 书 而 说 在 下 伯 观 群 书 所有 其 门 顿 甲 封 建 诸 书 无 不 辩 懒 为 封 建 之 书 读 得 其 傲 故 敢 自 信 时 非 大 言 欺 人 朱 某 某 听 了 半 信 半 疑 的 笑 道 此 去 若 能 保 的 生 命 足 矣 焉 敢 过 旺 躺 如 君 言 他 日 敢 步 厚 仇 言 松 曰 在 下 月 人 多 矣 从 未 有 如 君 者 死 去 若 不 应 大 宝 在 下 当 去 此 双 目 那 插 官 道 成 如 君 言 则 某 一 极 光 容 矣 言 松 道 大 丈夫 欲 真 明 主 而 不 轻 心 呆 之 焦 必 失 去 成 未 可 审 经 将 君 眉 兼 喜 气 正 望 早 晚 必 未 总 捆 如 不 灵 宴 愿 以 手 及 相 睹 如 何 那 插 官 道 成 如 君 言 他 日 敢 望 贤 节 敢 请 问 法 月 松 道 在 下 分 一 线 人 士 信 言 明 松 曾 读 诗 书 只 因 屡 事 不 受 遂 无 亦 功 名 后 因 家 中 多 事 家 夜 飘 灵 无 奈 流 落 江 湖 于 此 行 当 言 知 书 为 汉 言 朱 某 某 听 了 道 隔 下 集 聚 此 大 财 何 不 再 礼 就 业 躺 他 日 得 志 正 可 与 国 家 作 用 岂 可 自 弃 也 言 松 道 在 下一 非 不 欲 读 书 进 取 只 为 家 平 引 火 告 罚 不 得 以 措 业 的 朱 某 某 叹 道 贫 罚 困 人 真 是 大 难 未 计 遂 患 从 人 在 行 礼 中 取 了 五 十 两 银子 相 送 与 他 并 叮 宁 道 先生 持 此 即 可 改 业 躺 一 招 得 志 自 有 用 处 言 松 叩 谢 十 以 日 目 不能 前 进 朱 某 某 就 吩 复 在 这 店 中 赞 住 下 明 日 再 行 纳 叉 官 应 诺 吩咐 将 身 口 为 了 行 礼 搬 到 店 内 事 夜 朱 某 某 某 特 流 言 松 作 伴 与其 唱 论 大 忌 言 语 中 巧 朱 某 某 大 喜 道 母 肯 类斑 différence nutri 果 如 君 涎 当 区 先生 总 礼 正 物 言 松 听 了 即 便 叩 头 谢 恩 在 说 纳 的 差 关 姓 张 明 至 伯 现 魏 兵部 武 库 思 之 职 原 是各 武 进 式 出 身 经 奉 差 来 提 朱 某 某 见 监 松 之 言 十 分 兴 而 无 疑 又 见 他 说 士 早 晚 当 为 总 捆 心 中 大 喜 便加一奉承 故此朱某某说身如何 他就领尊 反家屈奉 当下张志伯对朱某某面前说道 言松之言 量不荒唐 但愿别嫁早应其言 则某一刀容易 朱某某道 诚如其言 将军他日公义不小 张志伯连忙寇谢 一宵已过 四日起行 言松相送十礼于方回 自此后就业复礼 昼夜苦读 自不必说 再说张志伯一行 望着大路而行 饥餐可饮 小行夜宿 不觉以底都成 应是内期 不敢停留 及时道不潇洒 该部立即入走 地见朱某某一道 及时宣进宫来 朱某某福福 踏前扣安福罪 第四平生 斥令开锁 赵志面前未曰 正年老病重 事将不起 念先皇创业艰难 不敢烧托非人 故特赵清来经 托以后世 清体念正义 勿以爱明省连位守物 则设计自安 正义无悍乙 朱某某扣手奏道 臣乃外职 无才无德 焉敢望居大位 旷臂下现有朱王再翻者 不下时余人 岂无依二贤能堪以 祭少大统者 臣不敢奉照 为臂下量之 臣时不胜兴旺之志 帝曰 凡为君者 总天下之权 群离共戴 须当则有得者计之 不论清书 正义已决 轻勿在此 不必多奏 正盛艳文 朱某某不敢再奏 指得奉照 地令内侍领朱某某到 昭阳宫调国母 随令左城乡草禅 及赵 以朱某某为太子 祭少大统 这诏书一出 朝中文武谁敢异议 则于本年八月初三日耕武 帝清已欲喜寿朱某某 朱某某拜寿恩命契 然后申殿寿朱成朝贺 山呼万岁 却不敢改建年号 以正得上再故也 帝文之 岁清书家境元年四字 令人寿朱某某 朱某某接着 当天祷告 先谢了恩命 然后将家境元年四字 颁发天下 遂尊朱某某为家境皇帝 尊正得为太上皇帝 尊皇后为国母皇太后 侧妻为皇后 掌召阳政院 申唐员职为文华殿大学士 董方员为华盖殿大学士 其余文武官员 皆加一级 所有正得也行事的律例 依依尊依 盖部改义离毫 所以成名岳福 开张至博位 部军总督都指挥 随即发照 颁报各省藩王 为己 正得病情加重 照家境至踏前遗嘱后事 事业三根 崩于宫中 家境大哭 几次晕去复苏 如丧考彼 急传左右沉香入宫 共亦丧事 发哀照搬行天下 帝哀悔过度 姬已染病 皇太后转已为忧 时已温旨为之 百日小祥 帝奉正得灵就葬于敬灵 小心事奉太后 太后大喜 特赐恩旨 令帝追尊父母为皇帝后 帝再三辞谢 太后曰 父母养子者 愿以子贵而生荣 而人子亦借以报父母 也 经你尊为天子 岂可令先父母 默默无荣 也 你其领尊 即举大典 无父至义可也 帝岁命六部九卿 你义 六部义的太后 现在 不宜家尊太子 以以皇帝皇后尊之 帝允义 岁尊父为孝昭皇帝 尊母为孝昭皇后 大祥后举行大典 直审相榜 家中七名 中审家五名 小审三名 这恩指一下 天下各审遵行 石海瑞亦以服阙 闻得有这个恩典 即对妻子说之 打点赴审入场 张氏道 妾愿君多公民回归告目 少报公婆取劳之恩 则妾信甚矣 海瑞道 生和娘子维持佳绩 使我无内顾之忧 此去堂的侥幸 即当早回 以报娘子也 岁约了几个朋友 同伙前往 海瑞此季已收拾衣切 岁则即启臣 那乡中亲友乡住的 陈怡兹府 共有一百余两 海瑞就留下五十两在家 渔者尽藏于书乡之内 四日告继了祖宗 又到爹娘墓祭壁 方与诸友启臣 张氏丁宁乡送出臣 方才分别 事业海瑞与诸友 夙于殿中 其时有偷儿王安 张雄二人 贯在殿中 偷捷客人财物 应知海瑞有盘费银两 岁随到殿中 易宿在这殿内 事业三更以后 二人便来动手 海瑞此季 却不曾合眼 只听房门响触 知识有贼来到 岁起身坐在床上 以观其事 少请 房门开了 二人前步而入 若听床上 海瑞故意坐呼呼 鼻息之声 见一人以手指着帐内 做喜状 炫以手指皮箱 那人在身上取了一把钥匙 便来开锁 须于 江箱内的衣服 并银子拿了一空 正呆要走 被那海瑞跳下床来 以身闭着房门 二人惊慌无措 便欲夺门而走 原来海瑞虽是一个儒生 不知身上道 甚有力量 以手撑着两扇房门 二人再不能搬扯的动 二贼惊慌无得 靓男的脱 指的将衣服饮两放下 跪在地上扣头 哀肯道 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智有冒犯 十元贫困所逼 今妄相公宽幼 下次再不敢如此 海瑞大笑道 天下事尽可谋生 何以作贼 处犯王章 声名巨丧 二军今晚信誓欲我 倘若遇着别人 只怕军等被拴移 我看你二人年历上壮 何事不可作为 及实力拥功 亦可滋生 一旦甘心做贼 我成为君等持之 也罢 你等记忆之悔 我亦不苛求 且放你去罢 遂走到床前 让二人出去 二贼自私 哪里有这等好人 我们要问他一个明信 日后亦好报答与他 岁父走回海瑞床前 扣了几个头 谢道 小人不和偷窃 相公饮两衣服 被相公拿住 以为万死不赎 经蒙相公如此大义 释放我等 正所谓恩同再造 得备二天 小人等虽戏窃贼 亦晓得知恩报恩的 敢肯相公明是尊姓大名 彼得小人等日后 贤捷海瑞道 我姓海明瑞 乃穷山县人士 现在穆贤乡内居住 亦不忘你等报答 但愿你们改邪归正 便似报答我一般 请问壮士高姓尊名 那王安道 小人姓王明安 他名张雄 二人都是绿林中朋友 只因家贫 无可谋生 不得已而为此事 如今蒙海相公这番恩典教训 我们自愿改邪归正 再不做贼了 海瑞喜道 你等即愿改邪归正 但是无资可做银身 我当少有相助 随将银包解开 每人赏他一定五两重文银 道你们且拿去做个小银身 密个虎口之计罢 二人看见他如此慷慨 那里肯受 谢了说道 蒙海相公释放 已自感激了 还感受刺磨 银子是绝不感受的 如今小人们既不做贼 无处安身 情愿随海相公做个家人 直边随邓 也是好的 不知相公肯赐收录否 海瑞连说 不敢 君等皆有位之事 岂可屈于我下 还是拿了银子去找些生计虎口的事 王安道 小人们见了相公如此大意慷慨 那里舍得 必要求相公收录 说吧 跪在地下 不住的叩头 哀哀求啃 海瑞见他们如此肯切 乃福其道 你等既欲相随我 但我乃是一个穷秀才 如今要到省城复刻 只恐你们受不得这些苦楚呢 二人其道 但得相公肯赐收录 小人等现有米饭 还可自行预备 不须相公忧虑 海瑞道 这个却不能用你的 既然如此 就要听我的话 方才可以相随 不然不敢喂饭了 二人道 相公有甚的吩咐 小人们无有不一的 求相公教会 就是海瑞道 一不许你等到 劫他人 赢钱一物 二不许贪婪 三不许饮酒滋事 四不许管人闲事 五不许赌博 兼知 朝夕 俱要在我身旁 凡事俱要 功德 不得一毫训思 此数者 稍有一件不从 我亦不敢奉驱了 二人其身应诺道 相公吩咐 怎敢妄为 无不领尊的 海瑞即改张雄为海雄 改王安为海安 二人此后就改邪归正 甘心服役 四日海瑞便将二人之事 对众有说之 无不服其大义正气 能化偷儿之玩梗 正事 只因正气人轻浮 真玩到此一身灵 毕竟海瑞这回复考 可能得忠否 且看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七回 奸人记会风云 却说海瑞收了海安 海雄二人 会同诸友 度过重阳 望着雷州进发 并去探望岳母张夫人 并张国比 数载重逢 素不尽气阔的话 张夫人 背了一席丰盛 酒言 一则与女婿接风 二则与女婿润比 席中辈及亲情 夫人道 姑爷 我看你这回面上光彩 荆轲必定高中的 海瑞道 刀及岳母伏必 倘若侥幸 博得一榜归来 亦稍愁令爱 一番酸处矣 夫人道 小女三从不安 似得未闻 姓佩君子 正如奸家的 以御术 何姓如之 海瑞道 不是这等说 小旭家徒四弊 令爱自道寒门 功操警救 备偿艰苦 小旭甚数过亦不去 躺刀伏必 死去若得榜上有名 方不负他呢 二人席上续说中长 事业尽欢而散 就在张家下榻 四日 国弼又来相请过去 久至半憨 国弼笑道 我老义 恐不负贱妹 账妃腾云消也 海瑞未知曰 遵就不必过律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又岂人所能腻料 相遇痛饮 四日张夫人送了十两成仪 赴招网坐舰 国弼亦有盘费相赠 海瑞告别 及与诸有其身 望着高舟进发而去 舟车并用 不止一日 以抵扬城 密玉住下 考一财 却姓高烈 在遇所尽后 主考到来 世年乃是江南 胡英为正主考 江西 彭竹梅是副主考 二人都是两榜出身 大有名望的 这胡英现任 太常四卿 帝甚重其位人 故特放此考察 彭竹梅原是不属 亦为帝所诉之 二人显了恩命 即日就道 八月初二日 以抵扬员 有私营入公署 至初六日 一同兼灵提掉 各官入围 初八日 海瑞与诸有点名敬愿 三篇文艺 诸玉琳琅 二场经论 三场对策 无不切众时弊 大卫防师探赏 故得首见 至揭晓日 海瑞名字列于榜上 第二十五名 此时暴露的纷纷来报 喜杀了海安 海雄二人 那些同来的朋友 没一个中的 四年跟五颗 穷鼠就是中了 海瑞一人 朱友接来称赫 到了慧宴之日 海瑞随同朱年 有一群府衙门 三花谢盛 好不闹热 过了几日 海瑞就要回家 或止之曰 胸部日 就要领资入金会市 金又远返 岂不是单言时日 不若莫归 打发家人 回府报喜旧事 海瑞道 不然 古人云 富贵不还乡 如衣袖也行 今我虽不是圣的身容 然计侥幸得中 必要亲自夜幕 少展笑意 旷捉金在家切望 岂可因往返之劳 至父母之目不业 捉金以门 不能赌丈夫 新贵之荣言耶 我绝不忍为此 闻者无不敬福 海瑞拜谢过了房师 并会过诸童年 即与诸友同伴回穷 一路上好不欢喜 所喜的友谊 报命于岳母 并张国毕业 非止一日 来到雷州 海瑞便要到岳家去拜业 孔诸友因此耽搁 便令海安持书 随诸友回家报之 自语海雄来到张府 拜业岳母 夫人看见女婿得忠 喜得首舞足蹈 自不必说 疾命家人被酒称喝 海瑞道 还有救凶处 亦要走走 夫人听了 叹口气道 国毕前月死了 至今停丧在家 尤未出病 海瑞听了 不觉放声大哭道 习哉救凶 痛哉救凶 连酒都不吃 直望着张府而来 直至临前 哭道 再得 原来张公无子 只有迪直张岁 臣死 此季海瑞哭了又哭 直至张岁来劝 再三位止 海瑞道 使已赴场之日 与公序话 司时尊大人 及聚会死 我由以正理为之 不于今日果死已 回忆昔日之言 真乃今日之趁也 不料转瞬之间 及成格式之悲 不见故人 徒增双泪 说罢又哭 乃取笔墨 轻提一律已厌之 张岁看了 不惊气下 少请张夫人 这人来请回去饮酒 就请张元来相陪 海瑞心窃国毕 是日酒席之间 不能敬欢 四日 海瑞急欲回穷 张夫人道 贤婿路上劳顿 左右过舍直那边 哀悔太过 暂且洗两天 然后回去不迟 老生还有话说 海瑞道 小婿住便住下 指示夫人有话 即请见教 夫人道 惊喜贤婿高中相馗 即当父侍春围 但此去今年类月 小女无人照拂 老生亦欲接了 小女回来住着 呆等贤婿高中 再做道理 亦则贤婿 心无内顾之忧 二者小女亦有老生照管 你倒好吗 海瑞自私 果是自己去了 家中无管理之人 夫人此话 成为爱我者也 遂拜谢道 小婿旅成岳母提妾 惊性侥幸 怎奈又以妻子 带泪府上 小婿于心和安 夫人道 自家儿女 说时么带泪二字 海瑞再三称谢 住了两天 便拜此而去 不一日 已到家门 张氏听得丈夫回来 喜不可言 及时相迎 入道中堂 先与丈夫相喝 然后对拜了四拜 海瑞又对着张氏 拜了两拜 道 仆若不得夫人内住 何能用心读书 至有今日 张氏道 操持警救 乃是妾身本分 老爷何必如此说话 折煞妾身也 海雄也上来参见了 海瑞便将他二人之事 对张氏说之 张氏道 改邪归正 便是好人 可家可上 安 雄二人谢了 随有各妻友 千羊丹久 临门称赫 海瑞足足忙了三四日 方才清静了些 随将岳母之意 对妻子说之 张氏自无不允的 夫妻二人 把家中各项托与亲临看守 一同来到张家 母女相逢 喜不必说 更可喜者 张氏 昔日之同伴姐妹 相别树仔 今一旦归来 人人都称他做奶奶 其乐可知 过了两日 夫人便将影子一百两 相助海瑞上经使用 即便催促启程 海瑞收拾了行李 带领海安 海雄 一路望着沈臣而来 一路念着夫人恩惠不至 到了沈臣 已是十一月十后 海瑞即便及时 巨城到番司处 领那进金水角 谁知番司 衙门自有漏归 凡是新旧科举子 领取进金会 是路费 必要在库科内 用些银子 方才的快 若是没有漏归 他们便故意严格 海瑞纳的有银子 与他们使用 所以一直后了十余日 还不见有排悬出 不经焦躁 若是银子 倒也罢了 为氏咨文十分紧要 若是没有了 便不能前去会试的 十以十二月初旬 海瑞心中好生着急 又不肯食漏归 无奈后着那番司出府 蓝鱼喊饼 那番司得知 疏力舞弊 方将银子发给出来 资文声送到巡浮处 即将舞弊疏力 则隔不提 海瑞及及到巡浮处 领了资文录票 立即雇船 此时所有会试的 都已去了 欲要自雇一指 又因盘费有限 无奈指的搭了 江西的茶叶船前去 暂且不表 再说那严松 自从得了这五十两银子 及时改业 昼夜苦工师书 以图进取 为己 闻得朱某某果然登了大宝 改元家境 不觉惊喜欲狂 自富道 松自此只忧富贵 不忧品以 世年 学院暗铃 即便进了学 他本来有点小聪明 这一回连结就终了举 此时一举成名 就有许多朋友资助 竟公然请资上京 他原即江西 静今又是洁静 不一月 已到黄兜 到了三月初九日投场 严松在场内 分外精神 三亿俱玩 二三场经测 越发得意 谁知家境自登集以来 心念严松不至 但是无有可照至 忽悦各省相绑 看见严松名字在上 乃喜曰 此人今已入购 我在御章时 忍惜此人才学 今已得见 躺此人若尽是点状元 正有赖矣 十章兵在册 亲自听闻记之 四日清典大总裁 第一目是张兵 即放张兵位大总裁 兵乃立部侍郎 义是江西人 已会第一 故自移到点名之时 莫主点名官 按记字号 并知会防施连关 要守剑严松的卷子 即接小时 松高高中在第九名进士 殿士船炉 一列高等 道林轩对策 帝大喜悦 亲自状元吉地 即用魏汉林修传 兼掌国子坚 一时宠幸无比 暂且按下不表 又说海瑞一则误了日期 二则搭得却是货船 从掌江而走 笔及到的京城 已是四月 眼看不得进场 住在那张老儿的豆腐店中 急欲回家 海安 海雄祈祷 老爷千里万里 经了多少跋涉 方才来到京都 虽则未得入场 今日空回 岂不费了一腔心血吗 不如且在这里 老儿店中住下 再诉一颗 亦不至暴恨呢 海瑞道 虽然住在这里 宿科是极好的事 但家中盼望 却怎好 海安道 不妨 奶奶如今在老夫人府中 如今有老夫人料理 即使实在不回 亦不用挂心的 况且同年李纯阳老爷 新点了汉林 也要在今后了散馆 方才回去 在省时 与老爷最称相知的 极有什么心水不敷 亦渴望他资助 决然不令的 海瑞听了 自私二人之言 也自有理 便道 如此且诉一颗 修书回家报之 使他们免得挂念才好 岁历时修了书信 就晚了传异地回越东 转寄穷南 从此海瑞便在京宿科 就在张老儿豆腐殿中住下 再说那张老儿本是南京人 只因少年时到了京都来 娶了一房妻子仇事 这仇事自驾到张老儿手上 并未生男 数载之间产下一女 却也古怪 不知怎的 当那仇事生产女儿之戏 只闻天上阴乐嘹亮 笔及分娩之时 只见一厢满事 生下的来 却是带着一个紫色包 家已剖开时 却是一女 应见此意 张老儿之此女日后必贵 即也欢喜 全部以生女为恨 即至七八岁 便生得如花似玉 仇事略知诗书 恰好这女儿又喜的是文字 不去游戏 却要母亲教她识字 自己娶了个名儿 换作元春 正是 只因生相多其义 致有交房宠幸恩 毕竟那元春后来 如何大贵之处 且看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八回 正式遭逢坎坷 却说元春字又好 随着母亲学习任字 却也古怪 她的母亲不过略 十数型而已 围着元春 不上二年间 竟比她母亲多十几辈子 却这般聪慧引物非常 所以俨然一个女才子 每日只管央父亲 去买各项书籍 以及各家书抄回来细看 不数月 竟会做启师来 这张老儿 看她如此聪明 心花都开了 爱如长猪 猪是多不敢熬她 虽数小小生意 家到贫穷 然元春说要那一本书看 她便十分委屈 都买了来与她 在步道这豆腐店的女儿 竟堆了一案的书籍 其妻仇事 见老儿过爱得很 常见到 我们如此清贫 有了个女儿 指望她做些针线 天补佳祭 怎么还顺着她 混乱花费钱抄 东一不惜一本的 买着许多书纸做石吗 我当日义士父母把我贵弃 教我读书十字 指望我后来不知怎地待窃她 后来嫁到各胡经历 不五年我便做了寡妇 此时父母又死了 歌嫂不情 无奈才嫁了你 如今只落得做一个 当如令冲的卓文君 看来女子十字 十个钟再没一个好命的 今后再修交纵贯她 还是叫她做些针线 帮帮家用才是呢 张老儿道 这是她小儿女的情信 管她责胜 然做些针线 亦是正事 你的女儿 你难道说不得她吗 说过之后 其母便屡屡指 这元春不要读书作诗 做活帮家才是 这元春听了母亲的言语 不敢不遵 便日里帮着母亲做活 夜里烧暇 人背地直着书卷 不忍释手地看 其实 元春已是十五岁了 海瑞在她店中住的时节 常常见她 然海瑞使正气的人 虽见了这般如花似玉的美女 却也不大留心她 所以元春见了她 也不十分躲避 张老儿看了海瑞 这样志诚 常道 我儿 这位海老爷 自从到我们店中以来 不曾偷眼看人 不曾说过一句无礼的话 况且又待我们这般情义 只如家人父子一般 你也不必故意躲避了 况且她常在这里住的 要躲避时 那房子又小 怎么躲避的许多呢 应有了这句话 元春也就不用故意躲避了 暂且不表 再说那言松自从的信 常在地前供奉 地为其言侍从 为其既视听 一时显赫无比 此即已未通正思了 他在京建府地 买同处币 娶了两房夫人 又终日与张志伯 在外面卖官欲绝 广收贿赂 他的家人元二 自称为元二先生 在元府门下 狠得主子重用 而言松义以之为爪牙 算得心腹家人 这言二便以着主子的权势 在外边重力放债 抽拨小民 这京都地方 最新的是放官债 并印子钱 何谓印子钱呢 譬如民间有赤贫的小户 要做买卖 苦无资本 就向他们放债的借贷 若借了一千文 就要每日贪云若干文 逐日还他 总收以利加二位率 每日收钱之时 就盖上一个思客的小灵迹 以为凭据 就叫做印子钱 其利最重 平民因为困乏 无处借贷 无奈为此 原是个不得已的事 这言二就干了这门生意 终日里便去放印子债 人家晓得他是 言辅得用的家人 哪个敢赖他的 所以越放越多 得利不少 四年金城大旱 两米昂贵 张老儿生意又淡 兼欠下的税 奉官追乎 破如星火 正在设法借贷 一日 张老儿送豆浆到盐府里来 此刻盐二正在门房上坐着 看见张老儿双眉不展 眉情眉絮的 应问道 老头子 我见你这几天眉头紧皱 却到底未盛事来 张老儿见问 叹了口气道 不瞒二先生说 这几日竟开不得交了 所以愁闷呢 言二道 你家口有限 靠着这老店 很够资急 怎么说开不得交 难道官债私债 被人催逼吗 张老儿道 正是为此 近来米粮昂贵 店里生意又甚淡薄 所赚的都不服用 在往时 还有十余伙客在我们店里住 如今竟没有 指的一位海老爷 又不在店中吃饭 主仆三人自开火的 不过每月与我一两的房税 如今的税又过限 府里公差日日登门追乎 又没处去借贷 所以烦闷呢 言二笑道 这些的税 有甚大事 要这样烦闷 张老儿摇手道 不是这般说 我们生意人 若欠了钱粮 那府里提将去 三日一笔 五日一卯 只怕这老屁股 经不得击下大毛板呢 言二道 如此厉害吗 何不像住房的先讨过些房租底 那也免得受苦呢 张老儿道 说来好笑 我在这兜城 开了二十年的客店 不知见过了多少客人 从没有见过这位海老爷 如此签令的呢 言二道 他既是个老爷 想必是个有虔诚的 要体面的人 怎么这般签令 张老儿道 他不是有职缺的人员 乃是广东的一个穷举子 又没运气 事前次进金会市的 走得迟了 来到金钟 已是四月 过了长期 又不肯空走一道 便在我们店中住下宿科 不读影子有限 可怜他主仆三人 衣服也不多的两件 这位海老爷 外面一件蓝布道袍 自到店来 就不曾离了身上一日 至今还是穿着呢 他与汉林里老爷 是个童年相亲 每到院里去 都是这一件衣服 即此就可以见得 只是他为人诚实 再不多一句话的 却也借连 自到店来 谁也不曾白吃过我们一日 如何便向他开口呢 言二听了 便不觉大笑起来 道 这样的穷举子 还想望中吗 罢了 我看你是一个老实人 直这样急迫之时 我这里介于你几两银子 开了这个交如何 张老儿听得言二有银子 肯借与他 恰如坐肩缝射的一般 满面堆下笑来 说道 二先生 你老人家是个罪肯行善的 若肯相信 挪借几两银子 免我吃苦呢 这是在造之恩 历钱多少 子母一并送还就是言二道 我的银子是领了人家来的 亦要纳回利息与纳主儿的 只是每两扣下二钱 加三行息 一月清除 若是一月不能清 常力就是张老儿听了 自私八扣加三的银子 如此重力 适用不得的了 只是事数燃眉 舍此更无别法可以打算 自存不过吃些亏 一个月还了他就是 好过明日吃棒 终然拖欠不得的 且顾了这眼前 宽了一线 再做道理 打定了主意 便向言二道 这是本应的 但得二先生肯借 我们就顶当不起了 不知二先生肯借我多少呢 言二道 你要借吗 十两霸张老儿听的肯借十两 除了几两交纳 还剩的几两冲冲本钱 一发好的很 便道 这就是二先生相信的很呢 小老不知将何以报答得 言二道 周极知事常有 亦不用你报答 只要你一起交还就是 若要银子时 可及写个借劝来 我就有银子给你的 张老儿道 小老不晓得怎么写法 求二先生起个稿儿 待我照着写吧 言二道 这个使得 便引了张老儿到房内 自己磨磨宝壁 写了一纸借劝稿儿 自己读了一遍 随与张老儿观看 张老儿连忙接来一看 纸件上写着 历届劝人某 现在某处 今夜某生理某店 只应急需 无法挪戒 蒙言某慷慨 待挪文私营定十两 每两每月加息三钱 以一月未献 一献子母交孩 如有持物过献 另其利息 并本计算 今欲有凭 历劝未兆 家境某年月日历 借劝某的笔 张老儿看了 却不解的后面这两句 只道是一月不 还有与一月利息的意思 随指笔照着写了 一字不曾增减 画了花丫 腹地与言二观看 这言二接了借劝笑道 果然一字不差的 遂收了劝 随在床上诊判 取了一钉来 交与张老儿手上道 这是八两头 除了叩头 共算十两 这是上族橙色的原丝钉儿 你亲自看过 此季天然将昏 张老儿略看了一看 便纳于怀中 说道 好的 你老人家是各制成的 那里还有伪假的银子呢 千声多谢 万句蒙情 出门而去 满心欢喜 一直望殿中而来 时已将晚 只见妻子怨道 怎么去了这半天 可怜那府里两个公差 又来呼唤 不见你 被他狠狠地骂了一顿 好言语还不肯走 说是堂上十分严催得紧 明日扫数了 若是不纳了这项银子 恐怕带累他们 他们是难做情的 这般说 静坐着等你同去见官呢 亏了海老爷 并两位管家小哥 废了多少唇舌 方才劝了他去 已经约了明日一早清款 你却不知在外边做些甚吗 到这个时候才回 却不知家里了 张老儿道 你不必操心 我有主意在此 包管明日有银子上 那就是 不住的微笑 只管叫取晚饭来吃 其妻埋怨道 若大年纪 全一些不知忧虑 四处无门可待 还在那里说梦呢 张老儿道 这不是梦 是实话 你不信 我把件东西你看看 遂在怀里拿出银子来 放在桌上 道 这都是梦话吗 七见大喜 也不问银所自来 夫妻大喜 用过夜饭 一销无话 四日张老起来 要将银子到银号里交纳 找回些来充本 极致到了银号内 那银号的人看了 说声 不好的 把张老儿吓呆了 正是 只应以己中成处 今日方之中间谋 毕竟张老儿怎么了 且看下回便知 海公案第九回张老儿戒 才被骗却说张老儿听的 那银号的掌柜 说银子不好 心中大惊 呆了半赏 说道 怎么见的是不好的 那掌柜的道 这明明是家谦的 外面用银子包皮 这就是不好的 修要强辩 难道我们当了 这一辈子酷号 还不认得吗 张老儿此计无以自平 只叫得苦 便三脚两步走出了银号 望着掩府而来 要寻掩耳的晦气 笔疾道的掩府 问时 那掩耳跟随掩松入朝去了 又不知及时才回 没奈何 指得在对面一家门 手蹲着等候 自愿不小心 有了这项影子都不看过 却上了人家的当 倘若不认 这怎么好 又想着掩耳是个大 有座位的人 料然是被人家骗了的 却不是故意与我的 且看他昨日这般好心 看成我 他绝不肯不认的 只管在那里胡猜乱想 足足等到五十 方才回来 这掩耳随着竹子马后 早已一眼看见了他 更阳座不曾见到 随着竹子进去了 故意不出来 张老儿是送灌豆浆的 所以府中的人也些许相认的 但逢出来的 便问炎二先生在里面做时吗 或曰 他如今现在上免伺候爷的饭 饭必还要帮爷牵押发稿 几多事情 哪里得空闲出来 你要见他 只可明日来吧 张老儿道 小老要将一件东西交还与他呢 既是差使不得空 敢凡尊驾代位交语如何 这人道 使不得 他的性情是最古怪的 我们同辈差不多都不与他交谈 你有什么东西 且待明日当面交与他吧 说必 各有事去了 这老儿子的又在门首等了许久 天色差不多要晚将下来 肚中又饿 方才走回店中 辅入店门 只听得里面几个公差的声音 在那里大惊小怪的说道 躲得去的不沉默 张老儿此计无奈 走到里面 对那一众公差道 不躲得 我来了 公差见他回来 骂道 真是个玩户 怎么走了去躲着 这时悄悄回来 料到我们去了 所以走回来吃饭 睡到天明 一个黑早就走了 这个方法 是你拖欠钱粮的伎俩 如今我们却不管你有没有 我只带你到堂上去念回关去 便一手揪着张老儿的胸膛 扯住便走 张老儿慌了 大叫 且慢且慢 有话慢慢商量 他的妻女都来相劝 公差哪里肯依 只顾乱脱 彼此相攘 却惊了海瑞也来劝 公差道 海老爷 你不要管这闲事吧 海瑞道 列位且席雷霆 容我分说 不合再任你们 发落旧事 内忠义人道 如此且略松一松手 让他也走不上天去 且听海老爷 也有什么说 公差听了 采放了张老儿 海瑞道 张东家 这是钱粮 不是私债 该早日打算 以免的有今日 你如今且说 有什么打算呢 张老儿叹道 列位又哪里知道 我这样委屈 银梁的欠相 哪有不上井的道理 如昨日我去了这一天 也是为着此相 不知用了多少唇舌 才向一家 才东借了八两银子 回家指望 今日去浩里交纳 谁知是家迁的 即找原主回换 又怎晓得 营主就偏偏有事 不得空闲 连面也不曾得见 只等到这时候才回 大抵要明日方能够回换呢 凡列位在位宽限一日如何 公差探道 亏你几十岁的人 说出这样孩子的话来 你又不是三两岁的孩子 怎么影子都不看一看好歹 就竟收了去号里上那 这话哄谁 张老儿道 不是我说谎 列位不信 待我拿出来与你们观看便知 遂向腰间取了那定假银出来 放在桌上 众人看了 只冷笑不肯相信 反说是故意借此假的推却 便问道 这银是哪里借来的 我们却还要问你一个 用假银的罪名呢 张老儿道 那不甘我事 现在原主在呢 公差道 你说银主是谁 张老儿道 不是别人 就是新通正严府的家人 炎二先生介于我的 公差听了探道 这就怪不得你说了 你好端端地 却向这人借待 这炎二本是扬州人士 做了办事的光棍 在这北京城里 做过了多少次数的犯案 也不知几回的了 后来打听的 炎府全市 他便投在炎府冲作家奴 他并不信炎 本换李三间 炎二这两个字 是主人改的呢 如今你上了当 也不用到那里去换了 若是换时 他绝不肯认的 还说是主人赏他的银子 你白赖他 历时回了主人 将个铁儿 送你到兵马斯去 还要吃他二十大板 一面大家呢 我们目见过数次的 你这会气的 休想去换 只得快些打算玩 那霸张老儿 听了这一番言说 不觉紧皱双眉 舌头伸出唇外 半赏缩不进去 探道 我真要死也 说吧 哭僵起来 妻女闻之 亦不惊气下 海瑞在旁探道 哪有这样的人 这便如何是好 张老儿到了慈祭 夫妻两口面面向去 呆呆地立着 行如木偶一般 公差们又要作威 海瑞看见如此 心中也觉可怜 便相劝道 列位不必如此 钱粮一向是不能拖延的 如今他又折了片 又无门可待 在下情愿暂未带纳 不知要多少银子才够呢 众人道 既是海老爷有这番好心 连我们的茶冬 共事四两五千银子就够了 海瑞道 如此 容易得很得 遂及及回房 取了四两五千银子来 替张老儿带纳 公差接了银子 反复戏看了一回 收了 说 多成海老爷了 俺们改日再会 一起拱手出门而去 张老儿看见公差去了 便绿妻女到海瑞面前扣谢 海瑞连忙扶起道 东家不必如此 些须小事 何必戒怀 张老儿随 若非老爷见莲 今日被他们拿了进去 免不得吃那老棒呢 但不知将什么报答你老人家里 夫妻两口千恩万谢的 自不必说 到底张老儿心中不服 到了次日清晨 就到盐府来等那盐儿 到了早饭后 方才得见 盐儿问张老儿道 你送豆浆来的 这时候来此何干 张老儿便将昨日事情告知 便把银子交还 那盐儿故意作色道 你精确又来了 我的银子是上人赏下来的 怎么说是假的 休再说了 被人听见了笑个大口呢 张老儿道 明明是二先生的银子 我们做买卖的人 怎敢相欺 现有某银号银匠 及公差人等 可以做正言 二大怒道 胡说 好丧良心的人 你被人催破的紧 上天无路 入的无门 怎么样的 哀啃我 方才借这银子与你 把关钱还了 剩下做了资本 怎么还要赖捏 我是假银 这还了得 别个可以入你圈套 却不想想我是什么人 快快回去打算还了我吧 否则回了我家老爷 只怕你受不得这些苦呢 一顿骂的张老儿 哑口无言 含着一筐眼泪 指得人就拿着假银 定出了眼斧 一路上毫不气怒 走到店内 妻女连忙来问 是怎么样了 张老儿顿足垂胸 指添话的地骂道 丧心的千家奴 竟不肯认 还拿话来吓我呢 元春道 父亲过于忠后 一时被他骗了 他这般居心的 哪里还肯认账 只算是自家道运 就是张老儿道 虽是这般说 不久就是一月限期 倘若他来讨时 却又作何究竟 总要设法方好呢 元春道 躺避来讨时 还请那位海老爷 对他说说 或者以礼遇之 数获免长 亦未可定 父亲年老 有限精神 不必过于忧虑 且由他去张老儿 虽则口中应允 心内时事幽焦 日系烦闷 竟然染起病来 元春对父亲百般宽慰 言依服药 指示不应 元春依不解代 日系侍奉 张老儿道 我本来没有什么病症的 只因忧虑所致 如今也不用服药了 只是恐这奸奴来催账呢 元春道 纵然他来讨账 看见父亲这般握病在床 料意不致十分催逼 张老儿听了不言 心中自私 到底是我女儿看的透彻 及我欠她的债 看我这个光景 亮意见亮 于是心中稍稍宽慰 过了十余日 已是一月其满 言二看张老儿 久不送豆浆来 方知是染急 也不介意 急至到其满 亦不见张老儿来偿债 等了两天 就忍耐不住 睡到殿里来 张老儿听得言二清道 便急忙服病而出 言二道 今已满线两日 怎么不来海淫 反要劳动我来清讨吗 张老儿道 岂敢相劳二先生欲指 只是我近日染了病症 不能不履 连生意也做不得 故此都将许久 不曾送到府上 二先生亮意知道 前蒙相借的影子 只因有事不得打算 还望二先生宽限 待下月并立席子母 一起凤海 就是言二听了怒道 怎么 若大年纪的人 做事这般糊混 当初原说过一月清孩的 怎么又说下月 有这样推言 我时对你说 我言某领了主人的影子 出来放债 官府借的 不是一万 就是八千 至少三五千 都是八扣三分 三月为期 若是灵星的小意思 就一月一清 哪个不是这般的 偏你这老儿 就有这多古怪 拿了银子 过了两三夜 又说是假的 什么家千家童 想来骗我 信我不上你的当 如今却又说患病 不能做生意 要推下月 利息又不予一毫半丝 难道借了人家的银子 推说有病 可以不用孩的吗 张老儿茫茫谢道 不是这样说 只因小老是各做经济的人 若是闲住了手 便歇住了口 连三餐也不敷给 哪里还有银子来孩 二先生 你这人原是各最善心的 不念别的 只可怜我老病缠绵 高抬贵手 宽限一月 那时就怎么样 我意要送孩的 再不敢说推言的话 言二道 你当初说什么话来 张老儿道 果然 初时说是一月清楚的 时不料染病 还望二先生原谅 则小老感激不尽了 言二哪里肯一 及时乱嚷起来 原春母女在后面听得 知事情不好 无奈走了出来 待张老儿哀肯 这言二一眼看见了原春 不觉失了三魂 散去七魄 一双邪目 钉在原春身上 正是 立心还未惜 邪念又新来 毕竟言二看见了原春 如此出神 怎么说话 且看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十回家人 见色身间却说 言二忽然一眼看见原春 如此美貌 真是碧月修花 沉于落雁 不觉神魂飞跃 呆了半赏 遂把怒气全消 烦怒未喜 便道 嫌母女请起 这不甘你们的事 我自与这老狗算账 仇事道 二先生 且席雷霆之怒 容我母女一言 卓夫为着前梁催破 不得已向二先生告代 得蒙救援 已感激不浅 起初本相如献龟孩 熟料天不从人 偏偏这老者又患起病来 连豆腐也磨不得 半月来坐在家 睡在床的 百帆须费 点进衣衫 这两天连吃的也没了 心中实在为着这项影子 只是有心无力 惊悚不安 故欲哀求恩宽一线 其二先生在宽县一月 必当加利凤孩的 说罢又要跪江下去 原家住 奴才是主权势 重力放债 逼乐凶恶 月此 令人书刊发指 言二用手挥令起来 说道 你的言语还带着三分道理 也罢 看在你母女面上 暂且宽缓 展现一月 只是此季她又病着 没银医治 做不得生意 哪里赚钱还我呢 自古道 为人虚到底也罢 我这里上有几两三岁银子 只所心于了你罢 可将来医治 早日做回生意 免得临时又要累你母女呢 说必 平一幕看圆春 圆春被她看得慌了 低着头走进里面去了 仇视却不感受这项银子 忽知不应 又赶不上 指的全将银子收住 告诫老儿 切勿浪费了 又要费一番张罗 老儿看见如此光景 因念言二出时这般狠恶 如今却这般好意 真是令人猜摸不折 只是身子困乏得很 也管不得许多 走到床上睡下不表 再说仇视对圆春道 这位炎爷 甚谢古怪的气性 岂先就如狼似虎一般 令人不敢犯言 不知怎的 后来这样好说话 又把银子相助我们 真是令人不解 圆春道 母亲 我看这炎二舌头鼠炎 大非善良之辈 且看他是坚言与行为 可以知其大概意 故意卖弄他的好处 特将些银子在你我面前卖好 却又把各天大的情分 卖在我们身上 这却是歹意 其居心时不再十两银子呢 仇视道 这也不要管他 只是欠他的还他就是 理他坐时吗 不说仇视母女猜疑 再说那炎二见了圆春 就满腔私欲 恨不得登时把圆春抱在怀中 与他作乐 只爱着他的母亲 父亲在旁 不敢起言 故将计就计 竟把一个绝大的情分 卖在他们母女身上 故意将饮买好 一路上思目不已 急至回来 呆呆地在门房里坐 连饭也不要吃了 便走上床去 何眼便见这美人在前 把他的心缘一马 拴记不住 自私 我于今有了个淡饭之处 幸而弄得如此大财 也算得人生一大快事 只是不曾娶过妻子 我若得这老儿的女儿未妻 也不枉了我言二这番经营了 只是我的年纪老了 他的女儿 我看他不上十六岁 怎肯嫁我 我看这也是虚想的了 一回又想到 我将重金未聘 量张老头子这个穷鬼绝不会不肯的 一百两不肯 我便加几倍 不怕他不肯 再富又回思 我混了大半事 不知费了多少心血 受了多少苦楚 才有今日 怎么为着一个女子 便把雪花白的银子轻易花去 到底是银子好 那千令之心生了 就把爱美的念头抛下 谁知不一刻 那邪念负起 又想到 有了银子 没有月人的妻 也是枉然的 我好歹都要弄他到手 才得我心愿了 却不舍的银子 便翻来覆去的 在床上思量妙策 忽然想起一条计策 说道 是了 是了 连忙爬起身来 将张老儿的借劝取来 详细审视 看到那一十两 这个一字 不觉拍掌笑道 谁想我这个妻子 却在这一字上头呢 拿起笔来 改了一个五字 便是五十两 笑道 五十两加上十两利息 一个月便是六十两 若隔得三个月不去催他 这就可以难着他了 主义已定 把戒劝收好 便上床去睡 从此竟将这一项事情 暂时按下 以致美人的心事 也全时收拾 专呆他日用计 正式 放下一心火 能烧万刃山 暂将炎二之事按下 又表纳张老儿之病 心事略宽 渐渐的便绝越了 为是恐怕炎二前来逼窄 不想过了一月 亦不见他来 自己放心不下 故意前往炎府中来 见炎二此计 却大不相同 不特不提及影子 而且加倍相敬 又请他吃饭饮酒 这老儿却尚未解其意 直到他行好发财的人物 不计较这些零星小债 千恩万谢的去了 回来对妻女说之 仇视喜欢不过 说道 这该是我们上有几分彩气 不致被逼 看来他也不上心这些影子的 如今且将铺子开张 做回生意 躺得有些利息 大家省见了些 还他就是 元春叹道 母亲可谓知其一 而不知其二也 父亲一时知错误 借了他的影子 顾彼得以此挟制于我 先日汹汹到门 动辄百眼相加 父亲虽有千言 而怒中莫解 急而与母亲一出 相比哀肯 而炎二则双目柱儿 不曾转经 父又以言较调情 而非不知者 为是既在矮言之下 非低头莫过 故不得以利母之后 以既能为父宽解 其料奴才心胆早 早现于行色 目视而而言 灵形又特以金箔弃制 娘策 自意卖弄 实怀不善之心也 故而特早归房 成意度 见房为之矣 经比不来所债 反而后代于父 其意何谓 母亲知否 仇事道 你却有这一番议论 但我未审其时 你可为我详言之 元春道 母亲成长者 父亲欠她的影子 两月为与她半思之息 况当日也曾责备言辞 经和前聚后宫 其意可想 儿时不欲言 经不得以为母亲言之 这言是知返愿为得者 实为而也 元家著 小儿女一副聪明 早已窥破奸奴心胆 故元春读能不为言二所谐 此其欲有名段 令读者如见一青年 垂条女郎活跃指上 致令听者如闻其声 得是妙笔至闻 仇事道 你何有之之 元春道 娘物多言 时至极见 仇事也不细旧 只知终日帮着丈夫做活而已 光阴迅速 日月如梭 又早过了两月 张老儿此季也积得有些影子 只律不夫十两之数 自私倘若二先生道来 我竟将所有赋之 量亦原情 不期再过两月 亦不闻言二讨债消息 张老儿只当他忘怀了 满心欢喜 只顾竭力迎生 直过了七个月头 每见言二不来 心中安稳 此季已无一些营念 安心乐意 只顾生意 呼一日 有媒婆李三妈来到 仇事接入 问其来意 李三妈先自作了一番寒温之语 四言吉儿代当婚 女代当嫁之事 仇事道 我家命中无儿 只有一女 今年已是一十五岁了 尚未婚配人家 躺奶奶不弃 抚慰直科 比小女的各吃饭之处 终身安乐 亦感大得无记忆 李三妈道 你我也不是富贵人家 养下女儿 巴不得她历史长大 好打发她一条好路 顾盼爹娘 只配婚两字 却说不得的 仇事道 男女相癖 李之当然 怎说这话 李三妈道 大嫂 你有所不知 待我戏说你听 但凡你我凭家 养了女儿 便会气够的 无论做女儿 而在家的时节 一切科养皆观隐痛 即至稍长 则恐其时少生寒 又富百般掉养 待及鸡之岁 一则愁无对头之轻 二则恐有失和之事 此为父母者 养了这一件赔钱货 掉胆提心 可无宁习 破智出嫁后 使得安然 可知养女之男 而出嫁之非亦也 经见侄女年以吉姬 却又生得一表才貌 量不至他日为人下见 故老生特为侄女中生 而来的仇事道 很好 我正要央挽你 你却自来 岂不是天赐其变吗 小女今年已长成一十五岁了 正要挽人说和亲事 今得妈妈至此 大何比亦 躺步以小女未可厌 就凡略一吹嘘 比他日有所归咎 皆为妈妈所赐 以李三妈成事说道 墓下就有一门 最美的亲事 但只怕恋爱福宝 不能消受尔 原家住 说来真是媒婆身口 鉴于人情 今日幸然 仇事道 小女精拆布群 但的一范足矣 又何敢过望 李三妈道 悲也 女生外相 又道贫女望高价 意料不定的 经有内城通正司 岩府掌权的原家住 掌权二字圣心 岩二先生 他要娶一房妻子 不拘聘金 我想岩府如今正圣 这位二先生 家资巨万 相宇竟是官员 哪一个不与他来往 原家住 正所谓相宇竟富贵 幸燃灾 若是令爱归他家 就是神仙般快活呢 今早二先生 特唤我去吩咐 力找一头亲事 年纪只要十五六岁的 才得合适 我想令爱人品 既称双美 年纪又复合适 正合他意 故此特命老生来说 倘若大嫂合意 写止年根交与老生 带去 是必搓得来的 仇事问道 你说二先生 莫非就是通正司 属中严爷的家人吗 李三妈道 正是 怎么你也晓得 仇事道 他曾与我老儿 有些交手 故此认得 李三妈道 既是有相遇的 最容易的了 到底大嫂之意若何 仇事道 女儿虽则是我生的 然到底是她终身大事 不得不向她说之 妈妈请回 待老生今夜 试过小女如何生口 明日回话就是 李三妈道 这个自然 只是那二先生 性气魄的井呢 大嫂今夜问了 明日我来听性就是 仇事应诺 李三妈便坐别 出门而去 不说李三妈去了 再说仇事三脚两步 走到圆春房中 便将李三妈的言语 对她被戏说之 圆春听了 不觉呆了 大叫一声 罢了 遂昏迷过去 正是 欲知今日 悔不当初 毕竟圆春气昏了过去 不知还能活否 且看下文分解 海公案第十一回章 仇事却没致送 却说圆春听了仇事 这一番言语 不觉气到在的 虎的仇事魂不附体 慌忙来就 汲取将汤灌了几口 良久 方才醒转来 叹道 而果之有今日也 仇事道 终身大事 愿否皆在我而心意 何必自苦如此 圆春叹道 母亲真是 逆而不化者也 惊言二先使没来说清 从则免疫 却则逼讨钱债已窘我也 如此将何以解之 仇事听得 方才省悟 即来对张老儿说之 老儿道 怪不得他几个月头 都不到我家来问债 却欲先立下这个主意 我虽是个贫护人家 今年若大年纪 都要靠着女儿 生养死葬的 这贼奴如今 现在严辅 若是我女儿 嫁到他家 就如生离死别一般 正所谓 侯门生四海者 遇见一面 是再不能够的了 怪不得他呢 仇事道 女儿亦是为着如此 故心中不愿呢 原家住 张老儿与仇事指之 一入全门生四海 遇见无由 不知嫁与家奴 辱莫大烟 原春见时高 其父母千万亿 张老儿道 且自由他 他若到时 只所回绝了他就是了 仇事道 不是这般说 只因你欠下他的影子 你若回绝了他 只怕他反面无情 却来逼你还债呢 张老儿道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自不必说的 他若逼我们还债 我就拼了这条老命 只所偿了他吧 仇事道 你修要拼着老命去撞人家 还是打算害他好 张老儿道 你修凡锅 我有主意 原家住 不知他有甚主意 无过只拼的一条老命而已 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李三妈次日 又到张家店内来讨回信 仇事道 小女尚小 今年与他推算 先生说是不宜见喜 说要过了三载之后 方可一婚 故此有方抬命 最甚之志 李三妈听了 不觉两颊通红 心中好声焦躁 正是怒 怒从心上起 恶向胆边生 李三妈冷笑道 昨日大嫂说的话 怎么都改变了 是什么缘故 我昨日已将你的言语回名言 二先生了 他叫我今日来讨实信 并问要多少聘礼 昨日定义这般说 你到了此季又说这些话头 却不是弄送我吗 这却使不得 仇视道 昨日妈妈到此 我原说要求吹嘘 为小女异配的 待后听的妈妈说 有了这门好轻视 思识不惊狂喜 顾及向小女说之 那小女于前月请了一个 极有名的先生 换作逢建 十分应验的 把他八字一算 说是今年命犯红卵 更带洋刃 不宜见喜 否则必有邪光之灾 更坚不利夫家 昨夜使之 故此不敢应允 非事故却 期望原谅 李三妈冷笑道 昨日这般说得好 今日忽然变卦 还有许多言语之无 我也不管的许多 只是回复二先生去 看他怎生发落旧事 信信出门而去 一进来到严府门房里面 寻着了严二 便将仇事推却之言 被戏告知 严二满望成就这件轻事的 惊呼闻此言 恰如冷水焦头一般 正所谓 我本将心托明月 谁知明月照勾取 此计言二不经大树道 这老儿好不知好歹 躺不收拾他 何以消得我这一口气 乃对李三妈道 相反你再走一遭 说我如今不想娶他女儿 立即要他把劝上 引子孩了我就罢 如若不然 只怕他到兵马司处 吃不起棒呢 李三妈见他发怒 不敢怠慢 及时应允 急急地来到店中 对仇事说道 我说是你要害我挨骂 如今你却吃苦了 仇事道 怎么累你折了骂雨 我却怎么吃苦呢 婚姻大事 岂是强未得的 且说来我听 李三妈便将言二要他 立即还引子的话 被细说了一遍 仇事道 我家不过是穷了 借他十两引子 他便欲以此携制于我 这也不妨 自古道 讨得有 讨不得没有 如今我们现在这里开店 又不曾拖他的 任他怎么厉害 也要凭个理性 为什么以此致人 我只不服 就凡你去回复他 说我家欠了他的影子 自然还他 若说是婚姻之事 却不烦饶舌了 李三妈见仇事 说得如此决裂 也不再劝他 带怒而去 见了炎儿 又加了些说话 炎儿听了不胜之怒 赤退李三妈 自私 仇事如此可恶 我必显各手段 叫他看看 便及时走到 兵马斯牙前 请人写了一纸状词 并那张老儿 亲笔戒 劝年了在内 到鼠内 寻着了 兵马斯的家人 说了原委 他们当常插的 都是一党之人 便满口应成 说道二哥的事 就是地的事一般 呆等毕上人 回来的时节 送了上去 批发过了 立即居来追角 炎儿听了 不胜称谢而别 再说这兵马斯 指挥姓徐明玉邦 原是广东人 尤静氏出身 献受精职 管门的名幻徐满 当下受了成状 专呆徐玉邦 回蜀城送上去 少请 喝道之声来尽 果是徐公回衙 徐满急忙 相帮下了轿子 入道内堂 只见徐满走到面前 打了一个签 说道 奴才有下情 要求也恩准 徐公道 有什么事情 只管说来 徐满道 是严辅的家人 炎儿 因被张老而赖了 他些许银子 故此有个丙臣来到 要求爷带他追礼 说吧 遂将那状词呈上 徐公一看 只见状词上写的是 具丙人炎儿 现冲通正私属炎家人 为赖欠不还 其恩追给氏 远小的随主到家 数年以来 蝶蒙恩赏 积有银子五十两 有素食之开豆腐店 张老儿借去 延定一月还清 每月三分起席 过其利息加倍 此事张老儿自愿 并非小的故意苛求 资已月五月而不见孩 小的家有老母 年借八旬 皆借此养善 经被张老儿吞骗 反行骂入 情难亚席 指得力情蒲扣台阶 肯其次差拘追给领 则感激红慈谜记忆 詹恩切腹大爷台前 做主施行 既年张老儿亲笔戒 劝一指成审 嘉靖年月日 秉公看了问道 这是你的乡好朋友吗 徐满道 小的在京 随着爷日系巡查 哪里衙门的人不认得的 况且他在延通镇衙门走动 闻得这延二乃是 松爷心腹的家人 求爷赏他主人一个情面 恩准了状子 批准追理 将来不读延二爷感恩典 及延通镇一感爷的盛情 岂也想察 徐公听了道 我却不管的情面不情面的 但我今当辞职 李仪主管此事 批准公差换来 谁是谁非 当堂一训 清酌分叛矣 遂提起诸笔来 再撞尾批道 据丙是非 一训即名 者即居父案致训 如张老儿媚梁赖茜 即应追孩 并致知罪 如须坐屋 年券赴茨 批发出去 纳京城领尊批语 立即扇稿送上 徐公看了票稿 打了行字 人就发出 该房即便扇证送进 徐公立时签压器 发了出去 差异领了租票 及时来到张老儿店内提人 恰好张老儿 正在店中 打那豆腐皮 图见两个差人 手持猪票 走进店来 不分清白 只说的一声 有人告你 便一把扯了张老儿 出门而去 张老儿不知为了 何事 急忙问道 二位 到底我犯了 甚是 你们前来拿我 要说个明白 我方才去呢 差人道 你修要装聋作哑 你欠了颜耳的银子 你却不还 如今他到兵马斯衙门 告你赖欠 我们大老爷准了他的状子 现有租票在此 你还推不知吗 张老儿听了 方才醒悟 说道 既有租票 凡你取来观看如何 差人道 你若大年纪 想必晓得衙门中规矩 快些拿历史来 好开票你看 张老儿道 这个是本应的 但这次不意而来 手头未辨 凡你与我看了 改日相谢如何 差人道 也罢 说过多少才好上账 量你是欠不得我的 张老儿道 区区为义 二钱罢 二人不肯 又加上一钱 差人还不应允 张老儿道 关头 你老人家总要见谅 只所送你五钱银子就是 方才应允 把票子打开 递与张老儿观看 只见上面写道 五成兵马司指挥徐 为岔追居迅士 现具炎二饼称 晓得跟随家主通正 思炎在金树仔 吕蒙家主赏赐 致机有银子五十两 有素食之张老儿 现开豆腐店生理 称应缺本 向晓得带银五十两充本 约以一月为其 资月五月 吕讨福长 张某七小的一乡吕家 以为义士 指的匍匐台阶 扣起居追给领等情 据此 除批巨饼 是非遗训自明 后差居赴案致训 如果张老儿媚良赖吞 即应追给 并致之以罪 如须作乌 年券父辞在案外 何行居训 为此票差本意 急速前去豆腐店 居出该张老儿 代付本司 以平当堂训追 去义无的缓言 急票滋事 如为则格不待 诉诉须致票者 原刹认得张成 嘉靖年月日 陈发房陈思行线 一日销张老儿 看了说道 是了 这是你们不错的 我与你们去救世了 于是三人痛来到衙门 任得及时拒了带到的票城 里面批了处来 随唐代训 任得张成二人便小心伺候 自不必说 在说那仇事 正在里面与女儿闲话 急急出来 只不见丈夫 只有几个灵人 在店中说道 张老儿到底 为什么事情 致被居舍 仇事听了 方才知道 便积极赶来打探 正是 无端风浪起 惹起一天 仇必尽仇事感到 衙门如何 且听下文分解 海公案第十二回徐指挥 守法言行 却说仇事听的丈夫 被观察拘去 便没命地走到各处探听 丈夫消息 却原来未知影响 逢人就问 恰如疯了的一般 幸遇着了对门的刘老四 问起情犹 方知张老儿 现在兵马司属内 仇事即便来到属前 却又不敢直径 指得在外面东张西望 恰好张成出来 看见喝道 你这妇人 在此东张西望的 到底为什么 仇事道 我是豆腐店里张老儿的妻子 文之丈夫被居在此 故来看看丈夫的 张成道 原来你就是张老儿的妻子 你丈夫现在班房内后训 不便放你进去 你若要看他 明日再来 他不过欠衙门歇前债戏故 不必大惊小怪 说吧 静字进去了 仇事听了 方才明白 指的转回家中 对女儿说之 原春听的父亲背戏 放声大哭道 我想父亲今日之苦 皆因为我所致 如今捉去 不过是要孩淫子而已 也罢 孩儿受双亲生恩 怎忍见父吃苦 母亲何不将儿卖了 得淫孩了此相 免得父亲受苦 不然 那言二暗中行贿 致主官吏 那年老多病的人 怎身受的这般苦楚 诚恐一旦毙命淋雨 则儿万死不能赎其罪也 仇事道 而不必如此 我想钱债戏故 官府也不能把他老者 怎么样委屈呢 待等明日 做娘的钱去探听如何 再做道理 多方劝慰 原春方才收住眼泪 这一夜 母女的忧愁 笔墨难以尽数 在说是日午后 徐公申堂 吩咐张成把张老儿 带上堂来 问道 你这老儿 若大年纪 怎么昧良吞赖人家的血本 是何道理 张老儿叩头道 小的果是欠了 颜某银十两 并无五十之多 经颜二应说 亲不遂 邪恨福里 以此邪至小的是真 徐公道 欠银就是欠银 怎么又说起婚姻事来 难道颜二要与你 做个倾家 亦不如没与你 其中显有别故 你可将石墨从石招来 张老儿叩头道 是因本年五月 小的欠了官租 无处措置 颜辅是小的灌送豆浆的 颜二所以认得 小的应提及追忽之事 颜二依实慷慨 许借小的银子十两 十则八扣 每月加三利息 一月为其 其满子母脚孩 此季小的破鱼还睡 指的允肯及时力劝 颜二收劝发银 十以天黑 小的邪银归家 不及细看 笔及次日到银号里还睡 将银一看 乃是加迁的 此季小的即感到 颜辅回换 耐颜二不见 之后至第三日 使得一面 此季颜二力心撒赖 哪肯认错 还说他的银子 是上人赏 与他的官宝 哪有关用 加迁银子的道理 把小的立骂一番 还说要将小的 送来老爷处 打腿加号等于 小的此季 无以自明 指的回家 笔及到门 公差宣扰 信的店中 住狱的那位 海老爷看见 一时慷慨 借了几两银子 才得把房税清除 至其颜二就来讨债 此时小的就为 这项银子 幽丝成吉 握于床上 连豆腐也磨不得 哪有银子还得 颜二在店中 大声嚷骂 力要讨偿 此季小的 妻女都来求肯 其料颜二心怀思念 旧时假卖人情 不但不来讨银 反将一小定银子 放在小的家中 说相助小的衣食药费 如今银子献在家中 从此颜二一连五个月头 都不来讨偿 于三日前呼浅 李三妈来小的家中 说轻 要娶小的女儿为妻 想女儿今年才得 一十五岁 那李配的颜二 所以小的不允 熟料处怒了颜二 父令李三妈来说 若是不允亲事 便要立即还赢 故此到老爷台前 冒告是时需公道 你说来虽则如此 但是你现有戒劝在此 怎么说是福利 张老儿道 小的亲手书卷的时节 是十两树木 如今卷上不知多少血的 徐公道 现在是五十两呢 张老儿道 天渊的网 这是哪里说起 必然是颜二故意改血 以此血制晓的了 求老爷想查 徐公道 真假皆当自讯明白 换了颜二道来 酌亲立分椅 吩咐将张老儿 带后插管后制 遂将一通明帖 插了张成到颜府 提取颜二道 暗香制 即便退堂 再说张成拿了 徐公的明帖 来到颜府 恰好颜二正在门房上坐着 张成便走上前去 唱了一个大诺道 颜二先生 我们是兵马斯那里来的 有话而要面见大老爷 就拜凡相传一声 颜二不知就里 接了明帖 便急来到内宅 时颜松正退朝回来 在书房内看稿 只见颜二手持一个明帖 走近身边说道 兵马斯徐爷 有明帖到后 并插人有画面说 颜松接过贴来一看 只见上写道 年家眷晚生徐玉邦顿首拜 颜松看过道 他与我素无来往 今日插人至此何事 只管传了进来 看他有甚话说 颜二领命 历时传了张成进内 张成连忙叩头 松唤起来说话 张成道 小的奉了家老爷命 有帖子请安 二者因为尊管颜二爷 昨日有状子到本衙门 控追豆腐店张老儿赢两 本衙夜已将张老儿拘到 及时审讯 奈张老儿不服 称说只欠十两 并无五十两之多 非对质不足以服其心 顾本官特差小的道爷府上说明 要请二爷过去对质 颜松听了笑道 原来如此 这是应该 便吩咐颜二道 你既告了人 如今要去对质 即随该差前去就是 元帖带回 带我请安 颜二不敢不遵 便与张成叩谢了 随即出府而来 暂且不表 再说仇事探听 丈夫审过 压在插管 听后致讯 自私言二事大 倘若徐公讯情 如何是好 便与元春女儿商着 元春道 母亲所虑即逝 如今两造打官司 一则要有钱 二来要请免 他那边是才是俱全的 我们只怕吃亏呢 想那海老爷 十分卫护我们 如今何不向他求个计策 躺性而超脱 也未可知仇事到 唯你言 我击忘之已 于是母产一起来到客房 见了海瑞 被戏将丈夫的情犹 对他说之 并要求他把酒 说吧 母女跪在地上 叩头不起 海瑞连忙把仇事扶起 说道 尊嫂不必过礼 此事上容着矣 如今尊夫不过是后制而已 总之缴足十两银子 还了他就是 仇事到欠债还钱 故事本该的 只是墓下没有银子 如何是好 况且严府上的人 才是具有 倘若徐公受了人情 却不把卓夫难为吗 海瑞道 不妨 这位徐也本是我的乡亲 我常与他来往的 也罢 待我到他属中 把你丈夫的真情 对他说之 求他格外施恩于他吧 只是银子是要缴的 你家却又没有 我上有二十余两银子在此 只所借十两罢 当日这定甲银子 并言二放下的银子 都要一并拿去缴了 如此情政具有 自然言二无能为的 仇事听了说道 前日关税又累了海老爷带电 尚未长骸 如今又怎好再去老爷的客囊呢 海瑞道 这个不妨 你可拿了那日前的南向东西来 立即与你前往救世 仇事母女再三称谢 便将一定甲银 几两岁银 一并交与海瑞 海瑞就在乡内取了十两银子 一同包好 别了仇事母女 命海安拿了明帖 一静望着兵马司属而来 使徐公上衙门方回 门上的船进海瑞的帖子来 说是清拜 徐公即令开门沿入 彼此相见 略续寒温 海瑞道 小弟今日之来 特有一事相求相抬坐请者 徐公笑道 海兄 你我相亲 怎么说了客套的话出来 岂不令人孝煞呢 海瑞道 不是小弟之事 乃为他人之事 理应如此 徐公道 到底为何人之事 只管说来 帝无不带未尽力 海瑞遂将张老儿告代 言二之音 使莫对徐公说之 徐公道 我昨日唐讯张老儿之时 也亦移到言二改写劝述 故此特令人到通政司 要了纳司前来对质 帖子已去 量不久便道 想奸奸奴如此 似害 这还了的 小弟是个不必权势的 需要办他 海瑞道 现在甲银岁定在此 如今小弟带张老儿 海角十两 一并带来了 急换海安拿上来 与徐公观探 徐公探道 再不料奸奴如此 言之令人发指 遂吩咐家人 将三项银子历时 交与张老儿 叫他到对质时 拿来陈角 海瑞道 养蒙香台照拂 如帝身受也 徐公道 不是这般说 小弟身性最好 除奸去报的 海瑞谢别而去 少请张臣来报 言二夜已换道 请爷侍其待训 徐公听得 言二换道 即吩咐各异 在大堂伺候 少客升堂 徐公坐在工作上 吩咐先带言二上堂 言二来到大堂 见徐公打签请安 徐公大怒道 怎么见了本思不贵 那里来的偌大的家奴 吩咐左右扎下去 先打五下脚拐 两旁答应一声 把言二扎下 重重地打了五下 言二叫痛连声 指得跪下 徐公道 你控告张老儿 欠你五十两银子 可是真的吗 言二道 怎么不是真的 现有张老儿 亲手书券未惧 求爷详查 徐公笑道 张老儿欠你十两银子 是真的 这是圆券上的银子数 那实在的银子 却是加签的 难道本思不知吗 言二道 银子真假 张老儿难道不认的 况且是隔三日 方才来换 便可盖建议 徐公道 可又来 既说是五十两 怎么又只赖你一定 这还有什么变处 言二不服 徐公即换左右 带张老儿上来 虚于张老儿到堂 徐公问道 你的话有无捏片 今日对着本思置证 张老儿便将 言二如何起义借银 如何逼债 如何浅眉来说轻事 被细说之 并将三项银子 乘上堂去 徐公道 言二 你的假银子 现在此处 至于放下买好的银子 亦在此处 你还有何说 言二道 假银不在今日言之 这几两银子 是我一时可怜 故此帮他的 难道有时么不是么 徐公大怒道 你在本思面前 如此较强 其横暴可知 本思要先办你一个 假银片线 事事协制的罪名 吩咐取大家过来 先将这私家事通取 然后再行申办 言二听得要加他是重 急忙扣头说道 求爷恩典 荣小的剖宿 正是 人心似铁非未铁 官法如鲁铁助容 毕章言二说出什么话来 且听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十三回三部堂 同心会审阙说 言二听得堂上吆喝 要取大家来 将他加好 那时言二慌了手脚 无奈寇头哀起道 小的借淫于老儿 本非歹义 经蒙老爷加号 则主人之面目何存 孔于礼不顺 徐公喝道 该死的奴才 自知有罪 却不自毁 动辙以主人权势下人 别个可以被你吓得 我许某计奉圣指来守直 为之执法如山 再不肯半分训私的 你试着主是重力放债 律力俊言 自应安逸 何况又以假银坑献平民 加写劝约 种种不法 言之令人发指 本思只知赵公办事 分毫不苟 吩咐左右 夸将大家来 各差异答应一声 急急将顶大 急众一面大家 抬到堂街 看时约有一百斤重 徐公喝道 来给我快些上了 虚余之间 把言二上家 徐公亲直诸笔 标判加油 写着 五成兵马斯指挥 加号市市骗现犯人 一名言二示众 加号三月 现满号办 发养证南门示众 加子上紧薄 言二此时无可奈何 徐公吩咐将言二发出去 这张老儿只许缴银八两 另有甲岁个银 均交库力收住 判必退堂 书力领了 张银进内秉道 老爷 世间加号言二 故属情理均有 但依主言松现任通政 威权正盛 经老爷将他家人 按律言办 不无忌恨之念 老爷既以秉公办理 即当身奏朝廷方式政理 术有至政 望老爷详查 徐公听了点头道 非你言 我积望之矣 需要通祥方可寄腰带奏 如此你可急速 善详文颂阅 以定行止 书力应诺 即到外乡连夜书善详文 立即送入 徐公接来一看 只见邪的事 武城兵马司指挥徐黄邦 为奸奴士士 欺压赤坪 夜以审时 特想以其辅茶室 窃召南城张老儿 开张豆腐小店 一项首分 夫妻无子 只有一女 年将及鸡 父母三口 相依未命 待因本年张老儿 店中生意淡薄 拖欠的税 屡凤颜催 张老儿无以未计 幽焦莫解 是送窦江前往严府 而炎二速日刃的张老儿 见其面带愁容 偶尔寻吉 张老儿被江史莫庆宿 炎二吉阳未慷慨 许借银子十两 约以八寇加三 一月青孩 张老儿迫于交税 明受重力 稀图应手 即日书写借劝 交炎二收职 十以日目 炎二故以假银相授 张老儿不暇戏宴 即将银秀回家 四日即至银号对纳 赎料该银加迁 戏炎二有心坑陷 此季张老儿既不能上纳国堂 妇又受骗 随即妇妇寻觅炎二回患 而炎二欲知隐意 使张老儿欲见无由 直至第三日 使得见面 炎二吉则已不早来之词 张老儿并恕不得见面之由 炎二正在行迹之秋 哪里便甘一患 说迎是通正赏赐 焉有假家之礼 原以张老儿贫劳无依 是肥混赖为此 将要面丙言通正宋司就办 张老儿本乃是雍 忽闻此言 如至子诈闻轰雷 心胆剧烈 只得抱憾而归 辅及殿门 而公义追破之声 宣田一事 正在无可如何之处 恰直住居客人 见其情景难堪 不忍见笔狼狈 特捐囊带纳税相 带至其满 炎二急到逼讨 时张老儿亦应欠债无偿 忧思成病 卧床必扑 自治不暇 妻女消腹 莫能及偿 故炎二得四例骂 百般所诈 张老儿妻仇事 女原春 见炎二破逼 碎面肯烧宽其限 炎二欲见原春美貌 便欲共赴桃妖 先自包藏货心 利宽其限 父以遂迎相助 扬为慷慨而去 时盖欲借此意 买好于仇事母女也 待去后五月不来 时有预算 炎浅李三妈 为没说清 而张老儿夫妻 已为其女 与炎二年纪不当 兼职不允 炎二怒 父前李三妈致辞 称说如不允婚 即要还淫 妾将借劝家改一十两 未五十两 欲及多久 以为协制之术 前来控追 经执患张老儿 道案 再三延续 所功不惠 名无顿词 随即换言二复制 经张老儿念证其非 所有假淫并碎淫等相 当堂成缴 而言二事事不服 违抗堂判 实属目无法计 存司经都会制大 岂容此等奸奴作恶 将来必至孝由 又查律宰家主作官 施约加奴 制作奸犯科 罪止君徒者 主照施简律革职 经通正严松 身为通正大员 不能绝查一家奴 遂至坑县良民 抗秒地方官员 实属不能防范 有亏执手 礼盒查照国律暗议 其家奴言二合问 一事事拨明重力 杖一百 发口外宁古塔充军 其家主照烂直施约律 照立格则 礼盒先行聚丙县台查夺 除以将颜二家号后半 和行降后县台查夺施行 特此深降 又深五成都查监察 御史王家静年月日 兵马斯徐玉邦 书立把善稿成静 徐玉邦看了 历时输了行字 书立即刻善证送静用印 历时深降到监察到处 这监察到御史姓王明苑 原是山东陵成人 由静氏出身 历任部署 特受经职 最是一个中职之臣 见了详文 及时收了境内 批道 如果言二不法 重力拨明 并用假银陷害贫护 大甘功令 养籍研究力来所犯次数 陆功详报 后聚奏请指定夺 先将张老儿保释 如致讯 再行传唤 无得滥行积压 年钞并发 这详文一批 发了兵马司 赶不领尊 即命张老儿取宝 回家后讯 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那王术即日 剧本奏之 家境地看了本章 私存道 严亲为何施查家人 致被有私参奏 这事国家定力 爱难辗转 遂诸批道 通正司严嵩 有无纵容家人滋事 这三部大臣 秉公确训俱奏 如须作乌 先将该指挥臣 审员游路报 后指定夺 指意一下 三部大臣领旨 即来请严嵩复制 看官 你到三部大臣是谁 小子说来 兵部尚书唐英 行部尚书涵稿 太常似清于光族 这就是三部大臣 明朝定例 凡有在京大小官员 做监犯科者 接传三部会训 当下严嵩听的有指 发到法司衙门后看 不经惊恐 埋怨到 这奴才好没来由 有线影子 怎么闹出这般大事来 连累于我 既经奉旨 不得不去 遂换了轻衣便服 来到三法司衙门 恰好三位大臣 身堂 严嵩旨的 低声下气的 报门而进 正所谓 既在矮言下 怎敢不低头 严嵩既进了大堂 只见三位大人端然坐鱼坐上 严嵩旨的上前行餐 寒稿道 通正司少礼 请相防少坐 有话再来相请 松一退 少请寒稿吩咐左右 将人饭带上堂来 须于张老儿 严二具已带到 跪于堂下 寒稿吩咐把家松了 然后问话 左右立即把家脱松 人带严二上堂跪下 寒稿道 你就是严二吗 严二扣头道 奴才便是严二 寒稿道 你身冲通正司家人 自有吃者 何故重力放债 假银片献 改写借券 极致贫护 富感乐取人家闺女 这就罪不容诛了 你可知死吗 严二扣头 奴才并不敢所赖良名 借银徒利 这是有的 求大人参详就是 寒稿道 既是奴才 哪有许多银子借于人家 敢是在外勒诈人家的吗 严二扣道 这个奴才怎敢 此项银子 乃是家主平日赏赐的 寒稿道 哪有赏赐的许多 我也明白了 必是你家主交予放债的事真 你却于中轻易 故意骗人 可是的吗 严二道 家主身为大臣 嫌敢放债图里 还望大人 想查寒稿 看见严二口供太监 不肯成招 便令带了下去 遂唤张老儿上堂 细问一遍 张老儿就照着 前功指柄 唐音听了 想一想 便向寒稿耳边称说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寒稿点头 便令把张老儿 缴得甲银 并遂银二项 成了上堂 换左右 请严嵩说话 须于嵩制 唐音道 通政不合 与银子这奴才放债 故有今日 如今这定甲银 严二兼公事通政 原对银子 说这般如此 只恐有类足下矣 严嵩指道 真是严二所公 乃作一道 在下缘有些虚银子 交予颜二身习 彼其借此养善 并非图立肥囊 哪有甲银之理 只是奴才自行换义是真 列位大人 修听此人谎公 寒稿道 银子现在这里 足下可看一看 是缘物否 遂将甲银帝 与严嵩观看 严嵩接着看了笑道 哪里是在下的 即在下的银子 交予此奴手上 具有字印 列位大人不信 可及令此奴来面证可也 寒稿便令取过 严二上堂 严嵩一见大怒 骂道 该死的奴才 私用假银 还敢赖我 我平日交予你的银子 皆有字印的 为什么在各位大人面前污主 严二听了不知所以 含糊应道 也平日交予小的银子 果有字印的 此定无印 乃是张老儿换转了的 唐英听道 是了 是了 你主是个高官 哪有这项假银来 都是你换了的 遂请严嵩方便 随即令左右 将严二人附上了掌家 把张老儿释放回家 吩咐退堂 三位大人商拙 要将严嵩荣 纵家人出本放债字样 据本身走 唐英点头道 如此圣善 三人遂连弦上本入走 家境看了 心中偏袒着严嵩 乃清批本为云 严二借主放债事时 甘连家主 殊属有因 此所谓城门失火 殃及持余者也 正已洞悉其情 资者将严二家号三个月 其满账事 已尽将来 严嵩者隔职留任 已是失察之久 张老儿免疫 清词 旨意下了 三部大臣旨的 尊旨发落 正是 世上无财不畏约 朝内有人好做官要 之后是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十四回 大总裁思义乌文确说 甚至一下 三部大臣旨的 尊旨办理 严嵩凤 调阁直留任 严二家号不提 光阴仍染 日月如梭 不绝又过三个月余 其时 严二业以松家 赴回严府 严松义开赴原职 为严二邪恨张老儿 时刻要寻世陷害 所恨无系可寻 暂且隐忍 又说 元春见海瑞屡次 有恩于父 心中十分感激 时对父母说道 海老爷在我们殿中 将近住了两年 父亲吕吕受他大恩 自愧我们毫无一些好处报效 心中甚是过意不去 如何是好 张老儿道 海老爷是一个慷慨的人 量亦不在于此 只是我们须记在心上 好歹报一报 他的大恩就是一日元春偶见海瑞族上的鞋子破了 便对父亲说道 你看海恩人的鞋子也穿破了 我亦欲亲作一双送他 了表我们的心 以为报恩之意 不知可否 张老儿道 如此甚好 亦使他知我妇女的心 便及时到街上去 买了鞋面上等南段 丝绒布里等相 买其回家 交与元春 元春道 父亲可到海老爷房中 寻他一纸就鞋来 做各样子 大小不致湿度呢 张老听了 急急走到海瑞房中 见了海瑞道 海老爷 我亦欲与你老人家借件东西 不知肯否 海瑞道 你老人家要什么去用 只管说来 张老儿道 小老看见老爷云履十分好样 亦欲借一指去 一样造双串串 不知肯否 海瑞道 这有什么要紧 便亲自取了一纸旧鞋 交与张老儿 张老儿接过鞋来 旧一道 改日送孩 岁相别 直拿到里面交与元春 元春便收下 四日照着式样 把段子裁了四页鞋面 亲自用心描绣 不属日已经绣起 果然绣得如生的一般 又将丝线滚锁好了 随又拿白布裁气成底 不属日夜已告郡了 是日将心病就一起地 与父亲送去 张老儿接鞋一看到 我儿果然做得华丽 即便欣然首武足道 急急地到街上买了一盘馒头 回家将一个盒子剩了 送进客房 见了海瑞 那头便败 海瑞不知其故 忙晚其说道 老人家 此理何来 张老儿道 小老吕吕蒙老爷恩必 无可未报 左小女清秀珠吕一双 送与老爷穿着 聊表寸心而已 海瑞道 不过略未方便 何足未念 又老姑娘费心 断不敢领会 张老儿道 小女屈屈薄翼 起足未尽 老爷如不肯上脸 使小老何家不安 海瑞道 既蒙你妇女一番心意 在下指领一指足矣 愚者绝不敢领 张老儿笑道 邪是一对地 哪有受一指之理 海瑞道 我本不敢收的 只是你老人家一番后意 故此不得已收下一指 以为他日纪念 张老儿道 收下一指 也就罢了 只是这几个点心 还要望老爷 再一赏脸如何 海瑞道 瘦了鞋 这就够了 点心是绝不敢领的 张老儿再三央求 海瑞绝不肯领 张老儿无奈收回 海瑞瘦了这一指鞋子 看见果然刺绣得好 玩事良久 收至相中 暂且按下不提 又说 颜二依心邪恨者 张老儿 恨不得一时巡视陷害于他 事直家竟有指 要选公妃 凡有人间美女 拒着有私送经候选 这指意一下 各省亲尊 纷纷挑选 陆续进京 自不必说 颜二听了这个消息 满心欢喜 自私辞恨可消以 岁江源春明子面貌令化工会了 就假传言松之意 送到大兴县来 那大兴县姓中明法三 见了画图 吃了一惊 说道 天下哪有这样的美女子 真天资国色也 岁及时来到张老儿殿中 把张老儿换了处来 道把张老儿吓了一跳 战战兢兢的出来跪着 知现道 闻得你的女儿生的美艳 当今皇上 亦已知道 现有画图发下 这本省钱来相艳 可及换出来 待本献艳过 好去复旨 张老儿道 小女乃是村鱼下见 蒲柳芝芝 怎能配的天子 知现道 这是皇上旨意 好好叫他出来一看就是 张老儿不敢有违 指的镜里面 把元春换了处来 元春大惊失色 指的随父亲出来 见了知现 深深下拜 知现定睛一看 果然勾人魂魄 说道 果与画图上不差 今可随了本献回属 令人叫洗礼仪 呆等香车宝马 送进宫去 管叫你想不尽富贵 旧即吩咐左右 立换一尘小叫上来 将张事先送进书去 张老儿哪肯容去 急急换了仇事出来 一起跪在地下哀肯 知现哪里肯 吩咐诉诉诉上教 如为以抗为圣指定罪 张老儿不敢再抗 眼巴巴望着女儿上教而去 知现压后而行 仇事哭道在的 反是张老儿再三劝位 使海瑞一来相畏道 二位不必悲弃 令爱俱此才貌 此去必办君王的 二位就是贵妻 富贵不绝的 况他是奉旨来照 纵是哭流 也是无用张老儿听了 方才渐渐止了哭泣 止得安心静听消息 正所谓 眼望洁惊奇 耳听好消息 再说元春被知县贺令 左右强扶上教 来到内属 姓有知县夫人为他宽慰 元春自私薄命红颜 今已至此 亦不悲弃了 知县大喜 历时令人制造香车宝马 以及锦绣衣服 忙了半月 诸事停当 此时元春一席 熟了建军的大礼 中知县便来见内奸王凯 将元春来历被戏告知 肯托王凯带奏 王凯应允 臣便奏之 家境大喜 即命王凯以公车载入内庭 果见元春生的如花赛玉 虽西子 太真无以过之 龙兴大悦 令被宴在西华院 与元春欢宴 事业 帝与元春共寝 十分欢喜 赐日急策位贵妃 令内奸持千金赐与支县 将张老儿亲赐一品 仇视为陈恩一品夫人 另有彩段 黄金 玉碧等项 伺机甚厚 此即张老儿诈音显觉 又的亲赐许多东西 竟不知所措 唯有望却机扣而已 又来扣谢知县 中法三看他是各国妻 及及开门迎接 被及牵后 张老儿道 小女若非大老爷 焉有今日 此恩此德 何时可报 知县道 岂敢 此事娘娘洪福 与蒲何干 但是国妻 相有定制 公经即位贵妻 自当珍重 就业和行器却已 张老儿道 大老爷吩咐 本当从命 但是小店上 有一位海老爷在店中 住了二载有余 经一旦改业 岂不撇下了他 知县道 这是客人 哪里住不得 何必介意 张老儿道 不是这般说 这位海老爷 虽是个客人 然有大恩 与我家者也 经得富贵 岂忍弃之 知县道 既是恩人 不忍相弃 就留下这店 与他居住 就是 大人与夫人 可到碧衙来住 呆等造了府地 然后迁去 遍了张老儿 应诺 告别回店 将此事对海瑞说之 瑞曰 这事本该如此 但宝殿物件太多 只恐在下一时 不能照拂 若有遗失 心中过意不去 况且场旗在即 会事后即便延续 久欲迁住别店 恰好相职 就此交海老大人变了 张老儿道 如此岂非是老桌 故意推出恩人吗 这却反胃不美 如今恩人且在屈些时 待会事后再去不迟 若今日迁去 人皆说我父心人也 在三强流 海瑞指的住下 为己便是场旗 海瑞打点会事 自不必说 再说是岁会事大点 家境地清点 几贤大臣位大总裁 你到哪级位 大总裁通政司严松 大总裁礼部尚书郭明 副总裁兵部侍郎唐国茂 副总裁詹事辅佐春房胡若公 提调官兵部侍郎王郎 监事官太铺四清省卫霞 巡风官光路四清应援 监事官内阁学士刘兵 内联同考官 汉林院士读学士朱卓云 汉林院检讨五乡 刑部主事刘景 公布郎中李怡静 护布郎中果长 给事员外郎白亮祖 太子喜马周深 汉林院士读学士吕之姬 士读学士胡湯 太长寺少青路和杰 外总巡察官 布军统领议等陈恩其国公张志伯 左卫都指挥开国陈一伯刘春 其余在世人员不必多罪 到了三月初六日 各官入围时 盐松是各大总裁 自然另聚一番模样 各官聚不心服 盐松与众人大不相能 所以各怀异象之心 暂且不表 到初八日 各省举子分分人为 海瑞一道共愿 点名以弊 各归号舍 初九日五根就出题目 首题 大学之道一章 四题 君子物本一节 三题 足时足兵一章 师题 父的春雨如高的素字五言八韵 题目一下 各举子前思默想 海瑞更不思索 一挥而就 头一个胶卷 就是姓海的 到了二场 五经文论 海瑞做得十分流利 三场测问 一中十笔 海瑞自存荆科姓或获授 意味可定 遂在殿中静后放榜 再说海瑞的卷子 是朱卓云首见上去 三位总裁 据称探不已 以为会员 非此卷 却再没有第二卷 可得的 千位一致第一 为言松怀恨妒忌 自存他们 看我不上眼 我是个正总裁 主正在我 我却偏偏不忠他 遂在卷上 免故意弄了油纸在上免 到揭晓日 四位总裁都在制宫堂上 共义五魁 三位都说此卷可以中原 为言松摇手道 不得 不得 众问何故 言松道 列位还不曾看见吗 你看上面粘有油纸 这却不得阅历的了 郭明道 这是我们里面沾了的 却不与举子相干 若是自行打污的 收卷官就有证明 房师也不见上来了 岂可因此趋了此人之才 言松道 但看其纹理由甚平常 竟不忠之 故意将卷子撒开 另取别卷抵换 正是 公民皆命定 偏欲丧良人 毕竟后来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十五回张贵妃卖旅访恩 却说言松心怀妒忌 要显自己厉害 故意把贡献的会员卷子撤了开去 另换一卷上去底部 把榜放了 故此海瑞名落孙山 无情无序的 不经长叹 海安道 老爷不必如此 经科不得高中 明科再来救世 海瑞道 功名得失 故不必愿 但此刻盘费都没有 如何归家 海安道 昔日张老儿贫困时 老爷屡捐克囊相继 如今他已富贵了 何不向他略借百余粮 以作路费 下科复考带来 还他就是 海瑞道 你们哪里知道 张老儿到底不是读书的人 经着偶因女儿诈父诈贵 我却向他借贷 则平日互为他的心事 也尽父之流水 旷我曾有言说过 会事后便迁居的 如今名落孙山 富有何言再去依人相见 迁居之后 再图归记 你二人可到外边寻觅旅店 迁了出去 再做道理 海安不敢多言 便去寻觅旅店不提 再说张老儿 因女儿诈的富贵 此季就有许多官员与他来往 这一日是哪一位大人相请 那一日是哪一位上书部唐妖影 所以无一时空闲时节 这仇事亦不时到宫里办事女儿 那店中并无一人往来 海安寻着了旅店 便来说之 海瑞看见张老儿不来店中 遂作一书闸 以为留别之意 其书云 萍水相逢 尽沉默逆 三载娇气 自卫情音 诸臣关注 赶何良生 更喜天宠诈家 焦房亚后 贵勋之庆 欣慰故人 锐命图多简 适路蹭灯 两颗布寿 图有名落孙山之坦 经意图归记 故以赞别东道主人 竟因老丈贵物分云 不获面词 所有店中食物 据以照点 如树风至顽固 并请临人眼瞳点齐 封锁店门 以后翁归简点 所有厚恩 统厚将来贤节可也 定其归日 令当公亲拜词 专辞不达 并后生其不一 晚生海瑞 顿首海瑞 把书信写了封固 令江房内食物 逐渐开注 明白命海雄 请了左右灵人来到 告知悲戏 并请他们眼瞳 简点一次 食物各件 交付清楚 随与灵人告别 一进搬到 东四牌楼旅店 住下 徐图归记 笔记张老儿 回时 海瑞已经搬去两日 灵人被江言语告知 张老儿不慎赞叹其忠厚 即镜里面 看见了一闸 自毁不该前日到某人家去饮酒 以致不能与海瑞恩人一见 深以为恨 暂且不表 再说元春季蒙恩宠 贵长交房 然时刻念着海瑞之恩 未尝须于望报 这一日看了新科近世路 却不见海瑞的名字 叹道 和私人之不偶也 他的才学以及心术 慢说一鸣近世 即使状元亦不未过 怎么偏偏名落孙山 这是何故 想起当日我父母被炎二强迫之时 若非海恩人相救 焉有今日之荣 受恩岂可不报 但恐他看见榜上无名 急易归继 我纵在皇上免前提切 他也是枉然的左思右想 呼见仇事进攻而来 元春便问道 母亲近日海恩人在殿中坐何景况 仇事道 他见榜上无名 竟牵去了 临别之际 你父亲不在殿中 他便邀了左右铃人到殿内 将他房内所有的物件 逐一共同查点明白交付了 然后牵去 又不说是牵到哪里 即你父亲回殿 使之背戏 又得见留别疏杂 只言不日就要启程 再来面此等于 我想此人真是个诚实君子 来去分明 真是令人起敬也 元春道 不独诚实 而且一霞 我家若不得他为户 只恐此时你我不知怎生样子了 只可惜他终不得一鸣尽士 我如今却有心要弄顶纱帽与他 只是不知他还在今尘否 仇事道 以我料之 此人必不曾去 元春道 母亲何以知之 仇事道 海恩人说话 是一句只说一句的 他书中曾言有了定期 轻道此行 若是回去 必来我家辞别的 经不见他来 是已知其必不曾去 但是今尘地方如此宽阔 东西南北 不知他住在哪间店而里面 况且他是个最成前的 在我们店中住的时节 你也见得 无事不肯出门少利一回 就是他两个家人 亦不许出外走走 如此时难寻觅的了 此事你有此心 而彼无此机会也 元春道 只要用心访寻 哪有个寻访不折之理 我想起当日在店中 曾坐了一双绣鞋 相送与他 他只受了一纸 以为日后纪念 此时我亦将这一纸收拾好了 如今现在实习之中 明日我只换一个内奸 拿了这一纸绣鞋 在各门内呼卖鞋子 只是一纸 再没有别人肯买的 若是有人呼买 就是海恩人了 此却最妙的 见了海恩人之时 我另有话说 叫他在此后者 我却在皇上面前 带他弄顶纱帽 一梢敬你我报恩心事 仇事道 岂不闻古人云 有恩不报非君子 有仇不报非丈夫 这两句说话 你我正当去做呢 元春点头称赞 到了次日 元春换了各内奸民 换逢宝 吩咐道 我习年在归中 绣有一双鞋子 即后失了一纸 再没心神再做了 如今这一纸上在这里 我亦欲命你绣了此鞋 悄悄地出了宫门 到街坊上去 只将这鞋叫卖 若有人叫卖 你便卖了它 但只要问那人 姓圣名谁 即来回我 不得张扬自有重赏 遂将一纸鞋子交于冯宝手中 冯宝接鞋扣谢 悄悄地出宫而来 一路上逢人便叫 卖鞋 人人看见是一纸鞋 只管叫卖 各个言口而笑 都说他是呆的 冯宝一连走了两日 却不曾遇着一人叫卖 直至第三日 在宫中吃了早饭 却从东四排楼这边走出来 亦是一般样叫换 暂且按下 又说海瑞自搬出了张老儿殿来 终日思想归记 只是没有银子 如何回得月东 亦欲向同乡亲朋告代 自念交由极少 只有潮州李纯阳在汉林院内 就是徐玉邦在兵马司任内 其缺亦是倾苦 与者都没甚来往 怎声开口求人 又念妻子在家必要玄望 量此时亦已得见新科路了 知我落榜 不知怎声愁闷呢 自思自想 好生难过 无奈指的往李纯阳处走走 刚出门来 恰好遇着风暴 手拿一纸绣鞋叫道 卖鞋 连身不短 海瑞看见 就愣了眼 猛神道 这一纸鞋 我好像见过的一般 是了 是了 不错的 就是张老儿的令爱相送于我的 此季只收了一纸 现在箱子内 如今这一纸 怎么落在这人手上 量必有个十么远古 待我换转他来 再坐到李便即赶上前去 叫道 买鞋 买鞋 换了几身 那冯宝方才听见 回转头来 问道 香公你要买鞋么 海瑞道 正是 请到小店 议价如何 冯宝暗中欢喜不叠 遂随了海瑞 来到店房坐下 冯宝问道 香公 果是要买么 海瑞道 果然要买 不知此鞋一纸 还是一对地 冯宝见问 心中疑惑 应戴之约 一对 哪有一纸卖的钱的道理 海瑞道 如此不合适了 冯宝急问 何故不合适 海瑞道 在下也有一纸 与尊价这纸相同 故此要买 若说是一对 只恐胜了你的一纸 岂不屈了你的么 冯宝问道 原来香公也有一纸么 岂借一观 可相像否 香公意下如何 海瑞道 这又何妨 便令海安开箱 取了处来 冯宝接过手来 将自己的一并 就是一对而所出的 丝毫不错 阴暗暗称奇 喜意浓浓地说道 香公 这一纸果然 与在下的合适 想又都是一手所出的了 怎么只有一纸 道要请教呢 海瑞道 这一纸邪儿 却有个大大的缘故呢 待我说来你听 便将史莫被细说了一遍 冯宝听了 史之原委 应问道 香公高姓尊名 海瑞说了姓名 冯宝听了道 原来就是海老爷 失敬了 如今在此久居的呢 还是赞誉的呢 海瑞道 本你即归 只因缺乏路费 难以走动 故而迟延至今 左思又想 郁郁无聊 只得散步 往里汉林处走走 刚出门来 偶见此邪 因而处起旧日之情 请问架上 这些儿却从哪里得来的 其道奇想 冯宝道 说来话长了 我有几句话儿 你是猜一猜看 海瑞道 凡说来 待在下是猜中否 冯宝朗迎道 家住京城第一家 有人看你赏公花 三千粉袋归我约 六院儿没认我茶 日午娇蓝香偶梦 夜深筋骨破窗沙 冬军袭的娇花枣 故服甘霖夜长芽 银币 海瑞道 猜着了 莫非架上是宫内来的吗 冯宝道 怪不得你们读书的这般厉害 一猜便猜中了 我只对你说 咱家不是别人 乃是内宫西院的私礼监 昨奉张贵妃娘娘之命 这咱家拿这鞋子出来叫卖 说是有人要买 就要问了姓名 历时复旨 却原来皇家娘娘受过老爷大恩的 故此招咱家钱来密访 想是要报老爷的恩了 老爷可住在这里 听候咱家的姓 自然不错的 遂及告别起身 回宫而来 见了张飞 跪下说道 娘娘 奴才为主子访着了 张飞便问 访着时吗 冯宝道 容奴才细奏 便将如何遇海瑞 叫换买鞋 逐一说之 张飞听了道 是了 是了 不错的 你可认定了他的住址吗 冯宝道 奴才已经认得了 故此回来赴旨 张贵妃道 你明日可将他那只鞋 而拿来我看 我自有话说 冯宝应诺 四日天明急急起来 连早善也不用 一进来到东四牌楼 到海瑞房内 彼此相见了 冯宝被将张贵妃 要看绣鞋一劫 对海瑞说之 海瑞道 谨遵台命 乃其身取出来 交与冯宝手带回宫去 冯宝大喜 作别而去 正是 山穷水尽已无路 柳暗花名又一村 不知冯宝将鞋拿进宫去 张贵妃怎么发落 且听下回分解 海宫案第十六回 海刚风 穷途受赤 却说冯宝取了鞋儿 急忙来到宫中 见了张贵妃 将鞋儿呈上 张贵妃看过 果是原物 乃吩咐冯宝道 你可去传我的话 称他做海恩人 请他暂且安心住下 寻日之间 必有好阴报他就是 冯宝领命 赴到海瑞殿中 口称 海恩人老爷 娘娘见了鞋儿 认得是自己原物 叫我来对恩人说 赞且安居 寻日之间 自有加阴相报等于 海瑞谢道 下世相遇 有何得能 感望娘娘费心 相凡公公带奏 说我海瑞多臣娘娘景念 已是顶当不起 焉感在景清怀 善为我辞 则感激不尽已 冯宝道 咱家娘娘是各知恩报恩的人 老爷只管宽心住着 咱家告辞了 海瑞送出店门 冯宝又叮咛了一番 方才回宫负命不表 元春此时 即知海瑞下落 便欲对家境皇帝说之 求赐一官半职 以报厚恩 指示海瑞与己无亲 如何敢奏 左思右想 忽然叫道 有了 有了 就是这个主义少请 驾临西院 元春接驾 山呼臂 帝次平身 另旁坐下 内侍把三峡水炮上龙团乡名 帝隐碧 对元春说道 今天天气炎热 灰汗不止 雨清到荷花香亭避暑 看宫女彩莲霸 元春道 臣妾领旨 锦随龙驾 内侍们一对对的摆队 一派古乐之音 在前引导 帝与元春携手 来到荷花香亭上坐着 那亭子是白石雕气成的高厂 四面竟是玲珑窗格 对着河池 那池里的荷花 红白相间 下面有数十队鸳鸯 往来游戏 又有画坊树队 是预备公额采连的 此时地宇张飞坐于亭上 只见清风徐来 遍体皆爽 吉令宫女曲瓜果血偶之类 吉美酒摆在亭中 与飞共饮 帝在居中坐 张飞在拜把展 帝饮树碑 令官儿谈唱一曲 只见张飞眉头不展 帝笑问道 清往日见证 欢容笑语 为圣经日愁眉不展 却是为何 莫非有圣不足之意吗 元春连忙俯复 口称 妾该万死 臣妾是锦下见 蒲柳之姿 蒙臂下不弃 列以嫔妃之之 则恩施二天 妾时出望外 受恩继生 长孔不足以报告后 臣妾时有下情 感冒奏天言 扶起恕罪 帝笑令官儿晚起 道 亲且坐下 有事告证 正当为亲人之 元春在拜奏道 臣妾本乃下见之辈 习在父母豆腐殿中 饥寒莫胜 上年一家聚病 父母将为 姓有广东穷山举人海瑞 在妾殿中坐狱 见妾一家无依 亏他慷慨 屡捐克囊 为妾一家医药 岁得申全 精妾的事至尊 父母巨贵 为海瑞落拓金城 不得归家 妾闻此情 心中时不忍 自恨弱智 不能少抱其得 故此闷闷不乐 不于为陛下察觉 妾万死不容此以地 听罢大笑道 正直到轻位者时么 却原来为此 这乃小事 何须介意 他既是举子 怎不复事 甘于落拓呢 原春复奏道 彼曾入围 怎奈名落孙山 被江海瑞初次入京 悟过场旗 逐细奏之 地道 此人功名不偶 命运坎坷 正当与清代未报得旧事 原春连忙谢恩 欢呼万岁 帝即令取了纸笔 轻书道 海瑞怀才不受 功名不偶 此你命述使然 正特启之 这次尽世吉地 力不知兆 即已如学提举全用 轻辞 写必 帝与原春看到 轻易云合 原春复山呼败谢 帝令内市即将上 愈发雨例 不知道 随与原春共饮树碑 方才散席回宫 再说海瑞在殿中 思想逢宝取协去了 不知作何景况 正在沉思之际 呼闻外面一片深宣 瑞急令海安出看 海安走出殿来 只见几个暴露的 内中一个手盆暴条一张道 哪位是新近世海老爷 快请出来 待我们寇贺 满殿人都道 他是疯癫的 这个时节连电视都过了 无为又没有嫩早 报什么近世 大家都笑起来 海安道 我家老爷姓海 既是终了近世 可拿暴条来看 那人便将手中的暴条展开 只见写道 捷暴贵遇大老爷海应瑞 蒙旨特赐额外近世吉地 海安看了 心中暗暗称奇 便把暴条拿进里面 对海瑞说之 海瑞大喜 急望却谢恩 打发报子去了 正欲回身 又见有人来报说 是利不差来的 海瑞接了展看 原来是牵授浙江淳 安献如学 海瑞心中不慎大喜 即打发了报人 次日官大夫却谢恩 随道利不败谢 那利不看见海瑞 是格外恩赐的人 料为天子所知的 便加一相待 自不必说 次日即令人送其文凭道遇 海瑞此季既得了文凭 只是苦无盘费 不得赴任 想起李纯阳与他最后 便连夜来见纯阳 欲借影子赴任 李纯阳笑道 似此小弟实属不情了 帝自道经以来 经以六载 家中复过两次迎来经 现在拮居之状 莫可名言 但帝与兄相交最后 亦不容辞 十两之姿 可以免为应命 信故人物已不情见怪也 海瑞道 帝一只凶拮居 但是在燃眉 不得已而犯夜行之解 纯阳道 兄莫言此 令人惭愧 遂令人取十两银子出来 亲手地与海瑞道 为敬物审 海瑞再拜称谢道 蒙兄分用 此得当名武中 闲话一回 方才别去 回至狱中 只见逢宝手捧一个黄警包袱 坐在殿里 一见了海瑞 喜笑相迎 说道 恭喜老爷容认 娘娘特着咱来道喜 并有沉浸相赐呢 说吧 把包袱双手送与海瑞 海瑞接来 觉得沉重 说道 海瑞何得何能 屡费娘娘后意 便忘却谢恩 然后收下 冯宝道 娘娘说 恩人老爷路上需要保重 历任放心做官 有甚事情 自有娘娘担当 说吧 起声告辞 海瑞主道 凡公公带奏 说海瑞不能面谢娘娘恩典 唯有朝夕焚香顶住 愿娘娘早生太子 冯宝应诺而归 少请仁报张大人道 海瑞急急出营 却原来是张老儿前来道喜 并送陈仪 彼此先谈了一番 方才别去 海瑞将张飞警符打开看时 却是三百余两文银 又将张老儿的拆看 是一百两元丝 此时海瑞有了四百两银子 既及到这盘费之外 上剩三百余两 满心欢喜 即将世间所借 李汉林十两银子 原封包好 另将一百两银子 包在一处 作书一闸 其意掠云 一箱结居 行贝欺然 地意冷曹泪凶 时不得已而为之也 幸而天价我便 晨曦愿张贵妃 会我三百斤 又刀张贵妃 赴张公会我百两 指此何哲之计 呼吸江之水 直苏旧何余 除应用费用外 尚余三百两旗 故人亦在何结之后 我敢不失一息江水 而苏何复乎 除江源银归罩外 令据百数 少表故人之情 信物见阙 专后生其不备 海瑞公败血臂 江源银并百两一包的 连输着海安送去 随又修下家姓 亦是一百两银子 令海雄交予千里马 赴回越东省城 转寄穷州 打点明白 立即收拾行李启程 主仆三人出京去了 再说严嵩自从开赴以来 百计银元 美在地前献媚 今日暗奏这一部大臣贪赃 明日冒奏那一般武将带完 第五不准 不知处隔了多少官员 第十分宠他 不属越就生了行部侍郎 严嵩威权越大 是燕月赤心恨张老儿不死 凡的大官身为内妻 美美私欲中伤之 岂知天不从人 海瑞去后张老儿一并不起 数日便死了 地面其国妻之贵 赐银开丧 赠泰师 是真侯 严嵩欲加恼恨 此时严嵩威权日盛 文武多有依附其事者 不均统领张智伯 因嵩的封国公 嵩申子明是藩 未周岁 张智伯及已幼女攀清 其女长是藩一岁 二人及定了清 彼此勾结作奸 欲绝卖官 种种不法 地颇有所闻 而不依问 嵩又建造府地 阔石寝 其中花园亭械 与宫中相等 正是天上神仙府 人间宰相家 松又以美女十名 教义歌舞 各穿五彩云衣 每当眼前舞蹈 望之如五色云景 灿烂夺目 名为霓裳舞 唱演祭经 宋家敬帝作乐 帝月宠贵 吉家太宝贤 申力部上书 兼协办大学士 张智博在经济酒 亦欲讨个外叉 出去快活快活 就来央求严松 松道 外叉不过指挥 寻案 公乃一品五职 两缺巨不合力 除非清差方好 张智博道 静闻各省多有清销躺向 库中多有窥空者 大人何不奏请圣指 差某前往清茶 借此可以少申心志 躺有所入 敢不与大人南北门 严松点头称善 即日据输入奏 以各省亏空太多 非专差大臣清茶不可 躺用文臣 为免观观香味 五职出巡 则有功无私 茶部军统领位 仁忠厚联名 可冲辞职 帝己允奏 正是 一封朝奏入 百害日滋生 毕竟张智博可得外叉否 且听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十七回 所会网诸县令 不提言松专权 再说那张智博 奉了圣旨 即日收拾启程 由直立山东巡查而来 一路上毫不威严 投其写的是 奉天巡查四字 带领兵部 萧齐百余人 请了上方宝剑 锁过周县地方 有私无不悚然 额外的供应 也如半里黄茶般 张智博满望席卷天下财物 故以先申夺人 方初今来便善作威权 首先挂出一张告示 清诧总寻天下纠查 玉国公章 为小玉士 照的本决公应解命 总寻天下各省钱粮 以及贪官污吏 受恩济重 图报邮奸 本决为有一柄制功 饮水如枣 以其养父圣意 所有各省仓库钱粮 均印彻底清查 如有亏空 即行巨奏 并各省命道 监拐重情 如有贪官污吏 稀图贿赂 故意出入者 一经察觉 或被告发者 依照实据题 绝不稍未宽待 各一自爱 无知是其 预告 这告示一出 沿途周线 无不心惊胆战 传递前途 以做准备 谁知这张智薄立法虽严 而刑法实宽 只管打发家人 遇通关节 所过周线 乐要补折夫嫁赢一万 照办则免盘结 否则故意寻细陷害 所以地方有私 莫不送财 以图苟免了事 一日 寻至山东立成县地方 这立成县之县 信薛明理晴 乃是山西匠州人士 由近市出身 即用之县 为人耿直连戒 自从道任以来 只有两袖清风 并未受过人间丝毫才会 和县百姓 无不知其贤能 素有连力之身 这日阶的前途地道公文 报称张国公奉 只寻查各省前梁 官吏 并有私书 担到其中漏归之意 这薛之县乃是一个穷官 哪有许多财宝奉承于他 况且自私道任以来 并无一毫过犯 暗读清理 量亦无妨 只被下公管犯 时夫马等相而已 先一日 就有张辅家人来打头战 带领二十余人来到县中 高深大教之县姓名 这薛之县已在唐厅的明白 心中大怒 只得走江初来相见 那家人端坐堂上不动 问道 你戏知县吗 薛公应道 指某便是 那家人笑道 好大的现影 既知国公爷奉旨到此纠察 你为什么一些都不预备 直至我来 人是这般大模大样的 你可知我家公爷上方宝剑的厉害吗 薛公听了道 避现荒凉 没有什么应酬的 只是夫马饭时 早已被下了 专等公爷经过旧事 那家人便道 怎么这般的胡混 难道前途的有私 都没有一毫知会与你吗 薛公故意道 前途虽有公文先道 亦不过知会 预备快马迎送而已 那家人大怒 骂道 你这不知好歹的东西 故意装聋作哑 少请国公道来 好好叫你知道 说吧 静自去了 知现颇知不妙 只是不肯奉承 任他的主义变了 少请 张智博领着一行从人来道 薛公只得出锅迎接 张智博吩咐进城歇马 知现便在前引道 引道攻谢 张智博坐定 薛公入见 请了安 势力于策 张智博问道 贵现仓库 可充足否 知现打拱回道 仓库充足 并无亏空 智博又问道 县中暗读可有冤 亦久至不申者否 知现道 卑职自立刃以来 暗无大小 昔皆随空随问 并无久弦不截之暗 智博所问言语 不过是故意恐怖的 好呆知现打点 谁知这薛公毫不奉承 对答如流 智博心中有些不悦 便作色道 既是贵现暗读无至 钱粮充足 本爵清奉圣旨 是专为稽查纠查来的 贵现虽则可以自信 然本爵亦须过目 方可复旨 就凡贵现立备清单 好呆本爵查文 知现不敢有违 打拱到 谨遵抬命 呆悲直回属 立者疏立开列 陈上旧事 智博道 不须回去商着 就在这里开注 便令人取过纸笔 放在面前 勒令书写 不容迟缓 薛公无奈 指的当堂写明 先把仓库前梁开列 后把各房案件 开注陈上 智博观看 只见写着诗 立成县之县薛李勤 仅将县属管下苍米古时 开列 既开 天字第一熬 注米1569 十零三生六合七勺 得字第二熬 注米1230 二十二生七合八勺 玄字第三熬 注米1725 十六豆一合一勺 黄字第四熬 注米1070 十三十零二合 羽字第五熬 注米925 十一生七合三勺 咒字第六熬 注米1010 十二十零三合 红字第七熬 注米810 十零七生二合三勺 荒字第八熬 注米912 十三生三合七勺 长风仓谷石列后 冬字熬 注米2825 十三生八合三勺 南字熬 注米1010 五零 西字熬 注米1052 生九合一勺 北字熬 注米915 十七生一合 上下中 上下周末四熬 每熬注成 股310 三十五零 库存钱粮 的丁银 除暴销外 十存银38753 两六 前三分七零 各房案件开列 行房命案位 结贡 一十三件 以结贡 一十八件 兵房到案位 或贡 二十八件 以贡 贡 一十三件 礼房拐间两案 未结案 共五件 以结案 共一十一件 右护房婚案 未结共一十六件 以结共一十六件 护房填图案 以结共一十七件 未结案 共二十一件 两屯两房 未结案 共一十七件 以结案 共八件 立宫两房 并无未结案件 至薄看臂 把清单收了 对薄公道 贵现今夜 且在公谢 歇宿一销 待本觉明日 一起跟同 查验可也 薄公应诺 晚上令人 取了酒饭 上席 至薄一概不识 人就发 还出来 那些家人们 要这样 要那样 稍有不到 百般辱骂 薄公明知 他们有意寻衅 只是诈作不闻 任由他们 叙叙叨叨 指示不理 到了二更时候 忽有一字 称张智博的 心腹家人 进来 与支县攀谈 自言姓 汤明 新查 应与支县 言及 钱粮仓库 之事 支县道 本县 原意 有亏空 乃是前任 相言下来的 在下阶传之时 叶以丙名列 未上线 方才出节的 现在收准 已定之后 并无一毫 亏空 汤星查笑道 太爷故事 不曾亏空一毫 其如上手中轻 何以混接 至恐国公不准 向来清差出巡 皆有定力 所过周线 均有备补一架银两 以免苛求茅思 金太爷何不仁寻旧力 可免明日多事 不知遵义如何 倘若有意 某情愿先为少界知献孝道 管家有所不知 想在下一界平如 十载寒窗 轻瞻作破 铁验磨穿 一朝侥幸 两榜成名 世事远方 两袖清风 亦情一鹤之外 别无掌握 家有老妻幼子 尚且不能接来 共享此五斗折腰之素 其中苦旷 目呆续言 而管家量能动兮也 哪有银子来做夫嫁 倘若国公不肯做情 明日吹毛求疵 亦为父之命述而已 汤星查见他兼职不从 遂掌叹而出 回见智博 被江言语说之 智博笑道 你且退 我自有以处之 四日黎明 智博吩咐从人 摆了队伍 一对对的来到县衙 知县随后一致 智博升堂坐下 先点过了书利差异 明测 随换护仓梁三房书利上堂 吩咐导引到仓敖 点试仓注米谷 书利领着米一看敖报数 豆一当面亮报 果然与清单所开相符 一连查阅八熬 并无差错 又来查试古时 一阶兆数 并无少欠 智博道 米谷照一开列 现在数目 故无少欠 但不知从前还有亏空的否 支线盲打工道 利有亏空 共计一万八干十有期 指示上手之事 卑职接任之计 也已柄上线报名在案的 智博和支 赋道库房查点营数 亦合现在清单 智博道 一线的库 只有这些虚之数 当时前任 亦有亏空否 支线道 自正德三年王线令 首上起 智前令指 共亏空三万八千余两 亦有通报卷宗可具 卑职接准移交的时节 只有这些数目 并未轻时半思 智博不达 复行深作 令各书力将所有未结案卷报上堂来查阅 须于 各书力抱着案卷上堂 逐渐报了案由 智博点过了数目 总奈不多一件 无可如何 心中转怒 指着支线道 你说自道任以来无亏空 怎么仓库两项均有亏空 且多过注的 不是你侵吞 更赖那里去 却如此贪末 要你何用 度国肥家 法难宽纵 若不正法 何以诉官方而紧将来也 吩咐 左右与我绑了 左右提起答应一声 不由分说 抢上前来 把薛公的乌纱除下 五花大绑起来 智博请出上方宝剑 令中军观斩气报来 左右已将支线促下 此季虽有同臣文武在侧 指的自顾自己 谁敢上前说个宝字 只听得薛公大骂奸贼 邪私假公 网杀民社 引颈受禄 百姓观者无不下类 而暗恨智博 己欲生蛋其肉 此时智博既杀了薛之县 即令县陈陆亨太赞蜀县士 又令人绑之县之最于通渠 以为打草惊蛇之计 四日智博起马望着江南进发 前途地方官文之此信 各个心怀畏惧 唯恐贿赂不足 竭尽名之以田贪贺 正是 兼权善作祸 百姓尽遭殃 毕竟后来张智博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十八回抗拳辱打棋牌 却说张智博善作威服 罔杀了薛之县 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那海瑞领了文凭 带着海安 海雄一路上水路寂静 不一日来到沈原 先到藩思处秉剑 艳看过了 然后到任 望着淳安县内来 那雪里的深渊 同营 都来迎接 海瑞一一相见过了 上任逝世 在雪里也没剩的事情 只好邀了那些深渊 道来训尊金义 所以深渊们都喜爱她 说她认真思夺 一日 海瑞偶然想起 我金乙德一直在此未官 却把妻子抛弃在岳母处 心中有所不忍 乃修书一闸 取了五十两银子 交与海雄回月 迎接家眷 海雄领了银闸 拜祠海瑞 搭了海船 望月东南而来 又说那张氏夫人 自从丈夫入京之后 就在娘家过活 谁知身中已怀六甲 到了十个月足 生下一女 张太夫人好不欢喜 诸事轻味料理 满月之后 取名金姑 此季张氏一面 抚育女儿 专判丈夫的捷报 到了次年五月以后 还不见一些生习 即越南宫市路 方知海瑞 名落孙山 为己有书寄回 称说流金素科 张氏又指的安心首呆 至本年的七月内 接的金钟家姓 使之丈夫不曾得中正榜 不知为何刀蒙朝廷 特赐进世 改授纯安儒学 又有百两银子妇来安家 此时张氏母女喜的 眉开眼笑 张氏夫人说道 女婿世中不在人下者 今日果然 但她如今道任上去了 量不日会来接你 过了数月 忽然海瑞 差了海雄持书而回 称说奉命来接家属 并有书信 与太夫人请安 张氏大喜 急拆书闸来看 齐掠云 别轻数载 求葛四更 信借福音 博得一关 现在分发这江淳 安献如学 虽属冷曹 亦敢朝廷格外支点 资已抵任 生子姓或粗安 古人云 富贵不忘平见有 身容感气遭康期 特遣海雄来家迎接 信即随同道任 彼得一筹处旧之劳 亦少为夫妻之意 书到之日 即便树桩 岳母大人处 另有丙帖请安 无庸多吉 此字 张氏贤夫人装赐 刚封守书 太夫人亦将书信看了 海雄道 小的来时 老爷有五十两银子 交付小的 已做太夫人路费 此相却不用过滤了 但不知太夫人何日起身 呆小的好去顾备船只 张夫人道 则即起成就是 海雄应诺 便先行顾备了船只 专呆即日解懒不提 再说海瑞自到学任以来 用心训敌 又秉之上司 除了学中几处漏归 上线加其联能 大家探赏说 海提学才干着意 可思名目 为他具体 请改授周线以资为用 本下 地批准了 发回本审 该府即便拆开来看 只见诸批示 奉指该府所提纯 安如学海瑞 才干着意 堪未明目 其改授周线 以资为用 所奏如果属实 这即出句考语句题 欲有周线缺出 即行为数 如堪至理 另提时授 轻辞 该府看了诸批 及时发下翻丝 则将海瑞改住后 为县策内 听后为用 为己 纯安县之县 以贪末 被百姓上控免职 该府就以海瑞 为属纯安县之县事 海瑞此即声音名设 屹立金城 凡有心力除害之事 无有不畏 不必愿嫌 只顾为民为国 一清如水 那些百姓爱之有如父母 上任不一月 道贼顿袭 明歌乐业 竟然有路不时宜之风 海瑞不但劳苦 每夜带领二普改装访茶 不知拿了多少匪人 审判如神 书差为其名茶 不敢欺饮 百姓好之为海爹 如婴儿之呼父也 其依之如此 为己 海雄皆家眷至人所 夫妻相会 又见了四岁的女儿 海瑞之欢喜 自不必说 过了两月 仍传朝廷差张国公 姬查各省前两岸读 纠察官吏莲莫 投其大叔奉天纠察四字 现在朝廷赐他上方宝剑 十分威肃 一路盘查将来 文德山东立成县之县薛 薛里勤 一言不合 为他所杀 所过地方公印快马 十分繁举 躺有怠慢 历史有事 海瑞听了叹道 天子为何差这样的人来此 士族已扰名义 且自由他 我这里是没有许多公印的过了几日 林县就有文书遗之 并有私说 说是国公之义 如此如此 否则必遭参阁 海瑞笑道 岂有此理 我一毫也不备伴 看他奈何 遂命人于前途少叹 果然不三日 张府的家人投船来到 只见纯安县城中 十分冷落 并没有半个人而在外招呼 怎怪那张府的家人气恼 甚怒而来 走到县里 人是这般冷悄悄的 那家人就是汤心茶 当下汤心茶怒气不怯 来到二堂 坐在一把椅子上 大声道 怎么国公的差事都不备办 支线到底往哪里去了 海安 海雄忍耐不住 便其声问道 架上是哪里来的 请到其详心茶冷笑道 你们在此做什么的 海安道 是跟随海太爷办事的 心茶笑道 却原来你们既是充当县里的长 就该晓得官场中里套的 我们国公是奉旨来 鸡茶揪茶的清茶 林献亮有文一支 你等怎么这般冷落 莫非凄秒我们吗 海安道 我们这里乃是一个极贫极苦的线份 现在牙中米星都不服用 哪里还有鱼像来供应茶物 只请架上方便些虚就事 汤星茶听了大怒 愤然而去 林行恨恨的说道 你们且看仔细 少请便是了 遂信信而去 再说海瑞在内听 听得外面喧嚷 心中大怒 碎悄悄地走在屏风后窃听 正听的海安与新茶问答 不觉得怒从心上起 恶向胆边生 倾听的新茶含恨而去 随即换了海安 海雄入内 吩咐道 世间来的就是张巡岸的家丁 方才你们与他口角 比必然迎上前途 搬弄是非 要来我现糟蹋了 你等且到外边私行打探 国公船指车辆共有多少 即来回复 不得有误海安 海雄二人领命飞奔而去 小心打探 去了二十余里 正好迎着张志伯的坐船必天而来 海安等故意坐在一只渔船之内 只顾跟着观船而走 原来张志伯的船指 除观船之外 大小共三十余号 每一船都是沉重满载的 海安 海雄二人看在眼里 急急走来回报 海瑞听了 自存他是从京中出来的清茶 又没加卷 随来不过一两只船就够了 为什么有许多船指 想必是装载赃物的了 且自由他 看他来亦如何 在座屈处 正说之间 仁报张国公拆旗牌 官胡英来道 称 奉令见到此 请爷出去迎接 海瑞道 国公奉旨儿来稽查地方 本县里应迎接 亦不过互送出境而已 怎么差来的建议 也要本县去赢 这款是何人设的 牙役禀道 历经周线 都是这般赢后 老爷不可抗围 国公是不好惹的呢 如今其牌线在牙前 专等老爷赢后 海瑞不觉勃然大怒 就吩咐三班牙役 排班升堂 这话一传出去 那三班的差异 各防疏力 聚各分分上堂战力 分裂两边 三邦以罢 海瑞升堂于暖阁之内 书刹门陆续参扣币 海瑞道 今日本县特为本牙门 与万民争一口气的 你等修药未缩 需要照依本县眼色形式 如为 则隔不待 两旁书刹 唯唯听命 海瑞吩咐开门 传其牌入箭 左右答应一声 把头 以两度大门开了 大声唤叫 本县太爷 这来刹报名敬见 那插官是 贯受人家奉承的 所过周县 无不产于之 满以为之县出来迎接 得意洋洋的 站在鼠门 初听此言 有已未换别处的插官 未半刻 只见两个牙翼走上前来说道 插官 你怎么耳聋了吗 如此呼唤 你却不听见 如今老爷现在堂上 立患你进去说话呢 那齐牌听了此言 不觉三师神抱跳 七窍内声烟 勃然大怒 道 狗奴才 你在这里叙叙叨叨的 叫哪一个 牙翼道 是特换你进去 俺家太爷做了堂 等你呢 那齐牌冷笑道 好大的支线 待我进去看他怎的 遂大踏步慎怒而入 海瑞见他手持令箭 乃其身离坐 对着令箭败了两败 请过一边攻着 然后复行身坐 齐牌看见支线 复行从容的身坐 心中大怒 道 请问贵线高兴大名 海瑞笑道 你既未差异 不向本线报名扣件 道也罢了 怎么反来问起 本线的姓名 本线的姓名 已有在那万岁爷前 传卢策上 量不用说你亦知道 你今至此何事 可对本线说之 那齐牌笑道 俺奉了国公令旨 特来着你等预备 辅马 供应船旨 先夫 水手等相 吴的课言 如为听餐 海瑞道 这话是国公说的 还是你说的 齐牌笑道 令在手上 就是我说的 海瑞道 原来如此 我们献中大荒之后 百姓死亡者办 现在力填之际 那有闲丁当意 且请国公自辩吧 齐牌道 怎么说自辩两字 你这思想必坐厌了 这支线吗 只顾弥天的大胆 胡言乱语貌毒 我亦管不得许多 只要立刻取其 一百名先夫 又要五十号大船 前去脚令旧式海瑞道 国公的坐船不过一指 那用的百名先夫 又要五十号大船何用 齐牌道 你只管预备旧式 哪里管的许多贤士 海瑞笑道 本县自蒙圣恩寿 此县以来 所用一文皆动之库相 经你乐要如许传指 将来的开销 却在哪一项上 这却不能从命 若是国公的坐船需人牵揽 本县就立刻督律 众义当差变了 齐牌哪里肯依 骂道 放屁 哪里来的若大温官 谁敢抗围国公令旨 你敢下座来 与我去见国公 算你是个好汉儿的 说吧哈哈大笑 海瑞听了大怒 说道 哪有如此大胆描发的差异 胆敢在本县公堂之上 大模大样 左右 左右 与我拿江下去 重打四十 两旁差异答应一声 齐来扯齐牌下去 正是 浮游人自作 一旦施威严 毕竟海瑞可能打得那齐牌 且听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十九回 赃国公为嫌齐静 却说齐牌出言不逊 恼了海公 吩咐牙役 托翻载的 重则四十大毛板 然后说话 左右答应一声 立即上前 不由分说 将齐牌摔到阶下 按着头脚 一声腰和 大叫行仗 打了石板 齐牌咬着牙根 只是不肯求饶 海瑞看了如此 大骂牙役畏惧 不敢用力 便清离座位 夺过板子 尽力打去 进步计数 约有五十余板 打得齐牌叫喊连天 皮开肉战 鲜血蹦流 叫道 好打 好打 海瑞怒气未消 令人取过链子来 自己与其排队锁着 吩咐退堂 一同来见智博 却说智博的船职业已放案 所有县属成手补牙 聚来迎接 智博既登了案 却不见支县 便问各官道 支县何处去了 却叫本爵到哪里去住 补牙跪禀道 本县应要办公室来迟 量级来也 华尚未必 只见棋牌与那支县对锁着 一路迎上前来 智博见了 不知什么意思 便吩咐县官 快上前问话 支县即便上前秉鉴 智博道 贵县未胜与本爵的棋牌共锁 请道奇祥 海瑞道 只因贵刹来县 乐要备办公印 并要先敷 船指 将杯执的公堂闹了 所以杯执将贵刹打了 对锁着来建国公请罪 智博听了 心中大怒 道原来如此 且到县里说话 吩咐先将两人的锁开了 随即来到县衙 身堂坐下 船之县问话 海瑞昂然而入 打公币 势力于策 张智博道 本爵并非私行 乃是轻奉圣旨 稽查天下仓库暗读 所到地方 里应攻歇夫马 所以本爵遇到之处 欲将令箭传之前途 以便你等备伴 贵献何故竟将该刹痛则 岂非辱秒本爵吗 海瑞道 上司往来 地方官迎送出境 此事自然之礼 但贵差倒数 乐要先夫百名 大船五十号 想此即正在农夫丽田之时 本县百姓 皆是跟坐实力的 请客之间 哪有百名人来 况且小县地方 一时焉有许多船只 故此悲直略未推延 以未敢办 而贵差则善作威事 公堂谩骂 七秒官长 故此悲直将他则打 以井将来 万起数罪 至博道 本爵沉船而来 每县只当送出本径 便要换船 难道不该密船的吗 那船只又大 竟因东汉水浅 必须用人牵揽 使得过去 难道先夫也用不折的吗 至于船只五十号 自有本爵的东西装载 故此开明树木 以免滋事 金贵县一些不曾预备 又将我的插官则打 明明是七秒本爵 本爵难道没有斩支县的利刃吗 海瑞从容敬约 国公钢刀虽利 不诸无罪之人 卑职自立任以来 一向奉公守法 并不曾虐明媚上 金国公既亲奉 甚至纠察奸邪 盘查仓库 皇上之意 本事未明 金国公至此 士族已扰明也 卑职不自揣度 有言奉告 扶起荣素一言 即死亦名目 至博道 你有什么言语 只管说来 海瑞说 且说朝廷差功辅恤天下 问明己苦 纠察官吏 意盖至良也 功身为大臣 养和众绝 自当养体圣意才是 怎么动以由其先行 百般烂乐 所过周县 勒令补折夫嫁 云若干粮 半时钱若干粮 又人负乐要九十 船指 夫马 否则以天子之命 而携制之 周县既结盈资财 民意备及劳苦 然从无不取名之官 一旦迎办不齐 必至多方搜阔 万名之高 保其贪贺 此其身为大臣者之事也 切未功不取义 智博听了 满面羞残 不觉怒发冲冠的大声作色道 何物知限 感接我短处 吩咐左右推出 海瑞极只知道 死故不可辞 然亦有说 智博问道 还有何说 海瑞道 悲直开罪民工 罪故应死 而民工受贿百万 又当如何 智博道 你却哪里见来 海瑞道 三十余号 沉重满载之船 内是何物 智博道 三十余船 乃是奉皇上特遇 沿途采买下的瓷器 花盆等物 怎么说是脏物 海瑞道 皇上大内所需各项器名 立有各省敬奉 和劳胜律 特以寻边大臣采买 而其天下之一心耶 智博被海瑞这一句说话 道住了口 却无言可答 怒道 这是本觉之事 不要你管 海瑞道 民工说是不要 卑职来管 卑职意要与皇上 算一算账 民工自出京以来 所过周县 多则二三万 至少则一万余两 统计所过周县一千有其 既脏百万不止 此事只恐民工他日归朝 未免招人物意 经海瑞既已问罪 量亦难逃亦死 但死亦要聚奏天子 彼之海瑞曾亦与国家出力 死且不朽亦 即从秀礼取出一个算盘来 对众人算计到 民工一路而来 大约共有脏丝三百余万 智博满腔残怒 只恐海瑞认真 纵然杀了他 也不得干净 遂笑道 你这丝 我看来乃是疯癫的 吩咐从人赶了出去 海瑞大笑道 这是悲职的公堂 民工要敢悲职到哪里去呢 且请息怒 海瑞不过于民工戏言也 智博就沉积道 虚属戏言 下次却不可如此 免人看见 只当是真的一般 本觉且助你的雅鼠吧 海瑞道 当得如命 但避属爱窄 恐不足以习从者 奈何 智博道 不妨 只本觉与三五清随在内 其余膝在外边 不搅扰贵县 海瑞应诺 便请智博入内 智花厅住下 海瑞并不相陪 一面提犯审讯 少请 家人搬了四味荤菜 两盆素菜 一碗清汤 一壶水酒 说道 家爷现在公堂审案 不得奉陪 望起公爷恶罪 智博看了 不觉哑然而笑道 你家太爷 既有公事 只管自便罢 遂将饭略用半碗 连酒也不吃 那清随的人 亦是这些饭菜 个人肚里好生不悦 然见主人都不言语 也值得忍耐 智博被这海瑞 当着众人强白一场 心中大怒 便换清随来吩咐道 你且到外面看着海瑞 做圣勾当 急速回来报我 清随领命 悄悄地来到外边 只见海瑞正坐在大堂 提了一干人饭 在那里审问 清随见了 急急回来报之 智博便撕到堂后 窃看 只见海瑞口问首批 请客之间 把己案的事依依了结 无不欣服 智博回到花厅 自私此人果有 浊然之才 只是可惜了 不得斩其忌足 又转念他今日如此行径 倘若认真与我作对 这便如何是好 看来他在此地觉得明星 如此能连耿戒 必定一些破绽都没有的 我却拿什麽来参阁他 一味地胡思乱想 自不必说 再说海瑞把公事办完 退了私牙 换了海安 吩咐道 你明日可领着三班牙役 共二十名 在码头厅后 明日他启程之时 本献却与你等牵懒就是 海安道 小的们当差牵懒 固然本该的 但老爷身未明目 怎么反去做此下见之事 即此牙役 亦当无当差之理 老爷何不换 那个处的的宝前来 吩咐叫他立传述 十名名夫就是 海瑞道 这是什么话 现今秋收之旗 何道将次登场 若是抽取他 如何防守相望 倘有失窃 岂不枉了他们数月劳苦 这确实不得 你只管依我去做 不必多言 海安应诺 即到外乡 唤起差异 将海瑞的言语 对他们说之 众义听了笑道 我们在本县 也当了十数年的差 并未曾见代明 当过夫义的 不特不会 亦且失了衙门威风 凡大叔带回一声 只说并无力 求太爷令换名夫就是 海安道 便是我义这般说 怎奈老爷不依 说是恐失浓雾 你等只管次后 明日老爷也来 相帮我们呢 众义听说是 太爷都帮着迁揽 不敢择申 指的应允 四日 智博天上 为名即便起身 海瑞便来参业 并请盘查仓库 智博道 贵县的仓库 定然是构足的 不必查验了 本厥就要骑马了 海瑞道 粗粒之贩 亦望民工亦保 智博道 昨夜打搅不安 及时吩咐骑马 海瑞也不强留 乡送出了县衙 来到码头 智博下了座船 张辅家人正在那里乱嚷 说是没有先夫 海瑞及与海安病差异等一同下了水 把绳头牵着 那些百姓看见 其身道 岂有此理 本县太爷是我们的父母 怎么都来当人夫 要我们何用 大家都跳在水里 说道 父母大人请上岸去 带小人们来牵懒 海瑞道 你们且去 修防了大众的农物 百姓其道 父母大老爷说哪里的话来 我们当夫 是应该的 怎么要连累 太爷受苦 遂一骑将揽头牵住 智博看见 即令人传海瑞上传 谢道 贵献如此爱名 真乃设计之福 本爵回京 自当奏圣上 升官夹吉 说罢 吩咐开船而去 连百姓也不用牵懒了 满城之人 无不赞叹 不说海瑞回衙 再说张志伯 一路寻查过了 即日回京复命 先将赃物陆续搅到严府 适时严嵩 已为陈湘家大师 全亲人主 当下严嵩换了来人 训问智博行径 智博家人道 家爷一路都以照中堂的言语行事 有亲丹斗上 严嵩及令曲来观看 只见河南省 共得白银53万 土雾丸气共112箱 山东省 共得白银42万 土雾丸气共39箱 浙江省 共得白银36万 土雾丸气共7箱 江西省 共得经条58条巡辅送 白银40万 土雾丸气共76箱 江苏省 共得白银60万 梁太昌送 土雾筹断共100箱 广东省 共得黄金120条 观察邹丙春送 阳中表共180架 翡翠西石念珠两副 洋货匹头500箱 白银共70万 其余各省据是60万 土雾不等 严嵩看了大喜 立即吩咐 严二赵树收住 呆等至伯父之后 再未瓜分 正是下月明合力 宝田贪贺中 要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二十回 圣天子文奏着千 却说严嵩看了清丹 满心欢喜 吩咐家人严二赵丹查收 且赞助库 呆等张智伯见过了皇上 再做道理 按下不表 再说张智伯次日早朝 山呼陛下五岛壁 帝次平身 为劳备至 问曰 清道各省 目所积者 风土如何 智伯道 各省梁道 均属平平 人民亦胜安妥 帝幼问道 天下官吏最官警要者 即是周县 周县有私民之责 县令贤否 即百姓优乐所系 清立各省 曾见有一二最称连戒者 最称烂莫者否 可谓正言之志 博自存道 海瑞如此雕强 我却引他人精 徐徐徐之 以绝后患 有何不可 乃臣兼奏道 臣奉陛下 圣命巡查各省 所过周县 无不惜心访查 山东历臣县薛李勤 贪莫民怨 臣府入山东之境 即封闻其事 即底历臣 戏家祥训 该县公认部会 臣与省的时聚后 即公请上方宝剑展之 明皆称快 即至浙江 有属淳安县之县海瑞 广东穷州人 犹如学改任之县 在任连届 且爱名若子 臣到淳安时 正值汉浅之计 来往传指 皆须迁揽 臣到县时 又值浓忙之后 海瑞则免名之义 功率差异加丁 并自己代名迁揽 臣卿自卫谢之 臣见如此天下之大 若能连借职者 推海瑞一人而已 若以之居策静静 必有可观 帝文奏大喜 即启力不缺策 官悦 直有行不云南斯 主事圆缺 帝即将海瑞名字 注之策上 赤力不支照 张智伯及谢恩而出 来到严府 与严嵩相见 彼此未劳 三巡查罢 严嵩笑道 倾家出此一叉 不知费了多少心力 才得如此 可谓能适宜 智伯道 在下自从出京以后 一路上巡查而去 莫不心胆接位 为至浙江淳安 纳县令十分较强 与在下抗拒了一番 不知他怎身的厉害 所有沿途收受的礼物 彼亦得知 要与在下算账 险些而被他弄个不好看 后来指的勉强吞下气去 将多少言语才得开交呢 严嵩道 这样可恶的支线 亲家就该力请上方保健诸之 智伯道 在下意识这样想 只因海瑞再献爱名如子 该的百姓尽之有如父母 若聚杀之 唯恐积辩 故不得已隐忍之 另寻妙策除之 是财朝见皇上之计 曾以海瑞聚奏 天子爱其财连 及时提了云南司主事 业已斥力不知赵了 不日海瑞来今 那时却似其短 因而杀之 方位全计 严嵩听了大喜 及吩咐家人备酒 一则与智伯揭封 二则庆功未劳 二人在习又说了许多个省漏弊 彼此一问一答 指引智午后才散 严嵩邀了智伯到后花园来坐定 把所得的赃物分为两份 智伯道此物就暂计在大库 待在下陆续来取 不然只恐招人介意 严嵩点头智伯珍重而别 再说海瑞自从送了张智伯之后回衙 从此更加恩惠于明 明乐未知死 不两月朝廷有恩指道 身着不曹 海瑞望却泄气 即便打点入京赴任 此时百姓闻之 皆来挽留 海瑞道 非是本县舍的你等 只是朝廷之命 不敢推言 自古君命照 不似驾而行 此之未也 但愿你等守法奉公 父训其子 兄缅其地 西魏良善 共乐此生平之福 则本县大有厚望者也说罢 不觉掉下泪来 百姓亦随着哭泣 海瑞将应信送于新任 随即启程 带着妻子 一路望北京而来 水速风餐 小行夜住 非止一日 到了黄兜 暂且巧遇 四日即到 吏部禀道 吏部收了首本 即令赴任 此即海瑞领着妻女 竟无处可住 那不理向有主事公谢 只因年远久轻 满的荆棘 却要修整收拾 才能助人 海瑞换囊色至 哪有银子 此时张老儿已死一久 那李汉林散管后 升了边修 海瑞指的又到他那里告代 李边修正在拮据之时 勉强带位打算了几两银子 海瑞才得略盖茅房三船 安顿妻女 既上了人 便要上衙门夜见 第一紧要就是沉香 海瑞去了一连五朝 只不得见 你到为何 却因延二把持宅门 凡有官员出赐 并见者 必要三百两门包 否则任你十天半月 也不能见得 沉香怪将下来 又不是当耍的 所以内外的官员 每每都要受这延二挟制 海瑞次日又来伺候 延二为座门房之内 只得忍气吞声走上前去 把自己的手本地上 陪笑脸说道 二先生 相反通传一声 说着行不主事 海瑞求见 沉香已经数日 万望方便 延二将那手本置在地上 说道 好大的主事 二先生是你家 养出来的吗 怎么要与你奔走 好没分晓 一些事也不懂得 还不快走 一顿言语 说得海瑞红了脸 觉得没趣 走了出来 坐在大门外板凳上 一肚子的气 海安看见主人 这般光景 问道 老爷因甚如此气恼 莫非见了岩香 有甚的糟蹋吗 海瑞叹道 见了岩香 受些气也罢了 只是白白受了 那岩二的鸟气 实属不值得呢 他说我不知分晓 你倒有这等可恶的吗 海安道 老爷有所不知 世间小的打听的一件事来 正要对老爷说之 那岩二是城乡的心腹家人 把持宅门 凡有内外的官员 初次丙见城乡者 三百两件面门包 另需送予城乡的餐页礼 那就说不定一万八千 至少都要上千 没有就不能的见城乡 怪江下来 说是七秒了他 及时对立不说之 除名挂合 这等厉害 老爷不知其中漏弊 故此连来几朝 都不得见 且勿气恼 回去再做道理 海瑞听了叹道 碾骨之下 目无法记如此 地之任用小人 书不觉察 遂与海安同回 张氏夫人问道 老爷见了城乡 有什么话说 海瑞只是摇头不答 不禁叹息 张夫人看见丈夫如此 心中疑惑 只到他为了 什么不适之处 便思问海安 海安被将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逐一告诉 张氏方才晓得 少请用饭之际 海瑞只拾了几口 就放下了 张氏道 老爷且莫烦恼 此事上压下的事了 烦恼亦无异的 还需打算到里面 秉贱了才好 不然这个官就有些不妥呢 海瑞恶然道 你却从何而知 夫人道 问海安故得其情 海瑞道 想我一介穷官 那的这些影子与他 前日收拾这三间茅房的影子 还是在里边修处借的 事情如此艰难 京中又没甚相好 可以挪借得的 我一欲拼这顶纱帽布袋 索性与他做各见时夫人道 老爷 你修将卵撞石 自取破王 想你时载寒窗 磨穿铁燕 才得这关 今日为什么事 就拼了这个前程 若是知者 便道老爷不阿权贵 有等不知者 还思相议论 说是老爷在任烂末 至此免官而归 还是忍气呆时的为事 海瑞道 夫人之言故属爱我 但目下如何错办呢 夫人道 妾自归终极有数年 现有白银二百 夜已随待再生 已被老爷不时之需 经愿奉军前去坐志 不知可能够如数否 海瑞道 还差一百 另有餐夜里不在其数 夫人说 若得净见就是了 那言相干父万有 那理真你这一份宝礼 况他看见你这样狼狈 量亦原有的 金缺一百 妾有金首饰 料可抵数 老爷一总拿了去 赞应此即如何 海瑞道 去了这些首饰 夫人却那里得来是病呢 夫人道 我向来不带的 你只管拿去 随换金姑去取来 金姑此十年已八岁 泼石人士 说道 母亲好好的东西 怎么拿去与人 夫人道 你那里小的 没了这些东西 你的爹爹就保得住 这顶纱帽 不然没了官 只怕连饭都没得吃呢 快去拿来 金姑道 做官才有饭吃 难道爹爹当日 为做官时就不吃饭的吗 夫人怒道 小孩子嘴巴巴的 就要讨打呢 海瑞叹道 可知此物如此可爱 这难怪他 应对金姑道 我儿你且去拿来 为父的自有一个主意 包管就带回来与你就是 金姑道 爹爹说过的 休要失信 海瑞道 说过就是 金姑随即进去 少请捧着一个小河 出来道 在这里 拿去吧 海瑞接来 觉得沉重 接开盖一看 只见河内放着一对猪花 一对金串 一对金耳圈 一只扁簪 另有一对东猪 结成蝴蝶样的边花 海瑞道 这些东西量可抵的 夫人可将那二百两 拿了出来 及时就去 夫人境内 把两袋银子拿了出来 交于海瑞 海瑞换了海鞍上来捧着 别了夫人 望着沉香府而来 十言二正在门手坐着 海瑞看见 便上前笑脸香问道 二先生用饭否 言二之事不理 海瑞又道 二先生 沉香可曾退朝回府否 言二道 退了朝 又怎么 海瑞道 在下有个小茶冬 竟送上二先生买杯茶吃 相反通传一声 随在海鞍手上拿了两袋银子 上前笑嘻嘻的送与言二 言二接在手内问道 多少 海瑞道 足二百两 言二听了 忙把银子置在地下 笑道 你真是顽皮 哪一个不晓得这里的规矩 三百两 少一毫也休想见呢 说罢便欲转身 海瑞急上前说道 二先生不必动怒 另有商量 言二道 你商量了再来 海瑞道 即此就与二先生商量 随向海鞍手中拿那个小盒子 帝与言二道 在下一时能错办 尚缺一数 经有些虚之物 量可抵数 望起二先生一观看量如何 言二遂揭开来看 见是些精气手势 他本来不稀罕的 只见内有一对珠花 那珠子却也原营得好 言二心中大喜 便道 既然如此 我只和江就罢 遂收了 随到 太师的餐业里呢 海瑞道 见了太师 自然面诵 言二道 只是太师少气在万花楼上 你且在此后者 呆太师起来 我去各遍 替你通传就是 但太师的礼 是少不是的 海瑞道 这个自然 不需费心 正是 任他兼巧技 自有主持人 毕竟海瑞见了言松 有甚说话 且看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二十一回 海瑞结换囊乳香 却说言松退朝回府 用了早膳 自觉身子困倦 到万花楼上睡席半时 谁知一觉 直到为客方才起来 言二视力于侧 言松洗了脸 家人随将八宝鲜汤浸上 言松一面吃着 问道 今日有甚事情 言二圣鸡浸道 新任行步云南司主 是海瑞并见 随将手本呈上 言松忽然处起张智伯之言 遂勃然怒道 他是基时上任的 怎么这时候才来并见 言二道 是本月初五日到今 初六日上任的 即到今日已是半月 但该圆在外溢连后了十余日 只因太师有公物 小得不敢通传 言松道 这海瑞潜在纯安时 颇有寻力之声 你们修授他的门里 言二道 领命 言松吩咐传进 言二即来门房 见了海瑞说道 海老爷 你今日好造化 恰好太师起来了 惊传你敬见 若见了时 只说三日后即来 禀安 只因他有公事 门上的不敢通传就是 海瑞应诺 随着言二来到后堂 转弯抹脚 不知过了多少座园亭 方才的见 言松在那三影亭上 平以为坐 旁边立着十余美貌的鸾童 海瑞即便屈前参业 行了停参之礼 言松问道 九文贵斯连界 颇有人声 故天子特迁不曹 以资佐治 辱其免知海瑞打参道 悲执一介平如 屡事不敌 谬蒙皇上格外书恩 特赐额外敬事 即受纯安如学 寿命之日 梯登未安 唯恐无才 有田觉直 赴蒙当道以瑞才 勘致献 即以纯安献改寿 悲执道任 唯有饮水如涅 使情使慎 以其养父圣意而已 和其疏欲评价 身和太师格外提切 得受私职 使出意外之性 深感云天之恩 自愧浅薄莫财 姑父勘于 扶起太师傅家训慧 则悲执使感再造之恩义 言松道 此事天子之义 与我何干 你且退去罢 海瑞父打义公道 悲执有个委屈下情 不揣冒昧 敢禀太师成乡 不知可容诉否 言松道 有甚事情 只管说来 海瑞先谢过了罪 随说道 太师大魁天下 四海闻名 经负左君 总礼数物 谢礼阴阳 吊河鼎鼎 天下无不仰望 以为酒并炸的良衣 苍生皆有其色 卑职左道经来 赴任后 即道太师府秉贱 谁知太师家人炎二 自称炎二先生者 每域内外官员初次秉贱 必要勒令三百两银子 以坐门礼 否则不肯通传 还称太师设有归席 每逢参业者 必要千金未受 否则必捏以他事 名挂合彰 以此协制 莫不结囊公制 四次 则申明扫的乙 大抵太师陈香皆未察觉所致 如此小人弄弊 太师岂可孤容 还望陈香详 察言松听了海瑞面皆其短 心中大怒 本欲发作 指控认真 遂故作欢容到 为先生言 几倍这小人无弄 但不知先生来时 言某可有勒索 海瑞道 若是没有见证 悲职烟敢混说 言松道 他却取你的多少 海瑞道 需要不多 不过悲职倾家相送 上欠一百两 孙管还不满意 不肯带船 又以为言恐诈 悲职自念一顶乌纱 虽然不是十分紧要 但是实在寒窗 妻女万里从苦 故意有所不忍 悲职妻子苦夫失官 不得已尽将归中 今世交与悲职 持送尊管坐地 尚费多少屈服之气 使得相通 今日的清颜色 亦非小可 然悲职从此衣食俱进 沉香却将何以训会 言松听了 不觉满脸红一块 轻一块地说道 岂有此理 这奴贞欲倾献我也 先生且赞少作 容某训之 如果属实 则当正法 绝不稍事孤容也 海瑞道 习信成贯 太师当以好言劝之 言松越发大怒 即便换了言二进来 骂道 你充当本牙家丁 有的你食 有的你穿 这就是了 怎么在外瞒着我 如此姿势 你知罪否 言二见海瑞在旁 又见言松发怒 量是为着此事发作 指的跪下说道 小的自蒙爷收录以来 无不遵法首分 并无过失 其言明事 亦死亦甘心 海瑞在旁 却忍不住插嘴道 你修要蛮太师 你是坚受的是什么东西 言二立声道 你看见什么东西 无端在我主人面前缠阵 言松喝道 修得多言 我且问你 海主是现在告你私收门包 可有吗 言二道 没有 海瑞作色道 明明二百两 另外一盒精气 经我清交与你手上的 难道白送了吗 言二被海瑞置对着 量不能抵赖 乃道 我们当家人的 上则靠着主人赏赐 下则仗着你们老爷们赏风 是财蒙老爷赏的 如今现放在门房里 还未曾取起 怎么就在主人面前残害 既然老爷舍不得 就请拿了回去就是 又何必捏造这言语 海瑞道 可是有的 如今当太师面前 还我便罢 不然恐太师执法如山 不能稍宽你 言松在上 听得真脏正贼 指得赤骂道 不孝的奴才 怎么大胆厮售人家赏赐 还不拿来 当面脚还主是老爷们 言二不敢再说 指得急急走到门房 将那二百两银子 并小侠儿一起捧将出来 跪着道 这就是海老爷赏 与小的之物 今当面还海老爷 算是小的多谢海老爷赏了 言松笑道 你是一个家奴 怎么销售得起 这却是海老爷 故意与你做耍 你怎么确认真了 快些送海海老爷吧 言二急忙将银子拆事 交海与海瑞 海瑞接转 便向言松拜谢道 多蒙沉香破利相赠 十杯直贤结无济意 言松明知其言刺己 故作欢容道 先生勿怪 炫当整治此奴役 立即吩咐家人备酒 与海瑞续话 海瑞告辞道 卑职乃是部署为原 民工乃朝廷极品 焉能忘本 至此告辞 言松道 偶尔便饭 吃一碗去 海瑞指示告辞 坚持不从 言松道 诸事不合 其先生包含 赶望后报 海瑞唯唯 辞谢而归 暂且不表 再说言松打发 海瑞去了 急换言二则骂道 你怎么这般糊涂 我原说过的 叫你不要收他的礼物 怎么尽收了 如今却被他当场出丑 好生没趣 想我自历任以来 只有事压于人 并不曾烧出训言 因为你却受了一肚子的鸟气 真是岂有此理的 言二道 老爷且习雷霆之怒 赞宽辅月之威 想小的自从跟随老爷以来 鱼姿巴仁 所行之事 无不与老爷伤酌 自爷登侍以来 向舍利规 无不领尊 唯未见这个海瑞 如此混账 他世间胆敢毁谤老爷 何不立即参奏了他 已尽将来 言松道 海瑞为人刚直中正 且不畏死 躺比愤然扣婚 成礼你我是非 则数载之劳苦心力 一旦为之近赴东留矣 你不见前者张国公之事 也 此即可谓前车之建矣 言二道 张国公奉旨纠查天下周县官吏 嫌否仓库虚实 又何闻海瑞之事 小的时所不知 企业名讯 言松笑道 亏你还是一个宰相的家人 前者张国公奉旨巡查天下周县 侍奉旨公带皇上巡姓 还有谁人敢烧抗逆 所以每过周县 派令府县公印银两 一路聚皆尊办 为到浙江时 海瑞出属淳安之县 不特不为公印 且骄傲 国公道县 亦不为理 即张国公发怒 则其不公之谦 彼则昂然不肯扫屈 竟与国公抗衡 并面斥国公之妃 还要与张公爷算账 后来张公爷看见世事不好 恐怕当场出丑 只得忍气吞声 后来还说了多少好话 才得开交 张公爷尚且如此 何况我附近在静缘 他虽直分卑微 然乃是一个不曹 若是央求一个上书 侍郎 亦可以上奏的 所以世间我也让他 今后你等再修惹他 我自有主意 徐徐徒之 言二应诺而出 从此言嵩心中 邪恨海瑞 千仇百计巡视陷害 此事后话 在说海瑞回衙中 妻子忙上前问道 事体如何 海瑞道 信喜不致失信 遂患海安 仍将小盒子交海小姐 金姑接着 喜不自慎 张夫人道 且喜见了盐香 这顶沙帽芳宝的吻呢 暂且按下不表 又说那张娘娘 自蒙皇上宠爱 在宫三载 产下太子 皇上十分欢喜 遂有力他为后之意 尚未发言 而皇后已死 此计天下成名挂孝 自不必说 到了小祥 皇上申殿 据众文武商义 欲立张氏为后 石言松在旁奏道 陛下立后 乃天下之大事 何无一女可当圣义者 贵妃张氏 乃出身为贱 依附是快之流 继蒙陛下立位贵妃 则张氏之信 有过于望外者 经陛下若预测为正宫 不特该妃为贱 不足以配至尊 且恐成名借义 服为陛下司之 如陛下再续鸾交 当于各臣载之家 灵选其四字 拒权者策之 名正言顺 谁曰不然 地听奏不悦 道 正自别嫁为缘 入居久武 亦犹为而显 今日之事 虽乃是快之女 然功荣言得 弥索不邪 世政以来 端庄严谨 旷以身太子 政策改位正宫 清和建祖 遂即日策张氏 为皇后 立其子朱某某位太子 及迁于昭阳政院居住 封非母仇 是为荣国夫人 颁照布告天下 言松心中不悦 看官要知道 他为什么不悦之意 原来松有生女 姓郝明清莲 年方依十七岁 生得清晨之色 修花之帽 诗词歌赋 磨锁不小 居止贤雅 寻世神仙中人 其父好秀 取松之姐 好秀曾未不伴 邪妻在今 吉言松的官之计 亲戚来往 为己好秀并死 其姐亦相继而末 好清莲十年十四 摩索依靠 松岁皆归伏地 养未己女 三年间 其女长大 更自超凡的美美 松日系浮育 爱如长珠 食言大内乐部女 叫以歌舞 满望尽于皇上 以故己之宠 怎奈皇后尚在 张妃之宠未衰 无戏可成 经皇后己轰 正欲尽献 忽帝要策 张贵妃未后 故此言松从中见足 岂知天子不听 决意策利 松心中不悦 恨恨回府 自私有此机会 又被他人占去 如何不恨 正是 不如一事机偏巧 有心之人恨便多 要知将来 言松果能把 申女进入宫 否 请看下回分解 海公案 第二十二回 言松 献申女或军 却说言松 久欲将申女 清连禁于天子 经见其智不遂 便恨恨而归 回智府中 不胜忧闷 自私 我这一许久 用了多少心血 才得清连席安歌舞 经一旦大师所望 如何是好 千丝万缕的 再不能算的 一个好办法出来 忽然想起兵部 给世照文华素有学问 为人多谋足智 心与我相弃 何不请他到来商议 或有计策 意味可知 遂吩咐 家人拿了一个 年家眷地的明帖 到兵部中来 请赵文华过府闲话 家人领了明帖 便一进来到兵部攻卸 见了赵文华 将帖子地上 置主人之意 赵文华看了帖子 急忙衣冠 随着来人急躯相扶 石言松早已令人 预备下酒言 在那万花楼上 松却在花亭乡后 文华来到花亭 见了颜松 急急上前打工请安 松一手晚起 乡携到万花楼上 分兵主坐下 家同献上龙团乡名 赵文华公声道 寻日是忙 不曾到府上问安 最甚最甚 不知老太师相照 有何训誉 颜松道 闲暇无聊 特邀先生 与我一谈 文华道 屡扰尊厨 最久保得 不知何日贤节 松道 先生何必客套 自古相识者 天下之心 无己人 今我与先生同朝 圣妾肃怀 故无事之计 敬邀先生闲谈 文华就要把斩 松道 先生真是掌作客套也 遂对着于楼上 彼此劝愁 北极欢唱 松道 昨日皇上遇在侧后 蒲玉以小女奉敬 不亦今日以立张贵妃以 此却先后只差一刻耳 成为恨事 文华道 昨文太师曾见来 怎么皇上如此固执 松道 皇上以张贵妃有子 故立之 文华道 张贵妃出身为贱 第十不查 将来何以母仪天下 臣不可解也 松道 我欲送小女进宫 但此刻张贵妃以正招扬 且帝爱其子 故众其母 唐不肯那 如知奈何 文华道 经官帝一丹于酒色者 当以继而知 自无不纳之理 松阴问其继 文华道 经皇上与太师乃是望行之君臣 来日早朝 臣间奏请帝过相辅赏花 帝必不推 若是驾灵 太师则甚是女乐 靓庄小姐而出 使之把斩进传 择地必乐 久至半憨奏之 必然允纳的 松大喜 盲谢道 先生真妙计也 急与痛饮而别 四日早朝 帝问言松道 近日是终米嫁如何 松奏道 金春雨水充足 气候适合 正是风调雨顺 各处河道丰足 真所谓一和九岁 十足为丰年之庆也 帝喜道 若此 则正无忧已 松乎万岁 道 陛下幽名若此 故上天特降丰年 此苍生有幸 臣等不胜欣喜之志 继此生平之时 臣敢公亚六龙过臣地赏花 小显君臣之乐 不知有当胜亦否 帝大喜道 久闻香国园内加雅 正美玉一丸 金香国有心相邀 明日必至 唯恐有泪亲耳 松芒谢道 陛下圣驾一灵 草木生辉 尘不过水酒一杯相敬耳 地应允 松辞谢而去 回到了府中 即请文华道府 请他布置 文华应命 便即换了严松的家人 要纳一件这一项 请客之间 摆设得如花团 锦簇一般 水路并沉 玉将生女青莲修士 又令各女乐玉仙打点 至赐早 松聚朝福赐后 至五刻 只见黄门官飞奔而来 称说圣驾起行 已离正阳门 将赐到了 松吉令人于陆坟相攻迎 少请 只见黄伞飘影 远远望见鸾驾 松吉手捧玉龟 跪于地下 那是为一丛 一对对的不知过了多少 随即有女乐十六人 一派声歌嘹亮 一对香炉过去 就是鸾鱼 松吉山呼万岁 帝次平身 松伏地而行 一直来到那堂 方才下鱼 帝坐鱼当中 松复山呼舞蹈 帝次坐问道 轻居此地几年 松道 蒙皇上天恩 臣炳君横于资三载 居此不觉三年矣 帝孝道 光阴四见 日月如梭 轻与正相处 屈指不觉将近十载矣 松谢道 臣已一介拥于 谬蒙陛下之御书恩 不赐抄着 唯有赤心一眉 以报陛下也 须于 炎艳其辈 松以小臂经车坐地 令两个美人千拽以行 来到万花楼 果见优雅不凡 炯书人士 俨然摇倒穷台 极大内义无如此不至 地心甚喜 赞道 此是神仙之府 震烟的掌处此也 松谢不迭 赏完了一番 随即登楼 那楼高树刃 更且四面窗扇 皆以剥离未知 其中诸洞凋梁 自不必说 松请帝坐于当中 御龙蹲上 帝仰望无际 青山远迭 绿水迎回 正是 御穷千里景 更上一层楼 当下帝观跳两久 不觉心旷神怡 松鸡轻自把斩 随有女乐 衣食于人 皆衣秀起 由头粉面 真如锦簇花团一般 为首亦女子 更觉美艳飞长 立于诸女之中 如鸡群之鹤 以春葱盆欲饿 跪献洗钱 地住是良久 不觉神位之荡 孝道 清真乃神仙中人也 平以目视之 松城坚静曰 此女有福 得见天言 亦亦时之大幸也 地孝道 此女不减太真 正欲为三郎 为沈臣香肯见会否 松曰 此臣女青莲也 今年十七岁已 尚未有问名者 然朴柳之姿 恐不足尽谢圣公 地孝曰 司空见惯 故已如此 使苏州刺史断肠 几回已 沉香悟令 松及与青莲 其呼万岁 当席谢恩 地大喜 及次青莲 平生 命人以小车 先载入宫 与松唱影一番 然后回宫 松直护驾 至宫门方回 好不欢喜 赋予 赵文华影致月上东墙 方才各散 至次日 文帝急于世系在 翠花苑流姓严女 松得了这个喜性 以千金谢文华之妙计 从此与文华更加相厚 格外另眼相看 不一月 将文华改着行布郎中 暂且不表 又说严是青莲 自从一日的帝宠信 便坐近百般 艳媚迷惑人主 帝宠之日生 岁被严氏所获 常在严氏院内 为己悦策 严氏为上阳院贵妃 宫中称谓严妃 十分宠爱 严无不从 严妃便预谋为皇后 是张后失宠 帝听信严妃 为朝夕禅赠 岁决亦费张后而立严氏 群臣闻之 多友上本族见者 帝指流中不发 八年五月 帝宇温德殿 以皇后本是草女 不得母仪天下 费为庶人 立严非为皇后 群臣不敢赴见 张后岁被废矣 严氏吉利 应见张后有子 恐他日字不能立 乃父敬约 皇后愿陛下生矣 不如仁妇立之 恕无后患 帝问 何出此言 严氏道 张后愿陛下之费 彼未庶人 心申欠怨 口出不公之言 待其子烧掌 即当复仇 故宜必知 帝怒盛 及时求张氏母子于冷宫 永不许朝见 可怜张后并无师德 一旦为兼妃所害 求于冷宫 不见天日 时太子年已三岁 日夜啼哭 后甚幽之 宫中之人 无不怯探 海瑞文之 即上本身奏 劝帝复立张后 其内有云 太子久已处为清宫 天下所供之也 今一旦被废 却恐无以取信于天下 唯必下司之等于 帝文奏不悦 执念海瑞向日连界 旷幼是正言 乃批其本尾云 懒奏背息 清中心未正 然是已更 其可覆乎 孤隐图之 不负清一也 辱其隐之 海瑞见了批语 叹道 禅言或主 虽有忠言 皆逆而已 海瑞不觉已在 不三年 应该报身千拙的 只因言松 既其曾上过奏本一事 心中很恨之 故特不谦瑞之官 瑞不以为义 为怨天子早日审悟而已 帝既或于言士 自然重信言松 此时松位即人臣 帝宠信无比 乃尊松位国障 松便四行无忌 朝廷大小事物 西归松首 凡有身千将调一切 皆禀自于松 然后入奏 松又令职群党 以赵文华为通正司 十张智伯以为陕甘提督 松玉以智伯为护卫 遂奏请撤回智伯为 京城兵马兜督 这却是京城总管 掌理九门军马 智伯既得了恩命 即日起臣赴京都 先到严府请安 随将礼丹城上 内开的是 景州大瞻坦一张 黄州甘子一百楼 宝石如意一枝 珍珠如意一枝 碧玉宝带一围 金贡器五箭 西洋石中一对 锦断千端 水晶莲一挂 玻璃罩身近二面高九尺厚五寸许 紫灵香 换火部一丈 玉马一匹高五尺 有轮子能行走 转动如生 严松看了礼丹 为喜的是那张大瞻坦 孝道 蒲英万花楼高大 冬月玉的一方瞻坦铺于地上 以便暖坐 只苦无此大材料 常以味汉 金贱此坦 亮与风之宽窄不差甚么 至伯道 沉香是铺在楼上 看是如何 松极令人斩 开铺在楼上 果然一些不宽 一些不窄 眼如定制的一般 遂大喜道 莫非清家亮过了的 然后命人知的吗 至伯道 然也 松笑而谢之道 清家真知我心也 遂令人被咽 相语畅饮 静欢而散 正是 只因心爱处 即便遂怀来 后来张志伯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海公案 第23回张志伯举剑拥才 却说张志伯赐早入朝 朝见已毙 地令平身 宣上殿来 为劳必问曰 陕甘一带近日如何 志伯奏道 陕西一省姓赖宁安 为梁周一度陷于善善之仪 彼时有窥视之心 甘北戒灵狐的 狐一图入角 陈道任后 及时家寻警 言斥述士 所以守欲言而 信无从其而 此乃陛下弘福 国家之信也 地喜曰 亲可为能理而善智者也 经亲来经 不知守者可如亲万亿否 至伯奏道 臣奉恩命之日 即在各营正少内 悉心临选 查有中营中正胡方 年利精壮 善得俯首之法 且呆君是有恩 仁乐未知死 陈将军务令其赞署 后陛下检放 才干兼优者赴任 以资谈压 帝道 此任甚重 非速安抚至之源 不克胜任 轻易以何人可当此职 至伯道 陈官才干兼优者 故不乏人 然非在外重镇 及家府都成 恐不能一意 陈福建乡国族地言员 年富力强 安小智道 具有王左之才 孙吴之略 县位驾步郎 这人可当此任 陛下是赵之 面循其治理之道 必有可观 否则成干受 欺君之罪地约 轻位设计之计 举贤才 见忠良 乃大臣之礼 正慎加上 何罪之友 遂令皇门官 持节道 相辅宣赵言员 明日早朝见驾 皇门官领指去弃 帝即对张智博道 明日即成 即当皆应任是可也 随次欲如意一之 非鱼带一个 智博山呼谢恩出巢 急忙来到乡府 恰好言松正在书房用善 张智博敬见 松即请同吃 智博道 饭且自吃 特为君报喜而来 松问 有何喜事 智博便将帝问彼答 现在简放令帝元老兄 以差皇门官持节来宣 明日早朝必见 即为代将军的话说明 松文言反觉不悦 道蒙清翁美意 特为舍帝吹嘘 但舍帝自江西来 诸事未安 仆无奈以一职而积其身 今忽然因此大任 指孔福圣 臣不免化舌天族 似此如知奈何 智博尚未及达 仍报皇门官奉节制 请爷快出接旨 松即川朝浮出至中堂 贵接圣旨 皇门官口宋圣旨到 献据张智博奏宝 成乡族地言源 有王左之财孙吴之略 正圣佳月 特着皇门官池简道宣 轻宜携帝明日早朝必见 正令有伪请 吴言 轻辞 言松谢恩已必 向皇门官谢过了牢 皇门官道 恭喜乡国 令帝京城特照 必有大缺简放 可喜可贺 松谢道 乃尊使福必所致 皇门官坐别回朝腹地 不提 再说言松打发天使回宫 即来与智博商议道 明日舍帝入朝 指恐皇上免寻其数手方略 舍帝如何能答对的来 怎么是好 智博道 太师不须忧虑 可令人请令帝来此 不自有以教之 必不至物事的 随诱着人到府中 取得于徒来 二人领命 分头去弃 少请 言元来道 二人相见弼 智博便向他道喜 元道 何事可喜 岂吉事之 智博道 二爷炫作代将军以 岂犹未知耶 遂将如何始末 被戏说之 言元听了 惊呆半赏 使道 谬成清翁大人吹嘘 恐仆有父所见 如之奈何 智博道 不妨 且作片时 自有分晓 言未必 家人取图来道 智博展开悬壁上 乃是一幅地理图 上载着闪干两省的山川关爱 行事以及路径险要 依依君有助角 哪里未最重要之地 何处是充凡之区 只摘清楚 历历如见 智博道 二爷明日到了那里 必要先诊事哪里 又刺激哪里 细细未知节说 再三指示 言元莫记于心 智博又将如何答应 束手之道 父未开说 言元一细心记之 松喜道 非清翁之大叫 真弄巧反桌也 故未言元曰 你莫记之 无至临时一望可也 原当面称谢 松吉命人取酒共浊 智博辞道 献奉圣旨 蒲明日上任 蒲上有事 只恐明日不能相从 二军入朝 信物见怪 遂辞去 言松孔元不能记忆 世系尽不放言元规 将图形履履指点 赴令其送独注角之语 直至四更 使席片刻 刚转五根 兄弟双双抖授朝一 令家人提了将龙 一进入朝 荆基三唱 天色见鼠 呼闻锦阳中三响 各内市民边境殿 各文武分班立着 松宇圆二人贵于阶下 少庆 玉香阴晕 一派阴乐 两行宫女及许多太监 拥促着地申殿 坐于九龙秀墩之上 文武山虎已闭 地令卷连 宣言松 言元 二人山呼万岁 屈上玉前 脑浮经接 地赐平生 二人谢恩起立于龙书暗策 地固言松曰 此即你足地耶 松奏 乃臣地言元也 地随问元道 清县居何值 言元福奏道 臣县冲驾不郎之直 地孝道 至伯见清之才高 正今日当斩你祭足 正欲以轻卫陕甘提督诸君 轻料能守此否 可谓正言之 元顿首道 臣乃一介雍于 毫无知识 谬蒙章都督过欲 臣不才 唯有竭尽忠臣 以报陛下高后 于万亿耳 至于守府事宜 非可以预定者 见机而行 欲时而尽 辅则不诗未讨 讨则人妇未辅 辅讨两道 极致理之道 臣非臣所能 逆料者也 地闻元语 大喜道 真将才也 大将在谋 精卿得之以 正欲以全粮为清 清其勿赴正义 言元顿首道 臣无才无实 臣孔福克胜任 有父陛下委托之重 帝道 清之财 正义之之 即以言元为干粮 总督诸君事 四上方见 即日起行 元九顿谢恩出朝 二人好生欢喜 少请就有许多官员前来道喜 此季言元恰如山音道上 竟然应接不暇 四日 赵文华 即以千金未寿 另有名马玉带之类 相送元家住 文华可谓 善于屈言赴侍者 世家诸臭 何不知耻若此 我甚未知习以 或曰 不然 公太迂腐 故有此说 今日之作官 而享富贵 非昔日之赵文华 只知未比习 我亦已公布及文华语 可发一笑 言元既受恩命 即日打点赴任 吏部那边 急着插人送了文杂 并上御训止过府 言元则即启臣 一路上的公印迎送 所过周县官吏 无不攒眉吞气 俨然先日之清算 张国公也 暂且不表 光阴似箭 日月如梭 海瑞再步 不觉四年有余 被急取劳 二次报功 皆被严松驳回 不许填报着意 且美欲寻细献之 只因海瑞办事小心 又并无一些破绽 松顾无从下手 时张至驳在京城 恐怕海瑞见地 即败露其故恶 故美劝言松隐忍 总不牵其官爵 使彼不得见地 因为如此 瑞又再步年于 一日 仍传言松与地干粮 总督言元常有私书来往 松子是藩 年方十五岁 中日在外嫖荡 逝世凌人 昨日在于翠勾兰院饮酒 异于不和 酒后使性 竟将怨娘饥死 知献前去相宴 居问灵人 方知事事翻所谓 知献竟不敢跟救凶手 反把师母扣押 令其尊一领埋 如此似横 种种不法 海瑞听了叹道 似此则小民受害者 恐无宁日矣 但自己观直卑微 直尺天言 无由的见 心中烦闷 直不勿烧侠 乃过李纯阳边 修处闲话 李汉林言至内唐 彼此谈论 说起朝中之事 海瑞凯然曰 皇上信任严松 则设计将见轻为矣 相宇未必 忽人传理是独到败 李纯阳道 海兄且少做片刻 待小弟陪了刻来 再来续谈 海瑞笑道 既有贵克制 请自便罢 李纯阳拱一拱手 往外陪刻去了 且说海瑞独坐无聊 遂将纯阳的书籍翻阅 看了几本 不觉一本书内 有一小折而加在其中 海瑞展开来看 却不是别的 乃是严松的列祭十二款 纸箭上写道 第一款 二年春三月 松在通政任内 窥见顺城门张 一静之女美媚 以示娶之 其父母不允 松奉献令 以横世献 一静于狱 松应取其女未测事 阻隔其父母往来 一静忧死于狱 静期炫义驱恨而死 松恐女为父母复仇 也亦死其女已灭口 第二款 松改着行不上书 凡有天下府愿所资命道个案 必取鸭资银若干粮 否则驳斥 第三款 松在行不上书任内 逊江南一家三命之案 凶手有才 令人会露言松 以白银三千未受 松受之而反其案 使死者报汉九全 五年九月是也第四款 松千成香 加太师 日益四横 目无君父 把持善砖 所放之官 布满天下 六年五月 松以太保留然部位己用 碎角只收之 杀于狱中 第五款 福建闽王某 因无贡物于帝 亦无松会 松即赠于帝前 称闽王不贡 便有不成之意 闽神帝皆翻译 孔王未患 劝帝早除之 免资后患 帝乃次闽王死 松父使该地方 官超及王家解经 以肥己囊 第六款 松善亏尚义 美玉帝喜 必按奏之 必党于某人好 他人歹 帝为松言士信 身降不明 朝廷解体 第七款 松有心故宠 欲为交房之妻 以身女欲为己女 特请帝制府中献弄 古独军上 陷害张后 以及清宫 皆废为数人 现今优于掌门宫 第八款 松于部军统领张志伯 结位党羽 又为儿女之亲 屡屡宝剑 直至风绝 出镇大洲 经负奏地调回 总长九门之要 其居心更有不可问者 第九款 松于主事照文华友善 朝夕绸妙 欲为己用 超卓文华通镇之职 千卓游心 目无君上 第十款 私家官官客税 以保贪贺 第十一款 放纵家人言二 刻薄重力放债 第十二款 府地款式 仿照大内 而更极其心巧 健阅有罪 海瑞看了 随大喜道 有对阵了 急急急的收于秀中 正是 看明十二款 拼得一身亡 为之后事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海宫案第二十四回 海主事奏成劣迹 却说海瑞见了 严松劣迹十二款 便急急隆入秀中 竟不辞而去 回到管狱 展开再看 欲加恼怒 拍案探道 如此国贼 若不参奏 书非为君未成 忠君爱国之心 遗及作稿剧奏 将这十二款劣迹 书载于内 其奏稿云 行步云南司主事 陈海瑞 陈皇陈孔 击手遁守 紧奏为国贼专权 官民被害 急请言止 立除横报 以安成名 以敬天下事 窃见城乡言松 身应重禄 身负国恩 自蒙陛下书卧以来 不赐千拙 以狼官见身通正 炫酌上书 赴盟格外书典 亲家太师直贤 义柄均衡 既松字及帝世事以来 屈指未及时载 以献媚公禅 遂至未及仁臣 从谷未有之性 礼当节中报国 以达高后 然松字得宠以来 日四暴虐贪力 性陈残忍 甚至门庭如是 大开卖官欲绝之权 公用贿赂 罔顾王张 执党数微 其心莫测 小人认为心腹 君子是若寇仇 善杀大臣 私放官职 如其足地言缘 从玉来经 白丁的职 赴令其儿女倾家 现在九门总督之张智博 谬家混贱 乍因重镇 因托以代智博回京 以便结成一体 文武之权 西规松之掌握 陈欲为国家 而未不属谋矣 承受国恩身重 虽胆脑图的 亦难养达高后 余万一 赌刺国贼 专善四横 秦南亚人 不揣冒昧 紧列松立行列记 条列于左 以记陛下殿查 岂将严松阁直拿问 交三法司拟议 则国家姓胜 陈明姓胜矣 警据确实已闻 陈不胜待命之志 纪列国贼 严松列记 共十二款 功臣预览 四日五根 海瑞穿了朝服 静驱朝静地 内有同僚见之 问曰 先生从来不曾驱朝 今日何故驱朝 有何大事 海瑞道 朝廷乃臣子 臣说厉害之地 但有势急地驱走 功何必多问 自便罢了 那同僚见他如此强白 自觉没趣 遂不再问 少请 金钟响亮 帝已申殿 文武随班朝贺 山呼舞倒闭 海瑞月班 而出府府京街 奏道 成行不主是海瑞 有本茂奏陛下 扶起刺懒 成不慎幸慎之志 地图见海瑞在街前 手盆奏张而跪 乃令内饰曲来观看 地揽月良久 自作成银之色 乃传指道 轻且退 正字有处 竟将奏稿 那于龙袖之内回宫 文武看了如此光景 皆不知何故 退出朝房 有来问讯的 海瑞笑道 此乃机密 少请辩见 众皆疑惑不定 指得个别回去 海瑞一别众而回 鱼路大喜道 躺蒙天子准了此本 则与成名除害 纵瑞一死 也是值得 回到丝牙 又复欢笑 张夫人便问 其何以甚喜 想必要千生观志吗 海瑞道 千志道是小事 所可喜者 也已参奏了言松乙 张夫人听了 不觉大惊失色 老爷为什麽疯了 海瑞道 好端端地伴着正事 为什麽说我疯了 张夫人道 若不是疯了 难道死活都不晓得吗 今言松是亲人主 严全着手 你竟敢参奏他 岂不是以卵机时 自取其死耶 海瑞道 言松虽然是大 但彼自犯法 理当成创 怕他则胜 夫人道 虽则犯科作奸 律有名条 然比女县位皇后 我料老爷不能与比抗衡也 孤呆之罢了 海瑞道 夫人且自宽心 我已一介平如 受恩身重 经见国贼不奏 何以养达圣主红慈 纵未奏 松而死 亦所明悟 夫人勿言不说 海瑞夫妻之话 再说家境地 秀了海瑞奏稿 回至宫中 与皇后 严士官看到 你父未官不轨 至被庭臣参奏 轻易如何 言后便俯伏在地窟奏道 臣妾之父 呆下过言 誓已不得重心 故而有此一端 扶起陛下查之 妾与父不胜信胜 帝曰 虽云不得于众 而本内十二款 款款有据 正若故未必为 未免过于偏袒 经当批行庭臣 丙公却训 却适易于承审之缘 彼此开解了事就事 遂提欲比 批其本尾云 海瑞所奏 如果属实 即应研究 这三法司会痛丙公却训 如有稍须 及加倍反作 已尽将来 严嵩 海瑞 及并压发收审 三日拒付 承审官无得稍存袒护 清词 这个旨意一出 随差了两名内侍 分头到两处压交 然后再拜谢恩不表 再说那三法司 是太常四卿 行部尚书 光禄四卿 兼部侍郎 你到那三位是谁 太常四卿 刘本茂 行部尚书 郭秀之 兵部侍郎 陈廷语 当下三法司 接了旨意 及命庭位提人 谁知诸票未出 内侍早已将两人送到 郭秀之 及命权进行部私欲看守 悬排明日听审 二人交到行部私欲处 依此分开看守 自不必说 在讲言后打听三法司 乃是某人某人 即案令小内侍将三份礼物悄悄地送予三人 至主方便 三人却不敢收下 为对使者到仅遵意旨而已 郭秀之平日 是与言松相好的 心中自然要谈毕 又有娘娘之指 至主 月要回护 即来见 陈廷语道 蒲观此案 乃海瑞愿恨言太师 不迁其官 故而有此一端 经奉一指 还当仰体圣意为事 陈廷语道 只是海瑞所奏十二款 似有阙句 如何偏袒得来 只是皇后既有一指 等待临时见机而行就事 秀之称善 二人一同来见本茂 被以此意告知 本茂含糊应允 然心就不平 孤应之而已 少请升堂 三人坐下 吩咐左右 先请言松问话 时松以轻衣小茂 来到堂上 三人略略起声拱让 便令人取大殿 扑于地上 让松坐下 秀之问道 闻得太师与海瑞有戏 不知是否 言松道 海瑞与某相不通问 有何愁戏 此事是海瑞愿某不迁其志 故而冒奏 稀徒泄愤 为三位大人查之 秀之道 太师之言 如见其心 且请自辩 松懈而退 秀之急换海瑞到堂 海瑞意识轻衣小茂 朝上打工 秀之却不让座 便问道 你告言太师十二款 可有却据否 海瑞道 言松专权网上 四报自衡 欲绝卖官 直微数党 公行贿赂 天下之人 无不深知 何谓不阙 秀之道 你却不揣冒昧 但凡大臣有罪 朱庭臣会贤震奏 你乃是一介为原 者敢忘奏国妻 你知罪否 海瑞笑道 夫贼子乱臣 人人得而诛之 又何怪以不知为原也 海瑞受国厚恩 是以死报 经兼臣渡国 郑瑞报主之时也 虽断首捐躯 亦负何汉 秀之道 你既有确据 能指其人否 海瑞道 不能一一指出 但不论皇城内外 无人不知此衣十二款 秀之怒道 既未能指十句 岂不是冒奏吗 官此必有他人主使 不然 这十二款 从哪里得来的 海瑞道 人人皆知 却是哪里没有 秀之道 听此口词 不打哪肯招任 吩咐造力扯下去 长嘴 本茂及指道 且慢 海瑞主使 你此事却从何处的来 亦不妨直说出来 否则图寿敲略 忠义要说的 此非答是所谓 也海瑞听了本茂之言 蠢思道 有理 想我一时粗糙 竟不审辩真伪 遂闻于上 今被郭贼问的 无言可答 何不共出 李汉林 义得他来做个确证 便道 此十二款 却从使馆得来的 难道还不确凿吗 秀之道 使馆所在的事实 接入于金藤贵中 你焉能取得 此又是胡说的 海瑞道 现从编修李纯阳书籍 中得来的 如有不幸 可及传李纯阳来问 便可以见其却早已 郭秀之孝道 原来是你与李纯阳捏造的 且待下去 左右答应一声 将海瑞促下 本茂对二人道 海瑞之言 必有来因 可换李纯阳来问 便知端蒂 即令廷卫官网换纯阳 且说纯阳哪里知道此事 正与克对异 呼家人报道 不好了 不知海主是怎样把老爷的密室宣泄于帝之前 今日奉旨 令三法司会训言 海二人 谁知这位海主是 却把老爷攀扯在内 如今三法司已差了 廷卫官来请老爷 现在堂上 请爷去相见李汉 聆听了 不知这话从何说起 便丢下了棋子 急急出来迎接 那廷卫官见了纯阳 将来亦说之 李纯阳道 不知海公为者盛事 攀扯在下 公可惜其情否 廷卫官道 原来尊驾还不知道吗 那海主是前日将盐香参奏一本 据奏十二款 地级批发三法司会审 在堂上供出太史来的 我们且到那里再做记忆可也 李纯阳道 赞荣入见妻子一绝 廷卫官应允 纯阳入内见了妻子 被将上相侍情说之 其妻末是大惊 且气道 君家今日此去 可保身回否 原家住 末是之言 是料夫无生还之礼 故以此问之 是激烈之语 纯阳道 夫人莫要卑忧 此去即不能生孩 一抹所汗 但我在生一世 只有一子 年上未官 一生只有这点骨血 你当善是之 无父我亦可也 莫夫人道 夫妻之义 父子之情 自不必说 老爷且自放心 吉人天香 量亦无妨的 此时李公子在旁 见了这般光景 道 父亲不必如此 恋恋做儿女态 生死有命 又何迟疑之有 纯阳听了大喜道 好 好 有你如此 我死亦名目已 岁出外语 亭未官同到 三法司堂上去了 正是 忠臣能有忠臣子 强将挥下无若兵 未知李纯阳 此去可得生还否 且听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25回 青史彼儿 路守却说 李纯阳听了 儿子李寿 因一番激烈言语 遂愤然就行 同朝廷未官 一路望着 三法司衙门而来 廷未官进内 丙之患道 郭秀之便吩咐 且后明日随堂代志 当下廷未官将李纯阳 带回看守 至四日武堂 一干人证据道 三法司身堂为座 先带李纯阳上堂 李纯阳看见秀之在座 探约 我必死已 原来郭秀之与李纯阳 同在汉陵院时 两步相目 纯阳最比其为人 故相左 当下秀之见了 分外掩明 俨然问官一般 微服善作 乃把朱比来点 李纯阳之名 书立在旁高深喝点 李纯阳心中不愤 也不答应于他 郭秀之连点三次 只见李纯阳不应 乃怒道 何物书呆 如此大胆 法堂之上 尚敢如此较强耶 纯阳笑道 时不敢自负 但见名字殿是传儒之日 今圣天子欲比点过 至今无人呼唤 不于为你等所呼 大齐 大齐 秀之悦怒道 你自是为太史 不服王法吗 纯阳道 律土之兵 莫非望尘 有功受赏 有过领罪 何敢不服王法 但我之名讳 非你得而呼之者 也本貌看见如此 皆难过亦 遂从容道 李太史之言 怕不由理 为功继以奉勘 不得不如此 纯阳道 此事奉旨否 本貌道 亦非奉旨 然是有因 故致勾涉太史 何太于过之 且说现在是罢 应问道 行部主是海瑞 冒奏颜太师 一十二款 奉旨发在法堂听刊 作已延绝一切 作已延续一切 为海主是不能立指示记 至使再三延续 称说一十二款 乃从太史家内书籍中简出 不知果有此否 纯阳听了 如梦出绝 方知海瑞 私自取了他的密间巨奏 乃道 一十二款 果是严嵩 实在列祭 但不知为海瑞 所道而 本茂道 太史身为史官 凡有文武内外成功 以及大内一切 嫌否知事 均应密间金贵 何乃疏乎至此 为海主是所道 忽略之旧 只恐难辞纯阳道 严嵩所犯十二款 乃是却具无疑的 故此直输于史册 唯恨一时未曾放入金贵 不律为海瑞所道 忽略之旧 故无可辞矣 但言嵩身为贵妻大臣 犯科作奸 不知可有罪否 本茂道 太师犯法 自然皆与明同罪 无时据何以为案 太史亦太造次矣 纯阳上为吉达 只见秀之大怒 拍案赤道 你为史冠 不积实际 动辄并比乌捏 最有应的 你亦知否 纯阳道 有无反复 尽属公言 则朝廷可以不必设史冠义 秀之赤曰 朝廷设立史冠 愿以直谱之臣 愿以书载 那亭臣贤否 岂容你一人在内 五文弄末 以伤正弃也 若不执功 只恐毛板无情 悔之不及已 纯阳道 世俗雀切 须死不宜 秀之大怒 便欲行刑 本茂道 欲堂金马之臣 未曾有受辱者 如果属实 应聚奏天子 当名正法 公切不可因一时之怒 辱吉仕途 未将来者愿秀之怒 弃未习 斥令发在庭位看守 吩咐退堂 退入司牙 与二人商议道 姓喜纯阳 不能实止的阙 此案似可规避 不知二公之意若何 陈婷遇上在 无可无不可之间 为刘本茂不允 说道 若反使管之案 则实不刚见 皆不足信义 独步与连贤会稿 郭秀之看见 刘本茂不允 乃思以陈婷玉名字 连贤俱父 其父岗云 陈郭秀之 陈婷玉等警奏 未尊执义父侍 切成等奉斥者 三法司刊问行部 主侍海瑞参奏 太师严松一案 陈等尊及会合 秉公确训 现据主侍海瑞公称 与太师向无交往 亦无仇怨 为太师自秉均衡之后 海瑞日望其提志千志 如是者隐望数载 不得千拙 岁已未愿 故与汉陵边修 李纯阳谋献 捏造福岩 寄贡一十二款 稀图终商之 京城等再三延续 使口不宜 宣传李纯阳道志 据称依与海瑞同乡 更兼童年 子李之情 故多来往 纯阳自散管后 改寿边修 心意为足 乃向严太师求 卓一卓千世读之缺 而严太师以正言则之 纯阳尘孔有罪 遂思先中伤之 以灭宰相之口 故特婉行不主 是海瑞来家 故以依十二款 作为偶尔搜减 冒昧尚成 被此稀图瞒听 共谢私奋等情 再三延续 兼功不会 似无顿事 臣等福察力载 下辽以私院上司 捏造福岩 寄遇中伤者 守犯一展主角 从则免官 仍至以家障之罪 臣等未敢善辩 谨将经训过愿由 据实据父 扶起皇上锐见 训事遵行 臣等不胜待命之志 这副本一上 天子看了 唯不见有刘本茂名字 心中疑惑 乃命内侍敲得 宣照刘本茂进攻 细问原委 内侍领了秘址 来到刘本茂私地宣照 恰好刘本茂正因 昨日郭 臣二人连赴之事 存思海 李二人 本是为国之臣 经一旦为郭贼所诬陷 眼见得伸手易处 我岂可袖手旁观 旷我亦是奉旨的 既不连奏 亦当令赴才是 于是在窗下作稿 书善正了 要呆明早面成玉兰 忽家人报称有天使志 本茂匆匆衣冠出营 沿入书院 让正面坐下 茶坝 本茂道 天使光匠 有何圣欲 望起誓之 内誓道 是因天子看了行步上 书郭秀之等副奏本章 甚心疑惑 又见奏张上并无大人名字 故此特差咱家前来 宣照老先生进宫问话呢 即请塑形本茂 及与内侍同道宫中 见地于青云轩中 地震江城 郭二仁富奏看月 本茂上前伏伏 口称万岁 地赤平身 随赐秀敦 本茂寇谢臂 帝问道 惠迅海 言之案 轻易再列 今是非君无定者 轻又不签名连奏 却是为何 莫非其中令有别情否 轻当为正言之 无始网纵 以朝平云可也 本茂奏道 陈凤只会看海瑞参奏 言松一案 以得其情意 只因郭秀之 陈庭玉二仁任情片段 故此臣不敢签名 以坏陛下之法 经臣令有查勘言 海二仁实情 巨负小折尘懒 遂在秀中取出一折 沉于地前 地展开一看 纸箭上写着 太常似臣留本茂锦奏 为巨石巨负 以其圣见事 臣妾查海瑞 向于言相并无仇戏 而瑞信故耿直 美恶其为人 常有参奏言松之心 但以为缘 不获赌天言为恨 故虽有奏松之心 而无可成之戏 五中引人 非依日矣 瑞偶过汉陵边修里 纯阳家闲话 是有客来访 纯阳便出款有 海瑞读留书斋 久坐无聊 偶简阅纯阳案头书籍 不亦见纯阳记松列记 共依十二款 瑞见之易怒 遂有参奏之机 即时不别而行 连夜修成奏章 身奏陛下 其中君爱国之心如此 而李纯阳送客后 亦不曾觉 吉瑞在唐贡出 纯阳所记之事 成等吉传一道问 一字不差 此乃海 李二人之实情 但纯阳身未始功 自应盛世 何得以国家密室 存放家中案头 书属忽略 难辞其旧 何一泄漏机密律至罪 其主是海瑞 无有罪 无庸置意 不知有何胜亦否 浮起皇上才处 臣不胜信胜之志 竟表已闻 帝看必 持一味觉 父问道 亲和辈得其情 若此真确 本冒道 臣于逊审之后 思到庭位处 扣其真情 是以知之未阙 帝听了 臣吟不语 两久乃道 轻且退 正自有以处之 本冒辞谢而出 不表 又说那家境地 看了两处附奏 只见各执一词 较之本冒 所臣四境情理 然松有此衣十二款 难怪海瑞参奏 诸臣不迁一字者 乃为松之事 而肩口结舌 信有主是一人 为正夫成 不然则听松蒙必不已 方欲批发 将松阁直至罪 誓言是来道 府府皆下 口呼万岁 帝次平身 便问道 亲和致此 言是气道 切父不得众心 被海瑞诬陷 昨文庭臣 多有附会之者 为陛下查之 帝道 亲父向宇 正后有 经父为国妻 虽然作奸犯科 正当有之 但海瑞所奏 依十二款 得知使管 事难反复 如知奈何 言是道 使管有事 则不该宣泄于外 即此可建议 譬如陛下立法之事 使臣亦可认 亦谢耶 李纯阳忽略机密 罪无可断 愿陛下先诸纯阳 已尽将来 则是非从此定义 说吧 不胜哀气 帝或知 及时批了一道 纸一云 据三法司 身负前来 海瑞本 与乡国并无怨贤 唯边修理纯阳 不合思造浮言 家于书籍之中 故使海瑞得见 瑞籍认真 动此忠君之念 炫以依十二款 据成正已尽忠 其中委屈 你无庸再问 言松人负原职 海瑞不合造次 冒奏大臣 但念其因公 并非思义 尚可原情 仁者主适用 罚奉半年 以警不应 其边修理纯阳 不合忽略 顾捏大臣 这极处斩完案 钦辞 这旨意一下 可怜这理纯阳 一旦伸手为然 后人读到此处 谁不为之痛心灾 即理纯阳被斩之后 海瑞方才得事 听得这个消息 急如飞地奔到法场而来 辅施大哭 且吩咐家人 勿要收敛 即奔朝堂而来 时已将晚 海瑞却不能少后 直驱殿上鸣鼓 正是 只因权有益 那席此身躯 毕竟海瑞这一上殿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26回 红袍粉已付出 却说海瑞在庭位 衙门的事 闻之李纯阳被害 遂急急来到法场 辅尸痛哭一番 遂令人看守 自己却急急地走向朝房而来 此季天色已暗 海瑞也等不到明朝 悄悄地走到龙凤鼓边 拿起锤儿 把鼓乱击 东 东联想 惊动了首遇的官军 立将起来把海瑞拿住 问他所以 海瑞道 我有隐情 除非见了万岁爷 方可说的 那些是未见他说话含糊 便把他带住 少庆 有私礼间出来 问道 谁人大胆击鼓 侍卫道 行不主是海瑞击鼓 也已待下 后指定夺 内奸听了 吩咐 把这蛮子海瑞带着 待咱家好去复旨 侍卫应诺 内奸急到内宫 奏之皇上 帝级出殿 时已熏黑 满殿点着了灯竹 便传海瑞觐见 那些内侍如狼似虎的一般 走到外边 把海瑞抓进殿来 海瑞连忙叩头 口里只呼万岁 帝问道 你哪一个违缘 何故乌捏仔夫 最有应得 正念你出于无心 故特加恩宽恕 如今覆感激鼓 难道还有什么委屈于你吗 海瑞顿首奏道 为臣参奏严嵩 原位忠君起见 然臣蒙恩宽又外 李汉林呼被斩首 死臣所以不敢偷生也 特意宝殿 扶起陛下力 赐臣死 以权朋友之意 以名为臣之志 地道 里边修泄漏机密 罪应正法 你何独为他训耶 海瑞道 陛下垂拱万方 而凡百姓 莫不群臣得责 君臣 父子 兄弟 夫妇 朋友 乃无伦备者 夫妇有恩 朋友有义 经理纯阳身为边修 并必使馆 书记言松一十二款 乃其分内之事 实不于瑞之偶见 而道之 经蒙陛下赐以一刀之罪 纯阳罪故当路 死而无憾 然臣时事害纯阳之人 敢独偷生也 扶起陛下义赐成以一刀之路 则为臣无憾以 弟听了海瑞这一番言语 不觉长叹道 亲可谓不妇人者也 然里纯阳已死 不能复生 亲乃正之之臣 正忍亲戚耶 乃传子 四里纯阳关带 用五品之礼安葬 追赠魏汉林学士 因海瑞之忠义 转赐以欲如意义之 已经其意 海瑞谢了恩 领旨下殿 早有礼部以五品关带一席 交与海瑞 海瑞接了 急急来到法场 使礼夫人正与公子 辅施大痛 海瑞大呼 尊嫂 贤侄指哀 有恩指来 礼夫人听得有人叫唤 便止了气 只见海瑞到来 海瑞做一道 尊嫂且接恩指 礼夫人便与公子跪着 海瑞捧住官带道 奉圣指以李汉林家五品之贤 赐官带恋葬 家属谢恩 夫人公子口呼万岁 把官带皆收起 选各官僚皆来吊宴 海瑞此时穿了一身校服 跪在一旁 如丧父母一般 逢人便到自己之过 少请 官木已被齐了 随即入殓 将就寄于城外之姿报寺 海瑞竟随着灵鹫相守 夫人与公子道 绝过意不去 劝道 海老爷 不必幽交了 如今且请回雅里市 王夫之灵鹫 自有于母子服寺 海瑞坚持不肯 直到小祥后 方才回雅 即对夫人说道 李年兄因我而死 经其家眷流于经底 又无依靠 我胜过意不去 亦欲将女儿许配了 他的公子 亦则以报李年兄之恩 二则女儿终身有着 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张夫人道 老爷之言甚善 如今他们母子无依 先接过了居住 且供应公子读书 其婚应之事 慢慢在说 若是欲早说明 只恐公子为人谈论 不肯过来痛住呢 海瑞大喜 次日即到公馆来 见了李夫人 便将相网痛住之意 说了一遍 李夫人道 多尘书书后裔 但事与母子在 经义是无用 不日当整归边 为事目下并五分文 难以行动 而海瑞道 嫌嫂且道舍下赞助 呆于书打算盘废 再送尊嫂 嫌值回家未持 信物推却 李夫人不得已 乃与公子搬到海瑞撕衙 张夫人家义殷勤 情同姐妹一般相待 自不必说 海瑞偶侠之时 更用心叫纳寿英的经史 真真讲解义礼 李寿英却也聪明 亦听了书便悟 因此海公更喜奇聪慧 比自己生的还被家爱惜 如此住了一年 过了礼仪的大祥 海瑞便请了冰人 对李夫人说 和他儿子的亲事 李夫人道 于母子流落天涯 上无片瓦 下无力追 母子漂泊 犹如平纪 多成海老爷提携 始于母子不至恶必他乡 则感恩迷记忆 焉感养攀千金小姐作席 凡善为我此可也 没以李夫人之言回复 海瑞便自来见李夫人道 以小女配令郎 时瑞所应报仙人者也 孙嫂修的推却 李夫人看见海瑞如此情形 指的依允 指示并无聘礼 指的将欲沾一支 全未聘礼 海瑞接了 从此改口相称 此时又更加亲厚矣 夫人虽然屡欲回家 怎奈海瑞兼留不放 一则要女婿晋升公输 二则又因盘费未备 不觉又过了一年 时值皇上四旬万寿 京都成名各处张灯结彩 与帝宫室称庆 大小成功 皆有公助贡物 海瑞是各穷官 更坚近日又多了几寇养活 可怜他自上任 只有一领红袍 直至余资 东下也无更替的 如此劳苦 那里还有圣银子被办贡物 不过空手随班祝贺而已 是日 帝大喜 便赐诸臣之宴 海瑞亦在列内 只见颜松手捧玉之 跪于帝前 顿手助道 臣愿陛下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黄土永固 帝到辖昌 臣有公助圣寿之师一律 恭送万寿 遂将师臣上 帝看师臂 孝曰 臣香过欲 正恐不当 今日可谓太平炎宴 君臣之乐 无过于此 岂可无师以继其胜 凡你诸臣等 各合一首合如 诸臣皆呼万岁 随有行步是郎唐英 左春房右树子刘宝邦 各迎一首 无非都是些赞扬之巨 帝兰臂 乃向海瑞道 诸人皆有诗章 主事和读监口 海瑞俯伏奏道 臣才迟钝 经上思索已 帝令速和 海瑞即便到自己的胃上 浓膜香莫宝币 提成一律成上 帝兰师 在四银欧 附幼成银半赏 不觉凯然长叹 低头不语 众臣莫知其故 海瑞面上却有欢容 帝集宣瑞道 御座之前 御道 观清术语 使朕有愧于心 然是已至此 如知奈何 海瑞顿首奏道 陛下恩便万方 何习一开金口 使彼母子义的称请 帝大喜道 依亲所奏 海瑞顿首谢恩 欢呼万岁 退回原位 帝对文五百官道 正行年三十入 祭大统 屈指不绝十载 回忆少年所行之事 大半乖错 今圣悔之 献与清等共聚一堂 师九相遇 亦可谓千古一时之圣 但缺一乐矣 诸臣其道 陛下垂拱万方 四海一家 乃极乐之天下 独有缺者何也 扶起陛下是之 帝探道 古人有云 有子万世族 无观一身 亲可经正赴有四海 你诸臣公无不结成尽职 亦辅王室 可谓乐矣 但缺一乐者 为正无子 若有太子 今日席前称庆 岂不称全美乎 诸臣卫达 海瑞及及趋至御前 俯伏奏道 陛下有子 何以云无 帝故意道 寡人何处有子 亲何以言之 海瑞道 张皇后产太子 曾经搬行天下 于今七载 陛下启望之耶 帝座惊喜之壮道 正却忘怀了 非亲言 正机不审 今日不可不使皇子 一睹盛事 海瑞赴奏道 太子称庆 李故怡然 经陛下何不召来 与诸臣相见 义则太子的亲筑侠林 义烧尽人子之道 义不赴陛下 以仁者治天下也 帝正欲降旨 旨见班中闪出义人 守直相护 伏伏经殿 口称 万岁 为臣言松 有一言冒奏 扶起陛下恩准 则臣等意不甚信甚 帝孝道 轻事言之 正是 奸臣恐怕君恩将 故以禅言阻止君 为之松奏和事 且听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二十七回贤皇后 仲庆 陈恩却说言松在殿上 听得海瑞与帝之语 陈孔特将恩指 把太子设了处来 人居处位 则己女之宠就衰矣 随即俯伏经皆 奏道 前者皇子与张氏有罪 被废以经数载 天下成名皆知 陛下不宜听海瑞之言 智有出耳反耳之机 此必海瑞沟通掌门 因此成姬巧说 以图蛊惑 望陛下诉诸之 则天下信圣以 帝孝对松说道 亲有子否 松道 臣指一子 帝曰 正欲亲子代 正子幽禁数载 亲怨否 松道 臣而无罪 不得入此幽宫 帝孝说 可知道又来了 你子无罪 故不得入此掌门 起正子有罪 何当掌进烟 臣相勿再言 且退 松惭愧而出 帝即令内侍 持结社皇后 太子出冷宫 令被宴于 起春宣 父子相请 诸臣随嫁回宫 各个散出 严嵩及及回府 再做记忆 自不必说 再谈张皇后 与太子 自从贬入幽宫 不觉四载 母子二人 日系唯有对气而已 信赖有风 宝时时开解 不然则恐不能双全已 这日 张后在冷宫 想起今日乃是皇上万寿 幼之四旬 遂对太子说道 今日正是你父四旬万寿 天下成名 皆来称请 若是我与你不曾被废 今日不知怎声高兴呢 太子听了 含着一筐眼泪说道 可恨奸非狠毒 致使我父子不能见面 他日重赌青天 我怎肯与他甘休 说罢痛哭起来 冯宝在旁劝未道 娘娘 太子爷 都莫要哭 朝廷岂无公论 且自宽怀忍耐而呆之的 好说由未了 呼听寇门之声 冯宝出问何人 只见司礼监湖兵手 盆节月说道 皇爷有旨 特赦皇后 殿下二人 立即到启春宣朝见 迅速前往 张后与太子连望却谢恩 炫有小内侍捧着冠服进来 张后与太子换了几服 随着胡兵来到 时帝已在启春宣等候 呼见张氏携着太子而来 其实太子年已七岁 深得志气宣昂 第一件 不觉喜动颜色 皇后与太子据服于帝下呆嘴 帝即下座 亲手挽起后与太子 重新助手 帝动了父子之情 不觉留下几点泪来 张后道 罪妾幽必申功 以为今生不能再见天日矣 和姓陛下图诗格外天恩耶 帝惭愧孝道 帝日之事 无凡叙说 且言今日之欢 此时言习已被 太子亲自把斩 帝大喜 与张后叙些旧化 直至月上柳梢 方彻之 世系帝与张后 宿于启春宣内 令逢宝世护太子于清宫 四日 帝令氏读学士 严培原卫父 教习太子施书 改启春宣 为重庆功 却只不提起改义之事情 张后亦不敢多言 百凡坚口而已 逢宝打听明白 才知是海瑞之力 即奏之张后 张后感激海瑞之恩 赵太子入宫未曰 我与儿的复见天日者 皆海主世之力也 你当明之五内 他日无望其宫 太子道 儿当漏心刻骨 将来图报恩人救世 暂且不表 又说那言是清廉 得知皇上赴兆章后 特赦太子 仍赴清宫 心中大怒 又见第九不灵性 未免经忧 终日皆怨 泪不曾干 原家住 可知如此苦旷 独不思他人否 燕曰 烧红的火棒 拿不得两头 就是此等人可笑 乃修书一封 令人送予言松 令其未继 言松正因女儿之事 心中忧闷 连日不曾上朝 忽然接到宫中书闸 乃展示之 见写道 女青莲百败 竟柄着 女蒙大人豢养 并和提思 得是交房 亦云信义 不亦座位 为暖 忽有此便 经张事与太子 接蒙恩赦 女料不日皇上 必赴其位 太子经已赴居清宫 张后县居起春宣 帝己改位 众庆宫 观此则可享矣 虽不明言更负 其改名众庆者 盖有自也 躺一旦复位 至我何得 当先思 所以自卫之计 数免不测之律 为大人徒之可也 书不敬罪 为早觉 经病 言松看了 陈吟伴赏 无计可施 自思皇上之意 却要改赴 为言者 始所不忍也 若不及早自卫 必有不测之祸以 吉父书一闸 令人迟回 至父清廉 叫他依书行事 来人迟回 清廉将书及时拆开 细看其书云 揽月来书 备之一切 但此事之祸 及以福 发在迟早 则未可料 其改众庆二字 乃众相欢庆之意 你已早退旧的 乃让正愿与彼 则地喜你之贤熟 而或换尽喜已 你已稀想 无智是其 我你与有荣施焉 此父 不尽所言 统为早定大击可也 言是看了父亲回书 自私让未知说已得 但我已在正愿四载 今日赴居人下 岂不被人耻笑 若不让回正愿与他 皇上必然有意怪我 此计更不可开交 左思又想 别无妙计 只得自作小奏一间 令人持现余地 地揽其奏云 臣妾清莲 臣皇臣耸 酒顿锦奏 妾妾乃菩兹柳志 谬蒙圣恩 持至正宫 受恩之日 心生未安 时已圣意过身 不敢顾辞 任饮无忠 直至于滋 经功逢皇上 四巡万寿 八方庆恰 所有囚徒 皆被恩责 皇后张氏 太子某 皆蒙恩赦 彼得众目恩高 妾心数载之末其者 一旦以愁 经锯寸间 扶起皇上见缘 仍以皇后张氏 赴阵昭扬 妾仁是侧 不甚性甚矣 锦奏以闻 扶起陛下圣剑 妾倾连林池 不慎惶恐之志 地揽奏及批其间莫云 揽月来奏 不慎心便 巨见清贤功德赎 寻刊加上 准如所请 这即日移居林春院 其昭阳正院 这司礼太监王针 即行洒嫂 刹礼布郎中侯直童 被法嫁恭迎张皇后 赴居故宫 其文武诸臣 仍往朝贺三日 清辞 批蔽 即令来人迟回 严氏看了 即日移千林春宫去了 王针把昭阳正院 撒扫一番 张灯结彩伺候 郎中集齐了 鸾架一丛 引领着到起春宣来 早有太监们 进了后官服 张后穿了 望却谢恩碧 随即登鱼 就有许多公额 侍女随从 太子身穿集服 邀选宝剑 护驾而行 来到镇院 一派英乐 迎入宫中 礼部律领文武诸臣朝贺壁 张后传一旨 卷起诸连 宣誉诸臣曰 哀家前者应就被废 金蒙皇上 崇家书恩 附阵昭阳 你等皆宜忠君 爱民为首 无负致意 众臣领命 其实 海瑞亦列于内 张后看见 特宣上皆遇到 哀家金赋昭阳者 赖清之公也 特赐锦断食匹 如意一支 海瑞寇头谢恩 诸臣皆散 帝亦进宫 与张后称庆 从此夫妻相爱如初 按下不表 且说 李夫人思念家乡 坚毅要回朝阳 海瑞亦不便强流 便向张夫人致意 我女年已及机 必须婚配 经济回月 彼此相隔数千里之远 况我再经不知何日满刃 恐耽误了亲事 不若则各吉日 就在衙中澄清 圣位两便 李夫人应允 海瑞便择了吉日 把女儿金箍昭坠 礼寿英未叙 不觉过了满月 为是没有盘费 打发他母子启程 海瑞娇闷了数日 并无一策 忽然想起太子待我恩生 经执此忧促之计 何不休书 向他借贷少许 主义已定 遂及服侍花间 浓磨香末 一挥而酒 风间顽固 嗅到清宫门首 后了半日 方见冯宝出来 冯宝见了 忙上前座一道 海恩公在此何干 海瑞回礼道 殿下安否 冯宝道 太子姓托清安 现在太傅处念书呢 海瑞道 在下有寸间 赶凡公公转至如何 冯宝道 这个使得 海瑞便在秀中取了书闸 交与冯宝道 相凡即送 明日再下来听回信 冯宝答应 各相依别 海瑞回到本衙 对张夫人说之 夫人道 此书一道 太子必然见隐的 不说海瑞盼望家音 在谈那冯宝接了书信 急急来到清宫 恰好太子放学 冯宝急把海瑞的书闸 乘上到 海恩公今日在宫门外遇了奴婢 先请问爷的安 似将书闸交与奴婢 说是要面臣殿下开差 太子接了闸展开 只见上南氏 成海瑞景百败 致书于清宫殿下 静秉者 瑞因必亲家里纯阳之家属 即日回月 苦无资福 百代莫印 感冒昧静甘 其代千金 彼得借资必亲回月 不至流落金城 并故汉林之旧 得归故土 以正守秋 皆赖弘此所赐以 专步 并请金安太子看必说道 海恩人故已如此 但我一时没有 怎生事好 便向逢宝问记 正是 唯有感恩与饥恨 千年万载不成成 毕竟凭宝说出 什么计策来 且看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28回 尖向国清宫中 记却说 太子看了 海瑞的书闸 自私年来 幽静冷宫 今时得出 纵有每月的月缝 意识有限 如何变得千金来与他 况且 他是我一个 大大的恩人 今日初次启齿 却怎好不应 他的命 情上难过 遂对冯宝道 目下海恩人急需 休闸与我告代千金 只是两手空空 如何是好 冯宝道 海恩人势必迫于不得已 方向千岁开口 今日却要应成他的才是 太子道 固然如此 但此季却到那里去弄银子来 你可替我 想个主意 冯宝道 也何不到户部去借一千两银子与他呢 太子道 我一只像户部库里可以借得 但是动之库像 该不必要奏请 躺被动之 皇上知道 问我要此银子何用 是要说出来的 你岂不知轻功的规矩吗 凡有与外城往来 以及私自相授受受者 君甘利尽 况且我奏舍未久 今与海恩人来往 躺言松戒此谓此 附诗禅言 则我与你恐又要入冷宫去矣 故此事使不得的冯宝听了 眉头皱了皱 不觉寄上心来 便道 有了 有了 太子道 有了什么 冯宝道 奴婢想起来了 那严松他家 现放着许多银子 也明日何不向他借几万两来用用呢 太子道 他与我不目的 怎么反向他去借银子 亏你说得出来 冯宝又在三辰银说道 又有好记在此 说来听如何 行则行之 否则另一霸 太子道 你且说来 看事中用否 冯宝道 太子爷明日可请了严松进宫来 只说请他讲解五经 来了的时候 礼盒让做献茶 呆奴婢先把一张椅子 砍去一指腿儿 再将颈披围住 自然是看不见的 腹把一盏放在滚水之内煮至摆滚 那盏儿自然是滚热的 烹上了茶 却不用茶船 就放在茶盘之上 待他来拿的时候 必然烫着了手 意识着热 必然伸手齐动 那三腿的椅子移动 岂部连人翻倒 那奸贼一到 那盏茶却难顾了 必定连茶也丢在一边 打碎了茶盏 爷即便起脸来 将他抓着去见皇上 说他欺负爷不在眼上 好意请他入宫奖金 有礼相待 他竟敢当面打碎了茶盏 就如轻打爷一般 那时令有说话 怕奸贼不陪爷的茶盏吗 此季就大大的开口 要多少 随爷说就是了 若得了银子 将来送与海恩人 应剩下的 爷买果子吃也是好呢 太子听了大喜 不觉手舞足倒起来 说道 妙计 妙计 即一计而行可也 遂先令逢宝去 相辅相请 那颜二看见 是内宫的人 不敢怠慢 及及境内通报 事实颜松正在书院 坐着看书 只见颜二来说 清宫内是逢宫宫要见 颜松便清出来相迎 沿入书院让坐 冯宝谦让道 咱们是各下议 怎敢与太师相国对坐 这却不敢 颜松道 公公乃是清宫进城 理应坐下说话 冯宝还在让谢 方才就坐 颜松便先向冯宝面前 请问了太子的安好 然后问道 公公光匠 有何见欲 冯宝道 只因太子爷经岁旧父 所有五经巨未曾听过讲解 故特令咱家前来 敬请太师明日清晨进宫 太子爷轻易叫太师讲解 故望太师明日光讲 颜松道 太子现有师父 常在清宫试读 怎么返患老夫前往呢 冯宝道 只因太父不十分用心讲解经史 爷大不爱他 所以特请太师爷前往呢 颜松道 既蒙太子宣照 明日功赴旧事 逢宝宝便坐别回宫而来 对太子说之 太子道 这事尽在你一人 你可预备 切勿临时务事 逢宝道 奴婢自当理会的来 四日清晨 颜松进不上朝 来到清宫 时冯宝早已把那椅子并茶斩弄妥了 走在宫门后者 颜松即便上前叫声 冯公公 嫩早起来了吗 冯宝连忙说道 太子后久了 请进里面相见 颜松便随着冯宝而进 到了内面 只见太子坐在龙踏之上 见了松志 急忙起身迎卫道 先生光降不易 松便向上朝攻 太子急忙扶起道 先生少礼 吩咐冯宝拿座位来 松迁辞 太子道 焉有不作之礼 请坐下说话 松便谢恩坐下 冯宝丽在以后 按以自己的腿来顶住缺处 所以那椅子不动 颜松道 蒙太子宣照 今早驱朝 不知太子有何指示 太子道 姑息者获救 奉敬四载 于前日蒙皇上特恩赦诱 使姑舅父 为太父不善讲解无经 姑心验之 顾特赵先生进宫求教 信物令也 言松道 陈学浅才书 不克思夺之刃 还起太子令宣有学之辈 太子道 久闻老先生 博学红才 燕冠诸金 故来求教 信物推却 遂换内侍送茶 那内侍即便捧了两盏茶来 先帝与太子 随以颜色示意 太子会议 便拿了那一盏在手 余下那一盏 便是滚热的 送在颜松面前 颜松便将手来接 初时还指到 是那茶水烫热的 不以为意 即拿在手内 如抓着一团红炭一般 哪里拿得住来 便将手一缩 早将那茶盏丢在一边去了 冯宝在后面把脚放开 颜松身子一动 那椅子就到了 把他翻个筋斗 那茶净见着了太子的龙袍 太子此季强作怒容 骂道 是何道理 在孤跟前撒泼吗 冯宝与我抓着 扯他去见皇上 分口道理 指下的颜松魂不附体 即跪在地下 不住的磕头谢过 说道 臣不觉失手 冒犯殿下 时不敢七秒千岁 扶起殿下原情 太子怒道 孤亦明白 你看孤年幼 所以当面七秒是真 孤起肯受你这一者的 去到皇上面前再说 斥令冯宝 把颜松带住 孤与比一同面胜去 冯宝此季心中暗笑 哪里还肯放宽一线 把颜松紧紧地抓着胸前的袍服 一进扯到大殿而来 太子随后压着 一同来到金鸾 此时早朝尚未曾散 文武看了不知何故 接个金鸣 皇上一眼看见了 斥令冯宝放手 冯宝将颜松松了 松吉伏伏于的 头也不敢抬起 太子走到龙岸之前 俯身下拜 与皇上请了圣安 皇上次令平身 上殿侧座 问道我儿不在清宫颂读 却与冯宝把太师抓到殿庭 是何缘故 太子奏道 臣儿蒙父王特恩 令臣救父 只因儿五经未安未溃 故令冯宝过相辅 敬请颜松进宫 讲解 诗经 可奈这颜松七成年幼 静得功来 臣以师父之礼相待 而颜松竟敢把臣的茶斩当面打致的粉碎 七秒殊胜 所以特扯他来见陛下 扶起陛下与臣做主 想乡国七成 就是目无君上 起陛下攻断地文奏 向颜松道 太子好意相言 进宫讲书 你何故善把御用的茶斩制打 是何道理 这就有罪不小了 你可知否 松扣手不迭 奏到 陈凤清功令指相宜 及时屈付 蒙殿下赐茶 此即陈时不知茶斩 故意弄得滚热的 伸手来接 被烫尸首 勿将茶斩打碎 是真 陈烟敢七秒 扶起皇上 降茶 帝文言自私 此必逢饱所为 但今日之事 唯有解开救世 便对太子道 乡国之失守 本出于无心者 今已碎了 可令他陪还救世 太子道 明明是他有意 将茶斩打碎的 今还说是茶斩 故意弄得滚热 只这一语 便可以见乙 今蒙父皇训世 承敢不尊 但松有金价之罪 不可因此 以起将来 诸臣不尽之端 扶起皇上 折令乡国 立即赔臣的斩价 并置以不尽之罪 帝道 我儿 你却要他赔 还多少 太子道 臣只要他赔 一千两就是 帝便宣 遇到 乡国 你不合物 打碎了御斩 经者你赔还 银子一千两 明日清晨 搅到清宫去 并与太子父 经请罪 你本有不尽之罪 正绝不枉法 该招发 往云南冲军三年 但是正经须人办事 特加恩典 这发在云南 思过唐三日 已赎其罪 严松不敢再辩 只得寇谢天恩 各阶下殿 严松受了 一肚子的屈气 抱恨回府 而去不表 再说太子 与冯宝大喜 回到清宫说道 今日有意 报海恩人 以 冯宝道 爷太公道 皇上问 爷要赔多少 爷就说 该要数万 怎么只说 一千两 如今有一千两 送于海恩人 却没有余圣的了 太子笑道 你我有衣有食 要他则胜 这就够了 不必忘求了 逢宝口虽则应允 然心中 时有不甘 自私 亏我随着 爷与娘娘 受了四载之苦 哪里去的 一文半文来 今日有了 这个机会 哪肯就此 轻放了他 明日 严松这老贼 要来缴 那一千两银子 待我故意将他 受难 量想他必要 我相传的 待咱炸他 一些银子用用 也是好的 想他们 不知炸了 人家的几万亿数 我却弄他三五百 可就四羊腿上 拔去一根毛 有什么相干 主意已定 专呆行事 自语之间 不觉天将傍晚 冯宝伺候晚善已必 十以二股 各归安寝 然冯宝把炸才之念 思目一夜 何曾何眼 到了次早 天上未明 急抽身起来 后颜松脚迎进来 好炸他一番 眼巴巴的忘了半日 方才见那颜二 引着两人 抬着一箱银子来到 冯宝一见 故作起模样来 假意坐睡熟的光景 那颜二走上前来 叫了几声公公 冯宝指示不应 颜二将他肩上拍了一下 冯宝只做梦中惊觉的光景 骂道 你是什么人 敢来打我 颜二走上前去 陪了个笑脸说道 冯宝宝 是我 冯宝把眼揉了几揉道 原来就是颜二先生 修怪修怪 到来做甚么 颜二道 奉了太师之命 送一千两陪 嫁银子到来 相凡通传一声 请殿下月收 冯宝笑道 很好 我们的规矩 可带来了么 颜二听了 心中明白 便向秀中取了 一定银子 约有五两多重地上 道 这是区区之意 信物贤轻 冯宝拿在手中一掷 至到街上去了 说道 岂有此理 你们是冲家人的 难道不知规矩吗 你们城乡府中闹热得很 所以每域内外官员 丙剑 就乐要三百两 我这里清宫冷淡 凡有要求剑爷的 门包也是三百两 若是少了半毫 在修想剑的着呢 颜二听了不觉好笑 正是 比来我网街以理 今日冤家遇对头 毕竟后来颜二 却雨逢饱多少银子 且听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29回怒 账监成获罪却说 颜二听的冯宝要他 三百两银子的门包 不觉哑然而笑道 公公休要取笑 若是嫌少 又加些旧事 冯宝道 谁与你做儿戏事 这是一定之力 少则不能见 只怕迟了日子 也在竹子跟前说声 你家城乡恐怕肩不起呢 说吧 竟转身将要入内之椅 颜二急急换住 道 公公 且请少留跪步 有事慢慢的伤着 冯宝怒道 有什么伤着之处 只管在那里叙叙叨叨的 令人好不耐烦呢 颜二道 如今身上却没有许多银子 故此要与公公伤着 冯宝道 你只管说来看 颜二道 我们时不小心 公向有这个力 如今方才得知 若说三百两 就要回去与主人 商着送来如何 冯宝道 不是要你主人的银子 是要你平日而炸的 想你自从投在眼府 时有余年 炸的银子 银千类万 今日礼付我三百 只如沾上去下一根毛 有什么相干 怎么说出这话来 想必要将你的主人来压咱家 好好的与我滚出去 这银子休想搅进去 颜二见他如此说话 正是大拳打中了他的心坎 不得已到 既蒙公公过爱 在下就送一百两过来就是 冯宝摇手道 不中用 不中用 少了一厘 也不济世的 你自去商着就是颜二道 只是目下哪得银子如此方便 倘若误了期限 如何是好 冯宝道 只要你肯出三百 我便肯挂个奢账的 你如情愿 这里有纸笔 你可写张借券来 颜二道 如此可借一用 冯宝引他进到门房 给予纸笔 颜二即便写了一纸借券 递与冯宝观看 冯宝接来一看 纸件上写着 借券人颜二 精英急需 借到冯宝公公文银三百两 约以本月内青孩 恐后无凭 立券约以未存照 加进年月日 颜二亲笔 冯宝接了借约 问道 基石交足 颜二道 就依着这个月内变了 冯宝方才应允 把借券收了 然后才进内说之 太子道 你在外收了 进来就是 冯宝领命 便出对颜二说 咱也吩咐 就此收了便是 颜二 极令人把一箱银子 抬到大殿之上 对着冯宝点验明白 方才作别 冯宝道 你的东道 是万言不得的 若失了信 咱却要与你算账呢 颜二 唯唯应诺 恨恨而归不表 再说冯宝收了银子 尽内秉之 太子道 即令你将原银 送到海恩人那里去 道我多多拜上 冯宝应诺 即使换了两个内侍 把这一箱银子抬起 自己引路 望着海瑞衙中而来 使海安正在贤力 冯宝便将上向事情说之 海安急到里面说之 海瑞急忙出营 冯宝令小事把箱子 抬到里面 与海瑞相见弊 说道 信不如命 咱也多多拜上 若是恩公有什么急需之处 不妨又来 现在一千两 你可收下 海瑞谢道 一知未甚 岂可在乎 便望空拜谢 傅向冯宝致谢一番 说道 精锐在穷恶之际 刀蒙公公与殿下恩师 得记此及 海瑞唯有焚香顶住 以报高厚尔 荣日登堂寇谢 冯宝道 屈屈一死 甚么相干 何必介意 若说道 宫面谢 这却不用 主人曾有言 恐怕为言贼小的 说是交接外臣 反味不美呢 海瑞道 如此 就凡公公转至就是 逢宝座别回宫而去 自不必说 海瑞既得若干银子 便送到礼夫人处 说是盘费 礼夫人道 哪用许多 不过二三百斤足矣 海瑞道 剩下的已为读书 高火之资 监要全收 礼夫人只得收下 则即启程 海瑞吩咐家人 急去顾备夫马 夫马停妥 话不多坠 呼人来报 严嵩因为打碎 清宫的御用茶盏 被清宫抓去 面奏皇上 罚他赔了一千两银子 又说他惊驾 要发往云南充军三年 只因朝中无人办事 如今特加恩典 这发在老爷处过堂三日 全坐三年 明日盐香便来过堂 故此特着家人来禀说 海瑞听了不觉大喜 手舞足蹈起来 笑道 天呀 你真真报应不爽了 又一手指着 言辅那边说道 奸贼 你平日专权四横 今日却有这个日子 遂传了差异造力道来 吩咐道 明日监向言松过堂 你们只看我的眼色形式就是 若是叫你们拿下 你们便拿下 若是叫你们动手打 你们即便动手重重的打就是 如为重则不待 差异们应诺 海瑞恨不得就是 次日好去报仇 一宵无话 次日清晨 海瑞起来 即便吩咐海安在门外伺候 海安领诺 即来门守候了半个时辰 见前面摆着几对马及随从的家人 前遮后护 拥促着言松道来 海安即便上前扣剑 言松道 请起 岁下了马 坐在一张马鞍上 令海安进去通报 海安应诺 随即秉知海瑞 海瑞听了 及时吩咐三班牙役 开门伺候 然后出来 立在大堂之上 吩咐海安便请 海安便来禀道 家爷在堂上 攻接太师 言松此祭 随即换转了轻衣小茂 把众家人约在外边 自己随着海安而进 只见海瑞立在堂上 笑容可居 言松即便屈前 海瑞坐一道 恭请太师金安 言松道 刚风安好 海瑞道 荒芽何信 得太师光匠 请坐 海瑞参见 言松道 惭愧 老夫有罪 今日奉旨过堂 正式刚风端坐 待老夫听点 海瑞道 岂敢 想太师为及人臣 又是当经国妻 左府国家 多利其勋 天下苍生 养如父母 精英小小瑕疵 圣天子不过略 顺亲公小义 不得已令太师光匠 然太师贵不一灵 草木皆春 还请太师少坐 少敬一餐之敬 言松见海瑞 这般因情千功 只道真是敬意 便笑道 如此有战了 竟走到上座坐了 海瑞道 太师少坐 待海瑞取茶来 便进去了 言松坐在堂上 只见两旁牙屹立着 查其动静 各街四有怒容 自私海瑞 平日是与我不合适的 经我寄奉 指道此过堂 他不特不做一些气 且还如此千功 既是如此 怎么又另差一身堂 莫非有甚别顾不成 正欲下座 海瑞忽然突出 向外溢问道 上面坐的是什么人 牙一答 是言太师 言松听了 也站起来道 就是本部堂在此 刚封莫非眼花了吗 海瑞道 来此何干 言松道 奉旨道此过堂 你岂不知耶 带着三分怒气 附坐上 便道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瑞怒道 你既奉旨前来过堂 就该遵着王法 报名听点 怎么反把我的座位 公安占了 是什么道理 言松一怒道 没什么道理 就是偏公私店 老夫亦不辞坐 何况这一座小小主事 公堂耶 海瑞 你这般怒气不息的 到底为着什么 你与谁来 海瑞道 就与你来 吩咐左右 与我抓了言松 那些差异 平日知道言松的厉害 不是好惹的 各个面面向去 恰如泥雕木素的一般 只见答应 却不敢动手 海瑞看了大怒 即赤海安 海雄二人上前 安 雄二人一声答应 如狼似虎的一般凶恶 走上工作 一把将那言松 抓了下来 言松大怒 骂道 畜生 反了 反了 海瑞即便伸唐问道 你这私胆敢不遵圣旨 不报名 不应典 亦不过堂 反把公案占了 皇上又不曾差你来此座问官 你知罪否 言松笑道 任你怎样说 量亦奈何我不得 你却把我怎样的 海瑞听了此话 勃然大怒 正是三师神暴躁 七窍内生烟 当下海瑞大怒道 你试着权势 量我不能奈何于你 不思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经你既已获罪 奉旨前来 尚敢如此较强 我便打你一个秒法七指 吩咐 左右 扯江下去 重则四十大板 各差一人不敢动 为安 雄二人把他扯翻阶下 海瑞怒将八支千儿撒江落地 那衙一无奈 拾起大叫行账 造力不得已 拿了一条三号板子 走到面前 还说了一声 告罪 才将板子轻轻地打江下去 海瑞看了大怒 赤退造力 亲自离坐 接过了板子 在手 重重地打了三十五板 以凑足四十之数 可怜打的那颜松皮开肉战 鲜血泵流 在地下乱滚乱骂 海瑞大声道 此事初次 明日早些到来过堂 如再赶猖獗 又是四十大板 赤令差异将颜松扶了出去 吩咐退堂 外面颜甫的家人 在外后久了 突然地看见了主人 这般狼狈而出 个人吃了大惊 急急上前质问 此季颜松连话也说不出来 只是摇头不答 家人们急急赶回府中 把一成座叫打来 才将他做了回府 颜松痛急 躺在床上 竟不知人是一般 家人们不敢动问 只是守着伺候 直至过了一个时辰 颜松痛定苏醒 方才说出话来 急患儿子是翻到床前未曰 可恨海瑞善做微服 故意让我坐在公案上 急又翻过脸来 将我则打四十 并将七秒剩指四字的大题目压我 受了这一场亏 怎么忍的 故此换你前来 就在此写成草本 明日早朝 与这思见各高低 定各生死 方可出我口气 你可用心写来 是翻听了 连忙取过了文房四宝 把奏稿历时修起 对着父亲念了一遍 颜松点头是可 安息一消 四日早朝 严松令人抬到五门 众文五看了 各个经问何故 严松便将海瑞携仇 假公泄愤 独打四十 险些一命呜呼 逐一说之 个人听了思乡叹息 怎么这海瑞嫩般大胆 当朝一平 又是国妻 皇上夙日心爱的进城 怎么却下此毒手 岂不是自欲讨死耶 个人为他捏住这一把汗 有几个心恶言松的 心中好生欢喜 恨打扫了他 虚于 惊中响起 明边静殿 闻五个个随班而进 分站两旁 内是一对对的出来 一派因乐之声 一对至伟恭善 拥促着天子出宫而来 升了宝座 两班文武 上前山呼舞倒闭 只见松故意 一步步挨到龙叔岸前 口称万岁 天子见了 吃了一惊 便问道 轻因盛世 如此狼狈 严松即便叩头起奏 正是 经殿几句话 法场施三魂 毕竟严松怎么样起奏 下文便知 海公案第三十回 恩冯太子超身 却说家境看见 严松这般狼狈 便开金口道 倾家未胜这光景 松气奏道 成因获救 蒙必下书恩 格外孤宽 令辰道云南斯崖过堂 不料主是海瑞 意图陷害 无端将成毒打四十板 狼狈可怜 成体受伤过重 只恐性命不保 扶起陛下作主 遂向秀终取了折彰 帝与内侍陈懒 帝次平身 随将奏本一看 只见写道 成言松击手顿手 谨契奏 为善欧大臣 慕无国献 起恩正法 以谨将来世 窃臣缘以不检 勿轻轻功御名 打碎御用名斩 利应即死 仰蒙必下书恩 格外宽容 罚臣陪嫁营一千两 并发臣到云南充军三载 缘以数物分繁 虚臣协伴 赴蒙特典 发臣就进到云南 斯衙门过唐应典 此陛下格外书恩 亦不得已从全知事也 臣感激之外 遵及前往该斯衙门听典 熟料该主是海瑞 欲屠杀臣 无端发怒 赫令狼普虎叉 将臣扯下重打 妇又自提大板 尽力行账 至臣双腿 己无完肤 旋即晕去 该主是父令狼仆 将臣托出 信有加奴台回贯救 于时使得苏醒 存私臣虽获救 刀蒙陛下格外施恩 金海瑞则不容于臣 是抗陛下也 旷托托恩 未被台府 而海瑞竟敢以一介部署为原 善障宰相 不读无法 仰且轻秒胜止 有此悖逆 是难稍宽 已至将来效尤 扶起陛下 赤者庭位立即将该主事所拿研究 早证国法 则仅将来效尤者 臣等不胜信胜之志 仅据时已文 地缆壁 不觉龙颜大怒道 何物海瑞 善感动打大臣 这还了得 立即传旨 令玉林军五名 前往所拿海瑞当殿问话 玉林官军领了圣旨 飞奔前去 不一刻已将海瑞拿到 俯伏金街 天子大怒 骂道 盐乡国偶因小有过失 正折发在你的衙门过唐三朝 阴盛你却这样目无法记 无端独打大臣 你知罪否 海端寇头道 臣该万死 岂陛下荣臣一言 死亦明目 地道 你上有何说 海瑞奏道 严嵩藐视轻功 致奉旨发臣 撕过唐印卯 死乃陛下矿谷 未有之恩师也 乃松不遵圣旨 仍是鹿位 道臣衙门 有百列一从 即至公堂 乐要承接 死即旨的公堂迎接 而松吉战成功案 为四威权 如彼问官 死法堂 乃陛下特以诉规矩的 臣虽为原 亦为陛下之所特赦 以执法也 松则自是威权 不遵圣旨 臣乃时陛下之路 为陛下执法 是以臣不忍亡法 宁甘善障大臣之罪 于是执障亲殴 果然有的 但松未及人臣 有感似其威福 则与欺君往上挤膝 臣时如此 为陛下查之 严松在旁吉奏道 陛下有有格外之恩 你则不能尊耶 弟听吧 不觉颜色皆变 鹤令玉邻君把海瑞绑腹 推到西郊的 五十处绝 左右一声答应 把海瑞五花大绑起来 帝赤推出 海瑞亦不再言 面笑出之 刚到五门 恰好遇了冯宝 冯宝一见 吓得魂不附体 上前戏问缘由 海瑞据已直告 冯宝道 恩公且自宽心 待我进宫起之娘娘 与殿下 必然有救的 海瑞道 多有不能够了 凡公公善为我辞 说海瑞刀目书恩 今生不能相报 统四来试吧 说吧 急驱而去 冯宝如飞的跑到 昭阳正院 来见了张后 说道 不好了 不好了 张后忙问何故 冯宝便将前世说明 张后大惊道 如此怎处 可诉请殿下来商议 冯宝点头 非也是地跑到清宫 且不细说缘故 称说 奉娘娘一指 请爷立即到宫中 现有紧要密室相商 太子听的这话 也即来到宫中 只见张后两肋纷纷 不知如何 未免吃了一惊 急问所以之由 娘娘便把海瑞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说了一遍 太子道 似此如知奈何 难道看着恩人被杀吗 冯宝 你可有什么计策 快说来好去搭救恩人呢 冯宝道 没有甚计策 况且时间猝破 纵然宝奏也迟了 莫若太子倾到法场 对那奸展官说了 且将恩人带回后旨 呆等皇爷怒气少席 然后再去说 或者可以赦免 不然尽无别策矣 太子称善 随即拜别了母后 乘着快马 与逢宝望着法场而来 再说海瑞被绑到法场中 自料再无生活之力 应举首相天柱告道 苍天呀 苍天 向我海瑞 平日勿以除报安良事年 昨见奸贼言松 不合将他则打 触怒皇上 致奉圣旨斩绝 可不容缓 但愿瑞死之后 上苍莫又 早出奸命 彼得国家安乐 郎妙清宁 瑞在九泉 义父和汉 筑坝坐于十吨之上 专呆行行 少请 就有三五位同僚不援 前来祭奠 海瑞一一称谢 并无一句怨言 众皆称赞 为己 只见四名摆手拥着一位官员来到 不是别人 就是严松门 身姓张明聪 现冲兵部郎中 乃是奉指尖斩而来 当下到了法场下马 就在亭子内坐着 问左右是什么时候 左右达已四出 张聪道 天色尚早 你们可小心 看守了 待等时候到了 力请崔展官来处决旧事 转身进宫厅后边去了 再说太子与逢宝二旗赶到法场 一直闯到里面方才下马 那些压界的官兵 那里认的是清宫太子 又见他二人来的这般凶猛 忙喝道 是圣的人 敢闯法场种地 还不去 在这里想是要死吗 冯宝赤道 何物官军 大胆 敢是瞎了你们的狗眼 认不得清宫 亦该认得咱老冯呢 官军听了这话 吃了一惊 个人急急贵在地下 叩头不叠 说道 有眼如瞎 死罪 死罪 太子赤令起来 问道 何人间斩 官军以张聪怼 冯宝道 大胆的官员 殿下到此 却不来接驾 这还了得 那张聪在里面听得喧嚷 急急出来观看 那些官军见了 指着说道 这就是奸展官了 张聪由不知背戏 还在那里作威作试得到 什么人在此叙刀 与我拿下去 与我拿下去见太师 那些官军带笑说道 老爷 你到这二位是什么人 张聪道 莫非是那死囚的亲人吗 与我一并拿下去打 官军们说道 只怕老爷不敢 这就是亲公殿下呢 张聪听了 吓得浑身发抖 莽扶扶于地下 不住地叩头请罪 冯宝赤道 起来 慢慢地在与你等人算账 我且问你 海老爷现在哪里 张聪道 海瑞在那边石墩上 听后行行 太子道 快些放了 来见姑 张聪不敢怠慢 急急走到石墩上 轻把海瑞的锁子松了 说道 海老先生 你的救星道了 快些前往相见 海瑞道 怎么说 张聪道 你休息问 前去便知 领着海瑞道听上 太子一见 不觉尽流下泪来 叫了一声 海恩人 海瑞见了太子 跪江下去 不经流泪说道 臣有何好处 敢蒙殿下龙驾到此 臣死不安已 太子亲自扶起 命张聪取座位过来 海瑞道 不可 此是法的 臣乃呆行之人 太子到此 以为月礼仪 可与臣对坐的么 今臣的见太子一面 死亦明目于九全 情愿殿下善事盛上 为人辞孝有事物 则天下幸圣已 于摩所请 请嫁回宫 臣吉当受路矣 说罢痛哭起来 太子一流涕道 恩人且当放心 姑当面见父皇 宝宫不死 说话由未必 仁报崔展官道了 太子便问是谁 左右答道 是颜太师之子 颜给事 原来颜世帆此时 已为兵部给事 奸行布郎中了 所以着他为崔展官 当时太子道 宣来见姑 左右领指迎将出来 恰好颜世帆已下了马 将要静听的光景 官军道 殿下千岁有旨 这崔展官敬见 颜世帆听的殿下两字 心中暗存道 又遇着了他在此 包管这私事杀不成的 身为恨事 指的上听来见 说道 臣颜世帆见驾 愿殿下千岁 太子道 平身 世帆起来 视力于侧 太子故意问道 尊观高兴 世帆道 郎中信言 明世帆 乃言松之子 太子道 原来就是乡国公子 道此何干 世帆道 臣凤圣旨 前来催斩海瑞 太子道 海清乃是忠良之事 不幸为你父所害 姑家精亲来保他 你且回朝 呆姑见了父皇 与你脚趾救世 世帆哪肯依从 便道 殿下令旨 臣敢不尊 但海瑞一犯 乃是奉旨处决 利等脚趾的 臣不敢枉法 太子怒道 怎么说是枉法 冯宝 与姑赶了出去 冯宝便走来喝道 不知死活的奸贼 在太子爷面前 混言乱语的吗 还不快滚出 骂得是番维为应命 不敢出声 无奈且与张聪退出厅外 无计可施 又不敢行行 只得听后而已 太子对海瑞道 恩人且在此少后 呆姑进宫见了皇上 好歹讨个情来 只要不死就是 即吩咐逢宝 在此陪伴着海瑞 自己领张聪与 岩士番三人 来到朝门下马 太子吩咐二人 在此后指 遂亲自进宫而来 恰好第五岁未醒 张后此记忆在宫中 见了太子回来 即问道 我儿海恩人不知如何了 太子道 海恩人经在法场 而以令逢宝在笔作伴 特领着兼展官张聪 崔展官严世 翻前来后指 母后有何妙计 可以救的恩人性命 张后道 我义思之在三 指示皇上未醒 若是醒时 你我母子二人切实哀肯 或者地怒稍解 则海恩人有就意 太子道 倘若父皇不准 又如知何哉 张后道 我有言语 可以料得着的 一亮皇上可以恩准 母子说话之间 公儿来秉皇也醒了 张后便与太子 急忙驱进龙塔问安 递见了太子 便问道 我儿不在清宫习毒 来此何干 太子跪在踏前奏道 臣儿有不揣之言 故来冒奏陛下的 这一奏 有分教 受恩生时还恩贝 方是人间大丈夫 毕竟太子所奏何言 皇上准否 且看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31回 逢太监 吃账 讨情却说 当下太子 见了皇上 请问安璧 帝问道 正儿不在 清宫送毒 道此何故 太子俯伏 踏前奏道 臣有下情 扣其陛下恩准 荣臣其奏 帝道 你小小年纪 有甚事情 只管道来 太子道 行不主事海瑞 不知身犯何罪 致奉止息交处斩 臣敢保之 帝道 海瑞目无法计 善障宰相 故此正法 己何为他保奏 太子道 海瑞有恩于臣母子 故愿保之 以报其德 帝孝道 海瑞乃不属一介私缘 与儿故风马牛不相及 有何恩德 太子道 臣奉止幽静 非海瑞苦见陛下 何得今日父子玩具 使有大恩于臣 臣其敢做父心人耶 陛下至天下 以仁义为本 海瑞之障宰相 自有解说 帝问 有何解说之处 太子奏道 夫宰相与不曹 则职位格如天壤 下属故不得问罪于上官者 利也 经者犯罪充君 奉旨过堂 则不得以宰相目之也 松自仁父亦宰相 而瑞则知奉旨之君配犯人也 彼父自是威权 不遵法度 公然占座公案 此海瑞故以仗之也 海瑞不敢执法 一任奸臣妄作妄卫 于瑞则未产于之臣 陛下何所取之 精锐指之奉指 不必权贵 执法不逊 此陛下之之臣 陛下有此之臣 正自贺不暇 何反杀之 臣恐后来终直之臣 妄而未产命之辈以 为陛下查之 帝被太子这番言语说的心花都开了 自存 笔虽年少 而调臣却却正理 若杀海瑞 只恐后来之臣 香将未缩 若尽是之 则言松心必不甘 臣吟伴赏 乃道 而且退 正为瑞宽恩旧事 太子谢了恩出宫 赴道西交而来 海瑞跪接 太子一手挽起道 恩人 救星致已 遂将进宫如何哀肯皇上 皇上如何传旨 细细说之 海瑞赴谢道 太子之于瑞 可谓生死而肉骨也 与弊 仁报圣指道 海瑞与奸斩 崔斩两官 以其贵阶 只见内侍首 捧圣指而来 立在当中开读曰 海瑞善障宰相 罪当斩首 但言松已获罪 奉正赤指 发往其衙门点名印卯者 非亲任宰府之笔 瑞故不和善行行账 除松叶已受刑 无庸置意外 其海瑞照不应律 发庭为衙门 重账八十 兼进行步欲三个月 已尽将来 满期 该有丝剧奏 请指定夺 松者开赴 以左正宫 写礼述物 清词 独臂 海瑞山呼谢恩 太子极令人松了 一印刑具 炫有插官来提海瑞 太子对那插官道 海主世世世孤恩人 金虽奉只受账 你等修的故意狠毒 如敢抗为 孤世不一的 插官唯唯应命 太子即命逢宝 清宋海瑞前往 并置主逢宝 需要看着行账 如有故意四狠 即来回我 瑞父向太子气泄道 殿下爱臣之恩 犹如再造 瑞虽甘恼图的 不足以报 殿下之万亿也 太子遂晚其位之曰 恩公请自放心 此去自有姑 为恩公作主 己保倦亦有姑照应 瑞在拜谢恩 随与插官并逢宝而去 太子与两官回去不表 又说严嵩遣人探听 海瑞得清宫宝奏不死 金凤只被账监禁 严嵩听了 蝶足道 太子何故偏偏要如此 与我不偶也 遂及时修书一闸 令人置于廷尉 却未就在廷尉帐下 结果了海瑞性命 当下廷尉关接的严嵩书闸 忙起是之 纸箭上写着诗 松拜书于廷尉大人坐下 海瑞以一介为援 善障宰相 松已奏请圣旨 押送西郊政法 不料清宫位之护卫 至皇上特开格外支点 舍诱海瑞得已不死 金凤圣旨发在贵衙门发落 但瑞与松有不共日月之仇 若瑞不死 松义不得独身也 专此志肯 其未见谅 躺海瑞到日 狼头重磅八十之内 结果一命 此恩此德 松当明之五内 敢不仰报大德 美贤之缺 为公欲之 绝不食言 此志 庭位观看了书闸 自私 严松之命 若是不尊 必然受怪 若从其意 则那海瑞与我无仇无怨 怎忍得他委屈 旷又有太子为他做主 此事属在两难之际 左思又想 却无可如何 少请 人报海瑞已到牙了 清宫特差逢宝公公 护卫而来 称说是来奸杖的 请爷立即升堂发落 庭位观听见 有清宫太监在此 急忙请冯保 入内乡见献查 冯保道 海老爷是奉旨来 跪衙门发落的 咱爷放心不下 特着咱家来奸杖呢 庭位观道 海老爷既是奉旨发落的 在下照应就是 冯保道 照应不照应 出在架上 咱家哪里管得许多 好歹都在眼里看见的 自然有个道理 请升堂吧 庭位官微微应命 吩咐升堂 多摆一张椅子 请冯保同坐 冯保让道 这却不敢 咱是个内官 怎敢坐这宫堂 这是朝廷办公的所在 使不得的 请便吧 遂立在宫案之侧 庭位官告了 己身不当 方才坐下 插官随将海瑞带上堂来 庭位官看见冯保在此 便站起身来拱一拱手 海瑞跪在地下 庭位官道 海公今日是奉旨发落的 羞怪晚生得罪了 海瑞道 这是礼当 其大人早失行吧 庭位官即便吩咐左右 好生歇服海老爷下去 海瑞听了 自己却走到街下 左右造诣上堂请账 庭位道 二号 冯保道 哪里受得起二号的 取七八号的来 庭位道 没有许多号数 只是三号的罢了 冯保点头 造诣取了三号的上堂看宴过 冯保道 轻轻的 若是中了 只恐要你们狗腿割下来陪呢 造诣微微领命 疏力高教行账 左右腰和一伸 造诣动手 魏武障 海瑞叫痛起来 冯保道 罢了 罢了 这就算了吧 庭位官道 哪里使得 这是奉旨的事 在下不敢网纵 冯保道 既然如此 呆暂替了他吧 庭位官道 取笑了 只是吩咐造诣 需要最轻的旧事 造诣听了言语 真是用尽了功夫 轻轻的打僵下去 海瑞亦不觉得十分疼痛 又听见了冯保的话 若是呼痛 陈孔连累 造诣陪币 故此忍着 帐完了方发寒 冯保急忙挽他起来 说道 海恩公 今日仗已受过了 尚有三个月 狱中的凡门 你老人家只管进去 安心坐着 自有咱也不时来看你呢 海瑞道 多蒙殿下 公公的后勤大会 凡为多多拜上 说海瑞今生不能贤劫 来生必为犬马相仇报恩 冯保道 知道了 请自珍重 各自弃别 逢保回宫 再说廷尉者人将海瑞 送到刑部狱中而来 那刑部私欲将海瑞收下 谁知严嵩见廷尉未 不曾毒打海瑞 勿要斩草除根 又者人来对刑部 侍郎贵月说之 就终取誓 贵月原是严嵩门生 又心败在严嵩膝下的 此季领了松命 立即传了思欲来道 吩咐道 今日发有本部主事海瑞 到此 你可想各计策 取张并撞结果了他 思欲观胡昆道 海瑞本与我等无仇 大人何故要将他断送 况且又是本部的同僚 还该用些情面为事 贵月笑道 胡太爷 你只知其一 却未知其二也 虽将言松本与海瑞有戏 献插人来说 要你我二人结果了他性命 好去回复 被说一遍 胡昆道 这等说 既然太师也有命 哪敢不从 悲执即行就事 贵月道 你的意思何如 胡昆道 除非断了水米 不过寻日就结果了 贵月点头称闪 胡昆回狱中 换了牢头镜子 入内吩咐 告了言松之意 镜子们领了言语 就将海瑞镜在狱底之中 那狱底是狱牢镜头之处 黑漆一般 凡有将死即已死的犯人 便抬到那里去 砖后厌看过收敛 就叫玉底 若是好端端地人 到此坐着 只见阴风透体 毛骨悚然 任你怎么撞见的人 也逃不出性命来的 当下海瑞被镜子们 手铐足料的 又加上脑箍 举动撤走 蹲在地下 只觉得冷气轻骨 食腹一阵昏迷 睡坐不宁 竟然病僵起来 那海安等二人送饭到狱 又不得入内 都被他们挡住 海安无计可施 便欲求见太子 谁知逢宝这几日 有事在朝阳院中 不得出来 海安在宫门外 一连后了两三日 并不曾见那冯宝的影儿 指得归来与张夫人商议 张夫人道 要见老爷的行迹 除非是他们刑部里面的人 方可静地去 你们在休想见得着的了 海安忽然想起一人来 说有了 刑部郎中邓来宜老爷 乃是老爷的童年 他是广州东关县人 大家都是相亲 况且老爷与他相好 又是同步的 他每五日一到狱中 查看犯人 何不哀恳求他 带小的进去见老爷一面 看有甚话说 也是好的 张夫人道 如此甚好 你可急速前去 道我本当前来倾求的 只是言松耳目甚多 孔类老爷不便 多多拜上就是海安领命 如飞式的跑的 来到邓郎中的私底 他的管门家人都是东关人 彼此都是相亲 海安说了来意 那邓管家带他回名了 来带吩咐着他进见 海安见了邓郎中 急忙下跪叩头 气告道 家主母特命小的前来带肯 说家老爷与奸相作对 在庭位衙门被葬了八十 如今尽在狱中 而小的门几次送善进去 皆被手遇的挡住 不得进去 又不知家老爷在内怎样的了 所以家主母放心不下 特令小的来带他恳求 其老爷念在乡情 亦属同僚 唐老爷明日茶间 带小的随着进去 见家老爷一面就感激不尽了 邓郎中道 闻得言松一御令静子们 断绝你老爷的水蜜 就要在御中结果了性命 又令言二把守御门 不许送饭进去 想必此时你主已饿了二日 至茶间 要后日才轮着我的班旗 你后日清晨来此等侯 海安寇谢而回 正是 风文遭难处 动了故乡情 为之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32回 邓郎中领雨就恶却说 海安在三项邓郎中 哀肯 邓郎中动起相情 便对海安说 你且回去 上妇夫人 说我后日方是直循之旗 自然竟遇见你家老爷 好歹做个计策 你若要去 后日清早来此 冲坐我跟随的人进去就是 海安寇头谢过了 随即回去 对张夫人说之不表 再说那邓来 已应诺了海安所托 自寸司 海瑞经未言松所尽 必然断绝水米 若至后日进去 多管饿的荒了 此季又不能送饭与他吃 岂不是白白空走一遭 似此如何是好 左思又想 忽然想的一记 说道 有了 有了 急到里面 向夫人取了米人人餐 随患家人到外边 买了二生糯米进来 吩咐丫鬟将米煮熟 用棒锤春烂 又把人餐锤烂 合于糯米之内 打成奶饼一般 将一张纸包裹好了 后日清晨起来 殊不知海安早已来到 见了邓郎忠 又称主母再三生意 邓郎忠道 此时天色尚早 你且在我这里用了早饭 然后相随我去救世 海安应允 随着府内的家人们 吃了早饭 邓郎忠患了海安 吩咐道 少时我到狱中 你便跟着一同进去 只要见机行事 切不可造次 海安应诺 邓郎忠穿了衣服 只换三个家人 换纳海安 共是四个相随 来到刑部狱中 谁知言二早已坐在狱之门手 见了邓郎忠 游自不胜理会的光景 邓郎忠义不言语 换了禁簇 把尖门打开了 海安并在从人之内 一起混了进去 邓郎忠来到亭子上 就有私遇前来参见 邓郎忠道 这几日可有新收犯人否 私遇到 新收犯人十八名 其中女犯一名 官犯六名 据已入册 请大人清点救世 邓郎忠道 取册过来 私遇盲将新收犯册尘上 邓郎忠皆册在首 随着疏力相随 先到难易苍点名 疏力把着册子叫道 皇冠福 直立大兴献人 犯应兼致命事 卢夷制 直立香和献人 犯劫才必命事 五亚初 江南掌州人 犯聚捕杀人士 刘华 江西南昌人 犯欧必书妇事 蔡明邹 胡广京州人 犯聚欧必命事 胡大游 平县人 犯鸡匪华贼事 柳三 陕西掌安人 犯要挟或重事 共事七名 邓郎忠竹鸣点过 清行宴看过料靠 随右到西三仓来 书立把一起五名犯人换了处来跪着 逐一叫名 侯三宝 直立东光县人 犯欧必发妻事 阿红 天津卫人 犯罪杀家主事 廖松 江苏吴县人 犯鸡监又同事 郭荣秀 江西南昌人 犯斗欧杀人士 高静 江苏吴锡人 犯包揽词宋士 点名寄弊 邓郎忠竹一以好言为之 赴到北二仓来 书立换了一起 共事六名犯人 逐个点过了名 随到女仓 只见女犯一名 邓郎忠问他姓名 乃是江南常州人 姓公民赛花 原犯谋杀亲夫氏 因为孕未离胎 故已留静 邓郎忠问过了 傅来到官犯仓座 令书立点名 书立持不喝名道 留学员 岳东人 原任江西府州府陆氏 奉拿进京后审 柯伯人 江西南安府人 原任浙江恒州通判 被百民控告吞石涉骨 吕之姬 辉州人 原任广西远平县之县 窥空想 柳春发 广东大谱人 原任山西太原府之府 以罪欧上司 奉拿来京后审 徐为 江苏太苍人 原任广东龙川县之县 滥行物命事 海瑞 广东穷州人 原任行步云南司主事 以善欧上官 奉旨监禁 邓来已点了五名 叫到海瑞名字 便不见有人答应 来已道 这人却往哪里去了 书立只称不知 邓来已怒道 监狱种地 怎说不知 炫有欲促上前贵禀道 海主是献奉岩乡国之命 这奸于御底 来已道 他们都是一般官犯 怎么独将他进于御底 是何意思 欲促道 这是太师主义 小的门何得知道 不过奉命而已 邓来已道 且去那里查点 欲促不敢违抗 只得引导邓郎中 来到御底 只见一派阴气 黑漆一般 却不见人 只闻一吾之声 来已道 这是何人之声 欲促道 这就是海老爷之声 来已道 未胜得这般黑暗 快拿灯来 欲促随即应诺 急到外边取火 来已四顾无人 便走进无声之旁 唤道 你是海凶吗 海瑞在黑暗之中 听得有人叫他 便应道 是我 你是哪一个 来已道 我便是东关邓某 你知否 是今日特为救你而来 炫在沙漠内 取出那人餐糯米饼 而摸到海瑞身边 焦语道 你且拿着 饿时便吃少许 即可赞言残喘 弟子有味凶之计 海安即便走进前去 正欲说话 呼见那欲促点灯进来 海安急急走开 那欲促将灯放在一边 方才的见海瑞 那富狼狈被形容 邓来一顾一点 明艳看壁 炫到亭中坐定 十以为客 那邓郎中的家人 送了点心来道 那炎二在门守看见 恐怕他与海瑞相好 送进去就会分食于海瑞 敌死不肯放他进去 那家丁大怒道 你是什麽人 怎敢断绝寻间老爷的点心 硬要进去 炎二大怒 把那点心倾在地下 彼此二人在玉门大吵起来 惊动了私玉官 并那邓郎中都出来查看 只见自己的家人 却被炎二扭住 撕打 邓郎中喝住 你们为什麽喧闹 这里是什麽地方 敢如此大胆吗 管家便将炎二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被说一番 炎二有自止在那里 不甘不尽的叫骂 恼了邓郎中 喝到何处狂徒 敢在这里撒泼 炎二道 你又戏哪里来的呢 难道不晓安炎二先生的声明吗 来一道 原来你就是炎太师的家奴 怎麽胆敢打我的家人 并把点心打碎 是何道理 炎二道 安奉了太师君子 来此把守玉门 你的家人魂将东西要送进玉 是已将他打碎 难道不应吗 来一听了 越发怒道 你家太师又不曾带礼行部 你怎麽却来这里把守 难道六部里的是 你家把住不成 这点心是我用的 你敢将来打碎 这还了得 可恶之志 不打你这奴才 何以见同僚于本部 吩咐 左右 与我拿下 那些欲促 拒不敢动手 来一大怒 贺令家人上前 那四个家人 得了言语 急忙上前 把那炎二抓着 来一道 快取大毛板来 与我重打 海安是横入骨髓的 急急向欲促 寻了一条头号大毛板 尽力打去 不计其数 可怜打的那炎二皮开肉战 鲜血泵流 在地下乱滚乱骂 来一怒气喂习 负令海安除下皮鞋 紧紧的长了十下嘴巴 打得那炎二的嘴 恰似雷神一般 疼痛难当 这回就不敢骂了 来一恨恨而去 海安满心欢喜 意自归家 回复夫人去了 再说那炎二被打 动弹不得 令人取了一尘教子 到来台了回去 时炎松正在堂上观书 只见炎二狼狈而回 急问其故 炎二便将等来 疑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逐一说之 炎松叹道 你却不知好歹 他是一个该管的官员 进去寻查犯人 乃是奉旨的 送点心进去 亦是应该的 你怎么不分造白 竟把他的东西打碎 怎怪得他动怒 若是遇了我 还不止如此呢 你还算好造化理 一顿话 说得如此 炎二哑口无言 指得忍痛不语 回到府中 好生闲怨 暂且不表 再说海安回见张夫人 被言海瑞之苦 张夫人道 似此如知奈何 非死即必已 海安道 若要解脱此恶 除非循着了逢宝公公 方能有计呢 张夫人道 如此 你可再往等侯 需要耐心等侯 休在空回 原家住 前者因逢宝有事服役 整整数日不出 故海安不得一见 经张夫人 故众主之 令其耐手 切勿空回 看此术语 不为夫人之流星 至主 亦作书之照 印前文以 海安应诺 即便出了雅蜀 竟望着清宫而来 等了一日 却只不见 闷闷回去 至此日天上未明 便来宫门等候 之后至未时光景 方才看见冯宝 从那边而来 海安见了 此季恰如获至宝一般 慌忙上前叩头 逢宝不知所以 急急晚起 说道 尊管何故如此 海安道 可怜我家主人 将要恶必于狱中 故此家主母特着我 来央求公公方便 自前五日已在此相后了 直至于今 信得相见公公 家老爷有救了 冯宝听了 问道 你家主人前者受账 也已发往刑部狱中 待三月之后 即便超脱 你今何忽言辞 海安便把松恨海锐 按主奸促如此如此 又另言二手欲门 恐怕有人照应 这般这般 被说一番 冯宝不慎大怒道 何物奸相 善敢陷害 你且随我到宫中 去见爷爷 海安谢了 随着冯宝进宫而来 石太子正在 书斋关时 呼见冯宝领着海安来道 便问道 海管家 来此何干 海安见问 跪在地下 只叫得一声千岁 便痛哭起来 连话也说不出来 太子看了 不知何故 问道 到底为这何事 这般光景 海安只是痛哭 冯宝没奈何 待他被戏说了 太子听了 不觉勃然大怒 说道 言松 言松 你亦太沉雕了 一个人既服了罪 这就罢了 怎么苦苦的偏要寻海 这却岂有此理 海主是乃孤恩人 孤其肯认你似独耶 便对海安道 你且务必哭 孤自有主意 包管你家主人 安然无事就事 海安听了 寇谢不迭 太子及时穿了衣服 救命逢暴 海安二人相随 一直望那行不欲中而来 正是 泪落千条原位主 怒声一刻要仇恩 毕竟太子此去 可能救得海瑞 否 且听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三十三回 射又托求 简受县令 却说太子听了海安之言 不觉勃然大怒 及时令海安 冯宝二人相随 竟往刑部衙门而来 到了大唐 只见并无一人 出来接驾 冯宝一怒 高声叫道 有人吗 叫了许久 方才建议老者从内而出 冯宝道 你是什么人在此 老者道 小老乃是看守雅数的 冯宝道 他们功夫都没一个在此吗 那老者道 各位大人都有嘶牙 各个回去的 若有公事 均来聚会 清晨自然都道 过午时后 他们都各回斯牙去了 所以把一两银子 顾小老在此 看守东西的 冯宝道 原来如此 你可到各处通知 只说有人要见几位大人说话 那老者听了笑道 你这人好没分晓 这是怎么所在 这是什么的官府 你是什么人 动辄说这般大话 还不快走 想是要挨打吗 冯宝说 你们各位大人到哪里去了 老者道 今日是严太师那边演戏 所以他们都到那里去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只管在此 叙叙叨叨的什么 快些走开去吧 冯宝道 你要问我是哪里来的吗 我就是你家各位大人的小竹子 司礼太监冯太爷在此 老者听了 江平宝看了几眼 说道 老眼糊涂 一时不认的贵人 休要见怪 冯宝道 我亦不来怪你 你可及去各位大人处通知 只说青宫爷在此里等问话就是 老者听了 吓得心胆俱惊 答应一声 非也是的跑道行步上书 河阶的府中报之 河阶听的太子来道 不知为着何事 即便即即来到属内 只见太子坐于厅上 旁立二人 河阶急驱上前道 乘河阶接驾来迟 启望恕罪 太子道 主是海瑞身犯何条 怎么你们竟要断了他的水米 是何道理呢 何皆见问 自知太子此来 却要寻觅对投出气的 因道 海主是奉旨道御 为臣一些不知 这几天都是左侍郎贵月轮值 殿下须着他来见 一问便知太子笑道 虽然是贵月轮值管事 难道你身为尚书 竟不一问耶 如此废迟 实属不成正体 何皆唯为拂嘴 太子道 快与孤立传贵月来见 何皆寇泄气 即刻令人请贵月致 贵月当下见了太子 太子大怒道 海主是侍奉旨发来监禁的 你怎么却把他如此难为 想是要断送了他的性命吗 他与你有什么仇 贵月只推不知 贵月只推不知 太子道 主正在你 怎说不知 可诉请海主示出来 贵月领命 急急来到狱中 其实海瑞得了那人 参糯米并冲击 见觉有些起色 卧在地上 贵月急令欲促服了处来 贵月将他一看 只见形容枯稿 那磅窗不知 怎地发僵起来 行走不便 举动为奸 贵月见了 急急上前安慰道 主是安否 海瑞道 这几天很安静 只是地下太湿了些 贵月道 都是他们之过 待在下 把他们谨则救世 如今轻供太子前来望你 请到外边相会去 海瑞听得太子道来 便故意道在地下 坐身影之声道 我便体疼痛 举动不得 不去了 贵月道 如此正好 说未必 只见逢宝走了进来 一见了大骂道 你们这等坏良心 一个好端端地人 放在这里不过几天 就弄成这般光景 且到外边 在与你等算账 海瑞道 冯公公 可怜我自到狱以来 被他们旦系狠打 于今变成了一个残病之人 走又走不得 反你去反来 将我抬出去 见殿下一面 死亦明目 冯宝赤贵月道 好好好 你却将他打得浑身痛楚 行走不得 如今太子爷立即要他问话 这却怎的 也罢 你且与我背了他出去 贵月道 这却容易的 便令家人上前 背负海瑞 冯宝赤道 谁要你们这般小人来背 要你背呢 贵月被平宝骂得慌了 无可奈何 指得上前把海瑞背负 那海瑞是心中恨及他的了 故意在他脖子上吐了许多惊弦鼻涕 贵月一路吞声忍耐而走 来到行步大堂放下 太子与海安见了 急急走来问候 瑞便翻身来 俯伏地下气泄道 成和姓蒙殿下龙驾乳匠 使瑞身心不安 虽犬马不足以报万亿也 太子道 海恩人 未甚得这般狼狈 请到始末 我自予恩人做主旧事 海瑞便说 使出禁狱 急遭跪月等无弄 言二把住狱门 进家中送饭 要深深地将我饿死 放在狱底黑暗之中 蹲在地下 过了几昼夜 只因地气潮湿 把身子弄得残废了 今成了半身不遂 其殿下做主太子听了 勃然大怒 唤了贵月上前骂道 海主是与你无仇无戏 亏你下的这等狠独心肠 若不是姑今日来看 多管死于御底 她是奉旨而来的 今后姑将她交与你服事 每日三餐 如有缺少 我是不一的 贵月唯唯应命 冯宝在旁言道 就是我们走了 背后她又是这般的苛刻奈何 未经之计 却将海恩公把大秤来秤过 看有多少金术 上了册子 交与这丝供养 若是养轻了 要这丝将肉割了下来陪补就是 太子点头称善 便换转贵月吩咐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若有差失 姑只要你的肉割下来陪补就是 贵月不敢不尊 说道 尊子 太子吩咐 海安 你有甚话 上前去说 海安即便走到海瑞身边问道 老爷有甚言与吩咐 小的回去 海瑞道 我亦没甚吩咐 你回见夫人 只说我生安 不用挂念 不过其满便士的 于无别主了 海安应诺 太子复命逢宝 将一套新衣服与海瑞换了 然后叮咛而别 灵行又吩咐贵月道 只管好身服侍海主事 姑五日清来趁宴一次 需要打点 勿为孤言之不欲也 方才与逢宝成马回宫去了 贵月受了满肚子屈气 又不敢向海瑞发作 指得令人将海瑞送在棺仓里住下 每日好酒好菜供奉 竟不敢有一些怠慢 海瑞自出世以来 却不曾受过这般安详 每日在那醉香之中 嘶叹道 此间乐不思属意 想我海瑞 在家不过旧事一行作例 终日里盈盈扰扰 唯恐正事不清 哪得这般享受 今日却口艳凉肉 深艳起罗了 恨不得在此多住几年 果然五日一次 逢宝钦来问候 不上半月 把各海瑞养成一个胖子一般 暂且不表 再说严嵩满望托主贵月 把海瑞饿死欲礼 以报了丝绸 这一日 呼见贵月慌慌张张地走来说道 太师之谋又不成义 如之奈何 严嵩恶然 急问何故 贵月便将太子与逢宝道玉 怎生斥骂 却又怎地乐要供养 上了衬 五日一宴 若是清了 就要将孩儿身上的肉割下陪补 逐一说之 严嵩听了蝶足道 有了这人在朝 我这丝绸何日的报 必要想各计策除了此人 你我方才力的脚纹 徐徐图知 你且回雅里市 这遭就算便宜了他吧 贵月谢别而去 严嵩从此更深恨海瑞 时刻未曾去怀 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张后在宫 日系忧念海瑞在遇 无由得出 忽一日 帝在宫中饮宴 后陈姬静约 海瑞乃陛下之臣 诸文武中不可多的 陛下一家恩设之 帝道 正以家恩 设其死罪 者令行不监禁三月 呆等其满 将给以外认 两相了事 不然比语言嵩 是不两立的 后曰 祭蒙陛下书恩 三月议事一般 如今天气炎热 淋雨被苦 陛下常有宽囚之典 今何不一事同仁 舍又海瑞 彼也感恩迷记忆 帝听后言 点头称善 笑道 正当事之 轻悟挂心 张后谢过 事业地素于宫中 四日早朝 帝集传旨一道 哲利布侍郎 封月姬网行部狱中 特赦瑞出狱 封月领旨 姬旨来到狱中 传了海瑞来到庭中 宣读圣旨道 奉天臣运皇帝赵曰 国家有律 有犯必成 亦为有恩 可原则舍 资尔海瑞 为国节中 敢言奏宰相 正前已设之 金赋狠仗国期 罪有应诸 正念忠诚 故家格外之师 免其死罪 借账常沽 赴令监禁百日 已尽将来不尽者 经执三福之计 入属炎热 每念作求者 手足背戏 举动为奸 自觉背行热苦 故国家定有宽行之律 每逢圣属之时 则宽于雷屑 彼得舒畅 此我国家之书 恩者也 行之历久 金海瑞 一策其列 彼是中境之臣 更宜特加矿点 资者加恩 舍又出狱 拟其亲尊 随使来朝 政令有止 肃负无言 清辞 宣赵已必 海瑞欢呼万岁 随同青史出狱 直驱经殿见地 海瑞二十四败 谢帝舍又知恩 帝宣欲曰 非正王法 每念节中之臣 被家爱习 以利将来者 经舍你出狱 者往山东寄南府 以利臣献之献用 如有寻生 在行内照重用 你其叙之 即便其臣妇认可也 海瑞寇谢 龙恩出巢 竟不回家 直径清宫寇谢 太子道 恩人此去 自当珍重 不过三年后 父的相见也 瑞寇谢 而别回来 张夫人此祭 夫妻父聚 其乐可知 次日 太子特命逢宝赐白银三百 比位赴任之需 海瑞道 吕蒙殿下书恩 生愧万无一报 经父愧领 叔叔不安 冯宝道 不必介意 咱也爱你 故有此次 恩人道任 请自卫官 自有咱也在内照应 丁宁而别 少请 吏部令人 送了文凭道来 海瑞便道 亲公谢赐 又到吏部里谢赵气 择日起行 只携着海安 海雄 并张夫人 一共四人 萧条行礼而已 出了京城 便望着大路而去 夜住小行 鸡餐可饮 四人在路上 竟无人知事 出京赋任的支线 到了山东道上 海瑞就将家眷住 在旅店 且不上任 海瑞带了海安 改办厕字 先生的模样 一路访查而来 只留海雄 在店服侍夫人 海瑞每日里 就在各处热闹的所在 去摆摊厕字 海安不离左右 如此半月有余 访了几宗大案 正是 要西明勤处 全在费功夫 毕竟海瑞 查访的 圣的案件出来 且听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三十四回访查 妇认票补土豪 却说山东地方 多具富豪之家 一府之中 必有数千余家 都是具万之富者 他因地之气后 每发磕甲 较甚于他省 其实际南府立陈县 有一副互姓流明东雄 富甲一郡 只因这东雄 未富不仁 是财林平 足又翻眼 又富是强扁小 各村房的小户 受其欺凌破逼 亦则为他才可通神 二者拒他丁强人众 这东雄武断相驱 世人有如无物 广有田地 罗马成群 自己却建了一所庄院 离着县城武里 其中仓傲库房具备 甚栽花木 取有十数个美妾 以食其中 朝夕欢乐 又有一十余个恶仆 分管各处租业庭园 即每年增营六十五两外 其余放债 各项批货 诸愁比南竞乙 东雄既以赴甲一乡 便无恶不作 闹出事来 拼把一二万银子 去了便已 毫不冠冕 所以远近之人 时不敢犯他司令 若是尽昭丽城的村庄 某人有女美貌 这东雄便要取归作妾 其父母不肯 东雄就有千方百计 务必得到手里 方肯甘心 竟有绿领家人 白日抢回庄上 炫以百经至其家中 以未聘礼 其家父母无辱之何 又重力放债 譬如小户人家兼有急需 相比借贷 必备其力 而贫户急需之时 则不避既其利害 而东雄故意不锁 直至数月 既其本利相对 则令家人日系研讨 势必不能长孩 或压以田地 亦或乐取其子女 如不遂议 即行送官就办 那知献应与东雄解好 所言无不依从 于是父倩之家 并遭其害 知献受了嘱托 自然顺者人情 故作微服 那些贫护敢不忍气吞声 欲欺麦子 勉强长孩 所以留东雄 彩雄一方 誓霸一郡 历年已久 凌郡皆知 亦则赋予财博 故东省官员 无不乐与交接者 东雄既做这桩媚良的事 自然要结交官府 本府本县 故之家亦奉承 其余和省官员 东雄无不屈奉 东雄试着这脚 便肆意妄卫 磨锁不作 其被害者 不知烦己 当下海瑞改装 私刑访查 二十余日 已经访的清切 心中大怒 便急上任逝世 点卯过了 及时检阅案卷 查看的 刘东雄犯卷叠 及时出了一张猪票 差人力拿刘东雄 到岸审办 那差异拿了 租票来看 纸件上写着道 山东济南府立 陈县正堂 为访查拿就事 照的本县下车以来 访文的乐意 庄流东雄 武断相驱 众力波鸣 目无法记 望作微服 遗害驴言 为害书审 本县念切明修 即应力拿中就 无始良有不齐 为此票差本意 速即测去 按指鞋痛的宝 立即所拿刘东雄代付本县 以凭研究拟处 去一无的故纵甘酒 速速需票 加进年月日兵房 陈县一日销 现行 差异把猪票看了 笑道 再不料这位太爷 一些事物不安 如今却来做此微服 这票子慢到一张 就是千张万张 也只好拿来 附问胡窗而已 遂不以为意 只管放在一边 过了几日 海瑞直部见到 立即传了成票差异 境内问道 钱差支票 怎么这时候 还不把犯人带到 这是什么缘故 差异禀道 蒙太爷恩赏猪票 小的们急速前去 奈这刘东雄 府地深沉 小的们不敢进去 所以不能拿来 大老爷如欲拿 这刘东雄 除非公亲前往他的家中 方才可以获得海瑞道 我亦知道他是本县一个土豪 你们常常与他来往 贪受思路 与他结成一块 衙门有事 即往通报 如此情形 本县早已忍惜 今在乐县 五日内物要拿货 刘东雄道案 如若不货 及提振声言笔 众差异为为领命 极致下来的时节 大家都笑起来说道 这位太爷 想必访得刘大爷的富豪 亦欲吃他一口 但是刘大爷的影子 是要田顺的才得艳下 若是他这般善作威福 不特刘大爷不肯与他 还只怕在上司那里弄送他呢 那中一人道 你我休要管他 就把这珠票拿去刘大爷看 他见了必然大怒 那时你我却将些话说来耸动他 他必然不肯甘休的 到上司那里去弄送 管叫他不好下场呢 众人祈祷 有礼 有礼 遂各个拿出珠票 义承来到刘府 对庄丁说之 石流东雄正在庄下闷作 呼见家丁来柄 献差某某求见 东雄道 且传他进来见我 庄丁领命 付出庄前 对差异说道 你们好造化 恰好我家园外在那里闲坐 如今换你们进去 可随着我来 众差异说身相反 便随着庄丁境内 转弯抹角 不知过了几处园亭 才得到那亭子上 只见园外在亭子内坐 差异急忙上前 扣手请安 刘东雄道 请起 有甚话说 众差异道 其大爷恕罪 小的方敢直说 刘东雄道 说过就是 只管说来 众义其道 大爷莫怪 只因新任太爷 姓海明锐 原是部曹将调来的 这太爷却不晓得事物 到任未及十天 就出了一张票子 把大爷的尊会写上了 力要小的们来请 小的哪有闲心理他 把票子割了几天 只道罢了 谁知今早换了小的们进去 问请到大爷否 小的们只说大爷是个有体面的乡身 时不敢票换 他便大怒 说我们顾纵 乐了五天的线 如有不能换到 即要被比 所以小的们不得已 尽一幅上来 秉知大爷 还求大爷做主 免得小的们受苦 这就感恩不浅了 刘东雄听了 问道 票子在哪里 插一门道 现在小的身上 却不敢与大爷观看 恐怕得罪呢 东雄道 你且拿了出来我看 插一道 看过 大爷请休怪 遂怀中取了处来 递到东雄手上 东雄接过仔细一看 笑道 且自由他 我却明白了 正是他初出今来 囊中伐钞 抑郁与我打个抽锋是真 但是他不晓得奉承的意思 若要用我银子 这也不难 除非恭恭敬敬的 写个帖子来拜 我却送他各下马里 有什么要紧 如此行为 我只好与他一个没趣 叫他好知道 我留东雄手段 不甘你们之事 请回去制住他 说我的言语 叫他好好的 做这支线 倘若不懂得好歹 我这一封书 管叫他名挂何章呢 吩咐家丁 取了十两银子 赏与众人 众差异们连忙叩蟹而去 到了五日献满 海瑞还不见他们回话 乃令兵房送签代笔 该房及时将签搞善证 一起送进鼠内 海瑞力时签压器 差了造役前去 即刻代父听笔 造役领了朱迁 急急来到快撞两班 寻着了他们 把迁与看 那几名差异便将迁接转同看 纸件上写着 特受力臣县正堂海迁 差本役急速前去快撞两班 换其承办刘东雄一案 日久并不亦或之完役张青 刘能 胡冰 何贵 怀利等 代父本献当堂言笔 去一无的客言 至干病此 诉诉 差造役张元 众差异看了到 这位太爷真是不小事的 今日指的对者说明 张老爷你且会管 到了五堂 我们就去遍了 绝不甘泪的 张元应诺 到了午后 海瑞升堂 立传造一回话 张元即便领着张青等五人 跪到岸前 当堂消叉 瑞士五人笑道 好差异 你却会凋腻 办公就一毫都不在意 五日之线已满 你怎么巧说 亦难免这二十大板 张青道 小得最顾应的 但有个下情秉明 立弊仗下 亦所不悍 海瑞道 且自说来 张青道 小的门奉了大爷指令 急到流东雄庄内 闯了进去 恰好东雄在内 小的门便遇下手上锁 只奈他的家丁 共有百十余人 建了猪票 各个如狼似虎的 单目相视 不肯甘休之事 小的们只有十数人 自料寡众不敌 故以善说之 雄极冷笑道 既难以待官吏 亦知我的所谓 并没一差一力赶上我们 若是你家县令 要打抽风 除非好好奉承 还有响头 似这般不尽 只恐自讨一场没趣 倘若大老爷不知好歹 我只一封书闸道经 管叫大老爷卸任 是这等说 海瑞便问 他是什么人 为何一封书闸道经 便叫我做不得这个现影 张青道 大老爷还不知吗 这东雄父贾一郡 守徒官吏 以及寻案指挥 皆与他来网交后 即当今未及人臣的 严太师 乃是他干爹 故此他有此角力 一概不拒 这话就在严太师身上 老爷休要惹他吧 海瑞听了 不觉勃然大怒 正是只因一句话 激怒百般寻 毕竟海瑞可能拿获得 刘东雄否 且听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35回 愁理父谋亏 恶尽却说 海瑞听了众议之言 不觉勃然大怒道 这是刘东雄亲口说的吗 张青道 正是 海瑞道 你既见他 怎么不将他拿来 想是得了银子 张青道 那装上强壮电钉 何止百计 小的们若是下手 只好白白送了性命 海瑞道 然则你们是再不敢拿他的了 张青道 小的们时时不敢 海瑞大怒道 可见你们惯于卖放匪徒 所以如此 吩咐造译把众人脱下 每人重则三十大板 造译们一声答应 将五人扭下 海瑞吩咐 用头号板子重打 如有殉情三板不见血 直板人陪打 造译听了 不敢殉情 果然三板就见血 打得五人皮开肉战 先血泵流 在地下乱滚 险些而起步来 海瑞道 今日比了 还要乐陷 如再为陷 将来加比 将家眷先行监禁 四货饭之日释放 张青等微微 又乐了五日的陷 海瑞又差了十名散议 随同张青等前往帮办 血命造译 先将张青等五人家 卷拿到监禁 然后退堂 入道 私牙 自私 我如今在此坐线 不能除的这一个土豪 却还与百姓 除甚么害 今日张青等之言 这刘东雄 是试着强势的大恶棍 所以浮现都不敢奈何他 想必利刃的浮现 都与他来往 受他的贿赂 所以弄得根深本固 不得摇动得到 即使张青等此去 亦是无用 图将他们委屈已 但是立法不得不如此 想了半晌 呼唤海安到来 对着他耳畔说道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海安应诺 玄疾来到班馆 张青等正在那里 敷棒窗药 见了海安 众人齐力起来 海安道 请自方便 你们今日受了委屈了 张青叹道 今日真是委屈 在堂上挨了三十重重的板子 又乐了线 妻子又提去监禁了 这条贱命 廖易走不去的 海安道 你们做了许多年的差异 难道官的意思都不晓得吗 张青道 大老爷的意思 我们怎么晓得 其大叔说之 这就感恩不浅了 海安道 我见你们可怜 待我识说与你们听吧 我家老爷是在金匠调来的 信的严臣相提携 才得了这个支线 一路出金而来 就闻得这位刘东雄是本县大大一个富豪 故此道任就出票拿他 却欲弄他三五千两 谁知你们拿不到手 他便生气 在公堂之上下不得场 所以将你们重打 遮掩众人耳目处 你们说他是严太师的干儿子 恰好我们这太爷又是败在严太师膝下的 如今盛会 你们不用忧心 只管将养旧事 这世是罢首的了 你们家眷 不上三日 包管出来张青等听了 如梦初觉 方才悟道 原来如此 这有何难 这位刘大爷是好挥霍的 每场哪一位新太爷道 他不来交结 待我们傍窗好了 走到他的庄上说之词意 包管是有力送来的 连大叔你老人家也得沾点风气呢 海安又说子许多话 方才别去 清等思乡笑道 这位太爷怎么这样 弄银子都没方法 若是早有生息 这时候银子到手了 胡冰道 我们明日去对刘大爷说 看他如何 好歹叫他送个礼来就是 免得我们受苦了 众人齐声道 有礼 过了三五日 个人的磅窗都全越了 遂一同来留东雄庄上见了 以此一说之 东雄笑道 这叫做过后寻舟 不得度议 他先前若是公公静静的 我给予他个脸面 如今知我是乡爷的人 他便转过话来 我却不吃这一注的 众义齐道 大爷好歹赏些薄面与他 就依旧小的们性命则个 东雄道 你们且回 我自有处 差异泄了回牙不表 在说海瑞自命海安与众差异说话之后 时令海安打探他们口气 海安这一日来说 差异夜已前往刘东雄处说了 他说自有主义等语 海瑞听了点点头 却不言语 又说刘家雄正在床土 忽然装钉传进一闸 说是北京千里马赴来 东雄拆书观看 其书云屡接后会 赶佩良申 指以徒遥 为黄面谢位歉 自有义而海瑞 原在布曹 原是左迁 初未贵献令影 前月以底贵境 但此人赤平 自行坐立 惜菩提携 经远隔一天 自难照拂 为先生推此呜呜之爱 实际会之 并赐教言 使彼之必凶屈极 则有造于谱者也 专此不达 并后尽福不一 东雄先生闻几分 遗言松顿守东雄看壁 便问头书人何在 庄丁道 其人手拿许多书信 说还有几处投地 忙破去了 原家住 读者是眼卷丝之 其杂音何至此也 东雄自私 差异来说的话不差 经济泰师有书到此 叫我照应他 也罢 看在泰师面前 与他一个分上罢 次日聚了十色礼物 一个明帖 这庄丁送到献鼠而来 海安接着礼丹并帖子 拿与海瑞 海瑞暗喜道 忠我记忆 只见礼丹上市 金绝碑十对 玉柱子一双 锦断十端 西沾坦一席 白银一千两 黄金四钉 绍酒十坦 金华茶腿十只 燕窝一盒 钩翅四桶 海瑞吩咐收了 又将明帖来看 只见上写着 年家眷同门帝流东雄顿首败 海瑞不觉笑了起来 赵就回了一个帖子 赏了一两银子 于那庄丁 这海安出来致谢 海瑞吩咐送来的东西 一概风至 不许动了一些 四日对安 熊二人道 昨日流东雄 送了一分后礼前来 我已故意收下 已稳其心 金却要回送过去 方才像样 怎能够得些礼物来呢 你二人可为我到哪里 借一借礼物去 挡一挡架子何如 海雄道 别的可以借得 若是这些东西 纵然借了来 送到那边去 倘若他竟收了 将来拿什么去海人 海瑞道 你们且到店内 与掌柜的商量 他肯借时 却问明白了价 若是他那边收了 赵价送孩 待等冬季领了 奉心银两 赵一元价 发给旧事 海安道 如此 恐怕他店内的不肯 海瑞道 大抵你们不愿去 自觉难与 起此事真 也罢 你可将明铁分头去 请纳金果店 少酒店 筹断店 玉器店四处的掌柜道来 我当面向他求借旧事 海安 海雄二人 只得分头去请 到了下午 请了四处掌柜来道 海瑞一官出营 请到花厅内坐 那些掌柜的哪里肯坐 说道 大老爷是小的们父母 小的们烟敢冒坐 海瑞道 这原是司箭 就是与兵主 公堂之上 方居正里 瑞再三推让 方才坐下 那筹断店里的姓鲁明奇 当下鲁奇说道 不知父台老大人 相照 有何吩咐 海瑞道 说来惭愧 只因本县在此一瓶如洗 前日有个乡生 送了我几色礼物 虽然不曾受他的 只是礼香网孩 本县意要回敬过去 只奈没有一些东西 又没银子去买 顾特请列位到来商议 要向宝殿内各界几色 装一装脸 若是那边收了 该多少价钱 照依送还就是 个人道 大老爷吩咐 小的们领尊就是 要去多少 只管着人到店取来 海瑞道 不是这等说 本县不过权宜之事 你等不必疑心 美店只要冻戒四色 就很够了 个人唯唯应命 叩谢而出 海瑞父换转来 吩咐道 只要四色 若是我的家人多戒一些 你等需来见我 店人其叫道 真男的这位太爷 这样清廉 真是我们行户有福 若是往时新任的官来 便是那一位官亲挂账 这一位师爷奢取 其余家人们 各个道来 清沾小利 怎似的这位太爷 这般清静 向我们借几样东西 还是这样 恭恭敬敬 真是不愧上仓的支线了 个人回到店中 将货物上好的 减了四色 即刻送到鼠内 须鱼之间 绸缎 火腿 少酒 筋果 玉器 十六色聚以齐备 海瑞写各名帖 加着礼丹 令海安 海雄抬了送去 并主其留心 盔茶庄上来往路径 海安二人领命 抬着礼物来到庄上 庄丁问了来历 即来报之 刘东雄看了礼丹明帖 笑道 这才是个道理呢 他是个平之县 怎好受他的礼物 一些不收 赏了来人十两银子 礼物人复发回出来 海安有心要窥探他的地方 便对庄丁道 家老爷略备些虚之境 经大爷不肯受 是不肯赏脸于家老爷 其大叔引在下到大爷面前面 肯赏收 不然就连这赏钱都不敢领了 庄丁碎引着二人进内 转弯抹角 过了一带粉墙 进三众珠门就是水阁 过了水阁 又是一座小桥 桥下一个大池 池中许多莲花 红白香间 三间暖阁 方才是刘东雄做的地方 海安进到里面 只见刘东雄身穿丹巾 坐在一张香飞竹椅上 海安二人慌忙叩头请安问好 到了海瑞祥墓的意思 东雄也不说请起 大端端地坐着了不动 说道 就凡二位尊管归报贵主人 说我新收旧事 海安道 小的家主肃穆大爷慷慨 又属同门 呼成大爷赐会 不以客套 故将后礼全收 以显相好 经主人稍被一情之境 而大爷挥之门外 其不屑与家主相交耶 刘东雄道 不过一次到了便是 何必定要收下 令尊管既然如此 旧收一二色礼旧事 乃分父庄丁 将两坛绍久收下 其余的必回 海安父又再三香肯 刘东雄道 主义已定 无需尊管强劝以 父令美人赏赢五两 海安 海雄寇谢而出 抬了礼物寻着旧路而回 正是 有心亏竭净 兼饿岂能知 毕竟海安回属 见了海瑞如何说话 且听下文分解 海公案第36回窃书师 简受奸央雁雀说 海安 海雄二人 把礼物抬回 来见海瑞 被言歧视 并说 其得了二十两银子的赏风 海瑞道 除了两坛少酒的嫁营 与者你二人拿去 买一些衣物 想海安 海雄二人自随 海工作力不下十载 今日却得了二十两 这是他二人 大造化之处 安 雄二人 叩谢 海瑞道 你可曾探的路径否 海安便将庄内的路径 口说直话 被说一番 海瑞听了 心中记着 过了两天 就是七月十五日中原盛会 叹得那刘东雄 严森仗众 在荒地搭起一座高台 做功德 超优诗时 如此歹饿心肠 及座大干亿万功德 亦难不缺德 想必因陷害人口过多 顾特设此于蓝盆会 以计万亿之忏悔意 庄上张灯结彩 十分热闹 远近的人 都到那里去看 当下海瑞得知这个消息 即便改了庄 伴做算命先生的模样 由蜀后而出 随着行人 来到庄上 只见灯竹辉煌 范英咒运 其中又设茶缸 十余个师茶 往往来来的 不知多少人数 正面就是八个僧人 在台上面经开解 台左一所小厅样 摆设着八张学士椅 巨细固绣大红段椅配 中间一张香脊 一张紫鱼八仙桌子 那桌上东边是插坪 西边是天青色大花瓶 上弓着几只玉簪花 当中一个宝贺鲜炉 内坟尘坛 香气扑鼻 却没有人在此 海瑞暗想 必是刘东雄坐的 便故意走到椅子上坐着 少请 只见三两个高长大汉子来到 海瑞料是助纣未虐的庄丁 竟不出声 只管坐着 那庄丁上前喝道 你这人好没分晓 既来看高兴 若是渴了 东廊下有茶 又有板凳 那里歇脚吃茶 岂不是甚便吗 竟在这里则甚 看你的打扮 莫非是个算命的吗 海瑞便立起身来 道 我正是个算命的 内中一人道 我几年的运气 怎么这般颠倒 先生 你且与我算一算命 看是如何 海瑞道 今年贵根 那人道 秉申三月十一四十 海瑞故意推算良久 说道 大叔莫怪在下指讲 你这八字 虽然不少穿 不少吃 谁是冰墙主弱 都要靠着他人的 却不能自证加身 行至已四 跟五这两个字 还却有些意思 意识有限的财博 受想八旬 一子一女 陈佳那人听了 戴笑谢道 先生真是在生鬼谷 是眼见的一般 众人听说 都要求他战算 海瑞一一赠之 左撞右盘 自然有几分合者 直算到点灯时候 恰欲留东雄出来 那庄丁们见了 急急走开 东雄见了海瑞却不认的 便问众庄丁道 这是什么人 你们在此做什么 庄丁道 他是算命的 偶来此观看高兴 遇了小的们 叫他战算 果然灵艳非常 再没一句话假的 所以大家都叫他推算 直至这个时候 不料撞了大爷 海瑞听他叫大爷 知识东雄 便急急上前做一道 小可不知 多有得罪大爷 东雄笑道 他们说 你战算十分灵艳 你可与我推算 一直如何 海瑞沉姬道 大爷提切是最好的 只是天色黑了 小客还要进城 明日一早来吧 东雄笑道 这时候城门已闭了 你且先与我推算 这里很有便铺 你不必过滤 海瑞泻道 怎好打扰 东雄道 这时候量亦二亿 且请用晚膳再算吧 应对庄丁道 外面喧哗 你们可引到红麴阁去 那里又清静 就在那里摆饭 不论你们哪一个香陪 用了饭我却来呢 海瑞又泻了 那庄丁便引着海瑞来到阁中 只见那沼里满栽红莲 一片清香 静得隔来 明窗静挤 放着文房四宝 邀请宝剑 原来是东雄常做的所在 那庄丁搬了一桌韭菜到来 坐椅香陪 海瑞恐怕醉了务事 却推不饮酒的 只是用饭 饭壁 庄丁收拾去了 少请 只见两个将沙灯笼罩 东雄而来 海瑞急忙起身迎接 东雄带着醉意坐下道 先生不要拘礼 请坐 海瑞坐下 东雄道 在下生于物生年 真月初五子时 凡先生直言一算 海瑞即将八字排开 推算一回说道 此乃系双蝴蝶之格 大富大贵之命也 东雄笑道 先生休讲 需要直言 海瑞道 台造于物生年所生 物乃中央之土 土能生金 雇主大富 生根皆经 金望生水 水望生财 故断得大富 若论贵字 得怪物怪 一生得贵人提窃 至四十一岁必得一路功名 正途则无分也 得官不在三智之下 若论子习 三知送老 但七事略要少些未妙 尊驾一身输财仗义 虽然挥霍 美欲谋望 皆世事如愿 贸易则立备于本 此时正交子运 墓下虽未用定 却现有贵人扶持 路马暗动 官至不日就有消息 受可至九十 此事在下直言 信物见怪东雄 一边听 一边点头说道 先生真是灵验 所言皆合 不才养成祖父所疑 颇称饶父 若说贵字 在下虽不善读书 然信的大贵人 与我交好 若论二三品的官智 他不过吹嘘之力 便可谓得的 今岁正月间 曾有信息来知会我 约在明年 可以得官 经先生之言 恰如清见一般 尚有小儿及捉金 小妾的八字 一求先生一算 今夜辛苦了 且素一消 明起来再推吧 海瑞道 不妨得 夜静人稀 心轻气静 更得精神 请大爷写下八字 明早来取 呆小可逐一批评如何 东雄便将儿子 七妾八字写下了 交与海瑞 又说了许多好话 方才做别道 先生就在此乡区一消 只因今夜功德圆满 宴口超优之时 在下要去参佛 不能相陪 先生修怪海瑞道 大爷请便 东雄别去 海瑞看见天气上早 才交二更 乃条旗灯来 把八字排比 少庆 只见一个丫鬟 十五六岁 捧着一壶香茗 一盘点心进来 放在桌上说道 这是大娘送来 与先生下茶的 先生为我们推算辛劳 大娘说 凡先生留意直言 明日众谢呢 说吧自趣 海瑞想到 如此富人 却这般有理 可惜错 佩佩人 且把门来闭上 自私 我今日之来 原位着要打探 刘东雄的犯罪实际 好去丙之上线 如今却坐在里面 记得盛世 独坐无聊 只见桌挤上堆着好些书闸在内 海瑞及随手捡一闸来看 是有凑巧 却是言松从今来的 奇书云 自负东雄老一台 先生阁下 起着 前盟会我东诸百科 光节圆境 十位喊息之珍 拜登之下 声明无内 贵审寻案雄月 乃仆门下身也 经将赐道任 若是抵审之后 自当来拜后已 但彼人帝申书 诸事之中还其指示 前者所言官伦是一案 该服业以具体 以威逼必命未定宴 仆勃斥之以 至于捐贤一劫 朝廷定例 捐二品封典 以赠父母则有 如若捐自身职贤 则不许 为四品可矣 以蒲存之 莫若来年到今 原历家捐郎中 此即附家捐即用 蒲自当以行 兵两部长应 卧传位均谋之 炫以计罪 随奏卓侍郎 则不三年可出外任矣 如此愁度 不知有当尊亦否 如可行之 则赐回事 彼是日报捐 欲未根本 借其数无庸又费周章也 专此不达 并厚尽其不备 海瑞看必 自私道 这思真是才可通神 他竟有本事沟通奸向 若不早除 他日养成气后 得了官爵 则天下百姓无一类意 但官伦是到底何人 又见上有威逼必命字样 此必这思所犯之案 上司具体 却比会路严嵩 将案驳回 遂使冤无可申了 怎地本县却不见有这案卷移交 这就齐了 将此书且收起 明日却将卫正 奏松沙福尊 在此书以赴又翻阅别闸 都是各省官员 与他来往治后之闸 内中有监续案件者 有特托淫源者 月至尾后一闸 却是本府的 内云 起者 前云官轮是一案 文上献业已具体 然先生能致意于盐香 则必奏搏 但见证之张三老 使口不宜 将来寺难已转 经该献已将该事压后 必欲令其改功 而张三老再似不肯 似此书爱结案 前日该领曾有密函来丙 欲在寻日内将该事正确 以免遗爱 但该事亦死 则暗议于转动已 专此不复 并后日安不备 海瑞看了 才明白是停滞出降的 但不知官轮是属在哪一线的百姓 料亦在济南辅属 这是还可以查访得的 亦将这输取了 不觉已是四更将近 其实时觉困乏 乃就己上睡了 天明 庄丁持水进来 只见门上未开 又见纱窗未闭 便从窗口而入 见海瑞引己而握 鼻息吁吁 竟是岸上书闸 翻得乱了 庄丁便想到 书闸怎么这般乱了 莫非这先生翻阅了么 遂走进岸前 将书叠齐 只不见两封信书 庄丁自私道 这两封书闸 未知是闲书闸或是官警要 却不见了 必是他偷藏过了 遂及及遥醒海瑞问道 先生 你可曾翻阅这书闸否 海瑞道 我在岸上推算八字 直至五根方才睡了 却有胜空时去翻阅你的书闸 庄丁道 你修要满影 那些书闸都乱了 便一把抓住往外就跑 正是 一闸私书能致祸 总因失减遭奸殃 毕竟那庄丁抓住了海瑞 往外就走 遇到何处 海瑞的性命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37回击漏县 劳渊师求雪 却说那庄丁搜书不见 心疑海瑞偷到 上前把海瑞叫醒 便问书信 海瑞道 我在此推算八字 哪里见你家什麽书信 庄丁怎肯依他 一手抓着海瑞 一手开门 竟扯到刘东雄面前来 那刘东雄正在书院打坐 呼见庄丁扯着算命的过来 便问 你们为什么 怎地把先生抓着 成何规矩 庄丁说道 他是个歹人 东雄道 怎麽知他是个歹人 庄丁道 昨夜大爷好意 叫他在阁中安歇 谁知他竟把大爷的书闸偷了 想来是个歹人 不知是哪里来的 大爷审他便知来历 海瑞叫道 勿要屈我 我从而更推算八字 直至五根方才睡去的 不幸且看桌上批评了几指八字 就可以知道了 东雄道 不用多便 但在你身上搜的书闸出来 便是真的 碎赤命庄丁 把他身上搜便 果然搜出两封书信 东雄看了 不觉大怒道 可巧天地哀怜窥破 不然我的性命送在你手 乃换 庄丁 抓到后花园去 待我来审问来历 众庄丁答应一声 早把海瑞促下 拥到后花园 来到亭子上 只见俨然摆着公案刑具 海瑞自毁失于检点 今一旦却遭在这厮守上 东雄坐在正面 吩咐将这歹人带上来 众庄丁把海瑞拥到面前 斥令海瑞跪下 海瑞勃然大怒道 你是什么人 本县却来跪你 东雄听得本县二字 心中猛笑道 你莫非历成之县海瑞吗 瑞笑道 本县便是 你敢无礼吗 东雄大怒 赤道 畜生 你自视的一个支县嫩大 却想来胡弄我吗 今日被我拿住 又有何说 海瑞道 我乃堂堂县令 是你父母 你敢把本县做甚吗 东雄道 慢说你是这一个畜生 不知多少寻暗 浮现 藏于水牢者 不知烦击 吩咐庄丁 把他推到水牢去 叫他知道厉害 庄丁应诺 江刚风风风拥而去 过了一带高墙 又是一重小门 开了小门 推在里面 只见黑暗暗的不便东西 听到水声潺潺 却原来这所在乃是跨豪搭棚的 上是大阪 下是豪浅 将人推到里面 断了水米 七日间必然饿死 随将尸首推在水里 下面团团竖了木桩 那尸首在内却流不出去的 所以无人知觉 此时刚风被推到里面 听得庄丁将门锁了 自私这个所在 必死无声的 我刚风意识未明起见 今日却要遭于此地 海安哪里之道 就是夫人亦难明白我之去向 过了几日 衙内没了官 他们必然去报上司之道 令换新官来数 我那家眷却不知作何光景 况且换囊如喜 安雄二人哪里弄得盘废送夫人回家 上司还说我不笑 逃官而去 这刘东雄还怕不肯甘休 又要斩草除根 连家属都要陷害 这是可知的 想到此处 不觉掉下泪来 掌探道 我刚风一身未尝有七暗之事 怎地如此折磨 然亦无可如何 指的坐在板上 不经掌探 不知红日西尘 又不知小木 远远听得更古之声 方知入夜 刚风此季又饿又眷 把身子躺在板上 朦胧之间 似有一人衣冠楚楚 立在面前 说道 刚风 你不用忧愁 自然有个出头的日子 但我等寒冤于此时 有余载 湿海水尽 还望刚风超雪 刚风道 你是圣人 再次未圣的被害 可说来我听 若有出头日子 自然与你深渊雪恨 其人道 我乃江南华亭县人 姓简 明脚乡 自佩兰 于正德跟陈科相见 炫刀顶甲第二名 即蒙青点寻案此审 一出京城 沿途密仿 已知留东雄忍恶 到了本审 未及上任 先改办混入此地 已记密仿东雄实际 谁知被他窥破 宝打一顿 被及飞行 推在这里 饥寒而死 将我尸体推在水内 屈指时有一年 现有寻案应性未证 尚在怀中 明日刚风上去 可及秉之提督 起其领兵前来 将此装为主 先拿了东雄 随来此地搜紧 下面有五个尸体 一是太守李猪斗 一是本县引流东升 其余三个乃是本县百姓 亦因妻子被抢 寻妻受害 亦因欠了东雄米谷 被陷于此 亦因妹子被抢 寻妹遭祸 竟无发觉者 刚风前途远大 正未有爱 不日自当出去 言罢 一阵阴风 疏忽不见 却把刚风惊醒 原来是南科一梦 刚风自私 我难道还有出头之日吗 梦中之言 大抵不差 但不知怎地的出去才好 乃力起身来 再拜道 躺君有灵 立即指示我路途 再见天日 何惧冤仇不报 说必 忽闻风声吼吼 少请雷雨大作 殿光射入牢来 刚风叫道 天雅 可怜刚风今日为国为民 反献身于此 瑞死何足袭 但有六人之冤 无由的血 躺蒙眷又 比瑞得出牢笼 收除凶恶 共白沉冤 则瑞死磨所汗矣 颜未已 忽然一阵红光射入 一声劈雷 打江下来 把那水牢打一个大洞 一阵光亮 狂风大作 此季刚风心咬胆战 不知所以 谁知这阵大风 竟把海瑞掳出牢外 少庆 雷声少席 电光尚未席时 有光亮射来 海瑞醒了拽来 却不是牢里 凭着电光细看 乃是一座围桥 自身坐于桥上 刚风暗响 世间雷雨 就是救我的 遂望空寇械 沉着雨而走 亦不变东西 但听得前面 亘古之声 侧耳听时 已交五根 刚风便向着 亘古之处而奔 此季顾不得一山淋湿 远远透出灯光 却原来就是提督行属 明朝所设提督 每三年一次寻边 所以各府具有行属 已被寻查住脚的 当下刚风到灯光近处 方才知道是一所衙门 便闯进里面 却被更夫拿住 赤道 什么人 敢是奸细吗 刚风说道 我乃是历程县之县 更夫笑道 你是知县 怎么这般狼狈 快些直说 刚风便问 这是什么人缘的雅鼠 那更夫道 这是提督行属 你既是知县 为什么不见你来 叩接我们大人 刚风听了 喜得手舞足蹈的说道 我正要求见大人 相反通传一声 说历程县之县 海瑞要见 有机密是面柄 更夫道 你修要走了 海瑞道 我是特来求见的 怎肯走 你若不信 可与我一同 携着了手 去门上大叔处说话 更夫应诺 便与刚风来到大门 叫醒了那守门的家人 说了上相事情 那家人 把刚风看了一看 说道 你且在门房坐着 待我上去 禀明了大人 且说那提督 姓钱明国著 乃是浙江严州人 有武状元出身 历任到提督 平生耿直 不必权贵 家人走到面前 当下便报有立成之县 海瑞茂宇而至 声称有机密是要面见大人等于 前国著自存 这之县是在城里的 如今茂宇而至 想必有盛关系本县的事 故此冒雨而来 便吩咐及传敬见 家人领命 急急来到门房说道 大人起来了 传你敬见呢 刚风随着家人来到川堂 灯光之下 见提督行了停餐之礼 国著道 贵献何以冒雨一人至此 请到祈祥 刚风便将如何访查 被刘东雄关在水牢 信得某人梦中是之 积累与相救 逐一告之 国著听了道 哪里有这等土豪是恶 可见当时府县费持证物 致此养护未患 依贵献遵义若和 刚风道 求大人立刻传令兵丁前往 把刘东雄庄上围住 一起打进里面 不分好歹 见人就拿 若是迟言 东雄之风必然远扬了 提督一允 及时传令典兵三百 命中军官领着 随海瑞前往庄上 捉拿刘东雄全家 这领一下 中军官立即点齐兵丁 同招海瑞如飞而来 极致到了庄前 天上未明 刚风道 先分一百五十名 将这庄子团团围住 一百五十名 随我进去 中军官应允 即令兵一计而行 一声呐喊 刚风在前领道 打进庄来 那些庄丁一个个梦中惊奇 不知何故 有的穿衣不及已被拿了的 一百五十名兵丁 奋勇拿人 那些庄丁虽然有用 然指此仓促之际 又见识官兵来拿 各个手软脚酸的 被他拿了 当时东雄正在惊慌 急急批衣走出来看 却被刚风看见 赤令兵钉上前拿下 至此时 天色大明 刚风对中军官道 大老爷 且先押借犯人 前往行员请公 呆背直在此拆毁水牢 打捞尸首 中军官应诺 传令留下五十名官兵 听后刚风使用 与者押犯回原而去 刚风及时把那红曲阁中的丝书 进行放在身上 随令十名官兵把手装门 与者带着来治水牢 令四十人一起动手 及时把水牢拆去 地板接起 只见下面竟是灼水 刚风令人把水略略车干 然后命十人下去 跃入水里 果然附了六个师手上来 只因其被水浸着的 所以不烂 但一身黑肿 不便面目以 依浮人在 极致腹到水上 其师就烂了 只剩白骨 刚风轻自细查一番 内中有一师 中有刚印一颗 刚风细事 印上有文曰山东巡案官房六字 刚风道 此必简寻案之师也 即盲拜谢其音像之恩 令人别以锦备果之 但不知哪个是前任 宪令师手 在家想捡 只见一师的衣服 上有脚带在内 刚风道 此必是前宪令也 意向着再拜 拜了 亦令人别以不果之 清书继任 于者四师 西用不勃包好 取了六张竹达 把六个师手胜着 令人先行抬到 庄外之大安寺前放着 其时 海安 海雄二人寻到庄上来 只见主人浑身湿透 人字在那里 只手画脚的 竟不知自己身上湿了 安 雄二人上前见了 才把自己的衣服脱下 去与刚风换了 海瑞令他二人先回 随将东雄装上个物 当众点过 上了清单 一一封制 其诸妇女官在一室 不许他人扰乱 留兵丁三十人把守 自己来行员绞令 正是 不惜身劳苦 为民除害先 要知刘东雄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38回案城展报 奉旨和番阙说 海瑞吩咐已毙 便与众兵丁一起来到行员 海安夜已将官带拿来伺候 海瑞整官束带来见国主 国主起身迎接到 贵献辛苦了 请坐 瑞告作弊 城上搜的刘东雄司书一数 共三十六杂 都是严松及各部并本省的官员 往来关系利弊的书信 国主看了 对海瑞说道 此项书杂 若附留之 只恐他们不安 莫如焚之 以安重官之心 如何 海瑞公申道 大人所见盛事 随令人取火至 当面焚之 海瑞又将点封东雄之财物 各项清丹乘上 国主道 这清丹人归贵献案卷就是 海瑞把清丹收了 随将六个师手献放在大安寺上 听后相验过 以便收敛的话禀明 又沉脚寻案 应姓一科 国主道 此案事官重大 军门亦不在主镇 贵献将人犯带回省鹊 想办就事 海瑞应诺 就请提督着兵户解过县 海瑞一谢 方才压着人犯进城 到了衙门 境内用过扇 随令升堂 留官兵在属防护 随即出堂身座 三班牙役 两旁伺候 海瑞吩咐把东雄带上堂来 左右带到 东雄利而不贵 海瑞喝到 你乃土豪恶事 今日被我拴来 罪该万死 怎么见了本县还不下跪 东雄笑道 若论百姓见了你 或尽要跪 只是你老爷见了你这一个鸟官 不怪你不来送接就罢了 怎么反说是要你老爷下跪呢 这般不知好歹 且问你 我好端端地在家中 把我簇拥到这里 为什么 海瑞骂道 你乃土豪恶事 目无法计 交捷内官 逼避人命 善求大臣 私利水牢 罪恶滔天 万死难长 那官伦是一案可及招来 东雄道 你老爷犯法 何止一宗 你问时 我亦记不得许多 莫费了你的气罢 海瑞道 水牢内三个百姓是哪个哪个 从时招来 东雄道 莫说你是一个支县 就是府里 还不敢问我 海瑞大怒喝道 你平日试着权势 却不把官府放在眼里 今日要你晓得我海某厉害 斥令左右拖下 取头号大板子 先中打四十 然后再来问话 此际差异们 看见本官慎怒之下 亦不敢用情 急来扯着衣服 拖翻在的 把东雄重重的打了四十板 打得两骨皮开 鲜血泵流 海瑞赫令上堂在问 东雄只是不招 还自怒目原真 骂不绝口 说道 让你怎么的委屈于我 只恐一封书信道经 你这顶小纱帽还戴得老否 海瑞道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经你试着言松 便折欲横行天下 本县是不能捎带你的 吩咐带去监禁 其余家人 庄丁人等 一共四十五名 发在外积押后听审 海瑞退入私衙 自私 刘东雄这私不肯招供 其意盖欲迟言 待他好弄手脚 我偏与他各不然 做供出详辩了 遂连夜查检刘东雄立犯款计 录案详报上台 其时寻案缘缺 系不正私往起监护 文书详道 往起见了 便在三言堪 一则与刘东雄向有往来 二则知他誓言松门下 却有心回护 遂将详文批驳 据详称刘东雄是才已是 灵月相遇 清田战的 强夺良人妻女 并敢私涉水牢 促献多人 并将寻案 知献善自求害 如果属实 即应严办 但查证得年间 有简巡案来山东 未及到任 及无踪迹 其家人报乃风颠迷失 屡密不惑 经据该县指称 前简巡案失守 现在流东雄庄内水牢牢起 现有硬性可惧 查简巡案自迷记之日 屈指计算时有一年 岂有其失尚未辅 人捧应信耶 此故不足申信 后委员却艳祥父到日 再为何夺 其余各失 君者一体恋埋 后查案再夺 这批文一下 海瑞料事上司有 故纵刘东雄之意 若不言居昭成 将来必至反案 遂即刻申堂 附提出刘东雄再审 这一回即被严刑 五般重刑 君已用过 刘东雄却打熬不过 指的招任 海瑞令人给予纸币 换令进招 刘东雄指的亲笔招供 一共认了大小不法侍秦 总共计三十六款 水牢供烟必六命 简巡案未首 其余威逼自尽者 连关轮事案 共逼死七人 一一进招 已成铁案 海瑞急又降上司 令人批解上去 此即上司建了清宫 也不能为他护卫 却探其自招之素而已 此日 那护巡案不忍自审 乃为案查代训过口供 海瑞便上院面请上方 剑杀刘东雄 上司无奈 指的从其所请 遂将刘东雄寸折于事 人人称快 其余助虐之家人 庄丁 分别君 刘 喜 杖 发落完案 刘东雄之家属 分别问罪 海瑞记除这刘东雄 所有平日匪类 闻封之警 各皆免而为善 海瑞复行出事 报东雄之罪于事 一日宣传到今 严嵩得知 东雄为海瑞所杀 心中大怒 触起前仇 又要寄陷于他 中日四系寻信 只奈一时无从入手 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那南郊地方 即经之交 指国事也 帝靖月西 贵州等审 那国素来强悍 不尊王化 时有入寇之心 国王姓朱明成 乃是汉人 只因其祖在南郊 贸易日久 宗族藩大 遂广师金伯 以买重心 首先畅乱 遂得南郊一代 自称郊王 太祖皇帝 因其地远南征 只得赐喜 以伏其心而已 即至正德年间 其国王乃明珠光玉 便望自尊大 自称南郊大帝 便欲侵占本朝土地 乃岸令番将 胡元领兵五万 来至南关 这南关属越西南宁府界 那府里 只有一员都司 领兵八百把守 此时胡元领 帆兵一路奔杀前来 毫不声势 分队而尽 头一对番将乌尔坤 领兵五千位先锋 二对番将义珠领兵 五千位赴先锋 三对番将广兴领兵 五千位印护史 四对番将五十七领兵 五千位和后 五对番将陆海领兵 五千位解凉官 六对番将灭先大领兵 五千位探听史 六对番将 一路奔杀前来 到了南关 一声炮响 安下营寨 那都司与之府 听了番兵入寇 自见兵马稀少 荒作一团 不敢出营 为令兵马 尽受关爱 非报指挥使马相将 听之如此厉害 亦不敢善动 及及申本奏文朝廷 请指定夺 严嵩接着告及本章 喜道 海瑞金翻南逃我首也 连夜修起本章 四早入朝剧奏 地阶奏章 斩于龙岸 指剑写道 太师陈向陈严嵩 紧奏为边风乍起 请指定夺是 县聚岳西指挥使 臣马相将表称 于本年二月内 有交纸国王某顿蒙一致 特遣翻江湖元领促五万 前来清界 资以兵里南关 其兜司 俊首 以兵为将寡 不敢出营 即指挥时 亦不敢善掉大兵 非张告及前来 臣妾斯太祖皇帝朝 当时天威远波 由以帝远南针 赐予赤喜 以为其心 今生平日久 正是废迟 若予知觉胜负 臣孔一旦烧败 有辱国家瑞气 臣于亦以为以福 陛下若以一界 速受藩人仰望之臣 前往宣誓圣誉 说以利害 则藩将自当为福 但查得现有利臣 知献还瑞 本乃穷男人 月东穷州 临近南郊 可惜翻江情形 陛下若以知前往 必有可观 不知有当圣亦否 扶起皇上 瑞见诗行 天下信圣 帝揽奏 即时下了一道旨意 刹兵不插官 新夜机往山东 插官领了圣旨 飞池前往 不日来到山东 当下文武官员 以其功赢圣旨 到那万寿公开读 插官高深朗 送到 奉上玉 资据岳西指挥使 马香将奏称 交指国王 不尊王化 遣兵入寇 以抵南关 该指挥以兵为将寡 未敢善动 飞奏前来 副据陈香奏称 非用名望素者之官 前往说以利害不可 经查立成献之献 海瑞为人中梗 乃穷州本土 善诸凡人言语 故特奏请 表海瑞为天使行人之职 正如所请 经插官击指前来 加身海瑞为兵部郎中 并赐方物若干 你于拜受恩命之日 即刻启程 前去讲和 有功之日 在家身上 亲辞 亲辞海瑞各物 既开 欲如意一枝 莽袍一席 脚带一围 造靴一对 飞鱼带一对 锦断百端 黄金十顶 亲辞南交国王方物 既开 赤书一度 迎喜一眉 莽扶一席 平天官一顶 造靴一对 欲拱臂一双 欲如意一支 经绝碑十对 欲注十对 宣读臂 海瑞谢恩 送天使于一馆安歇 四日 据表申谢 顺赴天使回朝气 海瑞及时收拾启程 吻五个官乡送出城 海瑞把家眷留下 这海雄服侍夫人 自己带领海安望着月西地面而来 所过地方 文武护送 其实 严嵩暗中欢喜 已为瑞必被藩人所杀 正是 一心指望将人害 是到头来现自身 毕竟海瑞此去可得平安否 且听下文分解 海公案第39回炸头地入债探情形 却说海瑞败受恩命 即日击捧着玉刺赤喜 离了历程 一路望着山东大路而行 出了本境 就由越东照沁水路进发 所过地方官公应船指夫马 自不必说 海瑞每到一处 先发告示一道 以度滋扰 骑士云 清岔兵部狼中行人大使海 为严禁之所 以速攻令式 照得本府应亲命 持节南交 并击捧恩伦 宠刺翻角 所过地方周线 不吐供应 但本府自出境以来 除扛台龙亭之外 只用一扑 日用两餐 所费无几 不必真善 及原书苦菜 一堪下饭 你等周线 不必特备设置 如有匪类成功戒称本府清随 诈所传指夫马折架 以及饭食等币 许你等立即捉拿 解父行员 本府以凭研究 绝不殉纵 你等一体遵照无为 特事 所过周线 秋毫无反 海瑞在路次 亦不与周线官员交接 到了月东 就由赵庆水路进发 过了多少险滩二侠 来至南宁 该府影集十都律蜀员 出国迎接 海瑞此时因有亡命在身 大小官员都来朝请圣安 当下海瑞进了管役 将盛指赤席放下 随赴有斯衙门询问军情 太守道 前月藩王诸臣 命将胡远领兵到此 再数不过数百户臣兵便 自难迎敌 故此非禀指挥使 指望发兵来源 谁知指挥心窃贼众 不敢善动 指令附近迎少之兵族 同乡民守护土臣而已 今被困一月有余 而贼人未少退 陈中绝了乔兴 四明皆远 观此情形 王在旦夕 信的大人远来 必有以赐教 海瑞道 翻兵乃乌合之众 诚心而来 若是日久 不许与战 彼必良静而易 此时臣是机之 必获全胜 彼若败北 我遂以恩指服之 则彼无不成机感激已 郡守应诺 海瑞乃在南宁住下 那指挥使文的天使已道 即赶到南宁来与海瑞相见 便问皇上之意若何 海瑞道 圣上已满夷的远南针 故今特命普吉彭玉 此次洗钱来安慰 但不知大人之意若何 指挥道 翻兵虽已逼近关爱 既有岳于 然我军不出 难关坚固 彼亦不敢正视 如此相持而已 海瑞道 然则并不曾交封耶 指挥道 并不曾出战 彼亦按兵扎债而已 海瑞道 彼远舍内的 粮草不断 必当自退 虚而成之 此胜算也 已于亦存之 京军中罚绝桥星 此事第一桩紧要的事 今可持习林郡 斥令美郡供应 柴星十万丹 即日取其 若百姓的心 则不致惶恐 可无内顾之忧 然后相识而动 成彼顿意之计 一鼓而下 则获全胜矣 指挥使道 大人高见不差 但是天子有命 经故言歌 躺将来朝廷之之 其不至甘位便耶 海瑞道 将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 盖已饥不可施 而是不顾职者也 今若以赤喜前往 必至自讨没趣 夫彼主诸臣 姬怀不轨 非止一日矣 经茂茂而来 其风阵不可当 若已若是之 彼必自焦其至 不以未备 良静 是难久住 当谋归计 彼君促一退 我却成须以席其后 必获大胜 随以威命收服之 彼必投降无疑 此乃两得之方 亦则可以保养士族 二则恩威并济 仍有良心 岂不自存 此将军立功之时也 为祥查之 指挥使谢道 大人所见即是 依即行之可也 海瑞乃与指挥 同住南宁之内 指挥使及席赤 各迎将左 各已经兵赴南关听调 再说翻江胡元 以律兵五万指抵南关 一声炮响 把南关围了 指望民兵出营 谁知一连十余日 并不见动静 胡元心仪 诉令戏作探听 回报民兵 惧扎于关内 并无出战之意 为日逐堕赛缺 并督律名状在内相守 防范十分严密 胡元听了 心中忧闷 彼是坚固 身沟高磊 不与我战 时将遇老我师也 我远舍而来 立在肃战 若雨酒池 是必粮草不济 似此如知奈何 辗转忧思 中叶不美 四日生障 照极诸将一约 我等奉命而来 本欲与主上出力 夺取大名关爱 经到此将及一月 并不得理 我料民兵之意 所以兼必不出者 遇老我师也 若雨笔香持日久 我君必疲 且恐凉草不济 如知奈何 诸将皆约 我等自领兵以来 却不曾与彼交过兵任 今日事事 元帅何不发书请战 彼其能忍辱耶 彼若肯出 我等结一朝之勇气 或可成一世之功 亦未可定 不知元帅遵义若何 胡元听了诸将之言 自存若不请战 何以回报主上 乃及时令中军目官 立作战书 令人到门下投递 那守官的军事接着 集成与指挥使 指挥使便拆开来看 却是本朝字体 并非翻语 原来南交国剧读 四书 唯奉解禁而不敬奉孔子 故此能做国家字体 当时指挥使系看其书云 南交国统兵大元帅胡元锦顿首败书于大明元荣麾下 且原奉国王之命 领兵五万 欲将军会列于关外 以掘此雄 资助扎月余 而未曾一睹大捆君荣 其以援军过弱 不足以交锋认焦 亦将军时有码头不敢向西之意 如书到日 可及是之 如果为微俱见 则请即日来降 早献官爱 我主呆下有礼 若将军来归 必蒙恩浊 定以元荣家之 此千古一时之功也 为大元荣查之 专呆来命不罪 上至大元荣老将军挥下 胡元败定 指挥看了 不觉勃然大怒 致书于的说道 胡元何人 敢将此不训之词前来欺悟 便问头书人何在 左右答道 今早番将者人前来致书 守官军兵不敢放入 用麻绳坠木统于关下 以接其书 那头书人早已回去了 指挥及池书来见海瑞 被言其故 海瑞接来细看 说道 大人知其亦否 指挥道 此番人见我君日久不出 故以此不训之词 前来激怒 盖玉姬我君出战 彼则奋力已结我官爱也 海瑞拍掌笑道 大人知言明如指掌矣 金贼即欲解我 大人却有何妙策已欲知 指挥道 大人胸中据数万甲兵 必有良谋 信其赐教 若仆则空空如梦已 切勿令阙 海瑞谢道 岂敢 但是未经之计 大人可及批回 呆瑞伴做小军模样 道笔寨中探听虚实 并探守笔之出入路径 若知道便捷之境 则容易进兵了 指挥道 翻将不尽人情 大人若到笔处 恐笔不勤 将大人陷害 如之奈何 海瑞道 不妨 我命细于天 此身自有定数 何必换之 大人可及修书来 呆瑞及去可也指挥 乃立即修下回书 用了硬性 帝与海瑞观看 指剑上写着 大明月昔指挥使 仅顿首付书于 大元帅胡元亭下 资皆来书 以惜一切 但本朝夙以仁慈至政 所以我太祖宏五皇帝 平定八荒 四海来归 何止八十余国 你难交易于之地 先义服却来顺 我太祖皇帝会及天下 无不依视同仁 故以特语赤喜 封你主为南交国王 立即至今 皆屈屈服得 不敢烧蒙意志 待后该国王某已久施得 国人愿之 你主以商贩流明 乍绝臣信 信得起家 并屠大卫 年来亦自获取 唯恐我天朝兴 其问罪之师 而我是祖皇帝 富特加格外之恩 故免讨逆之众 经你主不知报得悔罪 反敢乘词小丑 意欲跳梁 独步思天朝依十三审 雄兵猛将 何止百万 你乃亦于小国 这敢于大国抗衡 此真所谓 犹豫以软敌时 安得不破这也 南关金汤之故 量你被一息能为耶 书信到日 可及弃甲抛歌 早未悔罪 有可予以自新 倘若执迷不悟 恐大兵一出 你等无一类意 统线一月之内 进行退回本国 上表请罪 如敢违抗 即当率众来较 书不尽以 你一之息 海瑞看了赞道 大人笔下如刀剑之力 笔等一剑 自当遂胆意 瑞当即行 指挥道 大人需要加义提防 信物倾入虎口 海瑞应允 即便取小军衣服换了 带着战书 独自一人而往 只见官门已被大使顶住 瑞乃用神细腰 由城上坠下 继落在官外 即将神所解脱 望着翻迎而来 早被俘虏翻将拿住 海瑞道 我是大明元帅 帐下的小簇 奉了本营主帅之命 特来下书与你家元帅的 繁义引进 那个小番把海瑞看了一看 暗自笑道 这般软弱的军事 怎能抵抵得我们过 所以闭门不出 却原来就为此也 乃作笑容道 你家元帅战又不战 只管把守着坐石吗 这又不是来与你们考文的 怎么书来书往坐石吗 海瑞道 你且修问 相凡通传一声就是 小军遂将海瑞领着 带到园门 石阵交二谷 小簇道 天色尚早 你且在此后者 呆等三谷报了 我自然与你通传就是 海瑞指的应允 乃取了一定银子 送于小簇道 这关外的地方 亏了我们是各本地的兵丁 却不曾得见过关外的光景 如今天气尚早 相反老兄跟我走遭 看看关外地方的景色 也是好的 小军既得思愧 也不暇被细查问 正是 前可通神 才能一归 未知海瑞观看景色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四十回 记稍粮逼 银四次喜鹊说 小军应允 将银子收下 说道 你既当兵 怎么连地方 不曾见过呢 海瑞道 我们是心冲的 时粮不上两月 所以不曾见过 这个关外的地方 故特返老兄 引我一游 小醋道 虽则引你到外面 玩赏一回 不是紧要 但你身上穿的好衣 不合我们军中的样 你可脱了下来 待我将这一件好挂 与你穿上 这就可以去得了 海瑞道 如此更好 那小醋 虽将自己的衣服换了 与海瑞穿着 随即出了营门 领着海瑞道 各处营寨观看 傅依依令其指示 小醋哪里 知道他的就里 每到一处 便把怎么怎么 这般这般 说了出来 一则要自夸威勇 一则谈谈闲心 海瑞依依既亲 不依会 把翻营大寨 全行观看清楚 记在心中 小醋道 你可观尽否 海瑞道 八门距已看过 果然威风 但只欠了些粮草囤积 若是有了粮草 只恐我们都不能 与你家相聚呢 小醋道 你说我们没有粮草 你且随着我去看一看呢 遂领着海瑞转过营后 只见一个小山头上 有些小军在那里扎营 上面据是被车 小醋指道 这不是粮草吗 海瑞故意道 有限的 怎么的够知影 小醋道 你却是个新当兵的 难道你家关内 也堆着十年二十年的粮草吗 不过是陆续运解而来 海瑞又道 我们解粮运草是灵神接解来的 所以便解 若是你们老远的运解 岂不费力吗 小醋道 我们虽则远舍 但是亦有以亿待劳之计 海瑞道 怎么说是以亿待劳 我却不晓得 小醋道 我们的粮草 却是从贵州那边偷运过来 到了东京口上岸 离这里不过五百里之遥 两三日便到了 海瑞道 如此却才容易 不然就运转难以 小醋道 好夜深 我们前去这时候 大抵已抱三股蚁 我们且回去吧 海瑞遂与小醋一同回到大寨而来 恰好那胡元深仗里是 小醋令海瑞仍旧换回川来圆福 领了进去 禀道 小藩们奉令寻哨 拿着一个小军 询问起来 却是大明营中前来送书的 夜已带来 请令定夺 胡元道 带了上来 小醋便将海瑞带领到帐中跪下 海瑞扣了三个头 说道 小的乃是大明营中凤原荣差来下书的 遂向秀中将书取出 沉递上去 胡元接来细看一遍 不觉勃然大怒 将书扯得粉碎 骂道 你家战又不敢战 只管推延 这是何故 我却不管 明日就引大军前来攻关 好汉的只管出关迎敌 若不敢出 就算不得成的了 可及草表现官 如若不然 有朝攻破城池 玉石俱焚 海瑞微微领命 故意做出惊慌之状 抱头鼠窜而出口 胡元乃及诸将听令道 今日大明指挥有书回报 内忠言以时日 其意却争欲老我师也 本帅已对来时说了 准以明日攻关 朱帅一个竭力向前 出阵需要得力 譬如破竹 数节之后 迎刃而解义 乃令乌尔坤领兵三千攻打头阵 瞎先大领兵二千往来接引 明日五根造范 天明进兵 勿要奋勇其攻 如有带舵不前者 急按军法 众领命各个准备去了 胡元随后点起大军寄进 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海瑞急急奔回 到了关下 人用麻绳掉了上去 来到行园 见了指挥 指挥便问 叹得军情如何 海瑞道 胡元清永无备 不足拒之 遂将胡元如此这般 逐一说之 指挥经道 各路援兵 尚未到来 经大敌促至 如知奈何 海瑞道 贼乃乌合之众 全无对武 亦则我所适者 城池坚固 豪赫甚深 彼焉能力破 客下可令随赢各将 连夜上城防守 且把鼓声演习 彼兵若道 且不理他 呆至焦舵之际 然后以大炮成高 释下攻之 则彼必败走矣 且先挡了目前这一阵 然后徐徒良策 劫其良草 彼军伐时 不战自乱矣 必速奔归 那时我却成虚席之 无不应手矣 指挥听了大喜 随即传令 各随来江左 律步下兵丁 竟扶尘舵上 以大炮 类目 灰瓶等物 欲先葬着 听得炮声响触 一起吐起 放炮攻之 各营江左领了江令 及时禁律左部上城 到了次日黎明时候 远远听的人叫马斯 海瑞此时亦在城楼观看 远远望见翻兵旗帜 海瑞即令各人演旗席谷 各个浮于城上地基 不许交头接耳 翻兵来近 只见官上并无旗帜 又不见一族在上 心中疑惑 急急报之乌尔昆 乌尔昆成马卿来观看 果如所云 自私道 此必名兵一兵之计 吩咐个人奋力功臣 军中古生大政 众帆兵只顾奔前 呐喊 却不见一人 开炮打去 却纳城楼坚固得很 一连攻了半日 亦不见有人引敌 城墙果然攻打不开 胡元领了大队 随后一到 前军报之 胡元传令各军事下马裸骂 以及其中 军事听令 各个下马 坐在地下大骂道 不早出将 攻破城池 草木同产 毁之晚矣 百般的辱骂 城上只是不应 竟有脱衣漏体善良而骂着 约近四时 海瑞在舵服张良久 说道 可以 指挥令人将豪炮点着 一声炮响 三军一起吐起 将火炮 灰瓶一起施放 纳帆兵阵得意之时 忽然被纳炮子 灰瓶打来 那里地挡得住 只顾躲避 急急奔逃 纳灰尘沉着风势 刮面吹来 开眼不得 煞时之间 被炮者不计其数 胡元后军 却被前军推动阵脚 自相践踏 死者慎重 城上发喊助威 藩兵直到民兵开关杀出 急急奔走 逃去十余里下寨 海瑞望见 藩兵去远 乃令开关 城市出屯 就与指挥 驻于关外 一则便于调遣人马 二者且战行事 不致藩兵破进关门 当下胡元败了一阵 急奔十余里 财下债扎住 茶点折去五千余军 笑道 我却忠了满子之际也 头正已辞 后当家义变了 忽然军力来报 梁草只剩五日 胡元道 如知奈何 新梁草未到 军中乏食 必然生变 急着了乌尔昆领兵一千 去债外武力屯渣 以为鸡脚之事 亦有消息 即刻回报 事实 乌尔昆领了江令 急着兵前往屯渣去了 胡元又传令着 捏仙大持令 剑沿途 催赶 梁草皆印 字不必说 再说海瑞在 关外 屯了几日 忽然 城内 郡守着 人来报 锁掉兵马 距已陆续到 其 请令定夺 海瑞 急来对 指挥 说到 刻下个 迎新兵 已到 大人 何不禁令 出扎 关外 好歹 再下掉 潜也 指挥 称善 急传令箭 历时传了新兵 进出关外 驻扎 海瑞道 我料 翻江之 梁不日 将至 谁可去 劫他的 帐下一江 应声出道 莫江不才 愿去走遭 海瑞 是之 乃消其 俄赴旁 敬也 当下 海瑞道 此去东 京口 乃是 翻江 运梁 上岸之所 你可 领着 一千军事 到夜半 偷至那里 埋伏 若是 翻江运梁 上岸 待其境 涂起烧枝 旁敬应诺 立即点起 军兵 携带 硫磺 燕消 营火之物 连夜 起行 前去埋伏 过了三日 翻迎各 将聚 以伐粮 为忧 乃接来 帐上 丙 胡元道 客下 营中 伐时 解 梁官 未道 似此如之 奈何 胡元道 我亦因此 忧愁 前日已令 咩仙大 前往 催赶矣 量不日 一智 你等皆 一进手 不得 惊扬 恐怕 敌人 支支 必然 成虚来袭 以说 尚未必 人报 咩仙大 奉命 催梁 中途 为民军 所杀 民兵夺了本国一甲并令剑去到东京川口后者恰好运梁来道被民军诈称元帅有令令将粮草屯饥荒野地 事业三根石后 一起火起 那粮草竟被烧完了 特来报之胡元听了此言 不觉大叫一声道 天网我也 明以石为天 兵亦以粮为命 精粮被毁 墓下又及罚时 如之奈何 仗前墓官尽道 可及连夜顿归 再做道理 胡元称善 即令暗传号令 令军事各个数捷 就今夜三根拔寨起起 及及顿归 不得为令 众将应诺 各个准备不提 再说海瑞在寨中阵与指挥商议退敌之策 呼旁进回来报称 也已尽将翻人粮草烧毁一空 特来缴令 瑞与指挥大喜 即将旁进上了头功 为己 探子来报 翻将因为烧了粮草 现今营中罚时 即刻树桩 亦遇遇盾归 即来报之 瑞丁得及对指挥道 经贼是乙醋 即夜遇盾 我等可及鸡捧斥洗钱去劝降 彼反迎受矣 指挥道 贼是祭炯 我兵成须鸡之 此为上纪大人何故反纵之去 瑞约 不然 彼先逞其跳梁之心 经不得力 又执法时 其重心已散 故此连夜顿归 欲再赴来 经我不以兵马加之 而反以圣恩师之 使其父的心头 所以伏其心也 若以兵袭之 彼必大败而怨悦身 彼反国但系皆私报复 则无限之鞭换也 指挥道 大人果然善于算度 即可行之 海瑞道 请吉令变形如何 指挥道 当已多少人马随往 海瑞道 义军不用 只邪我扑一人而往足矣 于者扛台次悟 照是人夫而已 指挥及时传令 兵丁 改装扮作扛台 夫翼 仁葬利刃在身 已被不渝 立即随跟海瑞 星夜前往 海瑞携着海安 押着次悟 如飞的奔向 翻迎而来 将近二更左侧 以近翻迎 海瑞吩咐 赞将夫马各物 扎在一里之外 先令海安一人 前往通知 海安本不敢往 只因海瑞这般说话 又见主人如此用心 哪里便敢推脱 只得凯然而往 独自一起来到翻迎 那些翻兵正在茫茫破破之时 收拾不迭 哪里还有心前去了望 海安闯进路角 直至迎门 才见有两个翻兵 在那里闲左 海安拼胆上前 说声 老爷 那翻兵却一把将他拿住 骂道 什么奸细 赶来此探听消息 海安说道 老爷且莫如此 我若奸细 我若奸细 亦绝不直到此地 并显然招呼老爷了 翻兵道 如此 你来何干 海安道 我是特来报喜信的 相反 立即通报一声 翻兵听得 报喜两字 便不胜大喜 急应道 如此随着我来 正是 欲知一利盾 但听口中言 毕竟海安此时 见了翻将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41回 涉毒谋斯恩 是刺客却说 海安随着了翻兵 一直来到大营 翻兵道 你且站在这里 待我进去通病了 然后再来换你 海安答应了 小帆兵急进帐中 恰好胡元在帐都律 个人收拾个物 呼见小帆进来 便问何事 小帆道 现有大明营中 差来一人 声称是朝廷天使 海大人的家人 经奉了衣主之命 前来相请元帅 前往迎接天朝皇帝恩旨 胡元听说 吩咐且换那来人到来 有言相问 小帆领命 急来到营外 带领海安进帐 海安急忙跪下叩头 拜上大元帅 胡元道 你是哪里来的 海安禀道 小的乃是大明营 李清岔海某家人 名唤海安 奉了家主之命 前来敬请大元帅 出债迎接恩旨 胡元道 你家老爷奉着 什么恩旨前来 与我何干 为圣的要请我去接呢 海安道 小的家主乃是兵部郎中 奉了天子圣誉 特机恩旨而来 并有天子所赐赤书 引喜 方物等相 故此特着小的前来 家主现在一里以外相候 胡元道 你家主寄到这里 如何不值进账 却在一里之外相候 叫你前来通话 莫非其中有诈否 海安道 我国已信一呆人 从不做贼道之事 因为现有皇帝赤喜在身 故要大元帅前去迎接恩旨 并无别意 胡元自存 彼既称是凤轻差而来的 又有赤喜 我想当日我家先王 亦是曾受天朝恩典 既有赤喜之与我 今师既拜 彼有词会 我何不成绩就知 亦则可以振扎掩免 主义已定 便吩咐海安道 你且先回 本帅随后就来迎接 海安寇谢而出 胡元一边吩咐军事 百队迎接 一路火把其名 接着海瑞其道大营而来 海瑞开独圣指道 奉天臣运皇帝赵曰 大国有征伐之师 小国有预备之众 此不得已而用 朝廷之友造于你国者 不畏不生也 自你不思报本 而反欲弄兵皇池 士气旧好而屠宿灭也 正垂拱八方 勇猛之江 何止万元 精锐之兵 难记一照 若以大齐一指 何难立灭此招时 但不叫而诸 有所不忍 经特差兵部官员 捧击遇刺方物 并与风诀 拟其受之 自当革面洗心 无再自造其拈 封你诸成为南郊国王 迎洗一科 以张显荣 其部下文武 各家一籍 你当克尊 无腹致意 旭哉轻辞 宣读以弊 胡元谢恩 海瑞令人将御赐 各物交替 城上迎洗一科 胡元再败而受之 赴予海瑞见礼 并寻伐月 海瑞通了姓名 说道 京元荣祭以奉照 即当班师各守疆土 无声妄念 遂修好礼 永未纯齿 则瑞时有厚妄矣 胡元道 大人放心 男人不负反矣 十天色已名 海瑞辞回 胡元直送至实礼 方才分别 随即传令班师回国 海瑞看见 翻迎拔债齐齐 义即与指挥作别 回京负命不提 再说言松 自从打发了海瑞去后 心中暗喜 以未必借胡元之力 以杀之也 遂你四肢横行 魔所不作 每遇侵害张皇后 以及太子 然奈无从入手之处 日语赵文华 张居正等商议 赵文华献祭道 太师何不寻觅 一人做刺客 待到宫中 待等圣驾出巢之时 途冲而出 必被拿获 其人便称张皇后 与太子所使 弟必大怒 定发三法司审议 此时张后与太子 虽有双翅 亦不能飞出宫为义 言松听了大喜 道 此祭圣庙 然哪得其人 为我行此妙计 张居正道 在下县有一人 姓陈明春 乃山东青州人 投在府中 也有十载 在下呆之圣后 彼每遇以死图报 经当与彼商之 许其不死 彼彼应诺 则此事有计也 言松喜道 既有此等妙人 大人即当为仆行之 自当后报 张居正道 这各当的节礼 遂及告辞回府 换陈春入内 以言挑之曰 你自来我家 不觉已尽十载 但是我待你 似彼他扑后知 经欲遣 你为我干一事 不知你愿去否 陈春道 小的自头府上而来 蒙老爷爱如子女 小的受恩圣后 时愧捐驱莫报 万一经老爷 若有用小的之处 虽附汤倒火 粉身碎骨 亦所不辞也 老爷但有实用 只管驱策就是 居正道 非我要用你 只因那太师言松 向我寻一个 有胆有用的人 所以我将你举荐了 过日可过福去 他有一事 与你商议 你与他去干 就如报答我一般 陈春道 但不知太师 要使我纳见 老爷可知一二否 居正道 你乃我之心腹 谅你不肯泄露 我的机密 对你说之罢 只因言太师 先日有位小姐 曾进于天子宫中 封位昭阳正院 把前后张氏及太子 皆扁于冷宫 已经四载 谁知那行不主 是海瑞 乘着皇上四巡万寿之日 在天子面前再三耸见 天子一时念起父子之情 准了海瑞的宝本 立即恩赦了他母子出来 仍旧封位昭阳正院 把严氏退出偏宫 经严氏失宠 太师心中不安 故吕玉已寄去张后母子 仍负严氏之位 故此想出这条计策 明日你过去 冲在他们家人队内 跟到宫里去 太师是常常与地影酒一起的 这日故意在宫道黑 你那时却在宫中躲着 身怀利刃 五根三点 天子必然出巢 那时你却直冲遇到 一刀杀了皇上 严太师得了天下 你就是一个开国功臣 封王屡带不替 若是不能杀的 被宜从之人擒获 你便大声高叫 太子皇后救我 此祭天子必要将你 发在三法司去审问 严太师必再齐列 那时你只口口咬定 是与逢宝相好 他是个太子心腹太监 叫我来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的 是太子吩咐 若是他登了九五 必然显觉相仇 太师必自超身于你 众有赏赐 你肯去否 陈春道 既是老爷将我见了 怎么叫爷施姓 明日随爷过府去 见太师便是 居镇大喜 便立十次以九伯金珠 次日 果然带着陈春来到 严府相议 自不必说 再说太子此时年 已一十三岁 中日常侍地策 地圣爱其孝顺聪慧 一日 帝问道 正万岁后传位于你 你将何以至天下 太子道 臣奉祖宗以法 陛下献献 家之仁慈 数可以不舔觉之以 帝又问道 然则处下如何 太子道 忠良之备用为骨功 彼已显觉后路 小人则逐之 所谓清闲远宁 恩威并济 勿使天下无贪末之官 央我赤子 朝中有贤能之佐 以为设计 所以仰报陛下也 帝道 处编辈如何 太子道 修成俊池 时刻预备 以能枪振之 随远怀柔 使彼等马首不敢西向 帝道 夫用江贵以老臣 修认少年 老则历练军纪 讨福得宜 年少者则轻于屈尽 你其牢记之可也 太子谢过 方玉出宫 忽然玉浅起了一阵怪风 瓜面吹来 帝绝毛骨悚然 对太子道 日午天晴 何以有此怪风 正圣不解太子道 此名旋风 乃今报也 陛下以防之 帝孝道 太平日久 君臣相乐 有甚不测之余 乃乎久与太子对饮 太子三绝后 即停杯止酒 帝问 何以不饮 太子道 夫久者 可以移情 而士族已照获 故而少饮 以免获尔 帝道 酒可宜情 故闻人莫克 皆借以为 消愁们之由 正义性好之 宁可一日无饭 绝不可无酒矣 太子道 圣人云 为酒无量 不及乱愿 陛下少劫之 臣不圣性圣矣 帝喜道 我而所谓 善于激见者也 太子谢出 帝是细宿于正宫 张后道 陛下属日未曾临朝 窃恐诸臣一意 岂陛下以正物未要 帝道 这几日正宫不快 今日粗安 后日即是朔日 当初听正义 到了次日 严嵩将成春伴作家人 冲在众奴队内 随进宫中 与帝问安 看官 你到臣子入宫 怎么又带得家人进去 只因他与别个臣子不同 一来又是国妻 二者帝宠之身 松常常入宫 与帝一起 饮酒时 或要取什么东西 要纳中贵走动不便 帝即是松准带家人三四名 相随入宫 以便使用 所以严府的家人 随主入宫之时 即在宫门外伺候 当下严嵩见帝问了圣安 帝道 昨日先罗国来供西洋 雅刀酒 其味相裂 今当与臣相试之 严嵩谢道 陛下爱臣过身 虽口时亦必与臣 虽粉身碎骨 无以报陛下鱼万亿也 帝令左右将九百余百花亭上 与严嵩对应畅谈 久至半憨 严嵩起奏道 天气炎热 夕阳之久 其兴过烈 陛下少饮味加 帝道 然则何以消此永日 严嵩道 与陛下首谈如何 帝喜 吉令彻席 取其与严嵩对着 松故意留神戏看 每下一子 必至在三思索 以言时刻 帝连着三局 松起斗乱其子道 陛下且修 何以呕此心血 帝因命是夜善 松在宫中 直至出更方出 此时成春成这黑暗之处 早已伏干腹道之下 将身蹲着 专呆五根行事 松辞出 帝带久来到朝阳 张后服侍安寝 才五根 张后便请帝起身洗面穿衣 临朝听证 众内请以及侍卫人等 皆来随从 帝出宫 两行红灯照一路而来 刚到复道 纳成春观的清切 将及驾到之际 及时突出 持刀冲入道来 那侍卫 那侍卫经觉 将成春拿下 夺了利刃 成春故意大叫道 罢了 罢了 谋事不成 天也 张娘娘 太子爷 快来救我 帝大经 听得清切 及时退回 内宫 即时退回内宫 侍卫等便将成春行刺之事巨奏 地位 深信 即发三法司审讯 确实巨奏 正是 名腔容易党 案件最难防 毕竟 毕竟成春此道三法司处 如何供出来 且听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四十二回师 蜡首要泛灭口供却说 当下成春被捉 口称是张后 太子所使 又供逢宝所见 侍卫等即将愿游奏文 帝成淫未达 自私 亲公所来仁慈 未必敢行此不轨之事 况且太子年纪尚佑 又无别个兄弟 恐至别利 此事却有疑难之处 又思 张皇后并无清卷在今 且以正未招扬 未必有此 故特发下三法司会 看实情巨父 此刻仲侍卫得了旨意 及时将成春拥促到 庭尉衙内收管 听后三法司提训 严嵩早已知道 故意不出 吉人至报成春行拉皇上 经奉指着三法司 并太师会堪 严嵩故作惊恶之色道 岂有此理 可曾救出主使之人否 从者道 事关内院主使 案情重大 故特指命太师会堪 严嵩及时吩咐打叫 来到法司衙门 那三法司早已在此等候 你到三法司是谁 就是这三位 行部上书赵文华 太常寺镇辽张居镇 兵部给事中都查院 监察御史胡正道 当下三人见了 严嵩 各个见礼 赵 张二人自是一党 自然会议 维胡正道 不与同心 当时严嵩对三人道 此案情结重大 三位大人 当如何审判 赵文华道 此乃内院之事 你我自当秉公延训 随即升堂 少请将陈春提到 当堂跪下 严嵩问道 你是哪里人士 陈春道 晓得是山东青州人士 姓陈明春 严嵩道 是山东青州 怎么在这里犯事呢 陈春道 只因晓得来经贸易 折了本钱 无可生计 就在大街上卖权卫生 严嵩道 你既是流落的人 怎么反与内奸相识 陈春道 那冯公公与晓得本不相识 只因晓得在街上卖权 冯公公看见晓得深的睽萎 两邪有力 蒙他换到酒楼谈心 说起无一之苦 蒙冯公公师记 任未相知 与了我一百两银子 在大街上寻了一个旅店住下 不时将些酒肉来与晓得畅饮 彼此往来 共有半载 遂沉默逆之交 前月冯公公偶然与晓得说起 欲做官否 晓得道 世上谁不欲富贵 冯公公便向晓得说道 你欲要富贵 但只肯依我一见 即便立可得官此计晓得便问他有甚事物 冯公公道 如今正宫皇后与太子亦欲寻一个有胆有识的人 去行赐皇上 若是事成之后 可做大官此时晓得哪里便感应成 冯公公道 只管去做 自有我与太子丹臣再三相求 晓得看见他如此肯切 又有恩惠于晓得身上 指的依允 次日 冯公公便领晓得到东宫去见太子 蒙太子赏金箔酒饭 并蒙太子当面吩咐 许晓得做义将军直贤 此季晓得不合应允 过了几日 太子傅赵晓得进宫商议 他说皇上亦连数日不曾御殿 明日借当朔旺之旗 必然御殿 随令晓得身怀利刃 藏在傅道 呆等驾道突出行刺 晓得应允 蒙太子赏刀一把 黄金二十定 并以九十相馈 而晓得既赶太子与冯公公之声恩 虽赴汤倒火 自无不允 既蒙娘娘赵晓得 敬昭阳政院 特赐以金珠翡翠等物 所以晓得不得已 随时就从逢公公到 妇道中藏躲 即见圣驾 此时晓得是出不已 即便屈前行凶事真 求列为大人开恩 则各严嵩大怒 拍案骂道 黄宫内院 岂是别人进得去的 难道宫门外都没有人守的吗 且问你 你是昨夜进宫 还是玉藻进宫的 晓春道 晓得是前月初九 蒙逢公公带进宫去 直住到此时的 严嵩怒道 皇后贤淑 太子仁孝 天下共知 你何妄思乌捏 已谢己罪 可及从十招来 如有半句之无 我这理行法重得很呢 晓春道 晓得今日既已被祸 哪敢说谎 此事雀言 求也想查 赵文华在旁插嘴道 不肯招认 就要用刑 你还是招不招 晓春道 晓得一概都是真言 再没一毫谎屋的了 赵文华道 不打如何肯招 吩咐下去 重打四十大板 看他招不招 左右答应 一身险喝 如鹰拿虎捉一般 把晓春促下 此时晓春只道 勉强过便可以过去 也不言语 随着众人下街 被众人按在地下 叫声行掌 赵文华吩咐 取头号板子 与我重打 左右即将头号板子 重重打将下去 五板之后 晓春就不能叫喊了 打到四十板之后 竟不能动弹 几致诗声 赵文华晚令 以冷水浇其勉 少请 方才醒来 晓春此时 虽则复苏 然痛及心迷 不知人事已 文华斥令 父托上堂来 又问 到底此事外边 什么人主使呢 快些说来 不然 父使三目 以晓春指示 昏昏沉沉 不闻上免说话 又恐再用即行 指的点头 以计免打 言松道 此人惧惧却公 似无顿事 亦不必苛求 跟诸以 立即吩咐左右 人带往庭位处收管 听后再训 胡正道在旁说道 如此功词 起足平性 当系心居之 方能彻其精卫 言松道 彼已婚去 容当再训 于是各个散去 是日 言松回府 即请赵文华 张居正二人过府商议 言松道 今日虽然成春这般口供 且看胡正道之言 似不深信的言语 倘若再就真情 如何是好 居正道 这却容易 今夜杀之以灭其口 则可以无忧以 言松道 怎地能够杀他 还望赐教 居正道 呆坐下今晚自网狱中杀之 明日进来复命救世 言松至谢道 权杖架上 居正即便拜祠而出 回到府中 令家人立即拌下酒席一桌 以便应用 炫又令家人到外边 取了毒药为末 然后将酒席抬了出来 居正已按将毒药缴在酒内 炫者人抬到行部狱中而来 十兆文华早已在狱门等候 居正已到 即便开门放入 来到狱中苍神亭上 提出了陈春 居正道 你怎地受了这般的苦楚 自己放心 我自有处 陈春道 小得有死无意 老爷在修建仪 居正道 这个我自有主 却念着你自到此地 未尝不保依族时 如今困在牢里 只恐茶饭不敷 今待半些酒饭在此 你可饱餐 且莫愁闷 命从人将酒饭抬到陈春面前 说 见你向日式穿吃惯的 如今在狱 诸是撤走 我恐怕你饿了 所以把些酒饭来与你吃了 一面放开心事 不过寻日之问 便可以了 局的了 陈春寇泄气 文华令人将他的刑具松了 等他好去吃酒吃饭 那陈春哪里得知就里 岁放开量大嚼一顿 此时酒饭肉燕 好生快活 竟自睡了 张居正 照文华一起来到乡府回复 自不必说 再说那张皇后正在升宫 忽见逢宝气喘喘的急奔而来 说道 或是道了 张后是各受过惊恐的人 听了这一句说话 吓得魂不附体 急问道 到底为着圣吗 快些说来 冯宝道 如天大事 难道娘娘还不知道吗 张后道 我在这深宫内院 知道圣吗来 有话快说 免得胡怡 冯宝道 今早圣驾在娘娘这里出宫 刚出道 妇道 徒遇刺客走来 幸喜事未观捉住 这人姓陈明春 乃是山东青州人士 公称曾与奴才相好 因而娘娘 太子与衣相议 教他四便是君 一一说出 如今皇上将这陈春发 他往三法司会堪去了 但不知究是何人所使 智类内院 此特来报之张后 听得此言 吃惊不小 指着苍天说道 那个天杀的 这般狠毒 要害我母子性命 冯宝道 这也不妨 如今娘娘 何不领着太子 一同前往 到万岁爷跟前问个明白 却不是好 张后点头称善 即令冯宝道 轻功来请太子 太子听得母后传宣 即便屈腹 笔即见了娘娘 娘娘说道 你的大祸铃声 你可知否 太子听了这一句 却不知话从哪里说起 待了好一会 父问道 母后 到底为这时吗 说起这话来 张后道 你只晓得在清宫送师 却不知这祸事呢 遂将凭宝所言 被戏说之 太子听了 下得三魂飘渺 七魄悠扬 自私 这桩罪案 却也不小 似此则我母子 无活命已 乃向张后而弃 冯宝在旁也觉不安 静曰 娘娘 殿下 且直卑类 适当从长记忆才是 太子道 你有何策 可解此为 冯宝道 亦无别策 为殿下与娘娘 即当一皇上 娘头是非 恕获皇上 恩爱不咎 也未可知 张后点头 乃携着 太子望着地处而来 鱼路十分惊惧 逢宝义 不离左右 地恰好在 坟交阁内 独自一人作者 张皇后 母子进阁 浮浮于地面器 地令平生 问道 亲与我 而何故如此 张皇后 与太子 冯宝皆免官奏道 臣等死罪 经徒遭诬陷 因来 仆寇 金皆 立表清白 扶为 陛下 查之 帝随道 亲乃 镇之内 住 而乃 国之 除二 岂不生 爱 且起来说话 张皇后 与太子 冯宝谢过了恩 起来 势力 帝策 帝道 你们所忧者 不过 因臣春之事 而已 然 正虽不读书 一波明里 岂有受主切 而一口便 说某人 所主者 正为之幸 也 但该臣春 口口声称 与冯宝 交好 辗转传言 然亦在立者 此事当系 延训之 悟得其时 太子父奏道 陈蒙荣养之恩 于令依时 有余见 然时时 公是圣公 又何暇地 与别人徘徊 此事还望 圣上想查 皇上笑道 令据陈某所公 甘类内怨 正故不幸 然以示 逆大罪 不得不发 与法司会堪 你且回宫 正自有处 太子山呼 叩谢 回宫而去 张皇后 甚属不安 冯宝义 甚惶恐 地皆斥令 各回所处 正已明白了 绝不为你等害也 张皇后 与冯宝 各个谢恩 便即退回 正是 军命无望 见 子孝父已宽 毕竟皇上 打发三人去后 还有何说 下文分解 海公案第四十三回 为漏奸邪奏 离正直却说 地令太子宇章后 逢宝三人各退之后 自私 观此情形 实不甘 他母子之事 若说没有人引诱 这陈春怎么的进宫 事属狐疑 到底末世 乃照严嵩进宫 问其审出陈春时请否 严嵩奏道 陈春口供甘连内院 陈正无设法之处 所以未曾得其确据 所这行不私欲收管 仍呆复训 地道 此事虽乃成春行刺有据 然比有牵连内宫 正家人父子起骨肉 自枪贼耶 此绝不得以此定验者 唯当就其主使 实在之人可也言松道 诚意这般一意 唯照文华 以成春乃一介于名 非有宫中善能出入者 引诱入内 成春焉的直径宫门 所以只将成春重则 而成春则故意诈死 成等不得以暂且缓训 压于狱中 再行定夺 地道 姑且言惜其情 信物造次 至棒宫廷 言松唯唯领指而出 心中闷闷不乐 恐怕一朝败露 其不弄巧反捉耶 即至府中人报 成春已于昨夜死于狱中 言松方才放心 这是没得败露的了 以成死功 再不能翻案的 暂且不提 再说海瑞平定了南郊 与指挥商着定善后事宜 便起成回经负命 寻着旧路而行 在路风餐路宿 夜住小行 不必多贼 由月至今 七千余里 亏他力尽持躯 二月有余 方才道得圣经 先在城乡辅消了刹明 然后见地复命 地见海瑞将已回经 乃系寻其行 如何到比寨中宣读圣旨之处 轻可被细奏证之道 海瑞遂将到月西 与指挥如何商议 父如何定计 烧毁藩人粮草 致笔梁静顿去 即刻连夜追到某地 开独圣于 胡元大喜 深以悔罪 拜受恩倦 逐一告知 地喜圣 当殿赐酒与瑞未劳 急着海瑞为兜茶玉使 留经办事 海瑞谢恩出朝 即日上任逝世 此时 严嵩镇自语张居镇 赵文华一般人 彭比位兼 经见海公图任 京志 又申兜茶玉使 这京都多少官员 为兜茶玉使 最堪畏惧的 三日一奏立弊 凡有大小官员 以及宗室亲王 若有座监犯科 皆由兜茶玉使参合 所以严嵩与张居镇等 拒不得安 时又有刑刺一案 正在胡怡之际 恰好胡正道 与海瑞同牙办事 为免把这宗案情 对他戏说 海瑞道 这必是奸贼所谓 皇上怎么发落 胡正说 皇上明知此事不足畏惧 只因陈春死于狱中 无可对质之处 所以皇上草草了事 也不提及了 海瑞道 岂有此理 若不严行彻就 则将来必孝由次日 遂上一本草章 其事所奏略云 都茶玉使成海瑞锦奏 为事设暧昧 启恩彻分金卫士 妾臣蒙恩酌在御史 被魏言官 不敢哑忍 以窥觉职 资查的本年月日 有青州人陈春藏匿内庭 四便结嫁 今世为陈登时拿货 及闻陈春大呼皇后 轻功就我等于 旋奉圣旨 发交三法司 并言相等会堪 已经录有公辞在案 四日 陈春疾必于雨 四次咒死 实属其疑 夫陈春未曾受刑 当三司会审之时 不过指账四时 又非待病受刑 何以猝然而死 臣妾已知 今春已死 事案无可翻之日 然小人既毒 既遇牵连内院 并获轻功 此与世均昔以 岂可因陈春一死 而静默默不问耶 以致是归暧昧 扶起皇上 西江陈春案卷发成复合 勿使葛藤立断 彻清精卫 则国献有赖以 扶起皇上恩准施行 警据已文 这本章一上 地月弼 自思海瑞之言 却是有理 且将案卷发往他那里去 看他怎么凭空刊得出来 遂提起玉笔 批起本尾云 陈春一案 夜经三法司缘会刊 陆宫在案 地位经的时 而陈春已死 事位已案 经据该遇使已事属暧昧 请再复合 以断葛藤 亦未未不可 这将陈春一宗案卷 发交该遇使复合剧奏 轻辞 这旨意一下 严嵩吃了一惊 及请赵文华 张居正商议道 客下皇上因海瑞奏请 将陈春一案 仍发交与他复训 似此如之奈何 居正道 恩乡不必忧心 经陈春已死 难道海瑞凭空去 跟就不成 文华道 不是这般说 海瑞省市京详 经指此无头之案 正在无从入手之处 其奏章所云 陈春又非待并受刑 何以猝死这语 却是要跟就陈春 并死之由 必要提取御促考略 他们受刑不过 必然招供出来 这岂不是连你我二人 都拖在水里吗 未经之计 需要弄了计策 使海瑞不能出问这案 方才的土 不然 我等三人皆为海瑞所算意 言松道 此言甚何我意 只是没有什么差使 叫他立即去的居正道 有了 有了 往年各国具有贡物来经 为安南一国自那年就不曾入贡 屈指三载 经太师何不具奏 请岔海瑞前往催贡 则可以免这祸患了 言松大喜 乃及时修本 连夜入宫见地 帝问 清晨夜来此何干 松奏道 是文人传安南国造反 编笔之名 竟皆精窜 臣妾律之 倘若安南入寇 必连诸藩 则两月之地不复为国家有矣 帝文言也绝不安 对松道 人言不知真否 怎么并无边报 松道 边上未得若疾 譬如翻人入寇 该指挥必然绿兵独御 彼此相敌 甚则无庸请兵 败则俱奏 如此 纳得如此之快 若移动兵 必损前两兵马 不如辅之位月也 地道 谁人可往卫使 松奏道 前者南交不尽 乃兜茶玉使海瑞前往 彼以利害说之 凡人拱手听命 陛下何不再另一往 必然有记忆 地道 海瑞出差回京 坐席未暖 怎么又令他去 四属过于奔驰 松道 海瑞诉着名望 凡人倾养 此去无不计之礼 地不得已准奏 加海瑞兵部侍郎 冲天使之职 前往安南催贡 并查洞境 并赐以一品一丛 立即前往 严松领旨出宫 心中大喜 及时到立部去 令人抱之海瑞 再说海瑞自上了 纳奏章 即便在御境后批发 海安道 今日老爷已经升停了 夫人尚在历程 何不令晓得前去迎接莱京 同享荣华如何 海瑞道 且慢 现有一案未决 呆等皇上批发下来 办清了案 然后再接莱京未晚 过了两日 只不见圣旨下来 海瑞自私道 莫非奸贼已知 故意留中不发否 四日 立部差人送倾家直贤 并上狱处 海瑞看了上遇 只得拜受恩命 自愿自接道 我正预测清京未 缅甸宫廷 谁知又有这个远差 不得已割下 且把行李收拾 打点启程 四日 立部 礼部 各个插人 送一丛圣指道 海瑞谢恩必 急与海安一路出京而来 望着月神而去 严嵩看见海瑞出京去了 赋予张居正商议道 海瑞这私虽然去了 彼若回来 却又要与你我作对 何不趁早想调剂策 将他杀了 斩草除根干净 去了我们祸患 居正道 这有何难栽 海瑞一主一仆 此去未远 在下又有一人 姓沈明冲 此人生来有胆 姓喜杀人 令他赶上海瑞住宿之处 四夜禁食 突入杀之可也 严嵩道 圣庙 可及行之 居正即便回府 换了沈冲 吩咐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赏他金箔 成功之日 保他一个千总之职 沈冲领命 身藏匕首即日启程 如非的追来 自不必说 再说海瑞过了卢沟桥 是夜宿于饭店 那桥头有一座官地古庙 海瑞吩咐海安道 明日五更时候 便急换我起来 到庙粘香 一则保佑黄土永固 地道狭昌 二来求必你我一路平安 修得悟了 即便烧汤沐浴 至五更 海安起来 请起海瑞 海瑞洗面根一 公宿至庙 点竹筑香 筑道 弟子海瑞 蒙盛恩差 往安南国催贡 扶起神明扶毙 该国王拱手悔罪 亲尊圣旨 二则起保黄土永固 地道狭昌 三则求神恩保 弟子与蒲海安 一路平安置底 该国 无负圣恩 说罢再拜起来 千筒抽了一支千来 是要问路途上 可有凶险之处否 见识第十九千 海瑞泄了神明 海安便急跑去 取了千步来看 只见上面写的是 第十九千下下 波浪无端起 扁周起覆尘 也临防暴客 夜度或还深 解约 喜中经 经中喜 一朝时至矣 两度皆全美 海瑞看了一会 想解不透 乃取了纸笔 抄路怀于袖中 回到殿中 天上未明 海瑞向殿主 讨了夫马 用过早膳 与海安 并食于各挑夫储殿 趁着早粮而行 正式 披心非未立 带阅起图名 只愿甘露众 万里作长征 海瑞在路上 犹疑不得彻底 根就成春一案为恨 走了一日 就到了野灵店面 打了住店 海瑞自私 千语上有野灵防暴客 一句 今夜头居正是野灵地面 莫非是今夜有 甚凶险之处吗 满腹一团 且用过晚膳 海瑞越想越慌 自存神圣之言 不可不幸 今夜必有暴客至此 暴客二安 非仇即道者 我一生不曾与人有仇 但只孔妾道道来 偷取行礼 况且现有圣旨在那妾中 躺或失去 如知奈何 遂开香妾取出圣旨 端正弓者在帐中 暗暗唤起海安道 你今夜与我躲在帐中 必有匪人至此 小心防守 树无遗失之余 海安道 不必在帐中 呆小的躲在门后 那贼必然钻门而入 那时拴之 岂不容易 正是 防他有策 正彼无知 毕竟海安可拿得这贼否 且看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四十四 回卖凶杀害被或一头 当下海安道 既有贼人到此 这也不妨 亦不必在帐中守候 小的躲在房门背后 扶着那贼人进来 必从房门而进 那时小的尘其不备 吐起情桌 有何难栽 海瑞点头撑闪 且不提主仆二人记忆 再说那沈冲领了张居正之命 葬带着匕首 一气急急追随着 这日追到野灵地方 望见海瑞在前 他也不去惊动 让海瑞必头垫安歇 徐徐跟着 到了黄昏时候 海瑞主仆果然投店住宿 沈冲大喜 待他入店之后 自身一入此店 就在海瑞临房 专待夜静时动手 吃过夜饭 又用了许多酒 以壮其胆 在那店房内 只等到二更之后 听得满店的客人 距已睡静 沈冲即便把衣服脱下 只穿一件灶不紧身 两腿着套裤 足下登了快鞋 怀了匕首 轻轻地把自己房门开了 敲步前踪 应着脚儿 来到海瑞房门之外 只听海瑞在内朗迎道 百年秋露雨春花 展放眉头末自揭 诗影几首削成绿 酒酌三杯杜碎华 敲残其子心情乐 腐霸摇情心去奢 分外不加豪末事 且将风月做生涯 沈冲听闭 自存道 这些举动 真是俯如之气 这等时候不早去睡 还在那里饮涌 指的又等了片刻 又闻迎道 小窗无忌必言晕 入手新诗广义文 笑对痴人曾说梦 思邪尊九共论文 灰毫末洒千风雨 虚气光藤五彩云 色即是空空即色 淮南春色共平分 银币少上 又听里面说道 见此诗心意 令人悦之不忍是首 当作一律以美之 又赴迎曰 绝调心意几文语 几重就暗又翻新 狐狸肿献衣冠骨 傀儡常中面目针 冰柱雪花空幻象 鸡鸣犬要属何人 寻常是酒飞人想 领土清云亦染成 银币 乃见闻欠身之身 待后既然不闻复引以 沈冲窃听良久 自私 此时当睡去 乃从门缝之中窥张 只见孤灯一盏 仗子内鼻息如雷 沈冲便大着胆 将那房门轻轻地推了一推 却是挨时的 遂将匕首钻了门缝 撬了几撬 那门栓也就开了 此际海安正立着不动 沈冲挨着门扇 轻轻地挨身进去 被海安黑的里 突出双手将他揪住 叫道 拿住了 拿住了 海瑞却从帐内跳出来 帮着海安 那沈冲几次振扎 因海安蛮力 双手捏住 不但不能动弹 连气险些被他捏绝了 海瑞道 且勿放松 我把条麻绳来附住 休教走去了 沈冲自知不好 欲动匕首 谁知捏住不能用力 刚要斩海安 却被海安一丢落地 沈冲见无法可施 指的哀求道 不用绑我 如今既已捉住 料难走脱 不必费力 海瑞乃将房门栓时 把一张胶椅靠在门后 自己坐着 方叫海安将他放松 海安道 放松不得的 他有凶器在身 先时拿一小刀来斩小的 信得看见打落地下了 怕他身还有刀 放了必来刺人海瑞文言 先把灯罩过地下 将匕首拾起 又把他身搜过 见并无作贼器具 乃令海安释放了他 沈冲见手无寸铁 料之插翅南非 指的跪下哀告道 小人肉眼不识泰山 冒犯尊严 信开一面之网 庶免小人之死 则深深逝世 感得迷记忆 说吧 叩头不迭 海瑞怒骂道 我先还指到 你是小户平民 逼于饥寒 故意识蒙此不孝之念 寄于行客 谁知你身藏匕首 盖意欲行刺 并非作窃 我窃问你 系何人主使来 快些说来 还可略宽一线 不然营业怀刀 行刺轻差大臣 只恐寸斩有余 而妇类及妻妾祖宗也 你甚思之 无疑后悔也 沈冲听了海瑞这番言语 自私巨巨不差 既已被拿 自然不能逃脱 且又漏凶器 不能强辩的了 不若只对他说 或者原谅我 为人所使来 细味从犯 尚可宽恕 否则天明将我交予有私 只怕一顿板子加棍 不得不招 那时官官相护 有私岂肯容我职工 如言行锻炼 逼我招任未首 这是有约男生 岂不白白的做了典型 不如在他跟前直说魏妙 乃叩头说道 小的原是张居政府内家奴 只因大人出京之后 家主命小的身怀匕首 来赶上大人 不论什么地方 杀却大人 将手挤回去领赏 可怜小的逼于主命 不得已来此 经为大人所获 罪该万死 扶起恩开汤网 大发红词 念小的细微逼而行 宽开性命 则来申犬马图报义 说罢又叩首 海瑞见他言辞直切 量无顿事之处 乃对沈冲说道 你的说话 果是真的吗 沈冲道 嫌敢乱说 但忘开恩 海瑞道 你身为家奴 自然身不由己 主人有命 不得不从 自非你心中其异 我自量你 你且起来 沈冲叩头称谢 起来立着 海瑞乃一已转座 将房门开了 问道 你如今不成功 如何回见家主 沈冲道 小的只信大人不罪 就是沈氏历代祖宗之信 即此回去 家主虽将小的杀了 也不敢再蒙 意志了 海瑞道 不是这般说话 你既为他加奴 自然要受他约束 不能抗围的了 如今又没有 手机回报他 岂不怒你 还要打个主意才好 沈冲听了 连忙双膝跪下道 小的蒙大人 不杀之恩 无以为报 情愿投在府中 做个家人 早晚侍奉大人 以图报答深思 肯起大人收路 海瑞道 我如今要往安南催贡 一番跋涉 怎肯相累你 也罢 住在殿中 待我回时 在座商量 爸沈冲听的 要往安南 指一句话 不觉悉的手舞 足蹈起来 说道 大人要往安南 小的最熟路径 正要与大人出力 好报高后之恩 海瑞道 怎么 安南的路径 你却熟识 沈冲道 小的又时 从父亲往安南去贸易 其国王姓黎明梦龙 原是广东 广州东官人士 其父名唤黎森 在安南贸易 那时上市 安南郑王居位 五子 单身一位公主 名唤花花儿 身得美貌多才 这郑王要招一位 成龙家旭 不喜他本国的人 要招汉义 岁高搭彩楼 便在五凤楼前出下榜文 要招驸马 此时所有各商人 拒各齐齐整整的钱 去迎接彩球 以继打众便为驸马 那黎森才得二十二岁 身得面旁俊俏 此记忆走到人 从中去看一看 谁知天缘有在 恰好无千无万的人 公主都不忠义 偏偏就看上那黎森 一个绣球打江下来 正中那黎森的肩上 那些藩人大声奇说 有人中了 大众哄然而散 须于 一群藩女走下楼来 将黎森拥促到里面 去见藩王 那郑王看见了 黎森身得好像貌 不慎之喜 即使把藩服与黎森更换 立即封位驸马 换了礼兵 请公主与她拜了天地祖宗 和锦交杯 送入洞房 共臣夫妇之礼 不上二年 那公主生下一子 郑王也一病而死 国中无人掌权 凡人看见她是个半子 就亦其亦立 黎森为主 黎森虽登宝位 不忍改议阵王宗社 人奉阵氏为主 自称阵王之后 在位五年 黎森亦死 其实黎森之子 方才六岁 姓有大司 马侯光宗 忠心为国 雍哲那六岁之儿 取名黎孟龙及大位 即至孟龙到了一十二岁上 便晓得仁义 不敢灭祖 仁以正式为主 取国号正离世 字号为正继王 如今已是十八岁了 晓得随着父亲之计 亲见其事 后来晓得父亲死在安南 晓得不知长进 没人管束 便任意花销 不半年 已弄得干干净净 一身无靠 又并起来 倒在大街之上 虽有相亲 也不肯周济分文 遂至一丝残喘 呆必通渠 是直济王出来交游 见了小的 问起根游 动了侧影之心 将小的带回养病 足足养了半年方全月 又蒙济王格外施恩 赏小的未尽中军事 在宫六年 想起父亲官就无归 乃向季王埃肯 给嫁回家葬父官就 季王大喜 说小的笑思不愧 赏了一百两银子 拨定船指夫马给宇小的 自那年回家之后 葬了父就 又没生意经营 日复一日 就把那些银子用光了 依然流落 姓的张居正老爷收录 若说其道安南那里 是小的最熟的路径 二则可谓大人致意 或可少报大人恩典于万一 扶起大人扶次收录 海瑞听他说的有缘有缘 笑道 你本是一个孝子 怎么一时差错 却投在奸贼府中听用 行词不仁不义 背离逆天之事 好的是遇着了我 若是遇了别人 只恐你今夜就不得生全了 也罢 你若肯改邪归正 随我前去 若是回来之际 却是始终如一 我却见你一个淡犯之处 若说要随我回京城里去 这却不能的 那张 眼等再比见了你 怎肯相容 你自去想来 如果艰辛 方才可应允我呢 沈冲扣手道 晓得蒙大人这番恩典 怎能怀着一心 乃对天子灯发誓 海瑞方才放心 将他收下 四日 海瑞启程 携带着沈冲而行 一路上多亏他用心用力的服饰 后人读到此处 有诗单赞海瑞能以正言点化完裂 其诗云 时钟本有仆 只少切磋人 若得良公谱 堪位习上针 凡人皆有幸 惯习诗其针 经得一目夺 真真改一心 恶念时时改 经言日日清 知蓝童作伴 不觉有香薰 试看沈冲者 一面做好人 毕竟沈冲随着海瑞到安南去 可摧得供物否 且听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45回摧 贡献折服安南话说 海瑞带领着海安 沈冲二人 一路望着安南而来 按下不表 再说那安南国藩王黎梦龙 成者赋仪设计 自称继王 有自大之义 往昔每年前使到天朝 进贡方物一次 自这黎梦龙登位以来 便欲望自称雄 起初十三年海潜官进贡 后来三年进不来贡 其实有陈湘和坤奏道 福建国家以来 皆与天朝通好 今圣尚欲自尊大 三年不贡 天朝必然见罪 切料不久当有问罪之师 林静以黎梦龙道 孤自蒙祖宗一下设计 赋赖上天必卷 物负民风 更兼邻国皆具孤威 莫不前来解好 全赖清等同心邪府 兵精良足 即时不共 天朝亮亦无奈我何 孤不忍久居人下 自非池中之物 轻物负言 何昆见孟龙立此心意 也不再言 初而探约 景的谈丸之地 而巨欲自大 故姬大国 是犹豫以卵敌时 安得不破灾 不说何坤皆探 再说海瑞与海安 沈冲二人 一路奸臣而来 到越西游贵州 一路奸臣进发 直至南宁 此季 那郡守指挥忽然惊讶 直到他为圣的赴来 据向海瑞问安 海瑞道 再下来 此非为别事 只因安南国三年不共 奉盛指道 彼催贡 精灵贵境 搅扰不安 指挥道 大人差 郡未己 何以又出远差 刚封道 时君之路 当报君之恩 何分劳矣 急欲出关而去 指挥道 大人车骑道 此 岂有一宵不诉 即便出关的道理 不宁烧 被一杯之敬 扶起大人赏脸 刚封说道 继蒙大人后裔 指的叨扰了 事业诉于关内 四日 指挥点了一百名精兵 护送刚封前去 刚封道 不敢相反 我有二仆服侍足矣 只要十数名挑夫 很够了 指挥道 虽然如此 时不放心 经大人 既时不欲多人相从 在下指拨三十名 已听驱策 如何 海瑞见他情义音音 指的应允 指挥便选了三十名 汉兵相随 轻与郡署官员 相送至官外实力 方才作别 游字千声珍重 万句叮咛 海瑞祭出了难关 不远就是安南的戒了 沈冲道 老爷且在这里住扎 呆小的仙道里面 说知藩王 叫他前来迎接 方才体面呢 刚封道 死去需要小心 必要早早的回信 沈冲应诺了 即望安南城官而来 走了二个时辰 已到藩城 沈冲才得入城 便有许多旧相识 问安寻好 沈冲此时都不暇应接 只顾望着黄殿而来 这日恰好是十五旺日 朱翻官文武具到殿上朝和 这季王对着朱成办事 故此作的许久 尚未退朝 沈冲恰是走熟的道路 一直而尽 那些侍卫都晓得 他是继王的家奴 每一个不向他 致意询问韩文的 所以并无阻拦 沈冲一直走到大殿 正见诸臣是立两旁 继王当中端坐 沈冲即便屈至岸前 俯伏道 奴才沈冲寇见 愿大王千岁 继王开幕看见是沈冲 不觉席动颜色 赤刺平身 问道 沈冲 你自别寡人 一去数载 今日却记得回来看看姑吗 沈冲道 奴才自从叩别龙颜 扶赴海谷归藏 信借大王伏毙 一路风和浪静 直抵家乡 藏妇之后 急欲回来服侍大王 谁想天不从人 一并三年 终然骆驼 不知受了多少奔驰 流到京城 信玉兵部侍郎海大人收落 又信海大人 亲奉圣旨 前来催贡 晓得思念大王后恩 故特前来请安 季王道 石玉海大人 沈冲道 是天朝的官员 县卫兵部侍郎 亲奉圣旨 前来我国催贡的 季王道 如今现在哪里 沈冲道 他现在郊外石里坡扎下 特请大王前去迎接圣旨 这位海大人就如宋朝的包龙图一般的人品性情 皇上十分喜爱他的 所以特指命他前来 季王道 当朝有名的 只有一个颜太师 怎么不令他来 却令这人到此 沈冲道 颜太师见了这海士郎 犹如蛇见硫磺一般 季王道 为什么缘故 沈冲道 只因这位海大人 申来性情耿直 只知有功 不安逊私 不必权贵 他自出身做支县之时 便敢公然盘查国公的赃款 极致申进京城 做了一个司员 他又奏和颜太师 后来太师有罪 皇上发他在比牙过唐印卯 这位海爷 竟敢将太师行账 即此两般 这就是个不必权贵 盖可建议 此人乃是天朝一个真正之臣也 季王道 他来我国何以 沈冲道 不过与大王相见 要催贡物而已 季王道 孤王不去接他 你且带孤请他进来相见 孤王殿下立等救世 沈冲应诺 辞了季王 即便飞奔来见刚风 被江言语说之 刚风怒道 梦龙何物 善敢抗止 敢不出交迎接 沈冲道 老爷且请息怒 耐着些信儿 到了那里 却以应对应 笔及喜也 刚风道 原来他是这般性的 岁宇海安 沈冲飞马而来 一路昂然而入 季王自沈冲出去之后 吉令帐下五四百人 各代宝剑 分裂两行 自殿下直至阶下 又将大顶一指 下堆红碳数十斤 顶内住了废游 方请瑞入剑 海瑞竟昂然而入 看见阶下五四百余人 各个手按刀鞘 怒目而逝 海瑞全部以为意 只顾上走 但见当中坐着一人 你到他是怎身打扮 头戴陆皮质尾观 身穿紧落袖笼盘 尸满宝带腰间细 粉底造靴绿线盘 两眉恰四残扫把 双眼魂四铜铃玄 一部落塞四胡草 阴勾大笔胆南圆 刚封见了 掌衣不败 继王道 刚封见孤 燕敢不败 刚封孝道 岂不闻大国之臣不败 下邦之主耶 继王道 孤自定将戒 数年来未曾与你国通问 你今来此 莫非要作刺客耶 你亦有孤之武士族被否 海瑞孝道 大王只知好武 不知修文 不识年而国中之人 皆目不识丁矣 设计不亡 岂可得乎 继王怒道 我国闻修五倍 你何的言词 刚封孝道 大王以闻修五倍 四字来哄何人耶 继王道 姑且举其一二语 你知道 沉香何坤 是中江源 汉怨老孔 皆有济世之财 非书生之贱 树黑论黄 口有千言 辽无一策 弄张摘据 报夕掌赢者 比武则有问都 其总兵 王有辅 张权正等 皆有万人不敌之勇 熟安兵略 何谓无人 刚封道 大王之闻成武将 只能在此孔下 藩于则可 若以知灵敌 则恐不战而逃以 瑞乃一界之使来道 而大王动辄百时余人 设顶已呆 则修文被武之度 可知已记王 听了不觉难言 即下殿谢约 寡人有犯尊严 信物见罪 遂请海瑞上座 问道 先生远如碧邦 有何见教 海瑞道 久闻大王人 一拙时 素养圣名 为恨无由的 沾龙言 精锐有幸 奉使而至 的独光仪 书未比免 我天子 相有 比于大国 而大国 一时修好贡 臣服 书臣 经已隔绝三年已 故寡君 以大王位 不尽 如处之 不共包毛 无以玄之之法 待命瑞 在大国 摧真 扶起大王 查之 早日 预备贡物 比瑞 回朝负命 则不 甚性 甚矣 季王道 孤三年不共者 盖别有意也 经先生 乃天朝直臣 不远而来 孤不忍服 先生之意 且全区寻日 呆孤斥令 侍臣 赶紧商议 备办贡物 以使机表 一同先生 回朝 请罪就事 刚风 再拜谢之 季王 及宣承香 和昆社 燕光 鹿寺 相陪于 刚风 范碧 宋瑞 于管义 安歇 沈冲人 不识到 宫中 服侍 季王道 你又无父母 何不仍在 寡人 宫中 与孤掌管内物 岂不胜 四奔走 天涯海角 沈冲道 心恩 故好 就亦难忘 小的 久有 此心 但念 海大人 是小的 恩如 父子 高厚之德 未报万一 故不忍 距离之也 经大王恩欲 明日小的 对海大人说 仍来侍奉 大王左右 季王大喜 沈冲出宫 即将此意 对海瑞说之 海瑞说 我亦有意欲 呆把你 教季王 如今 你既有言 明日 搬进宫 去救世 沈冲 扣了头 四日 又在海瑞 面前 说了一些 好话 方才别去 光阴四箭 日月如梭 海瑞不绝在那里 住了岳鱼 贡物尚未收拾完备 刚风恐怕皇上盼望 乃修了一纸奏章 令人递回京中 以为圣怀 言松接着 不知又是什么缘故 遂私自拆开 看见写道 清诧大臣海瑞 臣孔臣皇 鸡手遁手锦奏 为藩囚奉赵悔罪事 切成不才 谬蒙圣恩 彼以行人之职 公鸡赤指 前往安南 传玉催贡 孙吉 景姬赵前往 开读恩旨 该藩囚申据福罪 积首其恩 请及赶紧备办贡物 臣以养体圣意 督同该藩日系 并公赶办 但须时日 约六月 近方能竣工 臣继离京五月有余 臣孔有景圣怀 并资怠慢之罪 臣礼合将该藩福罪 请由 即赶办贡物日期 先行公哲奏文 后该藩公告郡之日 臣吉都同藩时押戒进宫 扶起皇上锐剑 臣海瑞紧奏 严松看了自存道 难怪沈冲一去无踪 谁知海瑞已到了安南 怎么这离梦胧又听他的 只是不知这沈冲如何下落 赶不上海瑞 为罪不敢回来还好 躺世见了海瑞 被海瑞用软言哄他 带着他回往 将来回朝 就是有阵有脏之祸事了 只便如何是好 吉令家人 诉请了居正来府说话 正是 一封奏至心惊恐 又用兼谋起祸殃 未知居正可曾来否 且听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四十六 回捏本章 调寻胡广却说 严松看了海瑞本章 恐怕他日败露不变 遂使家人立即前往张府 去请居正前来商议 当下居正闻照 速速来至乡府 彼此续会礼弊 严松携了居正的手 来到内书房 私自相窃议 严松道 前者足下差 沈冲前往中途行事 至今半载 不见踪迹 初时朴游已为比因不能成功 为罪逃逆 不敢回来 如今海瑞 却是有本章道经 称说已道安难 如今藩国服罪 立即赶紧办共 恐怕圣上盼望 故此先行俱奏 约已六月底 在该处启程 不过九月 监禁能回京 不见此本 心却疑惑 若是沈冲 不曾赶上游客 若是赶上了 欲者海瑞 这思是极会说好话的 一顿甜言蜜语 那沈冲系义勇之夫 哪里晓得厉害 只顾免了目前之祸 却不料后来之厉害 或者跟着他一路向那安难而去了 意味可定 日后回来 岂不是你我一场大祸吗 居正听了 如梦初醒一般 不经叠足道 是了 不错的 沈香一言 却把在下提醒了 正所谓 只因一句话 惊醒梦中人 这沈冲他自幼 随父亲到安难贸易 后来赴死 他便流落难归 这藩王本是广州东关县人 乃念香情 遂把沈冲收为内务加奴 十分得用 过了七八年 藩王只因沈冲之父就为葬 特赐百金为路费 沈冲得了百金 便将赴旧归葬 后来一并三年 赴行流落 严至金城 在下收留魏奴 实践他身材雄伟 所以把这剑拆使为他 谁知他却如此 沈香之言 犹如木剑的一般了 不然 海瑞竟能说得翻王纳贡吗 碧英沈冲 他就是一个活阵 这还了的 大家都有些不变之处 如何是好 严嵩道 我正为此着急 足下才大 可想一妙计 能阻止海瑞不得回京吗 居正一时努嘴闭目 抓耳挠腮的 陈寅思想了一会 拍掌笑道 有了 有了 严嵩急问 足下有何妙计 居正道 便有了 只要沈香出名剧奏方可 严嵩道 只需指的他不回京 又何席略动止比 足下且说 看事如何 居正道 将计就计 目下湖南一带 地方不尽 匪类连党 白昼横行 官兵亦无法可制 明日陈香可将海瑞奏本一并伸奏 尖道湖广利害 非海瑞前往不可 目睛安南贡物将刺解经 可以无庸海瑞督解 这其就进前往三处政府 若是皇上准了 那时陈香急着 为兵部官员飞驰前往 拦住海瑞不必进京 就往三处政府 若海瑞不能进京 就缓缓地打探 沈冲消息 另做记忆 所谓急则至其标也 为陈香茶之言松听了 不慎大喜 说道 果然妙计 当即行之 遂修奏本 照一张居正口中之言 一一写必 地语居正观看 只见写的是 陈延松紧奏 为剧情转奏 并起恩改授 以资谈压 以安离数 而张国县市 照得凤子 清岔安南 使成海瑞飞 张前来 据称凤子 前往安南催贡 于本年月日夜 以道境 宣读恩照 该翻养 送黄人 为威怀德 及时击手扶嘴 力赤翻弓 采取其真一宝 日系上 仅敢办 各物贡献 海瑞督办在笔 约祭六月底 使可告郡 祭成九月间 使可回荆赴命 海瑞成孔主上 锦淮 故先行非张巨奏 后贡物攻郡 及印都律回荆等情 非奏前来 据此 礼和年连海瑞原奏 一并上臣陛下 在这湖广泉属 的连贵州 交界八属 其地贯出匪类 美多不守正业 有守好闲 三五成群 七九结党 凌辱湘民 种种不法 皆因地方官 有私利来法持所致 匪等建冠 竟成习性 不读不知有天 而且灭法 因此越赤越多 己如黄难 是难扑灭 即省原有私 严访茶拿 而该匪等 势必逃逆 充斥四乡 村民转难安整 良善之家 为其凶暴 纵被鱼肉 竟不敢语叫 忍气吞声 敢怒而不敢言 匪等借此事 无忌惮 被害之名 无可如何 欲控不敢 据其暴富残酷 忍之难堪 却知受害 己有无以为生之苦 似此则月 纵其嚣张 势将不尽 尽年荒汗水火平人 若不尘时政府 必至月四猖狂 臣不敢满影 有负国恩 扶起皇上早俭贤能 迅速前往政府 严正不惑 择匪等尽就有法 而良善之家 借此的安整习 使我皇上仁慈所致 臣等不慎姓盛 经处前离亦不慎姓盛乙 臣言松聚奏以文 张居正月必赞道 文不加点 巨见洞达利弊 此本一上 天子自无不准之理 若能得皇上批准 海瑞到了湖广 然后太师发 杂遍玉和省官员 玉遍参奏 则可断绝或更以赐日上朝 众文武山呼辟 严嵩出班奏到 昨句海瑞令人非张 巨报 经将原奏 并成严嵩令有奏章 功臣预览 扶起皇上瑞见诗行 天子令内侍接了奏章 展开细看 便道 据海瑞所奏 不日安南共物将至 有此一人前往 使脚外翻球 一知大义 海瑞可谓始于四方 不辱君命 正甚加之 他日回朝 自当格外着用 以愁其劳 但沉香并言湖广一带 北类 据众为害 即当者人前往 整翅 不至老我黎明 但不知谁 堪冲辞任意 沉香已为何人可使 急需启政之道 严嵩甫符符奏道 现任安南清差天使 可冲辞职 皇上若已知前往 承宝的不三月 当奏夫公乙 皇上说道 海士郎品望才智有余 已知前往 可必计效 但他现在安南催贡 尚未差骏回京 哪得浅之 严嵩奏道 地方利弊 只在一时 若不早出其小丑 承孔不止此意 海瑞虽未差骏回京 然该番记已 有心敢办贡物 量不日益当告骏 决然遣官随同轻差 扶却谢罪 扶起陛下以地方百姓 为众 斥令海瑞及催贡物丸郡 催翻使都起行程 若入本境 则交有私地方官护送 都解来今 仁者海瑞 迂到迅速非赴京 除政府 不必回京 此则十位两便 扶起陛下查之皇上 听奏大喜 及赤汉陵院修传草照 差了八百里的飞地前往 严嵩得了旨意 谢恩出巢 进到兵部领选插官启程 方才放心回府去了 不提 且说那海瑞在安南时 常向蛮望催贡俊功 彼得回京复命 又有沈冲在内 未知照应一切 这沈冲不时假传王指 到各处工厂严催破锁 所以那些工匠不敢迟言 日系敢办 未及三月 贡物据已告郡 当下安南王将贡物依依点验 装潢风至 令汉林辰修了悔罪 起设之表 据一轻折 将所贡献各物记住明白 随请海瑞同道殿上 当面交代 乘上清单 请海瑞观看 海瑞接过清单细看 上写到 金树玉树盆景四座 火焕布二十匹 长二丈 扩一尺二寸 必惜念珠一副 一共一百零八颗 令佛头尖子 猫儿眼的 象牙一双 重一百八十余金 火鸡四只 每日十红炭十金 十犬一对 如鼠大 共重二两三千 十猴一对 如拳大 高三寸 善小仁义 能持文房四宝 必欲差平一对 高五尺 红欲酒杯十只 如血色光 文西竹一对 然之能照水中怪物 玄壶皮四张 可作观照 能遇风火与雪 魂天求一个 能亮天上广霞 度数 时刻 海瑞看了 作一拜谢 安南王及 差遇前 城乡和坤 都督元城 领兵一百户送 个人领旨 遂网殿上百九送行 沈冲一来作剑 彼此时不忍舍 季王与沈冲直送出 关外三十里 方才分别 正是 一旦成知己 那堪腹别离 欲知海瑞回朝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海公案第四十七回巡 辅台独探虎穴却说 海瑞领了和坤等众 压着贡物 望着内的而来 此季方才到桂林地方 即便接着兵不插冠 换柱行脚 开独圣指道 奉天臣运皇帝赵曰 贤能连戒 国之骨功 尽翠鞠躬 臣之大劫 滋尔海瑞为国为民 屡者牢记 前者难交抗命 扣虐鞭鱼 你乃多愁广略 清宣正德 故编分不作 一旦消除 今安南不共 你父带宣正旨 三年不共之求 立即服罪 清之功绩 当载在其 常礼仪来 今未劳 左右匡乡 无如国而妄家 公而妄私 如清之未臣者促少 经文胡广一带 北逆胜众 吃张四载 放肆抢劫 害我良民 故复命你政府 无使寇逆滋慢 着你为胡广巡抚天使 人间兵部 侍郎贤监察都遇使 拜受恩命之日 即便持父新任 无用回经复命 其安南共物 急于接旨之地 交该地方有私户送来经 你其诉父道任 清辞 海瑞接了圣旨 山呼谢恩比 然后及对插官点名共物 以及令插与和坤等相见 随请该指挥交替 及时分路 领了海安转途而行 望着胡广进发 一路访问民情 陈谢恩奏本 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胡广地名三楚 借连桂月 地方辽阔 水环山列 更坚明情广汉 无业之家 不谋生计 游手好闲 世强凌弱 又俗上结会联盟 动以百计 其党圣火 其凶月烈 良善之家 受其鱼肉 匪徒又勾结兵便 串通牙役 以作护福 那不肖兵役 心力分肥 不特纵匪为害 且反为匪所用 若是衙门中有盛消息 他们即便非报 观察一出 而该最早已远扬 因而越无忌惮 往往打家结舍 官府未尝不伴 无奈百票不获一犯 已至如此 当时恒周有一柱名匪类 姓周明大张 其人身的魁违 姓烈如蒙火 两臂有数百斤之力 其父原是一个商甲 一下数千家财 母亲于世 现有一妹名幻蓝香 姿色颇深的美貌 更坚伶俐 这周大张自从父死之后 不安本分生意 初时有有几分 畏惧老母 林佑 不过言请教师到他家中 教他枪棒各技 见至交结朋友太多 只因他有些产业 手里呼应的来 更兼他书才慷慨 挥金如土 每日里那些不长进的 狐朋狗友 邀同各处游玩 或酒楼 或仓馆 一举一动 无非是要闹事的意思 终日醉而不省的 在街头向尾打架姿势 身严好打抱不平 其实是这人众 分明巡视 捕风捉影的 良善之家 莫不受其暴虐 如此日复一日 朋友越重 家业顿销 不到三年光景 便将一副家财 弄得精光了 他们是平日饮贯吃贯的 一旦穷了 哪里便肯安分 不免纠约中匪 做些没本钱的生意 一次便四二次 二而三 三而四 其匪越从 其胆越大起来了 虽衙门中有些知觉 官府票出居拿 而该匪等又有贿赂 官差 顾得悠悠自在 不一年 其胆更大 其党不满一郡 这大张便在 和甘收十一支大渡船 每逢往来 必够百人之术 然后开摆过去 遇了夜间 则行搜捷 日里假民生里 民间受过了许多祸患 恒州之地 被捷之家 不下数百家 而府里竟无可如何 竟有知者 不敢搭船 称呼传约 阎王渡 其亦未渡者 必死也 大张中日 在纳横州 码头百渡 亦自视其涌 非足百人 不肯开 周大张 副巨党 与三百余人 或绿林抢劫 或凿臂穿窗 磨锁不至 痛时有 李阿宁 陈荣华等 各统匪类数百多人 日日在纳湖广搅扰 良善之家 积不欲深 当下海瑞受了黄命 带了海安一路访问而来 并无一人知 他是各县在特寿寻案 一日海瑞访到横州 在陆吉文州大张 阎王渡之名 亦遇前往成渡 海安道 老爷修要亲往 小的曾记得 在桥头关帝庙旗的 千语上 有阎王渡字样 是要遇惊险的 今日恰逢其名 神圣之言不可不信 莫若老爷且挨到人之后 再访魏池 海瑞说 非也 夫国家仰氏 原欲为君分忧 为民除害者也 经我亲奉圣旨 来访立弊 岂可因言王渡一劫 便退缩不前 臣有赴国厚恩 你物多言 只在左右伺候 便了海安 听了主人 这一番言语 也不敢再言 指得远远的相随 跟着海瑞 来到横州渡头 只见并无船指 却有许多人 聚在一处说道 今夜三更 方才开船 我们却要厚到三更了 有一老者道 即此带道五更 亦要奈凡 不然到哪里去找渡船 一少年道 我们信息没有要紧的事 若有要紧的事 只怕误了呢 海瑞听得清切 便走到那说话的之内 问道 我们是外疆的人 道此不知风俗 世间我听得列位之言 好生差异 那老者听了 茫茫摇手道 修得多言多语 连累我们 海瑞道 老丈怎么说这话 就是官度 人来迟了些 也难怪不得人家说话 老者道 你乃外疆的人 哪里晓得我们的乡风 这只渡船 不是当耍的 你若得罪他 只怕你们当不起呢 海瑞道 难得是他百度 领了本府的文凭照会 书捐百度 有什么不可说之处 老者道 你到底是个外疆的人 不晓得利弊 偏偏我们这渡船 不曾领铁书捐 又不是官度 从这位阎王度主出事 比那有文照官度者 更厉害者多呢 海瑞道 若无文凭 不书国想 便是自百思度 有干净 让你女朋友们